报仇你死后变成了一只僵尸 手刃仇人之后你躲在山洞里不敢见光 可变成僵尸之后 你身上的人性逐渐一点一点被侵蚀 于是你趁着自己还有意识 将村子方圆百里之内的恶霸杀了个精光 做完这一切再次回到那个暗无天日的山洞 看着自己那干枯的手掌和丑陋的外貌 你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 你甚至不敢去探望自己在这世上的唯一亲人奶奶 看着奶奶孤单的身影 你无数次想跳出去女之相认 可你又怕吓到她老人家 只能趁奶奶入睡后悄悄帮她做一些事情 没想到由于你身上的湿气过重 还是被道士发现了 这天你发现家里缸内的清水已经见底 想着年迈的奶奶如何能弹动这种众活 于是你拿起扁担挑着两只水桶 便向小河走去 此时正在附近寻查的道士梦胜忽感不安 低头查看了一下手中的罗盘顿时冷冷一笑 你这只僵尸还是现身了吗 今晚就是你的丧命之期 而你此刻丝毫没有感到危险的来临 蹲在河边钢江桶里装满水 就见远处一个相貌不善的中年男子脚踏飞剑飘然而止 看到他手中的罗盘你脸色大变 僵尸对修道者骨子里的恐惧让你时髦直立 你下意识地藏到了水桶后面 生怕自己被对方情杀 而此时的你并不清楚 生前见到的那些被道人情杀的僵尸大多都处于黑僵漆 而现在的你修为已是非僵漆 在城市已经少有敌手 但是出于对修道者先天的惧怕 使你第一反应就是躲起来 但这个世界上还真是怕什么来生 孟胜看了看手中的罗盘一下就锁定了你的藏身处 青色飞剑立刻破空而出 你大吃一惊急忙向远处跳去 孟胜看到你身影的一颗脸色大脸 居然是非僵漆的修为 这远远不是他的道侯能对付你 可出于道士对僵尸的敌视他并没有对缩 猛然怒吓一声 天手 随着孟胜的怒吓之音 一只青色的巨大光手破空抓住 一把僵还未逃远的你死死抓住 随后用力在地上砸出一个深达十米的大狼 遭此一惊你原本本拒得心一扫光 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怨气 一手指向孟胜不满地嚷道 你这个家伙怎么这么不讲道 我招你惹你了 只不过身为僵尸玉和修道者评论 连你自己也不相信有成功的可能 孟胜冷哼一声握紧手中非剑脑 你近日连害多少条无辜的生命 难道不该诛杀吗 你大笑树生继而冷是孟胜的 我杀的人 哪一个不是欺压百姓鱼肉箱里的富豪恶物 替天行道为名除害我又有多错 孟胜面若寒霜冷冷回道 即便如此那些人也应由官府处置 而不是你 你犹如听到了世间最好笑的笑话 你的亲妹妹就是被当地支线霸占 事后你提刀去为妹妹报仇 奈何寡不敌众最终被支线活捉扔下山崖 这才变成了一只僵尸 可孟胜作为修道人怎会听你狡辩 手中的飞剑再次向你袭来 虽然你轻松躲开 不料那股剑气直接将你身后的毛屋掀翻 那是你奶奶居住的场所 情急之下你风势的冲进废墟大火 如果我奶奶有个三长两短 我定要将你碎尸万短 当你在废墟中找到奶奶的时候 她已经昏迷了 而这边的动静也惊醒了不少村子里 原本死记的夜晚一下子变得沸腾起来 各方所谓的正义之人全都拿起伙把杆 这或许就是人类的劣根所致 几乎所有人都忘了你除去当地恶霸时 心中的那份感激 在他们看来那些人该死 但僵尸更该死 在你一声又一声奶奶的呼喊中 奶奶终于缓缓地张开双眼 在看清你的那一刹那不由全身一阵 继而颤声道 小夜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你忍着心中的悲意强颜欢笑的 是我是我 我回来了奶奶 梦圣此刻手持飞剑冷试着你教导 该说的一言你也该说尽了 人世间不是你该待的地方 你奶奶这时爬起身跪倒 在地冲梦圣不断扣头哭道 梦仙人 我求你放过阿夜 这孩子很乖他不会伤害别人的 看着奶奶那销瘦的身体 你心中阵阵作痛 林副县的老百姓此刻 也从四面八方赶来了 众人警惕地看着 都不自觉地握紧手里的脖把 人群纷纷叫嚷起来 梦仙人 赶快杀了他 你奶奶上前两步 挡在众人身前哭诉 阿夜是好孩子 他不会滥杀无辜的 可众人根本听不进去半句 啊呸 这世上还有不滥杀无辜的僵尸 说出去恐怕傻子都不会相信吧 就是 他已经杀死那么多人了 难道还不该死吗 老太婆你快滚原点 我们今天要替天行道 铲除这个万恶的僵尸 你要是再敢阻拦当心 我们连你一块杀了 一个青年狂妄地叫喊着 做事就要将手中的火把扔过来 听到对方竟然开始辱骂自己奶奶 你再也无法忍住 心中的那股冲天怒火 无尽恶念纷纷升起 眼中杀鸡大圣纵身 便扑向那名青年 就在即将抓住那青年的瞬间 却呼听上空传来一声怒喝 邪无休要伤人 一股棒黄大力便当空压来 竟比孟盛的实力还要强横数分 你不由心中一惊立刻飞声 倒退回奶奶身旁 右手指称向天硬生生地 扛下了这股惊天力疼 挡下这一击后领扶起奶奶 你快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他们不会放过我 奶奶快走我一会儿去找你 你奶奶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泪流不止 紧紧抓住你的双臂气声道 阿叶 千万不要伤人了 奶奶去和他们说说 让他们放过你 空中此刻多了一个黑眉道人 手持浮沉脚踏飞剑 一副飘然若现的托尘姿态 梦胜一脸恭敬的失礼道 冷灵师兄 冷灵子微脸下头 手中浮沉指向地面的我沉声冷喝道 大胆僵尸竟敢当众行凶 平道今日便要施法除掉你这个天地大凶之物 自古邪不压正 今日你再劫难逃 文言我仰天一阵狂笑 何为正 何为邪 这不过是你们这帮愚人一厢情愿之想法 我夜飘零碎为僵尸 但我只杀该杀之人 正邪一念之间已 冷灵子没再接话 手中的飞剑发出一声长鸣朝我刺了拐 我却怎么也没想到 奶奶在这一刻竟挡在了我身前 她死前一直重复着一句话 阿叶 不要伤人 奶奶已经魂归幽明 任凭我怎么哭喊都挽不回任何东西 围观的村民依然冷眼冷语 哼 我干 家里居然出了僵尸 一看就知道是门风不正 死得好 尘世间究竟藏有多少罪恶与残忍 世人们的内心究竟有没有真情的异习之地 我抱着奶奶的尸体双眼躺下了滚鬼血泪 僵尸落泪汗天洞地 百米夫的闪电撕裂 青天发出阵阵愤怒的毛响 我轻轻放下奶奶的尸体缓缓站起身来 无形中散发出的强大气势令人喘不过起来 在这一刻我彻底失去了紧门的人形 突破到了汗拔僵尸的极底 天地不忍 我亦无情 尸体迁路 永无生命 顿世间令人喘不过气的尸气固满灵护线上头 叶飘灵毅力虚空 在滚滚尸气中犹如绝世凶神一般 双眼血盲一射千里 沉声嘶吼道 天地不忍 我亦无情 我诅咒 整个灵护线从此大汗永年 痛苦 死亡 寒冷 统统降临灵护线 赤地牵连 永无生命 灵护线的人们 无疑可活 地狱之门 为你们敞开 叶飘灵的诅咒 被狂蜂带出去好远 如同一把重锤 砸在人们心头 不少人因为受不了这尖厉的嘶吼 而纷纷抱头而亡 没死的 也被巨大阴波震晕 转瞬被碎石掩埋得无影无踪 狂蜂卷起的黄沙铺天盖地 将灵护线 永远地埋在了黑暗阴冷的地下世界 灵护线 就此消失 在灵护线四周的地方 不少人都注意到了灵护线的异象 远远看向灵护线 滚滚黑云遮天蔽日 骇人的电光在黑云中滚动 不少修炼者同时感到了一股异样 那就是 湿气 在一处阁楼中 几个身穿不衣的白发老者 看着远处的灵护线纷纷变色 那是湿气 没想到 世间还有如此强大的僵尸存在 快走 如果让那僵尸继续下去 灵护线就不保了 唉 灵护线恐怕已经不保了 几名老者凌空而起 略身向灵护线急赶而去 冷灵子与孟盛道 此刻紧掐法绝 抵御着漫天湿气的侵蚀 从两人满额的大汉可以看出 他们也已经很吃力了 孟盛道拼命地掐招法绝 身上渐弱的轻芒再次撑起 吃力道 冷灵师兄 这家伙暴走了 我 我支撑不住了 冷灵子守绝一遍 说道 撑住 师父和师叔们 快来了 叶飘灵冷冷看着两人 嘴边渐渐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 猛然长笑一声 一股狂暴无比的能量波 再次席卷四方 宛如一道要摧毁一切的飓风般的 将灵护线的最后一丝痕迹 也掩埋得无影无踪 留下的只有满地的碎尸 整个灵护线 真的变做了一处人间地狱 在滚滚肆虐的湿气中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残留下来 冷灵子与孟盛道 毫无悬念地 被能量波先飞了出去 孟盛道由于修为过弱 惨叫一声 顺时便被漫天的湿气淹没 叶飘灵此时 没有丝毫的理智可言 身形一动 拖出一道长长的赤色残影 在漠浪滚滚的湿气中 宛如一道足以撕天的赤色闪电 眨眼间便已来到了孟盛道面前 利吼一声 铁爪便破空抓去 孟盛道顿时吓得面无人色 只来得及惨叫一声 便被陷入疯狂的叶飘灵一爪 掐住了脖梗高举起来 全身无力地挣扎着 孟盛道此刻 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死样 因为死在他手下的僵尸 没有百只 也有八十只 他心里知道 如果被僵尸掐住了脖子 那根本就是九死一生 叶飘灵此刻长发银空四五 两只眼睛变得血红一片 没有了眼白与瞳孔之分 只是红彤彤的一片 宛如两盏催命灯一般 端得恐怖异常 冷灵子见孟盛道身陷险境 也不由大惊失色 师生叫道 盛道失地 当下没敢多想 手中浮沉白芒大圣 在空中连连舞动 快速凝出一道破魔符咒 同时手中飞剑 发出一声响亮的剑鸣 呼啸而出 刺穿破魔符 携带着强大无匹的破魔尾力 以无间不摧之势 刺向夜飘灵背部 但无奈实力使然 夜飘灵呼绝背后恶风不善 头也未回 又找便向后挥出一片耀眼绚丽的赤芒 只听得一声此刻的鸣惊声 一团宛如太阳般的耀眼光芒 一闪而视 赤芒立刻消散于无形 而冷灵子的飞剑也打着旋 被抛飞了出来 表面上再无形点光泽 冷灵子全身一颤 惨叫着 吐出一大口鲜血 自半空掉落了下去 夜飘灵似乎是因为重创了冷灵子 而兴奋地长吼一声 巨吼震动四方天地 天地都为之颤抖 而夜飘灵的身体 也随着这声大吼 而发生了骇人的巨变 皮肤立刻脱水干枯 变成毫无生机的青黑色 四颗獠牙凸唇而出 闪出森森寒光 一双如枯骨般的手上 指甲迅速变得尖力无比 堪比钢刀 哼 夜飘灵张开干枯的嘴巴 发出一声令人心颤的低吼 一股湿气随之喷出 随着夜飘灵手上力道的加大 梦圣道的面部 因为痛苦而不断扭曲着 脖梗发出一阵咯蹦之音 嘴里也冒出鲜血 身体渐渐停止了挣扎 看着梦圣道受尽痛苦死去 夜飘灵心中一阵满足 张口死死咬住了梦圣道脖梗 疯狂地吸食着梦圣道的鲜血与真元 体内的猿丹夜飘灵更不可能放过 一起吸入了体内 吼 夜飘灵仰天一声长吼 将手中以化为干湿的梦圣道 狠狠地砸向地面 随后立于高空俯视下方 眼光宛如两道电芒 瞬间便锁定了冷铃子的踪影 臭道 今日你必须要死 夜飘灵用沙哑的声音立笑一声 如同一只苍鹰自高空坠下 双爪直取冷铃子 冷铃子面色大害 眼看是躲不过夜飘灵这致命的一击了 不由惨叫出声 我命休矣 就在冷铃子万念俱灭之际 五道仙芒却划破黑暗 向这边直刺而来 同时一声苍迈的话语回荡开来 既然已归因 何必再伤人 不如随风去 早死早投胎 夜飘灵恶然一愣 紧接着便被一股突如其来的距离拍飞 重重地跌落尘埃 五名一 翻飞 慈眉善目的银发老人陷于半空 真如灵凡的仙人一般 令人肃然起敬 冷铃子心中大喜 连忙起身下拜道 拜见师父 各位师叔 五名老人微微点了点头 继而看向破土而出的夜飘灵 心有灵犀般地伸出右手 同时结出一个玄妙无方的法印 齐鹤一声 五行复道 隔空指向夜飘灵 只见金 飞 黄 红 轻舞道光带自五名老人指尖激荡而出 如同五把开天利剑 撕开浩荡湿气 正中夜飘灵胸膛 五条光带如同五条灵蛇一般 死死地捆绑住了夜飘灵 无论夜飘灵如何挣扎 也正不脱这五条奇异的光带 冷铃子现在可谓是心中大安 夜飘灵或许不知道 这五位老人的恐怖实力 可他却是十分清楚 面前的这五位老人 就是在东方修炼界中 大名鼎鼎的毛山五行道长 由于这五人关系密切 不少只闻其名 未见其面的人 有以为毛山五行道长为一人 冷铃子师父为五人之首 道号金玄 其余四人分别为火玄 水玄 木玄 和土玄 这五位道长 就算是毛山掌门 建了也要礼让三分 据说五人的修为 都已达到了传说中的大成之境 距破空而去 只有一步之遥 夜飘灵此刻 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 在他心中 现在只有无尽的杀戮 他要杀光这世间 所有的无情无义 忘恩负义之人 可是这谈何容易 木玄眉头轻皱地 看着地面上 不断嘶吼挣扎的夜飘灵 说道 这只僵尸有些怪异啊 我在他身上 感到了一股异样的波动 金玄一双眼睛 古井无波 几缕迎须随风而动 还真有一股 飘然若先的道家风范 只听他缓缓说道 世间本是无情路 愤怒 又能解决何事呢 火玄看着夜飘灵 冷哼一声 说道 灵护县七千多名无辜百姓 皆因这只孽障的怒火 而命归黄土 如此深重的杀孽 天理难容 夜飘灵似乎听到了 半空中几名老人的对话 怒声利吼道 五个混蛋老二 一帮愚人而已 我倒看看 今日谁能阻我 真是不知死活的孽障 受死吧 夜飘灵的一句话 彻底激怒了脾气火爆的火玄 火玄双手快速结印 沉喝一声 破 随着破字绝出口 一个火红的破字 狠狠地印在了夜飘灵身上 夜飘灵惨吼一声 被破字绝硬生生地 拍进了泥土之中 谁知金玄这时 透过湿气 看了看阴云翻滚 电光似耀的夜空 悠悠说道 看来今日 平道也要逆天行事了 一句话听得其他四人心中暗动 纷纷不解道 师兄何出此言 金玄微微摇了摇头 说道 杀掉这只僵尸后 我们五人便就此闭关罢 希望可以洗刷掉这次的逆天之行 说完 不顾几人惊恶困惑的目光 催动身形凌空而下 右手手指当空舞动 划出道道金色亮芒 最后金芒凝围一面金色法咒 手持法咒拍向夜飘灵脑袋 夜飘灵眼看着金玄的法咒 即将拍中自己 心中怒火愈加旺盛 一时间 只觉体内生出一股距离无处发泄 顿时怒吼一声 身形高纵而起 周身竟泛起了耀眼赤芒 那捆绑夜飘灵的五条光带 很快便被镊灭在赤芒之中 破碎为点点荧光 消散于无形 夜飘灵终于脱困 正欲向金玄出手 不料金玄反应奇快 侧身避开夜飘灵抓来的尸爪 大喝一声 急 手中法印便结结实实地 拍在了夜飘灵胸膛 夜飘灵遭到这一重击 身体如同断线风筝一般 倒飞而出 尸口一张 吐出一股血气 狼狈地摔倒在地 连续被这几名老人攻击得手 夜飘灵顿时心中怒不可遏 双爪猛然拍向地面 只听得一声轰鸣 大地随之颤抖 爆起的沙尘 瞬间淹没了夜飘灵 在沉雾中 五人呼见 一团赤芒爆起 紧接着便见一道血光 破开沙尘迎空袭来 正是圣怒中的夜飘灵 夜飘灵双爪齐灰 凌空披出几道璀璨血芒 携带树骨灵力腥风 直卷五行道长 五行道长赶到了夜飘灵 这一击中 蕴含的磅礴距离 不由心中暗惊 齐鹤一声 起 身形暴退 同时遗旨待见 五出树道耀眼气芒 将血光一一化解 沐悬此刻满面惊恐地 看着夜飘灵 诗声叫道 血应身 这家伙竟是血应身 难怪我之前会有那种 见到古神的感觉 夜飘灵此刻立于高空 其身后竟附有一道 高达十几丈的血色巨魔虚影 血魔虚影与夜飘灵 做着同样的动作 隐约间可以看到 血魔嘴角那一丝嗜血的冷笑 血应身 体内都封印有一个上古天魂 当本人心怀正念 最终会成为新一代天神 但如果本人心中摩根深重 嗜血好杀 那会成为一代泄魔 水玄此刻也是脸色死灰 难难道 怎么会这样 我们 我们竟将一个战神推入了魔道 这难道 真的是我们在逆天吗 四人此刻现在都想起来 金玄之前说过的一句话 看来今日 频道也要逆天行事了 肩扭头看向金玄 金玄惨淡一笑 血应身 不成神 变为魔 我们无路可选 冷灵子趁着刚才五人 一尸激战之际 悄悄来到夜飘灵身后 如今看着那巨大的血魔虚影 立刻凝聚全身真元 手中飞剑 再次破空袭出 直直刺向那血魔之影 看着自己徒儿贸然出手 金玄不由大惊失色 大喊出声 不可莽撞 但为时已晚 夜飘灵嘀吼一声 眼中暴闪凶光 身形急转 又找凌空探出 血魔虚影的巨大右肘 也随之抓向冷灵子 冷灵子大吃一惊 还没来得及逃走 便被血魔一把抓起 夜飘灵身形一晃 直冲向被血魔 举到半空的冷灵子 一找贯穿了冷灵子胸膛 将那小小的猿鹰紧捏手中 随即一口便咬住了冷灵子脖梗 冷灵子绝望地惨叫一声 身体渐渐停止了挣扎 双眼也变得一片死灰 金玄悲痛地闭上了双眼 片刻后猛然睁开双眼 陈生说道 施展五行阵法 将这只还未成气候的血魔镇压住 慕玄皱眉道 可是 这个阵法很消耗真元 万一天节来临 我们岂不是 慕玄师兄 现在顾不让那么多了 会迎来一场大浩劫啊 火旋焦急地焦出声来 五人随即没再多说什么 将以落回地面的夜飘零为主 双手同时开始快速结印 嘴里念念有词 随着五人结印速度越来越快 一面巨大的太极风魔图逐渐形成 在半空中缓慢旋转的同时 疯狂地吸收着天地间的元气 在太极图四周 附有钱 昆 迅 对 邓 震 离 砍八字法掘 夜飘零此刻将同样变为干湿的冷灵子 踩在脚底 魔口一张吞下了冷灵子的原因 长发迎风乱舞 狂叫道 茅山术士 不过如此 但当他看到上空中的那面太极图时 心头也是一跳 怒吼一声 连忙右臂指天直冲而上 血魔虚影同样又找向天 凝出一把血色巨刀 似要破天一般的刺向太极图 但现在去阻挡已经迟了 五行道长此刻结印完毕 各自取出一道卷轴迎空展开 只听呼啦一声 却是五道长达数丈的巨大降魔符 符指直刺地面 如同五面高墙 封住了叶飘灵的退路 叶飘灵一找击中太极图 太极图立刻爆出了一团神光 叶飘灵如遭雷击一般 被神盲狠狠地压入地下 血魔虚影仿佛拥有生命式的残吼一声 化为碎片 消失的无影无踪 五行道长大喝一声 在漫天的电闪雷鸣中 太极图携带着强大的天地元气直拍而下 正中叶飘灵 同时八字法觉镇压八方 吼 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吼声响彻天际 继而便没了声响 黄沙遍野 阴云密布 厚厚的灰尘在空中浮动 任谁也看不出 这里之前不久 还有一座名为灵护的繁华城镇 灵护县 从此只存在与记忆之中 这样一个死气森然的沙漠 必将成为一处神秘之地 天有情而人无情 诗有义而人无义 当珠 当珠啊 一具缥缈的女鹰 伴随着阵阵冷风 在以为死地的灵护县上空 久久回荡 大江东市 落花依旧 时间的齿轮 依然在缓缓转动着 世间少了夜飘凌 这只大凶大鳄之物 却并不见平静了多少 夜飘凌被封的第二个月 动乱便降临东方修炼界 五行道长 因为施展五行大印 而消耗了太多真元 在渡天节时 不幸灰飞烟灭 毛山宗人 将这一切的罪过 迁怒于夜飘凌身上 但夜飘凌已然被封 于是 在毛山宗的呼吁下 东方修炼界 再次掀起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灭尸之战 东方师族 又一次迎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从此彻底退出了修行舞台 东方僵尸 这四个曾经让天下 都未知色变的文字 成为了一个传奇的历史 灭尸之后 东方修炼界也元气大伤 毕竟东方僵尸的恐怖实力 是众所周知的 东方修炼界 在元气大伤之际 在当年的东西斗法盛会中 惨遭连败 被西方修炼界 讥笑东方无人 从此东西方修炼界关系 一度陷入紧张局面 而西方修炼界 在东方的所作所为 更为放肆 因为东方那些 修为高深的修炼者 要不在灭尸大战中 被某些高阶僵尸干掉 要不就是身中尸毒 从此闭关 东方从此开始 在西方的压迫下挣扎 东方在西方的七零下 度过了五百余年 直至东方闭关的高手 纷纷出关 并在新一届的东西 斗法盛会上 东方修炼界 在短短数年间 涌出了许多奇才 但这些奇才 为何现在才出现 却无人知道 当时名头最盛的是一个 堪称为传 斗舞者吴段风 在斗法盛会上手持战刀 一人连批西方十八武者 加四名魔法师 一战成名 之后又一人大闹西方教廷 连卡二十七名教徒 外将四名红衣主教 计为重伤 而后从容离去 成就了一番佳话 可就是这么一个 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最后却莫名失踪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有人说他武破虚空而去 有人说他被西方仇家所害 但始终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 证明他去了哪里 东方鬼才吴者吴段风 带着他那一身 诡异无比的功法离弃失踪 成为了东方修炼界的 一个玄之右玄的奇案 东方修炼界崛起之后 使得东方各国也直接受益 没有了西方的欺辱 东方各国发展迅速 三年后 一个名为汉的大国 在东方各国快速崛起 帝国铁蹄踏遍四方 将东方又一次 推入了战火硝烟之中 历时二十余年的扩张 大汉终于成为 东方第一强国 引来了西方某些强国 一阵不安 在大汉国北部 有一处死亡绝地 名为失眠荒漠 数百年 无人敢踏足一步 只不过偶尔可见 东方施迦 和西方亡灵法师的踪迹 东方施迦 是东方道家的一个分支 施迦和道家的关系 就像西方的黑魔法 和白魔法 同为道宗 灭尸之战中 有数位道家 绝才无意中 找到了上古洪荒时代的 一种邪术残本 控尸术 经过多年的研究 几人终于修成了 恐怖的控尸术 控尸术 顾名思义 就是将尸体 祭练为自己的傀儡 以尸灭尸 刚开始 诗人还挺欢迎诗家 只不过之后 有些诗家为了获得 更强大的尸身 竟将目光投向了 许多极具威望 但已绅士的修炼者 导致这些修炼者的坟墓 接连被绝 为此东方修炼界 险些集体灭掉这些诗家 不过 还没等这一想法 付诸行动 西方便开始欺辱东方 鉴于诗家也是东方的 一支修炼力量 东方才没有向诗家动手 而诗家 也似乎闻到了火药味 从此收敛的不少 言归正传 诗棉荒漠中 常年阴气丰盛 中部地带阴气浓重的程度 几乎形成了死气 当年大汉国四处征战士 曾派一支三十万人的大军 玉衡穿诗棉荒漠 去执行一项军事任务 结果却无一人走出荒漠 三十万人的强悍大军 宛如凭空蒸发了一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这件怪事 极度震撼了大汉国当局 大汉建国初期 当时的皇帝 曾经招募了一大批其仁义士 前往诗棉荒漠探险 去寻找 那三十万大军的踪影 可结果是 进去了七百余人 最后却只有七个人活着 爬了出来 而且因为惊吓过度 神志不清 嘴中都喃喃说道 不关我的事 我什么也没看见 一直到大汉派兵 将七人接回皇宫 七人还是 目光涣散地自语着 鬼 我见到鬼了 厉害的鬼啊 这件事 在当时再次掀起一阵狂潮 要知道 这七百人可都不是凡人 要不是修炼有成的道家 又不就是身法高超的武者 可到头来 都成了这般模样 可见失眠荒漠有多恐怖 诗家虽说可以进入失眠荒漠 可后来据一名诗家透露 他们也只是在外围转悠 据说在荒漠中部 沉睡着一个恐怖 非常的恶魔 处置者必死 得到这些消息后 大汉当局立刻下令 将失眠荒漠化为禁区 并发出告示 寻找可以进入失眠荒漠 又能全身而退的修炼之事 就这样 花开花落 斗转心仪 时间的齿轮 依然在不紧不慢地独自旋转着 不知不觉 便又是一个五百年匆匆走过 千年之后 还有谁会记得 东方那些 曾将威慑四方的僵尸一族 在人们眼中看来 僵尸不过就是诗家手中 那句没有感情 没有意识 只知道按照主人 意思形式的可怜傀儡罢了 一处阴冷森寒的黑暗空间 千年喝 失眠已有千年 尘世还有何不嘎 一句缥缈的女鹰在黑暗中响起 宛如一口红钟般回荡来开 随着这句声音 黑暗中突然抱起两点赤芒 一眨眼却又消失了 无尽的黑暗 于是又恢复了 属于自己千年来的死记 呀呀的 这帮破烂道士 还真的是死缠烂打呀 一个遍体鳞伤的银发青年 一边愤愤地骂着 一边跌跌撞撞地向前纵跃而去 从他摇摇晃晃的身形 以及他满身的鲜血淋漓的伤口 可以看出 他现在的状况不容乐观 在他身后 有三名脚踏飞剑的青年盗者 正快速地向他追来 一名青年盗者 摇摇看到了前方 正在跑路的银发青年 不由力喝一声 狐妖哪里走 拿命来 银发青年 文言吓了一跳 转身一看 顿时惨叫一声 压压的 还真追呀 锦号人民币 锦号人民币 人民币 锦号 AQ人民币 人民币 青年一边破口大骂 一边向前奔去 不料尽来到了失眠荒漠边缘 银发青年下意识地指出身形 他知道 这里是一处死地 银发青年回头看了看远处的城镇 自己现在 所处的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原 藏都没处可藏 眼看着那三名道者接近了自己 银发青年一咬牙 钻进了这片阴暗怪异的沙漠 之所以说这片沙漠怪异 是因为这片沙漠 中年阴云密布 厚厚的灰尘在空中浮动 两米之外的东西 根本看不清 在灰尘浮动的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浓重的 令人直欲作呕的血腥味 这片沙漠 便是在大汉国中 臭名昭著的死亡决定 失眠荒漠 刚一进入这片荒漠 青年便有一种 忽然来到地狱的感觉 一股腥臭肆意的寒气扑面而来 青年不自觉地打了个寒净 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看着一片死寂的荒漠 青年头皮阵阵发麻 心中发毛的驻足 望向阴暗无比的沙漠深处 那在空中舞动的灰尘 此刻都给人一种争鸣的感觉 似乎有什么恶魔在等着自己一般 青年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 不由心生退意 可以想到那三名死缠烂打的道士 青年便又是一阵为难 站在原地犹豫的好半天 才长叹一声 没想到我景浩 也会被逼到这种地方 说着又看了看深处 硬着头皮向前走去 现在出去 要是被那三个道士逮到 那绝对是死路一条 而在这失眠荒漠中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景浩警惕地打量这四周 暗自骂道 压压的 几个鼠山小混混 竟把老子赶到了这地方 要是老子这次大难不死活着出去 一定要把你鼠山的门扁 拆下来做床板 压压的 啊 正骂着 景浩身子却突然一顿 因为他觉得自己踩到了什么东西 顿时下的毛发倒立 妈呀 一声惨叫后 景浩便抱头跪在地上大叫起来 啊 对不起 小被我不是故意地闯进来的 不要吓我啊 以后我天天给您老人家烧香烧纸钱 我绝不食言 我们玄虎一族 是十分手性的 老人家 您就放过我吧 景浩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 却久久不见任何动静 不由心中暗自纳闷 壮着胆子抬头看了看 见眼前什么也没有 不由长舒了一口气 转身一屁股坐在地上 擦了擦额前的冷汗 吓死我了 并没有什么东西吗 可是刚才是什么东西搁我脚 景浩满面一色地自语着 低头寻找着 吓得自己跪地求饶的元凶 却发现在自己右腿旁有一根半眼 埋在沙中的段谷 顿时又吓得尖叫一声 连忙双手捧着 段谷站站刻刻说道 您老人家不要生气 您继续休息 不用管我 我这就滚 马上就滚 说着将段谷 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 立刻连滚带爬地跑向远方 并不是因为景浩胆子小 只是世人将这里说得太为恐怖 所以在景浩眼中看来 这里的一切都有自己的意识 还是恭敬一点的好 景浩跑出去还没有二十米 胸部却突然传来一阵脚痛 不由惨叫一声跌倒在地 再次愤然骂出声 这群破烂鼠山小道 老子不就是杀了一个 欺负老人的恶霸吗 至于和我拼死拼活的吗 啊 景浩竭力压住体内 险些崩溃的伤势 却又觉得腹部下 压着一块硬东西 顿时喃喃自语道 什么玩意 一手将那个被自己 称之为玩意的东西抓了出来 呀 爷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该死 不该压着您 我现在就将您归位啊 景浩一阵悲叫 双手颤抖着 将手中的头骨 轻轻放回原位掩埋起来 接着便抓狂似的 向一边奔去 对不起啊 大老爷 不小心踩着您了 您您您 您不用送了 继续休息啊 我 我马上滚蛋 我 我的姥姥啊 小子我一双猪眼瞎了 没有看见您老人家 在这里观赏风景 您继续观赏 我自行滚蛋 我 失眠荒漠外 三名年轻的鼠山弟子 面色犹豫地看着眼前 这阴暗死寂的死亡绝地 一名弟子说道 中原师兄 我们 要不要进 那只狐妖跑进去了 我们追了他四天三夜 好不容易才将他中创 另一名弟子 看了看静在咫尺的死地 支支吾吾道 中原师兄 我看还是 别进去了吧 师父说过 去哪里也不要进这里 那只狐妖自寻死路跑进里面 我想 我们就没必要送死了吧 名为中原的鼠山弟子 颇为犹豫了半天 最后咬牙说道 拼了 狐妖都不怕 我们鼠山弟子 又有什么好怕 绝不能让那狐妖再跑了 不然我们鼠山延面何存 说着 立刻驱动飞剑 扎进了昏暗的失眠荒漠 哎 师兄 两名师弟惊叫一声 继而无奈地相视一眼 最终任命的驱动飞剑 紧随中原 进入了失眠荒漠 黑暗中 一阵悠悠女鹰再次响起 千载岁月悠悠而过 万般事故昙花一现 血印身啊 你甘心继续这样长眠下去吗 你甘心吗 一声沉重的声音声 打破了死记 我甘心吗 我甘心吗 沙哑而又迷茫的声音过后 两道赤芒划破了黑暗 不过最终还是被黑暗所吞噬 一切 又陷入了死记 锦浩此刻一脸郁闷地 坐在一处沙丘背面 两只眼珠四下转动 看着自己身旁的几具骷髅 他一直到现在才明白了一件事 在失眠荒漠中 尸体的数量 只能用骇人来形容 你每走一步 至少会践踏数据枯骨 不管你跑到哪 总会与枯骨为伴 既然逃不掉 锦浩也干脆不跑了 只不过看着身旁几具 惨白冒着点点灵活的骨骸 锦浩心中也是阵阵发毛 因为他总觉得 骷髅上的那两个黑洞 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仿佛自己已成了 他们的盘中之餐 不管了 你们爱看就看去吧 我不看你们就是了 锦浩说罢 便闭上双眼 驱散心中的胡思乱想 运转体内妖力开始疗伤 淡淡的白忙 自锦浩周身亮起 在冷风萧萧 寒气肆意的荒漠 宛如夜空中的起明灯 一般醒目 想不引起注意都难 就在锦浩疗伤之际 他附近的几具骷髅 却微微抖动了一下 其身上的沙土纷纷落下 但这一细微的变故 并没有引起锦浩的注意 只见他双手在胸前 结出一个怪异的法印 手中亮起一团耀眼的白忙 随后五条璀璨的五色光带 从光团中游出 宛如五条有生命的灵蛇 绕着锦浩游荡 忽而引入锦浩体内 忽而探出头来继续游荡 隐隐间还可以听到 一阵微不可闻的嘶嘶 声端得诡异无比 随着那五色光带的出现 一股精纯的天地元气 从荒漠深处传出 尽数涌入了五条诡异光带中 而后随着这五条光带 进入了锦浩体内 快速治愈着锦浩的内伤 随着天地元气的涌入 锦浩周身的妖力波动 愈加强烈起来 没想到 在这样的死亡地带 还有如此丰富的天地元气 果真是古怪之极啊 锦浩这样想着 深吸了一口气 五条光带愈加拼命地吸收着 这涌来的天地元气 失眠荒漠中部 处立有五面围成一圈 高达几丈的石墙 在石墙中央 隐隐可以看见 有一处太极图案 一团微弱的红光 在太极图中央漂浮着 看样子随时有消散的可能 在五面石墙上 刻有五道玄妙的符咒 附近的天地元气 都被这五道巨元符 聚集在这个地方 维持着太极神图的运转 只不过 现在巨元符上的元气 却全部诡异地逃逸 向了沙漠外围 尽数被锦浩身上的 五条光带吞噬 随着太极图上 天地元气快速流逝 不少深埋地下的干尸 开始复苏 渐渐爬出了沙土 锦浩体内的伤势 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 五条光带 也如吃饱饭的孩子一般 变得异常饱满 或许是锦浩周身的 妖力波动过于强烈 紧扰了四方亡灵 引得不少骷髅爬出了沙土 有些手中还握有镰刀 锄头之类的浓具 锦浩周身的五条光带 立刻注意到了这一异变 顿时一阵躁动 竟发出了 振振低吼之音 或许是这五条光带 震慑住了那些骷髅 众多骷髅 只是在锦浩周围徘徊 却没有一个近身 五条光带 颇有灵性的嘶嘶之音 继而争相引入了锦浩体内 看来他们也很害怕 周围这些骷髅 刚才只不过是 在虚张声势罢了 中原三人 为了安全起见 全部收回飞剑 步行在失眠荒漠中 慢慢的黄沙之中 其中一人心悸地 咽了口唾沫 说道 这地方的怨气好重 中原说道 哼 千年以前 这里还是一个 人口繁华的县城 可是被一个 非疆气的僵尸毁灭了 五千多普通百姓 无辜送命 你说这里的怨气能不大 再加上事后 不知有多少 无辜生命葬送在这里 中原说着长叹了口气 又道 中一 中骨 所以在这个地方 千万不能有丝毫的大意 否则很容易丧命 中一和中骨二人 默然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前方却突然传出了一声尖叫 是狐妖 中一皱眉说道 三人相视一眼 没有多想 立刻向声援处赶去 锦浩现在 有一种发疯的冲动 全身站立地看着周围 那上百只骷髅 险些吓晕过去 大哥 大 大姐 你们 好啊 我 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 相见就是缘 叫 交个朋友 锦浩语无伦次地说着 连自己都感到汗言的话 挤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冲周围的骷髅伸了伸手 一只手持铁锤的骷髅 打量了一番锦浩 扭头举臂间 发出阵阵刺耳的骨节碰撞声 锦浩低头看了看自己 冲骷髅挤出一丝笑容 大 大哥好 只不过锦浩的这句大哥 算是白叫了 骷髅顿了片刻 张了张嘴 就在锦浩困惑之际 骷髅却突然毫无征兆的举账变砸 骷髅突然发难 锦浩顿时被吓得魂不附体 笑话 如果真的被这家伙砸中 那他就只有脑浆蹦裂一个下场了 顾不得多想 锦浩快速就地滚向一边 与骷髅群拉开一段距离 破口大骂道 压压的 操弹的破烂骷髅 死了都想害人 仗着谷多欺负胡哨 压压的 会遭报应的你们 啊 正骂着 裹开了一只裹着近风的鼓掌 再次骂道 你没这群破烂骷髅 就像那些鼠山小道一样可恶 就会不知羞耻的 以多欺少 好你个大胆狐妖 竟还在这里满口胡言 找死 一声怒斥 突然如惊雷一般乍响 吓了锦浩一跳 在荒漠中部的太极图内 一阵阵低吼从地底传出 同时 一股湿气 从太极图上的少许裂缝中溢出 那五面石墙上的巨原符 似乎意识到了危险气息 顿时亮起了金光 将那滚滚的湿气 又强压了回去 太极图中央的那团血雾 此刻亮了不少 但仍被巨原符上的金光压制着 哼 放我出去 我本无罪 沙哑的低吼声从地下传出 宛如从九幽地狱传出一般 滚滚地传向四方 锦浩身形一闪 堪堪躲过了破空袭来的三把犀利飞剑 心惊之余抬头看去 不由连声叫苦道 压压的 这地方 心有灵犀的气机一动 飞剑立刻掉头刺向锦浩 宛如三颗璀璨的流星 锦浩不敢有丝毫马虎 众所周知 蜀山就是以御剑而闻名天下 就像茅山以扶术剑掌一样 蜀山弟子刺来的飞剑 比茅山的御剑厉害了不知多少倍 锦浩看了一眼不远处的骷髅群 顿时眼前一亮 心生一记 当即纵身扑向了骷髅群 在接近骷髅的那一刹那 却倾点地面 身形高飞 从骷髅群头顶跃了过去 三把飞剑 犹如三颗不长眼的炮弹 刺进了骷髅群 顿时见其乱纵 寒光似要 不少骷髅被这三道 强大的剑芒丝的粉碎 碎骨零零散散地掉落了一地 中原三人并没有在意 而是身形跃起 单手握住飞剑 齐齐掏出一张降魔符 急 三人齐喝一声 手中降魔符呼啸的席向锦浩 看着三道宛如破空闪电一般的降魔符 锦浩顿时惊叫一声 还没反应过来 便被三道降魔符击中胸膛 当即闷哼一声 吐出一大口鲜血 重重地摔倒在地 体内一阵翻江倒海 强大的降魔力 在锦浩体内乱窜 扑 锦浩又吐出了一口鲜血 他实在没想到 中原三人会用降魔符来对付自己 见重创锦浩 中原三人没有丝毫的犹豫 手持力剑刺向锦浩 就在锦浩以为自己这次再劫难逃之际 没想到那些骷髅 却从背后袭向中原三人 中原一剑刺向锦浩 却忽闻背后恶风不善 双眼寒光乍现 身形极转 手中力剑在黑暗中 划出一道完美的湖光 瞬间便将几只骷髅 处以腰斩即行 中原这一举动 彻底激怒了骷髅群 所有骷髅都疯了似的扑向中原 镰刀 锄头 铁仙 鼓爪一起向中原头顶袭去 中原几人手中力剑寒光陡线 剑气四横 与骷髅群战作一团 趁着中原几人与骷髅群恶战之际 锦浩连忙打坐疗伤 双手再次结印 不一会儿 那五条奇异的光带便又钻了出来 浩浩荡荡的天地元气 从荒漠深处涌入了锦浩体内 哼 我要出去 一声嘀吼 自太极图中传出 并隐隐有突破太极图的征兆 而周围的五道居元符 已经压制不住这只恶魔 中原瞥了一眼正在疗伤的锦浩 不由暗暗吃惊 因为他从那五条光带上 感到了一股强烈的五行力量 这家伙 到底是什么身份 中原咬牙自语一声 高声道 中医 中骨 你们拖住这些骷髅 说完 手中飞剑脱手而出 以无间不摧之势 贯穿了锦浩身体 一道血光顿时划破了黑暗 好 一声愤怒的售吼 打破了失眠荒漠千年的死记 同时也掩盖住了一声 来自荒漠深处的低音 锦浩的身体此刻 被五条光带团团包裹 净化为了一只身 长达五米的银色巨弧 一双绿光闪闪的兽眼 透出一股诡异的魅惑之感 吼 银狐嘀一声 身上的五条光带 宛如五道闪电 破空披向中原几人 中原几人大惊失色 连忙闪身躲过攻击 光带一击落空 挥舞之间将百具骷髅 全部打散 这是什么妖怪 好强大的力量 看着突然出现的银狐 钟仪大叫起来 这是五行 五行玄狐 中原满面的不可置信 中古看向银狐 说道 五行玄狐 不是已经在万年前 便消失了吗 为什么还会出现 天知道 中原大叫一声 凌空躲过了 咆哮扑来的银狐 刷 中原三人在沙地上后 划了近十米 尽力止住身形 抬头看向了 画出圆形的警号 银狐此刻 昂首挺胸的 站在一处沙丘上 一双幽幽绿眸 胸光四翼 五条绚丽夺目的光带 在半空中四翼舞动 无形中 竟给人一种 王者的霸气 而就在此刻 一声响彻天地的利吼 却从荒漠最深处传出 震得几人耳膜 一阵生疼 银狐也被这 惊天的吼声吓了一跳 昂首看向荒漠深处 两只耳朵直立而起 中原几人现在 也无心去看什么 五行玄弧了 接扭头 看向沙漠深处 脸色瞬间 变变地煞白 只见一个巨大的血色虚影 出现在高空 全身黑气滚滚 犹如一个足以蔑视的 远古魔神 一股强大的气势 瞬间覆盖了 整个湿棉荒漠 山月粗的赤色闪电 撕开了天际 滚滚黑云汹涌澎湃 狂风四起 卷起漫天的沙土 不少干尸被抛弃 在高空中 要么被闪电机的尸骨无存 要么被狂暴的气流 搅得粉碎 带着阵阵腥臭 如雨点一般的杂落下来 一切宛如末日降临一般 而降临这场末日的 就是远处 那个巨大的血色虚影 也就是千年以前 附在夜飘零背后的魔影 血魔 好 五行啊五行 没人可以彻底相辅我 又是一声怒吼 自荒漠深处传出 中一下的面无人色 叫道 师兄 我们快走 可直到现在几人才发现 自己的身体 竟然一动也动不了 不由吓得纷纷惊叫出声 但这惊叫声 很快便被狂风所吞噬 血魔虚影仰天长吼一声 接着快速引去了身形 血魔虚影消失了 但并不意味着 这一切都结束了 在荒漠深处 五面石墙在狂风中摇摇欲坠 突然一声霹雳 五道赤色电芒从天而降 将五面石墙击得粉碎 石屑漫天飞舞 此刻的太极图 已经出现了树刀裂缝 滚滚的黑气 就是从这些裂缝中漫出的 中央的那团血雾 已经消失了踪影 好 又是一声射人心扑的嘀吼 在太极图的正中央 一只干枯的利爪 突然破土而出 荒漠中 突然发生的异象 吓得三人 一壶魂不附体 当听到那声 从沙漠深处传出的咆哮时 几人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可是他们 怎么也不会相信自己这么倒霉 师兄 这究竟是怎么了 古一终于掩饰不住 自己内心的恐惧 吓得大叫起来 再无半点蜀山之人的脱俗的气质 在生死面前 什么东西都是虚的 只有活下去 才是人们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 当今世界人人皆是如此 蜀山术士 当然也不会例外 中原双眼这时 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震惊之色 喋喋自语 难道 真的是他 中央困惑不解地看了看中原 问道 师兄 你在说什么 中原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你们还记得那个传说吗 传说 中央与中古同时一愣 接着面色诗惊 难道是那只恶狮吗 呜 银湖仰天一声长啸 似乎在宣泄心中强烈的不安 但这声长啸 瞬间便被寂灭在雷声的咆哮中 变得微不足道 犹如闻啊 师连荒漠传出的巨大狮吼声 传遍了方圆千里 远远看去 荒漠内部阴云澎湃 电闪雷鸣 宛若魔神降临 威震四方天地 不少修为高深的道家 在同一时间睁开双眼 掐指一算 脸上巨视不可置信的震惊之色 好 失眠荒漠中部的太极图 已经是沟壑纵横 漫天的湿气滚滚涌出 一个高大的黑色身影 低吼着自地下爬了出来 两只眼睛闪烁着足以冲天的赤芒 干枯的青黑色皮肤 紧紧地贴在骨骸上 四颗寒光闪闪的獠牙突出唇外 全身上下 披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真如从地狱的恶魔一般 令人望而生畏 这只古诗望了望四周 迷茫地喃喃自语道 这是哪里 我又是谁 接着抬头看向不断撕裂长空的赤色电芒 漠然狂吼道 我是谁 巨大的音波狂卷四方 天地未知失色 三人一呼 听到这声来自荒漠深处的怒吼 吓得全身站立 沙漠中的那些骷髅 更是一股脑地钻入了地下 再也不敢探出头来 古诗这时突然安静了下来 吸了吸鼻子 男生道 这里还有人 告诉我 这是哪里 我又是谁 说着便向荒漠外挪动了脚步 在他背后 隐隐可以看到 有一个常人大小的红色虚影 脸上带着一股残忍的冷笑 银狐此刻忽然从喉间发出阵阵嘀吼 那五条光带更是剧烈挣扎起来 欲挣破这股大力对自己的束缚 但一切终归徒劳 注意到了银狐的异常举动 钟原面色一变 说道 完了 那家伙来了 钟谷与钟意同是面色惨白 绝望道 师兄 我们死定了 我们 我们活不来了 眼泪便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看着钟意的哭样 钟原顿时怒不可遏 要是能动的话 他一定会狠狠踹上钟意一脚 怒声赤道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 我们是属山的人 就算死 也要有个死呀 说话间 一股重山般的距离便迎面压来 压得三人一呼喘不过气来 眼睛心惊胆战地扫着四方 哼 一声沉闷的身影 从漫天的黑雾中传出 如同一口催命大钟 回荡着几人耳旁 一双赤芒自黑雾中射出 紧接着 一个高大的身影 便从中缓缓显现出来 当看清来人的真面目后 钟原不由绝望了 惨笑出声 看来 我们真的在劫难逃了 两位师弟 我们下时再见 说着便闭眼不言 不管钟意与钟谷如何叫喊 钟原也不再睁开双眼 宛若死人一般 银狐此刻双眼绿光大圣 颇有一股拼命三郎的架势 时不时地冲着身影 滋出几颗锋利的獠牙 古师看了看银狐 又扭头看向中原几人 微微一愣 似乎在回忆着什么 就这样静静地过去的三分钟 突然 僵尸抱头长吼了一声 五行 五行 我是谁 一圈肉眼可见的巨大阴波 席卷四方 将三人一壶抛出老远 破 中原心头一阵翻滚 吐出一口鲜血 钟谷与钟医 更是被这阴波当场震晕了过去 银狐幸亏有五行光带护体 才幸免于难 从沙土中探出头来 见那古师并没有注意到自己 又连忙缩回头 化为人参 正是锦号 锦号将自己 埋在厚厚的沙子中 自语道 算了 还是待在这里装死吧 传说中 僵尸不吃腐肉的 希望这个传说是真的 压压的 我这次真的是 连我孙子的眉也倒了 竟遇上这只千古一尸 玄黄保佑 不要让你这个小玄弧 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挂掉 古师瞬间来到中原面前 一把死死掐着中原脖子 嘀吼道 你是谁 我又是谁 说 告诉我 这是哪里 中原看着古师那一双 充满暴力煞气的双眼 虽然心中极度不想示软 但自己的嘴 却违背了自己的意志 产生道 我是 鼠山的见识 这里是 失眠荒漠 当一个人真正站到 生死边缘的那一刻时 什么尊严 荣耀 统统都会被抛到脑后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 比活下去更现实 这也是留着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这句话的完美展现 鼠山 古师眼中浮出一丝迷茫 鼠山 好熟悉啊 中原突然一反常态 眼中掠过一丝狠力之芒 狂吼道 反正难逃一死 不如拉你做垫背 说着手中突然爆闪亮芒 剑灵斩 中原右手 劈出一道璀璨剑芒 自古师胸前 划出一道火光 好 古师猛然遭袭 不由惨嚎一声 身体向后倒飞而去 恰好砸在景浩的头上 哎哟 压压的 老子没这么倒霉吧 这样都能被砸 景浩低声哀叫不已 却偏偏不敢乱动 心中的那个郁闷啊 剑偷袭成功 中原右手一伸 旁边被沙土扮演埋的飞剑 发出一声响亮剑鸣 嗖的一声回到了中原手中 中原单手持剑 体内真原运转 剑身顿时霞光一彩 无形之中 给人一种攻无不破的犀利感 灭障 拿命来 中原一跃而起 一剑直接刺向古师胸膛 众所周知 僵尸之所以能跑能跳 凭的都是胸前的那团湿气 只要僵尸体内 这团最精纯的湿气被放 那么这只僵尸 就会变回一具普通的尸体 从此再也不会四处作恶 可是中原之前 身体已经遭受重创 再加之古师尸身的强悍程度 确实超出了他的意料 所以 平时犀利无比的飞剑 竟没有伤到这只僵尸 中原一剑刺中古师胸膛 只听到一阵鸣惊声 飞剑竟然被弹飞了出去 中原愕然一愣 还没有反应过来 便觉自己的脖子 被一只堪比钢铁的利爪 死死掐住了 掐得自己几乎窒息 没错 正是这句古师 古师连番遭袭 双眼中的暴力煞气四溢 一手狠狠掐住中原脖子 并将其高举起来 一阵狂风自天边卷来 古师的长发迎风似舞 露出了那张恐怖至极的干枯脸庞 尸口大张 沉声低吼道 我想起来了 你是道士 可恶的道士 将我封印千年之久 如今还不放过我 是可忍孰不可忍 去死 说着 师爪猛然用力 只听一阵骨骼碎裂声响起 中原的脖子 顿时鲜血乱蹦 惨不忍睹 头颅无力地搭拉下来 古师发出一声兴奋的吼叫 一口咬住了中原鲜血淋漓的脖子 不一会儿 古师扔掉了一层干尸的中原 双爪一身 中骨与中医的身体 也被吸了过来 胸膛被古师当场贯穿 毫无意外 两人在昏迷中 也纷纷步了师兄的后尘 于是在失眠荒漠的群沙中 又多了三句干尸 锦浩在沙中目睹了这整个过程 已是吓得身弱筛康 颤抖不已 不由南南祷告道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啊 无敌的天地大老爷啊 万能的主啊 圣明伟大的真神拉啊 请你们都睁开眼 看看我这个可怜的孩子啊 保佑我有惊无险度过此劫 我出去后给你们宿金身 为你们免费传道 古师吸干了三人的精血与真元后 仰天低音了一声 似乎十分舒服 接着又怅然地低下头来自语道 我叫叶飘灵已睡千年 世间还会有我的位置吗 我现在要去哪里 天下之大 何处是我家啊 正说着 叶飘灵却忽然一愣 继而吸了吸鼻子 用含糊不清的声音道 怎么 还有一股生气 说着又吸了吸鼻子 扭头看向了锦浩藏身的地方 他这一扭头 可是吓得锦浩险些没跳起来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锦浩还是趴在原地继续装死 当然也有一股侥幸心理在作怪 叶飘灵看着锦浩藏身的沙堆 叶飘灵 为一些没有了刚才的暴力之气 沉生道 出来 锦浩微睁开眼 偷偷看了叶飘灵一眼 见叶飘灵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 不由吓得全身一颤 又连忙闭上眼睛装死 叶飘灵沉生道 再不出来我可就要动手了 听到叶飘灵的话 锦浩心中也在暗自琢磨着 既然会说话 就说明这只僵尸还有神志 不想一般的僵尸无情无欲 既然有神志 那自己待会儿施展挨兵政策 叶飘灵似乎想起了什么 心念一动 暗中施展那神秘女鹰 传授给自己的尸生活化术 只见一股墨黑色的尸气 从叶飘灵体内涌出 转瞬将叶飘灵包裹得严严实实 不一会儿 尸气又进连体内 一个与常人无意的高大青年站在原地 刚毅的脸庞 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犹若黑夜中的两颗寒星 透着一股历经千年的无尽沧桑 四颗獵也消失了 整个看起来 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青年罢了 锦浩此刻已经是目瞪口呆 这只僵尸都已经拥有了变幻相貌的本领 那它岂不是最低也有汗拔气的修为 我的乖乖 如今的尘世 经过了两次声势浩大的灭尸之战 现在能看到 一只普通僵尸都算运气罕见的不错 当然 也可以说是运气罕见的呗 现在 自己却见到了一只修为如此之高的僵尸 真不知道 自己是修来了八辈子的福 还是倒了八辈子的眉 其实叶飘灵现在的修为 并没有锦浩心中想象的那么惊人 勉强算得上是 跳江出街的修为 这还是经过了天地元气千年熏陶的结果 这个境界的僵尸 虽然在世人眼中已是很恐怖的存在 但在士族中 只是一个刚刚步入修行正轨的小僵尸而已 叶飘灵再次将目光投向了锦浩 悠悠叹了口气 说道 你出来吧 我不会伤你 剑实在躲不过了 锦浩这才任命地爬起身 站在那里一言不发 只是警惕地看着叶飘灵 看见锦浩那一头闪亮的银发时 叶飘灵微微一愣 问道 你不是人类吗 锦浩点了点头 叶飘灵诗然道 我想起来了 你是刚才的那只银狐 锦浩继续一言不发地点了点头 叶飘灵无奈地看了看锦浩 说道 我说过了 我不会害你 你不用这么害怕 笑话 僵尸说的话 谁敢信 你说不害我 万一失信大发 把我吸成排骨 有谁会知道 锦浩心里暗自想着 嘴上却没敢发一言 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叶飘灵 叶飘灵被锦浩的举动逗笑了 竟然又怅然说道 看来 不管是人还是妖 都不会接受我们这些僵尸啊 僵尸啊僵尸 三界六道 真的不会容纳 你的存在啊 言语间 静透着一丝孤寂的伤感 锦浩看着仰天长叹的叶飘灵 一双淡淡的绿眸中 浮出一丝不解 这真是只僵尸吗 叶飘灵感慨的一阵 扭头看向锦浩 忽然微微一笑 道 谢谢你救我出来 我 我什么时候救你出来的 锦浩听到叶飘灵的道谢声 心中大惑 忍不住问道 叶飘灵微微笑道 要不是你吸走了 那五道巨猿符上的天地元气 我根本没有可能突破五行封印大阵 所以是你救了我 我欠你一个人情 不过让我不解的是 你是用什么方法 可以夺走巨猿符上的元气 锦浩这时 想起了自己疗伤时 所吸收的那股精纯的天地元气 当时自己还困惑不解 现在竟叶飘灵这么一说 应该就是巨猿符上的天地元气了 锦浩看了看叶飘灵 觉得他并没有什么恶意 于是说道 我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夺走巨猿符上的元气的 叶飘灵看了看锦浩 点头说道 看来在你身上也有 很神秘的东西存在 竟然可以从巨猿符中 强行夺走天地元气 的确不简单 好了 不聊这个了 如今你救了我 我便欠你一个人情 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我 我叫锦浩 锦浩犹豫了片刻 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和叶飘灵待的时间久了 锦浩也渐渐地恢复了心态 与叶飘灵坐在一座沙丘上谈天说地 再无半点的拘束 叶飘灵扒了中原的衣服 换下了自己那破破烂烂的布衣 试了试 还挺合身 呵呵笑道 真是给我送衣服来了 虽说很讨厌这身衣服 但还是将就地穿着吧 锦浩此刻坐在沙丘上说道 老大 你被毛山的那几个老头 封印的千年啊 叶飘灵点了点头 说道 是啊 千载岁月在梦中悠悠逃去 如今的世间 恐怕早已是物识人非了吧 严霸看了看阴暗的天空 喃喃自语道 这个地方 也因为我的一时之怒 就再也看不见 繁星闪闪的美丽夜空了 再也看不到小桥流水和蝶舞花间了 我还是真是罪孽深重了 千年后 我该去哪里落脚呢 看着叶飘灵一副怅然若失的样子 锦浩心中渐渐泛起了一丝同情 的确啊 千年啊 当自己一觉醒来 却突然发现 尘世已过千年 认识的人都早已离去 所有的一切都和自己没有丝毫的关系 自己仿佛就是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孤儿 到那时 自己恐怕也会崩溃吧 叶飘灵这时 却又忽然苦笑一声 似在自语 又似说给锦浩听 对啊 我是僵尸嘛 既然是僵尸 就应该适应这一切 适应这个 没人会接近自己的世界 锦浩这时说道 老大 世人皆是如此 见不得别人比他强 见到比自己强的人 人们先是羡慕 羡慕到了一定程度 就会变作嫉妒 嫉妒心有时会吞噬掉一切的人性 现在不得不说啊 人性真的很不堪一击啊 大哥 你知道吗 我的父母 就是被鼠山的人杀死的 父亲亲手将我送走 说到这里 锦浩的眼圈已经微微泛红 声音也开始哽咽 其实我到现在还想不通 为什么鼠山的人要杀我父母 我们连大山都没出过 他们为什么要 一口咬定我们危害人间 难道就是因为我们是妖吗 叶飘灵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事事就是如此 在世人眼中 你们妖也许就不该存在吧 当然 我们僵尸也不该存在 我们的存在对他们造成了危险 所以我们就得死 锦浩摇着头道 我不懂 我真的不懂 叶飘灵长叹了一口气 说道 你会懂的 说着站起声问道 对了 你现在要去哪里 锦浩想了片刻 说道 我还是想回昆仑山修炼 尘世太危险了 人类比世上任何一个物种都要危险 所以 我要潜心修炼 争取变得更强 才能在这个世界上变得更强 叶飘灵点了点头 笑道 说的也是 那我们就此别过 以后有缘再见 锦浩重重地点了点头 说道 嗯 等我变强后 我会在城市中找你的 呵呵 再会 叶飘灵冲锦浩抱拳别过 转身向失眠荒漠外走去 锦浩看着叶飘灵的背影 渐渐消失在了视野 暗中握了握拳 自语道 锦浩加油 你会重新回来的 说完 向另一个方向大步离去 就在两人走后不久 一个曼妙的身材 便凭空显现出来 竟然没有引起一丝的波动 由于失眠荒漠中 光线太暗 所以看不清女子的真实面目 女子悠悠叹息道 血魔 玄弧 你们怎么会走在一起啊 万物相生相克 希望你们以后是相生 而不是相克 说着 身形一阵扭曲 便又消失了踪迹 依然没有一丝的波动 可见其修为之高 叶飘灵走了有半个时辰 终于来到了失眠荒漠的边缘地带 但叶飘灵明显感受到了 荒漠外传来的阵阵烧热感 知道外面还是白日 于是没敢走出去 坐在了原地 望着荒漠外杂草丛生的荒野发呆 自己出去 要到哪里去呢 去吸血 还是算了吧 千年以前就是因为 吸血才被封印 她可不想千年之后 出来再被封印 就这样 叶飘灵坐在原地炼化体内的湿气 使其变得更加精纯强悍 在叶飘灵内侍之时 却默然发现在自己的上丹田 有一团被湿气团团包裹住的红雾 不由心中一阵迷惑 因为僵尸的湿气 都是墨黑色的 还从来没有红色的湿气 自己这是怎么了 又连忙仔细观察了一会儿红雾 突然 叶飘灵发现 红雾中竟显现出了一张 带着邪恶笑容的恐怖脸庞 同时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断断续续地 在叶飘灵内心深处响起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我需要杀戮 我需要鲜血 你太善良了 我要出去 可恶的血液 我是大人 啊 叶飘灵一声惊叫 从冥想状态中清醒过来 只觉得胸前一阵不适 仿佛被什么东西 狠狠撞击了一下四弟 叶飘灵一手捂着胸部 心里依然在回想着刚才的一幕 心中依然是阵阵发毛 那个声音是谁的 难道真的是那团红雾 可那团红雾又是什么 叶飘灵想着想着 忽然想起千年以前 五行道长口中的血印身 顿时喃喃自语道 难道那团东西是血魔 血魔 难道不是血印身吗 那血印身又是什么 叶飘灵隐隐感到 自己身上并不是只有一种思想 比如刚才体内的红雾 它就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 不过还好 那团红雾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要是能控制住自己的身体 那后果可不堪设想了 叶飘灵此刻仔细回想着 那个神秘的声音 眉头紧锁道 我是大人 是什么大人 难道那团血雾是一个人 怎么会啊 叶飘灵突然被自己的想法 吓了一跳 连连摇头 否认了自己的想法 可是那个神秘的声音 似乎穿越了时空 从洪荒大地远远飘来 久久回荡在叶飘灵耳旁 放我出去 我要出去 我渴望杀戮 鲜血 这声音仿佛带有魔力一般 扰得叶飘灵头部隐隐作痛 而且疼痛感越来越明显 叶飘灵不由一手捂住额头 但仍没能阻止住继续疼痛的额头 啊 你究竟是谁 叶飘灵终于忍不住剧痛 仰面大叫起来 哎 一声女子的叹气声悠悠响起 四远在天边 却又好像静在耳旁 叹气声响起的同时 那神秘的声音 顷刻便消失了 头痛的感觉也随之消失 叶飘灵使劲甩了甩头 喃喃自语道 我这是怎么了 两个神秘的声音 一男一女 到底她们在自己身上 做了什么手脚 她们究竟是谁 叶飘灵一概不知 就在这时 一阵猫头鹰的悲鸡声 隐隐约约传进了叶飘灵耳中 叶飘灵定睛一看 原来黑夜不知何时已经降临了 甩头晃掉了心中的胡思乱想 叶飘灵起身向外走去 她倒要看看时过千年 世上到底都发生了何许变化 叶飘灵出了荒漠 站在荒野上 发了好长时间的呆 她不知道自己应该向哪边走 在原地犹豫了片刻 叶飘灵还是直直向前走去 反正自己也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人 这个时代的一切都和自己没有关联 所以不管到哪里也是一样 可没想到 叶飘灵走了还没有百米 忽然狂风大起 沙飞驶走 叶飘灵差点被这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吹倒在地 不由暗自心惊 下意识地匍匐在地 就在叶飘灵刚刚趴在地上的那一刹那 只见一个长着双翼的巨大黑影 几乎贴着叶飘灵头顶掠过 迎着夜空发出一声鸣叫 叶飘灵显知又显得躲过了这一击 继而一个 鲤鱼打挺站起身来 定睛一看 袭击自己的怪物 不由棱住了 不解到 这是什么怪物 只见一只长着两个头颅的巨大怪鸟 立于一块巨石之上 全身的黑色羽毛的 似乎被大火烧过一般 显得凌乱不堪 大鸟直起身子 竟有十几丈长 双翼展开有二三十丈 真可谓是一只大家伙呀 叶飘灵不由暗中警惕起来 对方如此大的个头 要是真打起来 自己还真的没有多大把握 就是不知道对方的攻击力如何 要是攻击力不高 那自己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因为跳江气的僵尸 是出了名的钢筋铁骨 除非是道家法器 一般的兵刃 根本对跳江产生不了什么威胁 但如果这只怪鸟的攻击力超强 那自己可就真是倒霉了 大鸟的两只头颅 不断左右摇摆地打量着叶飘灵 四只火光熊熊的眼睛忽然 露出一丝贪婪之色 似乎叶飘灵身上 有她想要的东西一样 看到大鸟露出了如此眼神 叶飘灵不由叫苦不迭 因为她刚刚解封 实在不想这么快就干架 但是从现在的情形来看 不打也不行了 想到这里 浑身的湿气已经隐隐度出体外 将叶飘灵包裹其中 湿气一动 叶飘灵的双眼 煞石变得血红 宛如暗夜中的恶魔一般 大鸟见叶飘灵 突然被一股凭空出现的黑雾包裹 不由恶然一愣 待了片刻后 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精明一声 竟要落荒而逃 叶飘灵不知为何 运转湿气的那一刻 自己内心深处 便充满了一股对杀戮的渴望 对鲜血的疯狂 只不过 她并不是想戏鲜血 而是她想看见 鲜血染红青天的 那一副血腥场景 可是 至于自己 为什么会心心大变 叶飘灵也想不出头绪 见大鸟斩翅欲逃 叶飘灵想也没想 身体一纵便跳到了大鸟的背上 大鸟顿时惊慌不已 仿佛自己背上 被人安放了定时炸弹似的 在空中不住的翻滚 欲将叶飘灵从背上甩下去 大鸟的这一举动 吓了叶飘灵一跳 该开始还真的差点被摔下去 见大鸟不住的发狂 叶飘灵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一手抓住了大鸟粗壮的脖子 不料用力过猛 鸟脖子 竟被自己抓出了一道大伤口 鲜血顿时喷涌出 见了叶飘灵一脸 叶飘灵一愣 双眼顿时泄光大胜 最后的一丝清明 也被嗜血的光焰淹没 叶飘灵突然发出一声嘶吼 吓得大鸟全身一颤 险些没有从半空中坠落下来 叶飘灵此刻嘴里 已经突出了四颗獠牙 虽然皮肤没有什么变化 但这样子也够害人的 大鸟似乎感觉到了叶飘灵的变化 更加的惊恐不安 在半空中四处乱荡 黑色的羽毛纷纷洒洒 叶飘灵真如同变了一个人似的 双手伸出了尖利的指甲 狠狠地插进了大鸟的背部 啊 大鸟发出一声凄惨的怪名 鲜血顿时又见了叶飘灵一口 再次闻到了血腥味 叶飘灵彻底陷入了疯狂 只见她兴奋地长吼一声 一找便将大鸟的一只头颅 抓得粉碎 东方僵尸的超强攻防能力 是毋庸置疑的 大鸟遭到重创 不顾一切地回头喷出火焰 叶飘灵尸口一张 一股滚滚湿气喷涌而出 将烈焰包裹其中 可谁知 烈焰只是闪动了一下 继而便突破了湿气的重重包围 疯狂地卷向叶飘灵 叶飘灵吃了一惊 连忙跳了下去 伸手抓住了大鸟的一只巨肘 避开了火焰 紧接着怒吼一声 右手如同一把利剑似的 刺进了大鸟的腹部 将大鸟的五脏六腑 统统拉扯了出来 鲜血顿时如同绝地的洪水一般 将叶飘灵从头交到尾 叶飘灵完全 变成了一个血人 大鸟此刻五脏被掏空 鲜血也几乎流尽 只能不甘地悲悯一声 无力地坠向地面 叶飘灵连忙跳上大鸟的背部 虽说自己现在钢筋铁骨不怕摔死 但他也不愿意给大鸟做个垫背的 在距离地面还有五六米的时候 叶飘灵低喝一声 脚下蓄力猛然跃起身形 跳到了地面上 哄 大鸟那如小山般的巨大尸身 重重地砸在叶飘灵背后不远的地面上 顿时一阵地动山摇 碎石四剑 一股进风横扫四周 将叶飘灵的长发吹得四翼五动 颇有一股煞神在世的味道 叶飘灵缓缓站直身 回头看着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的怪鸟 怪鸟不甘地看着叶飘灵 眼中的火光渐渐消失了 叶飘灵此刻收敛了尸气 双眼的血盲也淡化而去 四颗獠牙缩回唇内 就在这时 怪鸟那巨大的尸身 却闪出一丝亮芒 叶飘灵一愣 警惕地小心翼翼靠了过去 要是这怪鸟还没有死绝 自己就再给它两下 不幸它不死 可走到跟前 叶飘灵才发现 放出亮光的是一块拳头大小的紫色结晶 看起来晶莹剔透 宛如一颗集水晶 煞是漂亮 叶飘灵捡起晶时看了看 可以感觉到 这颗水晶中有一股怪异的力量 在缓缓流动着 只不过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叶飘灵绞尽脑汁 也想不出原因 最终就把这个怪鸟定为小偷 偷了某个大户人家的宝石 只不过 现在归自己所有了 叶飘灵心中顿时怯笑不已 没想到刚出沙漠 就发了笔小财 看来千年后的世界 也不是多么差吗 叶飘灵小心翼翼地收起宝石 转身欲走 可又看了看那怪鸟的巨大尸身 眼珠一转 走过去抓住怪鸟的一只爪子 这么多肉 应该也能卖不少钱吧 叶飘灵这样想着 心中便又是一阵欢呼 只不过 他始终也不会料到 这具庞大的尸身 却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叶飘灵拖着大鸟的尸体 渐渐走远了 而散落一地的大鸟内脏 却被一只凭空出现的干枯利爪 缓缓拖向了尸棉荒漠深处 叶飘灵拖着大鸟的尸体 一边走着 一边思量着 该用多钱出售自己怀中的那块紫宝石 那么大的宝石 如果销售成功 那自己一辈子的生活费 想来就足够了吧 叶飘灵想着想着 心中不由怯笑不已 荒野外围 一列列高大的木制哨塔 一座紧挨着一座 上面设有巨大的弓弩 每个哨塔都有四名全副武装的卫兵 警惕地看着荒野的一切动静 在哨塔的下方 是一些临时搭建起来的帐篷 不少士兵手持长枪来回巡逻着 在另一边 还放有一排随时可以使用的投尸器 看起来气氛十分紧张 弯弯的月儿 估计地挂在夜空中 时不时的 还被不知 是从哪儿飘来的乌云遮住 一切都显得静悄悄的 偶尔会听见远方猫头鹰 传来的凄厉鸣叫 夜风缓缓拂过荒野 那一望看不到边的杂草 发出一阵阵萨萨之音 听的人不由一阵毛骨悚然 就在月牙又一次冲开乌云时 一声惊叫 打破这令人窒息的死寂 啊 那是什么 哨塔上的一名士兵 突然指着前面的荒野 大叫出声 士兵这一声 惊动了整个营地 所有士兵 全部顺着这名士兵的手势望去 也不由一阵目瞪口呆 天哪 那到底是什么 怎么了 发生什么情况了吗 一个长的五大三粗 身穿铠甲的将军 从帐篷中走出 哨塔上的一名士兵叫道 将军 前面有一个巨兽 不 那是魔琴 不过这次他没有飞 另一名士兵也叫着 这个消息 使得全英官兵惊愤不已 立即做好了战斗准备 将军黑黑一笑 说道 在地上爬 说明他已经受伤飞不起来了 等了他这么长时间 终于把他等出来了 接着高声叫道 弓箭手准备 上百名弓箭手 立刻搭弓拉箭 箭头上还冒着熊熊火焰 放 随着将军的一声大喝 百箭齐发 宛如百客流星划过夜空 呼啸着射向荒野 夜飘零此刻回头 看了看身后的大鸟尸身 似乎看到了漫天的银票 向自己飞来 不由心中暗喜 自语道 这么大的个 应该可以买不少钱吧 哈哈 没想到我刚出来 就快成富豪了 哈哈 啊 就在夜飘零暗自窃喜的时候 却忽然听到了一阵破空音 不由微微一愣 四处张望 无意中抬头一看 顿时背下的屁滚尿流 只见一片火光当头冲自己压来 要不是自己感觉不到道家的存在 一定会认为自己 遭到了道家的袭击 啊 夜飘零下的惊叫一声 想也没想 嗖的一下 便藏到了大鸟身后 一把把燃有熊熊火焰的利剑 毫不留情地刺进了大鸟的尸体中 大鸟的尸体请客燃烧了起来 夜飘零顿时惊了 这怎么能行 这可是自己的钱啊 夜飘零大叫着 就像上前扑火 可是跳江出街的自己 对火焰还有一种天生的畏惧 只能站在不远处 眼睁睁地看着大鸟的尸体 被烧得焦黑 看着慢慢变为焦炭的大鸟 夜飘零仿佛看见了一张张的银票 长着翅膀飞向了天边 不要啊 钱 哪个混蛋这么缺的 竟连死鸟也不放过 警号人民币at 新号at警号警号at人民币at夜飘零 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 咦 将军 我好像听到了 那里有人在叫喊 一名士兵站在哨塔上 看着远处的火光 一声说道 有人 将军一乐 接着说道 我们去看看 夜飘零沮丧地坐在地上 不死心地看着眼前 还冒着屡屡青年的焦炭 心中已经将元凶的祖宗 问候了百遍不止 这时 一阵马蹄声 引起了夜飘零的注意 夜飘零站起身 举目望去 隐约间看到有一大队人马 浩浩荡荡地 冲自己这边赶来 夜飘零当下就一阵警惕 怎么了 难道我刚接风 就被发现了 夜飘零不住的一阵心惊 就在夜飘零想要逃顿的时候 却看见来人竟是一队士兵 骑上还绣有一个大大的 他们来干嘛 夜飘零愣住了 一时却忘记了逃顿 那队人马来到了夜飘零面前 将军跳下马来 先是看了看那只 已经变为焦炭的大鸟 接着打量了一下 正直勾勾 看着自己的夜飘零 问道 这只大鸟 是阁下杀死的 夜飘零郁闷地点了点头 说道 是啊 刚才的剑 是你们放的吗 将军不由一阵尴尬 善善笑道 阁下请见谅 我们不知道有人在这儿 还以为这只大鸟又来了 于是就放剑了 夜飘零不禁一阵汗言 那将军微微顿了一下 试探性地问道 这位壮士 你拿什么证明 这只鸟是你杀死的呢 夜飘零微微一愣 不解地看向将军 只见那将军黑黑一笑 说道 听说这只魔晴 体内有一颗魔石 你既然杀了这只鸟 想必那魔石就在你身上吧 夜飘零心中 升起一丝不妥 说道 你问这话什么意思 将军呵呵笑道 壮士别误会 我别无他意 皇上有旨 只要谁杀了这只魔晴 会有重赏 已经有不少人进了这荒原 找这只魔晴 但是没有一个出来的 十之八九 被这魔晴害了 今天竟然被壮士所杀 理应进攻领赏 进攻领赏 夜飘零愣住了 他连这事想都不敢想 自己竟还有进攻的一天 夜飘零此刻 似乎又看到 刚才离自己 而去的银票们 又飞回来了 夜飘零惊愕之际 一名士兵将马牵到了自己面前 说道 壮士请上马 等等 夜飘零 还是有些不放心地看着将军 壮士还有什么问题吗 将军勒住马头 回头问道 嗯 这个 没了 夜飘零吱吱呜了片刻 却又没说出什么 他总感觉有些地方不妥 但具体是什么 自己又全然想不到 夜飘零上了马 回头见士兵 已经将大鸟的尸体 装上了一辆特制的大木车 十几人合力 才将车子推动 最后让有些骑兵用马拉着 这才将大鸟拉走 士兵们此刻如看怪物一般地 看着夜飘零 实在想不通 他是如何一人 将这大鸟的尸体 从荒野深处 一直拉到这里来的 众人先是回到了营地 欲明日动身赶往帝都 一听要白日动身 夜飘零顿时连连摇头 军营里 将军见夜飘零 极力反对白日动身 不由一声道 夜少侠可有什么难言之意吗 啊 夜飘零沉吟了一会儿 胡乱地说道 是这样的 我从小得了肿怪病 就是不喜欢光线太强 否则眼睛很痛 所以 将军哈哈笑道 夜少侠放心 这个简单 只要我们不让夜少侠见光线 不就可以了 夜飘零一愣 怎么个不见法 将军说道 这个简单 只不过要委屈一下夜少侠 就是待在箱子里 箱子很大 夜少侠不用担心起的慌 夜飘零无奈地翻了翻白眼 顿时对这个名为霍达的将军 佩服的五体投地 别人进皇宫 都是高头大马的 就自己特别 钻进箱子里进皇宫 得了 自己还是不去了吧 想到这里 夜飘零对霍达说道 承蒙将军好意 只是我这个乡野粗人 实在不适合去皇宫 那种圣洁的天子之地 所以还是不去的好 霍达微微一愣 问道 可是夜少侠 还有什么顾虑 可以当面提出来 夜飘零连忙摇了摇头 没有没有 只是我不敢去罢了 还是就此告辞 见夜飘零要走 霍达连忙说道 夜少侠 如果你们要大汉的保护 很容易遭遇不测 夜飘零不解地看向霍达 一声道 将军何出此言 霍达顿了片刻 才微微叹了口气 讲述了一段夜飘零丝毫不知情的事情 事情 还要从五百年前东西修炼界大斗法师讲起 五百年前 东方为了反抗来自西方的欺辱 趁着东方修炼界之强纷纷出关的时候 不少苦修多年的后起之秀 也纷纷现身尘世 其中有一个令西方修炼界胆寒的人物 东方鬼才吴段风 吴段风出现以前 甭说西方修炼界 就是东方修炼界 也没有人听过这个名字 可是 当他这个名字 第一次出现在人们耳中时 他已经成为了一代风云人物 在那次有史以来最为盛大的东西方的斗法大会上 身穿狼皮黑衣 长发肆意舞动的青年舞者吴段风 第一次出现在众人眼前时 没人会注意到他 因为人们根本感受不到 他身上的元气波动 只当他是一个看热闹的凡人而已 当他手持黑亮的鬼面战刀 站在擂台上时 众人皆是愣住了 不知道这个凡人 为什么敢向西方强大的魔法师挑战 而且是一个中阶的高级魔法师 世人皆知 魔法师分为魔法学徒 见习魔法师 高级魔法师 大魔法师 魔导师六种境界 传说中之上 还有魔法宗师 魔法之神与魔法之祖 但那只存在于传说中 至于有没有 谁也不敢确定 陈世中一般来说 大多都是准魔法师 准魔法师在陈世来说 已经算是真正的魔法高手 更何况是眼前的这个高级魔法师 可以说 以吴段风这个凡人的实力 挨不住高级魔法师一下 便会被杀得无影无踪 就在众人以为吴段风必死无疑之际 结果却震惊了全场 那名高级魔法师 刚刚施展浮空树 飘到空中时 看着面无表情的吴段风 露出一丝残忍的冷笑 可是还没等他动手 全场观众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高级魔法师 竟无缘无故地从高空中掉落了下来 在魔法师即将坠地的那一刹那间 吴段风突然动了 身形一晃 已经出现在了魔法师面前 颤刀一挥 顿时泻染长空 魔法师的头颅飞出老远 掉下了擂台 只有那具无头的尸体 躺在吴段风脚下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久久忽然爆发出了一阵欢呼 东方的看台上沸腾了 一刀斩杀一名高级魔法师 这一战注定要震惊修炼界 可是那名高级魔法师 为什么会突然掉下来 这个谜 恐怕只有吴段风一人知道吧 吴段风持刀立于擂台之上 傲然撇向西方看台 冷声道 谁还敢来 可恶 一声怒吓传来 一柄大幅劈空看向吴段风 吴段风余光一瞥 身形暴退 只听得一声轰鸣 碎石四剑擂台为之一阵颤抖 吴段风眯眼看着眼前的灰尘 继而冷笑一声 栖身而上钻进了灰尘之中 急得观众们纷纷起身看去 啊 只听得一声惨叫 自灰尘中传来 接着便看见一道雪剑射出 灰尘渐渐散去 只见吴段风依然面无表情的持刀力 而刚才的那名西方大汉右臂 此刻却在吴段风的脚下 西方大汉捂着断臂伤口 苍白的脸上满是惊恐 神志似乎已经错乱了 只见他不断地向后挪着 双眼依然紧盯着吴段风 嘴里喃喃道 不会的 不会的 这不是人 是鬼 是鬼 大汉几乎崩溃的大叫一声 忽然白眼一番 倒地而亡 全场又是一片死寂 没有人看清灰尘中发生了什么 只不过 短短的十几秒钟 有一个西方修炼者 永远地倒在了吴段风脚下 如果刚才魔法师的死是巧合 那么现在 这个西方武者 难道也是巧合吗 找死 众人还没有从刚才的震惊中 缓过神来 就只听得一声怒喝 紧接着便看见 从西方看台上 跳出来一名金发大汉 手持一柄巨剑 巨剑上有丝丝赤颜纹路 一看就知道不是反品 吴段风眯眼 看了看大汉 估摸着大汉的实力 至少为滤疾 吴段风知道 西方武者以斗气作战 西方的斗气 与东方的真气 有明显的不同 东方的真气 是存于经脉之中 既可攻击敌人 又可治愈本体 可西方斗气存于肌肉中 这也是为什么 西方武者肌肉发达的 主要原因之一 是专门用于作战的 充满着爆发力 如果同等级的西方武者 与东方武者拼持久战 大多都是以惨败收场 但是东方武者在攻击力上 确实稍逊于西方武者 斗气分为七种 红 橙 黄 绿 青 蓝 紫 鹰 金九种等级 一般来说 黄级在城市已算高手 看着眼前这个来势汹汹的 绿集西方武者 吴断风手中战刀 闪过一丝亮芒 吴断风缓缓辅着刀身 双眼爆出一丝 好战的嗜血光芒 冷声说道 热身结束了 现在就让你们这些 西方小仔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东方的恐怖 丝丝冷风自场间吹过 场中的血腥味 似乎更浓了 吴断风也做好了大战准备 战斗 才刚刚开始而已 且说西方武者 大战东方武者吴断风 那名西方武者冷冷说道 我是西界武者麦卡锡 你叫什么 吴断风战刀一横 用阴冷无比的声音道 你可以叫我死神 麦卡锡愕然一愣 接着哈哈笑道 死神 哼 能带走我的死神 还没出事呢 说着手中聚剑高指向天 剑身上不断吞吐着青涩豆气 发出震震令人心悸的痴痴声 看起来充满了威胁性 吴断风单手持刀 浑身上下黑气欲胜 似乎有生命一般的滚动着 阵阵寒风自吴断风脚下刮起 吹得吴断风身上的黑衣 烈烈作响 麦卡锡聚见一挥 一道耀眼的豆气破空而来 将地面上的石板纷纷破开 呼啸地卷向吴断风 吴断风眼中寒芒乍现 手中战刀 冒着滚滚黑焰迎了上去 顿时与麦卡锡站作一团 青色的豆气与黑色的魔炎 相互交织着 撕扯着 狂风大作 包裹住了两人 而吴断风身上的黑气 也是越来越胜 不一会儿 便将自己与对手淹没了 观众们 只能看到黑气中 时不时爆起的绿芒 与阵阵鸣惊声 从四周乱纵的进风 可以明显看出 两人的战斗都多么的惊险 就在两人 打得难解难分之际 忽然之间 只见黑气中出现了一只 黑色巨爪 高举着抓了下去 紧接着众人 听到了一声惨叫 一道赤芒冲出了黑气 在空中突然爆得粉碎 正是麦卡锡的那把巨剑 黑气 渐渐脸回吴断峰体内 两人激战地方 早已是一片狼藉 土地似乎都被翻了一遍似的 吴断峰 一手掐着麦卡锡的脖子 高举而起 两只眼睛 已是乌黑一片 仿佛是蒙上了一层黑雾 看不清他眼中 究竟是什么神情 只不过从他嘴角 那丝残忍的笑容人们知道 麦卡锡绝对是凶多吉少 果然 就在几名西方舞者 刚刚登上擂台 准备强行救人的时候 吴断峰冷冷一笑 手指猛然用力 只听 咯嘣一声脆响 麦卡锡身子一阵抽搐 喉间发出几声痛苦的咕咕声 鲜红的血液 便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双眼 渐渐失去了光彩 吴断峰嗜血的一笑 猛然将麦卡锡的尸体 砸向了数名赶来的西方舞者 接着狂吼一声 全身黑气 再次喷涌而出 化为数把长毛刺 向重舞者 空间壁 似乎都在为之颤动 几名西方舞者 顿时大惊失色 还没来得及做任何反应 便被长毛刺中 长毛这时 又纷纷爆开化 为黑雾包裹住了众人 啊 救命 有鬼 魔鬼 魔 嗯 数声惨叫 从黑雾中传出 在场观众随后便听到了一声 恐怖的咆哮 接着便是一阵 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 悠悠传出 期间还夹杂有阵阵脆响 宛如将骨头 硬生生咬碎的声音一般 像一把把重锤 砸在在场中人的心头 不一会儿 令人浑身站立的咀嚼声 消失了 黑雾如同退潮一般 回到了吴段风体内 吴段风缓缓仰头望天 显出了一幅 尤为享受的神情 而那刚才的庶名西方舞者 此刻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原本站着的地方 现在也只剩下一滩滩 令人触目惊心的血迹 血迹中 隐隐可以看见有好多的白色斑点 仔细一看 众人皆是 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分明就是骨渣 再想起刚才诡异的咀嚼声 不少人的脸色 立刻变得苍白 看吴段风的眼神 已不再有那种 仰视英雄的崇拜感 而是一种 对恶魔深深的惧怕感 刚才的咀嚼声 绝对是真的 那就说明 吴段风在吃人 天哪 他练的是什么功法 我看他 他那八成是邪功啊 对啊 竟然活生生的 把人吃掉了 这 这根本就不是人 众人仿佛炸开了锅 一轮纷纷 吴段风丝毫没有理会 那些人的一润声 只是冷冷地 看向了西方看台 傲然高声道 谁有不服 可自行下台挑战 吴段风此话一出 立刻便有数名魔法师 手持魔杖 飞到了空中 居高临下地 看着场中的吴段风 吴段风 斜眼看了看这三名魔法师 呵呵而笑 没有一丝的畏惧之感 竟然猛然面目 变得猙獰 咬牙切齿说道 魔法师 老子要杀的 就是魔法师 魔法师 一群为君子 吴段风撞 若疯癫的狂吼一声 其背后 立刻抱起一团黑雾 呵呵 一阵仿佛是来自 九幽地狱的冷笑声 从黑雾中传出 紧接着黑雾中 渐渐显露出一个 黑色的半透明的巨大魔影 手持一柄大刀 两只深邃的眼眶 冒着闪烁的蓝芒 带给人一种 无尽的恐怖之感 魔影附在吴段风声后 冷冷而又贪婪地 注视着那三名魔法师 三名魔法师此刻 看到魔影时 也是脸色大变 只不过事已至此 他们也不可能不战自败 纷纷念动咒语 空气中 顿时传出 一阵阵强烈的魔力波动 万军的雷霆 炽热的火焰 呼啸的风韧齐齐 向吴段风头顶刺来 吴段风持刀而立 嘴角露出一丝 令人琢磨不透的笑意 就在魔法攻击 即将击中吴段风的那一刹那 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 发生了 吴段风竟然消失了 对 是消失了 凭空之间 消失的无影无踪 仿佛是穿越了一般 如此怪异的功法 众人 还是第一次看见 不少至强的老者 看着吴段风消失的地方 喃喃道 此子不凡哪 如此古怪的功法 世人皆未见 他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在观众一轮不休的时候 一名魔法师 却突然心中大害 因为他发现自己 被一块阴影笼罩了 不由面无人色扭过头去 只看到了一双 杀鸡四翼的纯黑色眼睛 接着便觉腰部一清 似乎少了什么 啊 一声淒厉的惨叫 从空中传向四方 只见吴段风此刻 一刀讲一名魔法师 处以腰斩即行 一团血水顺时 在空中溅开 映着阳光 竟现出一 妖艳的美感 看着被吴段风 一斩为二的魔法师 自高空掉落 在场的所有人 已经彻底被震撼了 这是什么速度 竟然瞬移至高空之上 而众人皆不知 此等修为 天下难寻啊 此子 究竟为何人 竟有如此实烈 场中所有人 都在心中猜疑着 吴段风在空中狂吼一声 长发银空舞动 巨大的魔影 手持几十丈长的大刀 默默地附在吴段风身后 使得吴段风看起来 更像一个天地巨魔 一般可怖 今日 我吴段风 要杀光你们这些魔法师 吴段风怒吼一声 手中战刀横批而出 哼 魔影发出一声沉重的喘息声 手中大刀 也是迎面一挥 以横扫千军之势 骑向两名魔法师 两名魔法师大惊失色 只来得及惨叫一声 便被魔影手中的大刀 狠狠击飞出去 当即在空中喷出一口鲜血 如同两颗流星坠落向地面 西方看台上 立刻窜出数名武者前去营救 吴段风见了顿时大怒 如同一只陷入狂暴的雄狮一般 咆哮道 给老子滚开 说着 手中战刀 批出数道犀利刀芒 魔影也是举刀一阵乱砍 只听得一阵阵惊天动地的轰鸣声响起 一股狂暴的能量波 自魔影手中大刀四处肆虐 场地上一阵剧烈的颤抖 碎时瓦力四处乱剑 吓得不少老百姓观战者 纷纷惊叫出声 片刻后 吴段风才心满意足地停下手来 阎晨散去场地 早已是一片狼藉 一道道深达数十丈的巨大沟壑 纵横交错 很明显 这些沟壑是魔影手中的大刀 硬生生劈出来的 如此大的破坏力 当场再次震撼了所有人 看台上 已经有不少人 双眼放着一彩 盯向傲气冲天的吴段风 心里不知 在打着什么鬼主意 叶飘凌听霍达讲这么多 顿时心中泛疑 尤其是吴段风身后的巨大魔影 引起了叶飘凌的兴趣 因为这使她想起了千年以前 她背后的那只血魔虚影 现在听到吴段风也有魔影 虽然不是血魔影 但能有如此大的破坏力 也绝非烦魂 难道吴段风也是血印身 但是如果是血印身 那她的魔影就应该是红色的 又怎么会是黑色的呢 叶飘凌迷茫了 看着叶飘凌沉思不语 霍达笑道 叶少侠是不是也觉得吴段风 很不可思议 啊 叶飘凌抬头看向霍达 知道霍达误会了自己的意思 可也没有争辩什么 只是点了点头敷衍道 是啊 她的功法太怪了 叶飘凌嘴上这么说 心中却暗自想着 要是给霍达说自己也有魔影 霍达会不会把自己当作疯子 赶出军营 叶飘凌忽然问道 对了霍将军 您说了这么多 似乎还没有讲到 关于那只大鸟的事情吧 霍达可能有点渴 连着喝了三大碗酒 摸了摸嘴继续说道 现在就说到这只巨鸟了 这只巨鸟实际上 已经在大旱待了五百多年了 什么 五百多年 叶飘凌惊叫一声 不由暗自扎舌 活了五百年 理应说会有很大的力量 为什么自己和她打斗时 却没发现 她的力量有多大呢 霍达没有注意到叶飘凌的沉思 说道 据传说 这只鸟来自于西方 大败西方修炼界后 却为自己惹来了一个强敌 西方的青年高手卡龙 卡龙是一名舞者 修为已达到拦极 在修炼界中青年一代中 绝对在前五之列 而魔琴就是她的宠兽 卡龙与吴段风约战 东西海峡中的星边岛 在星边岛上爆发了好一场恶战 不少观战的人 都念灭在两人决战时 所产生的那股毁天灭地的能量波中 据传 两人一直激战了三天三夜 最终结果无人得知 因为在决战的第二天星边岛 便已经被打得粉碎 而沉入海底 而两人也在海底展开了激战 当第三天时 两人却失踪了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只不过过了半个月 吴段风便突然出现在了西方教廷 大闹了一番 接着扬长而去 从此消失了 一年之后 有人在东方大陆上的绝天风上 发现了卡龙的宠兽 也就是魔琴 魔琴似乎非常仇视东方 尤其是关于吴段风的一切 见之避讳 但却又不离开东方 五百年来 经常在绝天风和失眠荒漠之间徘徊 曾经有人相传 在失眠荒漠中发现了卡龙 但是真是假无人可知 据传说 卡龙已被吴段风击杀 而魔琴也被吴段风重伤 并在其体内的魔精上 动了某种手脚 历代传说都认为 吴段风可能将自己那诡异的心法藏于其中 所有不少人都想得到它 所以 魔琴上次便遭到了东方众多修炼者的重围 只不过 最终还是逃脱并非进了荒野 修炼者都忌讳紧邻荒野的失眠荒漠 害怕打扰到荒漠中的那个恐怖存在 就放弃了追赶 汉国才派兵镇守荒野四周 看到大鸟立刻击杀 所以才发生了之前 那火烧鸟狮的一幕 霍达说完后说道 叶少侠 如果你带着那魔精出去 一定会遭到袭杀 因为想得到他的人 实在是太多太多 啊 叶飘灵顿时面露难色 为了一块魔精 而遭到全世界围捕 似乎有点不患散啊 霍达看着一脸沉思的叶飘灵 还以为他的心思有所动摇 于是说道 其实叶少侠不进宫也可以 不如 把金石交给我 我替少侠将金石献给皇上 如何 叶飘灵看了看一脸微笑的霍达 却忽然看见他眼中有丝丝寒光闪过 心中不由咯噔一声 顿时升起一股不祥 这时 叶飘灵想起了霍达刚才说的一句话 因为想得到他的人 实在是太多太多 对啊 就是因为想得到他的人太多 所以霍达也不会例外 如果这块金石真的有那么重要 如果霍达将金石献给皇上 那不知会得到过大的好处 升官佳绝 次第封侯 也不是没有可能 如果自己此刻将金石交给他 那自己 恐怕就不会活着走出兵营 虽说自己不怕 但是这么多人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 也的确很难缠 万一招来修行之人就糟了 但如果要是不给 自己也难走出这座兵营 现在的叶飘灵忽然有一种 误入狼群的感觉 自己干怎么办 要如何安全出去呢 叶飘灵心中快速打起了算盘 叶飘灵笑道 霍将军 实话说了吧 我也想得到魔精 因为大家都是凡人 所以就请霍将军高抬贵手 放我离去 霍达微微一笑 说道 这个 请叶少侠体谅一下 我们这些座下属的 我这次也是奉命行事 普天之下 莫非黄土 皇上要是想得到这块金石 你这不是在抗旨吗 呵呵 叶少侠 这可是要杀头的呀 叶飘灵心中不由将霍达的八倍祖宗 齐齐问候了一遍 刚开始还以为他是好人呢 没想到现在竞变得这么快 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自己就算交出了魔精霍达 也不会放过自己 自己该怎么办 霍达看着沉思中的叶飘灵 笑道 还请叶少侠想想清楚 要是将魔精献给皇上 那什么高官 美女 财富 岂不是手到擒来 叶飘灵心思急转 双眼光芒不定 思存了片刻 才忽然悠悠而笑 说道 是啊 那就依惑将军所言 明日我们一起赶往帝都 霍达这才笑了 说道 叶少侠如此的识时误 以后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以后发达了 希望叶少侠不要忘了再下 呵呵呵 叶飘灵笑道 借霍将军急言 以后还请将军多多关照才是 霍将军哈哈大笑 举起酒杯道 哎 呵 叶飘灵心中 虽然早已有将霍达一把拍碎的冲动 但表面上依旧是春风荡漾 举杯笑着喝下了杯中酒 心中却有另种打算 又向霍达打听了 一下这个千年后世界的大背景 叶飘灵心中 才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如今的世界 与千年以前 大致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依然是东西两块大陆 只不过在东大陆的南边海域 出现了一座面积不小的岛屿 人称乌宙路 乌宙路并没有什么武者 道家 魔法师之类的修炼者 而是一个崇拜巫术的地方 信奉着一个名为安拉的主神 据说上面 还有一种恐怖存在 木乃伊 在东西方大陆上 经过了千年的洗礼 国家早已不是以前的国家 像曾经夜飘灵所在的秦国 现在早已经是灰飞烟灭 彻底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在东方大陆 就有近百个国家 其中便有大汉 大跃之 大夏 大商 这四个超级大国 大汉与大商接壤 两者之间互为对方的假想敌 又为对方的盟友 只不过国与国讲的是利益 不知道这两个大国 什么时候便会撕破脸皮 大跃之与大夏位于西部 环境多是荒凉的戈壁滩 在这种环境下艰苦地长大 所以这两国的人都十分地彪悍 其余众多的小国坐落在这四国之间 整天只能看着这四个超级大国的脸色形式 生怕打过一个不爽干掉自己 东大陆有太多的神秘 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修炼者 直到五百年前 东西关系紧张之际 大批西方的高手与非人类 潜入东大陆 向武者 魔法师 传教士 吸血鬼 以至于狼人 不过之后 却渐渐地销声匿迹了 近百年来 东西大陆恢复了正常关系 但在大陆双方的人 依然存有一种敌意 至于西大陆 也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大陆 但容日后详解 大致了解了一下这个世界 叶飘凌便借口自己困了 霍达立刻派人将叶飘凌 送到位于营地中央的单人帐篷中 看着叶飘凌进入帐篷 霍达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 眼中掠过丝丝杀鸡 招手对一名小族说道 去看紧他 遵命 士兵应了一声 与几名士兵 把守在了叶飘凌帐前 叶飘凌送走那位将自己带到帐篷的士兵 便坐在地铺上想着对策 没有一会儿 叶飘凌起身走出帐篷 可没想到 刚刚掀开帐篷 便被数名士兵拦住了 只见一名将士笑道 叶少侠 这里濒临荒野 不是很安全 虽说叶少侠身怀神力 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也不好向将军交代 所以还是请叶少侠回帐篷里去吧 叶飘凌眼中寒光一闪 险些出手将这些家伙 全部细微干尸 可是一想这是兵营 况且自己刚刚解封 不想节外生枝 于是强压心头怒火 微微一笑 谢谢提醒 我会注意的 说着 转身回到了营房 回到营房后 叶飘凌眼中 已经一出森寒杀机 僵尸都不是什么好脾气 他现在真想出去 将这个军营中 敢阻挡自己的一切灭光 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压压的 刚刚解封 就受着窝囊气 憋屈死僵尸了 叶飘凌在营房来回踱步 最后回头看了看营门 暗暗点了点头 自语道 别怪我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 叶渐渐深了 兵营四周一片死寂 只有一牙发着 惨淡月光的月牙 估计地挂在天空 静静地俯视着整个城市 黑暗中 叶飘凌缓缓睁开了 她那霜 散发着森冷寒光的双眼 吸了吸鼻子 皱眉低语道 这么大的生气 这里的人真不少啊 该怎么溜出去呢 静静地撕存了片刻 叶飘凌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愤然自语道 你怕个屁啊 一个僵尸 如果连一群凡人都打不过 那还混什么啊 行动 叶飘凌捏手捏脚地走到帐门前 吸了吸鼻子 从生气上判断 自己营房外有五名士兵 又怎么才能将这五名士兵 全部敲晕呢 尸气 叶飘凌眼前一亮 对了 用尸气 尸气可以吞噬生灵身上的生气 轻度的尸气 可以让凡人晕倒 重度的 就可以直接感染凡人 将其变为僵尸 想到这里 叶飘凌黑黑一笑 身子一抖 墨浪般的湿气 自体内滚滚涌出 迅速充满了整个营房 营房外 一名士兵忽然击凌凌地打了个冷战 暗自嘟囔道 这鬼天气 怎么越来越冷了 怪了呀 怎么越来越冷了 另一名士兵也自语道 这时 从营房中突然窜出五道墨黑的静气 五人只觉全身一冷 接着便眼前一黑 不省人事了 叶飘凌成功敲晕了五人 但他并没有出去 而是伸出手 将这五人拽到了营房 伸手扒下了一人的战甲穿在身上 然后手持长矛 大摇大摆地走出营房 刚出去便遇上了巡逻的 叶飘凌连忙装模作样地站在营房门口 等巡逻队一过 叶飘凌立刻向外跑去 几次都险些被巡逻兵抓住 好不容易到了营地门前 叶飘凌抬头看了看 望塔上的哨兵 由于魔情已死 所以营地中的戒备也不是很森严 现在只有两名士兵在哨塔上 叶飘凌想了想 接着左右看了看 没人 那就好办多了 叶飘凌纵身跃起 悄无声息地落在左侧的哨塔上 二话不说 一拳将哨兵打晕过去 哨兵闷哼一声 瘫软在地 右侧塔上的哨兵 似乎听到了这边的动静 扭头看来 见那哨兵依然如鼓松似的站在哨塔上 就又扭回头 见那哨兵的注意力离开了自己 叶飘凌暗暗松了口气 站在哨塔上 整个营地都在叶飘凌的视野之内 叶飘凌看了看兵营 还是一片寂静 正当他有所行动时 呼听一声惊叫 四惊雷一般在营中炸响 啊 人跑了 人跑了 这一声不打紧 整个军营都乱了 叶飘凌也是大惊失色 只不过他并没有动 而是依然站在哨塔上 装模作样的东张西望 似乎在寻找那个人的踪影 与此同时 他偷偷地瞥了一眼右边哨塔上的哨兵 发现他也在俯视着整个兵营 并没有注意到自己这边 不由心中大喜 按道一声好机会 当下不再犹豫 纵身跳下了 哨塔落到荒野上 拔腿便跑 他并没有去别的地方 而是向失眠荒漠直奔而去 因为他知道自己 很快就会被追 在之前与霍达的交谈中 叶飘凌得知 现在世人最忌讳的地方之一 便是自己的老家 失眠荒漠 叶飘凌一直跑到了失眠荒漠边缘 才停下脚步 看着军营所在的方向 嘿嘿笑道 和老子斗 你们还嫩点 说完 叶飘凌坐在地上 伸手掏出自己 揣在腰间的紫色魔巾 看着魔巾中 那缓缓流动的魔法力量 叶飘凌郁郁闷了 这个东西 到底有什么 值得世人争夺的地方 难道这上面 真的有什么 所谓的奇功秘诀 叶飘凌双手将魔巾翻来覆去 就是不知道 那个所谓的奇功秘诀在哪里 就在叶飘凌准备 砸开魔巾的时候 失眠荒漠深处 却突然传来一股可怕的力量波动 叶飘凌脸色巨变 下意识地一个 翻身站了起来 警惕地看着 近在咫尺的失眠荒漠 他手中的魔巾 仿佛受到了某种召唤式的 开始剧烈抖动起来 险些逃离了叶飘凌的双手 叶飘凌连忙 更加用力地抓住魔巾 可谁知 魔巾抖动得更厉害了 而且紫光大圣 其中便有一束紫芒 直直地射进了失眠荒漠 隐没在了失眠荒漠 那无尽的黑暗之中 难道有东西在召唤魔巾 叶飘凌心头大惊 立刻释放湿气 包裹住了魔巾 魔巾似乎意识到了湿气的危险 渐渐停止了抖动 指 过子芒依旧 一道紫色光束 宛如指露明灯似的 指向失眠荒漠 叶飘凌立刻释放出自己的感知 可是周围根本没有什么生命存在 难道失眠荒漠中 还有我不知道的存在 叶飘凌喃自语着 接着便顺着魔巾指示 走进了失眠荒漠 她倒要看看 在这个失眠荒漠中 除了自己 还有什么样的存在 传说 就此展开 叶飘凌手捧着魔巾 缓缓向前走着 但那束紫光 始终向前延伸着 隐没在空气中 那厚厚的灰尘里面 仿佛是通向了另一个世界 叶飘凌越走越心惊 因为她已经发现 这个地方 自己都未曾接触 之前自己以为 世人对失眠荒漠的恐惧 都是因为这里封印着自己 现在她才觉得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失眠荒漠中 绝对还有别的东西存在 这个神秘的存在 说不定远远在自己之上 失眠荒漠 就是千年以前的 灵护县古地 在千年以前自己 并没有听说过 灵护县有着什么神秘之事 那么这个神秘的存在 就是在千年之后 也就是自己被封印的时候 来到了这里 这到底会是什么呢 竟然让自己感到了一丝不安 叶飘凌边走边 打量着四方 郁佳的胆战心惊 她已经明显感觉到 这里的阴气 已经化为了死气 自己幸亏是僵尸 而不是活物 否则这么浓重的死气 一定会在瞬间 将自己的灵魂掏空吸干 就在叶飘凌暗自心惊之际 被失气 包裹的魔精 却忽然一阵剧烈颤抖 险些突破了失气的束缚 叶飘凌连忙用力 制住了躁动的魔精 魔精又渐渐安静了下来 叶飘凌下意识地停下了脚步 低头看了看 几乎将土地掩埋得惨惨白骨 都是人骨 不知道有多少人命丧于此 从这些遗迹来看 这些失守 不可能是千年之前的灵魂献老百姓 那就是之后 叶飘凌静心感受了一下四周的波动 嗯 有一丝淡淡的能量波动 说明在这里曾经爆发过一场大战 这时 叶飘凌惊愕地发现 自己双手犯出了隐隐血污 难道是这片地方 是自己体内的血魔感到了兴奋 叶飘凌右手举起魔精 发现无论如何 也不再射出紫芒 试了几次 叶飘凌见魔精 还是没有反应 就干脆将魔精又揣回了腰间 徒步向前走去 走了没有十米 叶飘凌忽然发现 前方助立了一个黑影 不由吓了一跳 那个黑影绝对不是活物 因为叶飘凌赶不到一丝的生命波动 而此刻叶飘凌的双手 已经泛起了血光 就像两把血淋淋的屠刀 叶飘凌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 黑影离自己并不远 也就是十米的距离 只不过失眠荒漠中 常年阴云笼罩 始终如黑夜一般 再加上空中浮动着厚厚的灰尘 能见度非常的差 等看清黑影的真面目后 叶飘凌常常地松了口气 因为那黑影 只不过就是一尊石像 石像的原型 是个青年男子 长发羔羊 面色冷峻 左手握拳 右手持刀 一双怒争的双眼 似乎还犯着阴冷杀意 宛如一尊凶神之像 显得十分凶悍 在石像后面 叶飘凌却发现了一座坟墓 其实这坟墓经过岁月的磨砂纸 留下了一个很小的土堆 而让叶飘凌 能够确认它是一个坟的原因是 它的面前有一块墓碑 墓碑斜斜地倒插在泥土里 不仔细看 就像那野草堆里的石头一般 容易让人忽视 墓碑的正面 并没有写墓主人的姓名 也没有记载墓主人生前的事迹 但在正中央的位置 却撰刻着八个苍镜的大字 欲血而生 生意为天 这八个大字 虽然经历岁月的冲刷 变得斑驳不堪 却依然清晰无比 欲血而生 生意为天 叶飘凌喃喃读着 全然不懂这八字的含义 而在墓碑的右下角 叶飘凌又发现了一段话 缓缓读道 天以酒魂 魂魂相连 无以堕落 不配为天 长眠于此 永震邪灵 叶飘凌看着这个奇异的墓碑 如坠云雾 满面困惑地挠头道 天以酒魂 魂魂相连 无以堕落 不配为天 无以堕落 不配为天 叶飘凌越看越糊涂 尤其是这句无以堕落 不配为天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这个墓主人是天吗 叶飘凌又扭头 看向了背后的石像 难道这个人是天 不可能不可能 叶飘凌连连摇头 打消了自己的想法 人成天 这是不可能的 就在这时 叶飘凌呼绝脚下一松 这个人立刻便陷了下去 哇 叶飘凌惊叫一声 立刻双手撑住地面 在双手还没有陷进沙土的那一刹那 猛然用力 撑起了身体 逃出了被流沙吞噬的鳄狱 叶飘凌心有余计地暴退数十米 目瞪口呆地 看着前方不断下陷的流沙 只不过令她奇怪的是 坟墓与石像 却丝毫不受影响 不一会儿 只听得一声骏马的嘶鸣 只见一匹身披铠甲的战马 从地下一跃而出 双眼放出两道悠悠绿芒 在战马背上 还骑有一员武将 武将身穿战甲 腰间挂剑 单手持戟 看不清其真实面容 只能看到她的眼部放着红光 全身上下死气缭绕 看起来好生恐怖 在武将现身后 叶飘凌看见 又有无数名身穿战甲 手持长毛的骷髅 眼中亮着两团惨淡的鬼火 其中有一个骷髅 扛着的一面旗 引起了叶飘凌的注意 虽然旗子看起来破破烂烂 但叶飘凌 还是勉强地辨认出了上面的旗号 看着这个 字 叶飘凌只觉心头一阵狂跳 因为她想起了 获达给自己说的那件 大汉建国初期 曾经有一支大军 离奇消失在了失眠荒漠 难道就是这一支 想到这里 叶飘凌不由一阵胆颤心惊 机械般地看了看四周 对自己虎视眈眈的骷髅 如果真的是 那支失踪的军团 那就说明 现在自己最少被三十万骷髅包围 叶飘凌不由一阵目眩 三十万 就是自己数 也要数上好几天呢 现在竟然要自己去杀 就算自己是僵尸 也得累死啊 就在叶飘凌胡思乱想之际 那名骑在战马上的武将说话了 只见他手中的战戟 直指叶飘凌 用低沉阴冷的语气说道 天之禁欲 来犯者 杀无赦 乌 武将话音刚落 周围的三十万骷髅 立刻仰面 发出一声声鬼啸之音 一圈圈实质性的阴波 从他们那大张的白骨口中发出 空中浮动的灰尘 也背着阴波 搅得一阵混乱 叶飘凌默然觉得 体内的血魔魂一阵躁动 似要脱体而出 不由暗自心害 直到此刻 叶飘凌才知道这些骷髅在使用阴弓 并且是一种招魂术 还没等叶飘凌有什么反应 她的身体却自行爆出一片赤芒 一道道古老神秘的血色符咒 从叶飘凌体内窜出 并且围着叶飘凌 周身开始快速旋转 叶飘凌只觉得自己内心 响起一声不甘的怒吼 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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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便陷入了平静 那些神秘的古老符咒 又消失在了叶飘凌体内 鸿芒渐渐变淡消失 叶飘凌一个机灵回过神来 吃惊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不明白刚才的一切是幻觉 还是真实发生了的 天 那名武将喃喃地自语一声 眼中的那团鸿芒暴胜 天 天又来了 武将忽然惊叫一声 立刻陷入了沙土之中 顿时无影无踪 而那些骷髅 也争先恐后地钻入了地下 仿佛叶飘凌身上 带着某种可怕的传染病四地 请客之间 叶飘凌此刻已经石化了 武将消失前惊叫出声的那句话 依然回荡在他耳边 天 天又来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自己是天 开什么玩笑 叶飘凌自嘲地笑了笑 看向那面墓碑 却突然发现在经过刚才的事情后 墓碑旁竟然出现了一个小洞 一条通往墓穴的洞 叶飘凌上前翻开了墓碑 果然一个洞口出现在叶飘凌面前 一股浓重的死气扑面而来 但叶飘凌本就是僵尸 根本没有灵魂 跳江的尸体也是强悍无比的 所以死气对他造不成任何伤害 叶飘凌犹豫了片刻 还是纵身跳了下去 他倒要看看 那个自称不配为天的 会是何方神圣 竟会口出如此狂言 随着叶飘凌来到墓道 他已经被这里的景象惊呆了 墓道中竟然有许多魔精 将墓道硬衬得五彩缤纷 要是放在平常 那一定煞是美丽 但现在叶飘凌所在的地方 是一个不知已存在了几百年的古老墓穴 这些散发着七彩光芒的魔精 不但没有将这里变得美丽起来 在常人看来 却还是愈加的恐怖 叶飘凌捡起一颗散发着 悠悠蓝光的魔精 虽然可以感觉到 里面所蕴含的魔力波动 但是却给了叶飘凌 另一样的感觉 叶飘凌取出 从魔情体内爆出来的紫魔精 强烈的紫芒 立刻将墓道硬的通亮 墓道内所有的魔精都黯然失色 叶飘凌不由暗自诧异 看来这块紫魔精 真的不同于一般的魔精 其内必定有 某种神秘的存在 叶飘凌这样想着 将紫魔精重新揣回自己腰间 在她拿紫魔精 和手中的一般魔精 做过对比后 她终于发现 紫魔精有种灼热质感 放佛具有灵性 而一般的魔精冷冰冰的 摸起来除了阵阵的魔力波动 就和普通石头没有两样了 只不过 就是将这些魔精 拿出去卖也应该 能没些好价钱 因为她之前 已从获达口中得知 西方魔法师 在创造魔法时 是需要魔精的 而这里的魔精 随便拿出一块 也是上等魔精 这对叶飘凌来说嘛 无疑就是一个金矿 看来自己以后不愁没钱花了 叶飘凌并没有急着解魔精 因为整条木道上 都是散落的魔精 也不知道有多少魔兽 死在了这里 看来 墓主人的确够强悍 竟然在死后 也能将这些魔兽干掉 真牛啊 叶飘凌这样想着 手中把玩着一颗不小的 绿色魔精 走在墓道里 墓道很长 起码也有三四百米 让叶飘凌感到 这并不是木道 而是一条小路 走了约莫三四分钟 叶飘凌才来到了墓室 进入墓室 叶飘凌才真的傻眼了 这哪是什么墓室啊 分明就是一个洞穴 在洞口正前方的石壁上 赫然有一个金色长发的人 被一只长矛钉在了上面 正胸插着一杆长矛 四肢被石锥钉着 可谓死相惨疾 在洞穴的一角 还有一具尸体 同样是金发 只不过上面结满了蜘蛛网 和上面的没什么两样 更令叶飘凌感到惊异的是 此木穴已经存在了数百年 可这两具尸体并未腐烂 只是皮肤略显清黑而已 想要尸体不腐烂 除了某些特定神通外 还有就是 这尸体所在的地方 为养尸之地 养尸地在东方的传说已久 叶飘凌死时 也是在养尸地待过的 有关养尸地的 记载在东方大陆上 比比皆是 诸如死牛堵穴 狗脑科学 木印枪头 破面文区 土不成土等山形脉象 均是形成主 养尸的凶恶之地 东方的墓穴秘籍中 游首便因宅美绝约 天机南石更南京 仔细寻龙任星辰 发卖抽星学秀嫩 藏风必杀子欠从 欲知古石黄金色 动静阴阳分和明 此事因焚尊贵阁 留位后代做真传 但是如果说这里是养尸地 那么这两具尸体 极有可能就是僵尸了 可是叶飘凌在这两具尸体上 却没有发现任何的尸气波动 也就是说明这不是两只僵尸 只是两具普通的尸体罢了 叶飘凌来到位于洞穴角落的尸体 蹲下身来仔细看了看 从外表上很容易就可以知道 这个人是西方人 在他面前的地上 叶飘凌发现了一行扭扭歪歪的字体 是汉字 只不过看起来很别扭 应该是刚刚学会的吧 叶飘凌这样想着 地上写的是我死得好不甘心 我不会就这么死去的 我会 后面就没了 叶飘凌看了看尸体 行道 难道他还会再活过来 但是他也没有在意 因为人在死之前会很神经质的 现在叶飘凌已经知道 这不是一座坟墓 只是一个千年前 被自己的愤怒埋掉的洞穴罢了 叶飘凌又在洞穴中转了一圈 觉得并没有什么发现 对他来说 洞穴里的两具尸体 还没有外面的磨精分量重 叶飘凌随手丢掉了手中的绿色磨精 转身出了洞穴 那绿色磨精在地面上滚啊滚 正好滚在了尸体的手边 一缕绿光便涌入了尸体体内 尸体的手指渐渐动了 叶飘凌丝毫没有意识到 自己做了什么 他现在正饶有兴趣地 挑剪着比较好的磨精 而将那墓碑上的天衣酒魂 魂魂相连 无以堕落 不配为天 长眠于此 永振邪灵这句话忘得 是一干二净 他不会知道 就是自己这次无意中的一个举动 却给修炼界带来了多大的浩劫 且说叶飘凌在那墓穴中 剪了数颗上等磨精收好 心想着 先去试试价格如何 在叶飘凌爬出墓穴的那一瞬间 一只沾满鲜血的手 却从内洞中探出 叶飘凌此刻的口袋骨囊囊的 里面装满了磨精 在经过墓碑的时候 叶飘凌却突然发现 墓碑产生了裂痕 要知道在民间 墓碑生裂 是一件极其不祥的预兆 并且墓碑的裂痕 还在不断地变大 叶飘凌收回了 迈出去的脚步 目不转睛地看着裂开的墓碑 他已经感觉到了 墓碑内有一件不祥之物 因为在墓碑裂开的刹那 叶飘凌明显感到一缕凶器 冲天而起 咔嚓 咔嚓 不断破裂的墓碑 发出一阵阵令人 毛骨悚然的闷响声 一把血雾缭绕的黑色战刀 便呈现在了叶飘凌眼前 叶飘凌此刻 两眼瞪得溜圆 自己这是走鸡尸运了 不仅发现了大量的上等魔精 而且现在还出现了一把 不知是什么年代的战刀 刀身几乎和叶飘凌的身高差不多 叶飘凌是一米八的个头 那么这把刀最起码 也有一米五六 宽约半尺 厚约两指 表面上泛着淡淡的血雾 刀刃看起来异常锋利 叶飘凌一眼便看出 这把刀属魔兵而非神兵 因为在这把刀身上 叶飘凌感到了一股 十分浓重的血灵之气 很明显 死在这把刀下的人 恐怕已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叶飘凌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忍不住 诱惑走上前去捡起了战刀 本来以为这把刀会很重 莫想到等 叶飘凌捡起这把刀时才发现 这把刀很轻 简直是轻弱红毛 而且这把刀 与自己似乎有一种 心有灵犀的感觉 简直就是 上天为自己准备的一把衬手魔兵啊 叶飘凌单手 持刀试着四挥了几下 只听了一阵呼呼破空风声 刀身锁到之处 划过层层泻刃 荡起 阵阵能量波动 将空气中的灰尘 搅得翻滚不已 哈哈 叶飘凌忍不住心中的狂喜 大笑出声 但是惊喜 还没有完 就在叶飘凌 挥手试刀的时候 刀锋将石像脚下的沙土卷起 叶飘凌这才发现在石像脚下 还踩着一块石台 叶飘凌像 发现新大陆式的 蹲在石像面前 拨开石像脚下的沙土 果然 石像是站立在石台之上的 在石台上 叶飘凌发现了一个人体图 只不过又不是纯粹的人体图 因为那个图 乍一看的确是人体图 只不过上面所画的体内能量运转 却不是 累的 既没有经络 也没有任何的身体组织 只有几处大穴而已 叶飘凌试着按照图上的标示 运转体内的湿气 竟发现 这套离奇的功法 十分适合自己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失足功法 叶飘凌瞠目皆舌道 连忙暗自记下了这套功法 以便日后修炼 也就是此时 叶飘凌终于掌握了 早已失传数万年的失足战绩 譬如图神爪 血腹咒 暗铃鬼指 还有几样以自己 目前的修为还无法掌握 叶飘凌也就没有强求 只是暗暗记下所有的战绩 待自己日后 强大了再行使用 就在叶飘凌大壮基石运的时候 大汉国境内 却已经布满了叶飘凌的画像 但并不是缉拿的画像 而是告知天下 魔晴已死 而杀死魔晴的壮士 就是叶飘凌 目前叶飘凌下落不明 魔晴体内之魔晴 更是不知所踪 顿时 叶飘凌三自在东方修炼界传开了 甚至某些西方修炼者 也盯上了叶飘凌 人人都想得到那块魔晴 而叶飘凌杀死了魔晴 就等于说 魔晴就在叶飘凌手中 叶飘凌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已经成了修炼界捕杀的对象 一块魔晴 也能引起修炼界的动荡 可见人性的不堪 一场腥风血雨 在无形之中逐渐形成 就等着叶飘凌这个导火线出场了 让时间倒退两个时辰 就在刚才 霍达率领大军赶回了黄都 当天便急匆匆地进攻面胜 在金碧辉煌 气势宏伟的皇宫宫殿中 大汉国国君流语 端坐龙椅 魁吾的身体和威严的面容 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压迫感 真不愧为一国之尊 单单就是这份王者之气 也不是一般的小国君主所能拥有的 此刻宫殿中的人并不多 只有几个宫女和太监 再者就是当朝赫赫有名的文官武将 只不过也就十余人 霍达将魔晴被杀 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说出来以后 大殿上议论纷纷 众人都显得很高兴 只不过霍达的下一个消息 就让刘宇刚刚高兴的心情有跌落低谷 那就是 杀死魔晴的人居然带着魔晶潜逃了 要知道 刘宇最想得到的 就是那块魔晶 人人都想得到治强的力量 不管是神力还是魔力 只要能击败对手 在人们心中 就是至上的力量 刘宇虽然是异国之君 但首先他也是个人 所以他也有世俗的一面 为什么在洪荒时期 就能涌现圣人 而现在却不可以了 就是因为洪荒时期人心大善 一切皆为众生而做 而现在的人们 皆是为毒而活 为此 人们还说出了许多 掩饰自己丑恶心里的名言 比如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亦将尘而万古枯之类的 听到魔晶没有到手 刘宇的脸 立刻便拉了下来 大殿内的温度 立刻降至零点 刘宇的双眼 宛若两道犀利的刀子 在霍达身上游荡 霍达此刻跪在地上满头冷汗 连大气也不敢出一下 而其余个官 顶多只是同情地看上霍达一眼 并没有一个人敢出来为其求情 生怕龙年大怒 不经自己乌杀不保 恐怕性命也难以保全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还是静静地站在原地一声不吭 刘宇此刻缓缓开口了 语气异常的森寒阴冷 说道 霍将军 我让你将魔晶 想尽一切办法搞到手 你就是这样令寡人满意的吗 霍达已经听出了 刘宇语气中的丝丝杀意 不由下的全身一颤 连忙俯身道 回皇上 微臣已经想出了 对付那叶飘凌的方法 刘宇淡淡开口道 说 霍达没有迟疑 开口说道 皇上 能杀死魔晶 定然不是凡人 就是我们派出大军 也不一定能捉得住他 不如我们将这一消息公布于世 让天下的修炼者 全部知道这件事 那么定会有人前去 和叶飘凌展开激战夺取魔晶 到那时 我们只需渔翁收利即可 这时 一个文官站出来说道 皇上 霍将军 说的办法可行啊 让修炼界自己狗咬狗 我们的大军 只需收取渔翁之利即可 到那时 魔晶岂不是唾手可得 刘宇诚思了片刻 才说道 好 霍将军 寡人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尽可能地让天下人知道这件事 尽快地将叶飘凌捉拿 让他知道 寡人的意志 谁也不许违背 遵旨 霍达文言长书一口气 自己又在鬼门关转了一圈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自己这次一定要不择手段地拿到魔晶 否则自己下次 就真的要进鬼门关了 叶飘凌此刻丝毫不知道自己 已经成为了全天下的猎物 人们都想得到 那块魔晶里面的奇异功法 可是叶飘凌始终也没有发现 魔晶里面存有吴段风 当年那威震东西两大陆的绝世功法 他不禁都怀疑 这个传说是不是假的 可是他怀疑归他怀疑 外界众人可没有一丝的怀疑 人们就是这样 在有些事上都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闷头镜 在失眠荒漠又待了三天 叶飘凌才动身前往外界 只不过在做准备的时候 叶飘凌却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 那把战刀竟然引入了自己体内 内视一下可以看到 那把刀就在叶飘凌胸前的那团血雾中 只要想用它它又会自行出现 不过为什么战刀会自行引入自己体内 而且偏偏待在了血雾中 叶飘凌最后给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 就是刀上的血零之气 收到了体内血魔的吸引 而引入自己体内 只不过情况真的如此吗 叶飘凌收回战刀 大踏步地向失眠荒漠外走去 就像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大汉 熊啾啾气昂昂地向前走去 就在叶飘凌走后 没有半个时辰 一声大笑 猛然从石像背后的洞穴中传出 吴断风 你当年没能杀得了我 我这次就要杀死你 且说叶飘凌来到 据失眠荒漠最近的一座城镇时 已是深夜 大街上静悄悄的 没有一个人影 叶飘凌的第一件事 就是在一家卖衣服处 拿了一件合身的蓝色长衫 将身上的汉国兵甲扔得远远的 免得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叶飘凌穿着长衫 重新回到大街 却发现了 街上的攻势蓝处贴有告示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走过去 想看上几眼 因为他想知道 千年后的世界 与千年前的世界 会有何不同 可当他真的看清上面的文字时 却大吃一惊 这简直是将自己往死路上推 叶飘凌不是傻子 他已从豁达口中知道了 世人尤其是修炼者 有多想得到这魔精的 现在皇宫 将自己杀死魔情的事情 公之于众 不是明摆着 要自己成为这个修炼界的公敌吗 叶飘凌当时就傻眼了 现在扔了魔精 估计说出去 根本不会有人相信 要是继续揣在怀里 那也打不过整个修炼界 就算是藏起来 自己也是一样的命运 该怎么办呢 思来想去 叶飘凌终于想到了一个人 狐妖锦号 锦号是昆仑山的灵狐 而昆仑山在东方修炼界的地位 也是一座圣地 很少有人敢在那里放肆 要是将魔精放在昆仑山中 然后向外界公布 魔精被昆仑妖族夺走 应该不会有人敢去昆仑山闹事吧 叶飘凌这样想着 又看了看告示上自己的画像 当下便将自己的长发剪成短发 又蒙上了面 如果不仔细观察 人们还真的认不出叶飘凌本人来 叶飘凌在大街上继续游荡者 时不时可以看见 一两个孤魂野鬼 仓皇逃窜的身影 刚开始 叶飘凌并不知道这些野鬼为何逃窜 直到反反复复发生好几次后 叶飘凌才知道 是自己吓着那些野鬼了 因为自己是僵尸 僵尸都是 只有破而没有魂的家伙 有些僵尸 为了得到更加强大的力量 就会将魔爪伸向那些无辜的孤魂野鬼 吸收他们的魂力 从而增加自己的精神攻击力 而那时的狮 也不再是僵尸 而是妖狮 所谓的妖狮 就是僵尸在修行途中 放弃了强悍的战体与武技 而是转向了法术攻击 精神力都要大大高出僵尸 但妖狮永远也不会有修回人身的那一天 而僵尸在修为达到一定程度时 会将尸体重新修回人身 再利用天地元气 重塑魂体 这样做 无疑是逆天至极的 会引来最为严厉的天法 所以 从古至今 也没有一个僵尸成功过 据说四大师祖中 最强大的存在 江尘已经接近了这重修为 只不过却神秘消失了踪迹 究竟江尘会不会走向妖狮这条道路 世上没有人知道 但在世人看来 四大师祖就是魔神 死了正好 可是没有人想过 僵尸是为何而出现在人间 为什么在洪荒时期 众多的上古正神 都默认了师祖的存在 而在上古正神隐退之后 四大师祖也接连消失了踪迹呢 难道这仅仅是巧合 最早的僵尸传说 是皇帝之女女拔 女拔虽说不是最强大的僵尸 却是声望最高的僵尸 传说她是唯一 一个拥有神体的僵尸 而就在女拔出现不久 师祖中最强的存在江尘 也忽然现身了 没人知道 她是从哪出现的 江尘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 穿越过来的一般 忽然出现在了东方的神话之中 上古洪荒 究竟发生了什么 言归正传 叶飘零此刻 凭着自己千年以前的记忆 向昆仑山所在的方向走去 她不知道 自己今后在尘世会如何 只不过她知道 绝对不会好过 原因很简单 自己是僵尸 东方修炼界 损失了多少修炼天才 才将纵横修炼界 数万年的僵尸一族灭境 怎么可能容忍僵尸一族 又死灰复燃呢 叶飘零知道自己的命运 不会是一帆风顺 可是她 还是没有想到自己竟这么快的 就遇上了千年后的第一个对手 竟是西方的怪物 叶飘零前往昆仑山 寻找景号寻求帮助 在夜晚 将近的时候 找到了一处乱藏岗 便急急忙忙想进去躲躲阳光 可没想到 乱藏岗已经被一个怪物霸占了 是怪物霸占 也就没什么了 可竟然是个西方的怪物 叶飘零这可不干了 我们东方什么时候 轮到你们这些西方小鬼发话了 叶飘零一路急匆匆地赶往昆仑山 在天亮之前 终于找到了一处乱藏岗 乱藏岗位于深山密林之中 茂密的大树遮住了阳光 使这座乱藏岗 常年见不到阳光 阴气异常浓郁 再加之光线阴暗 很是受僵尸喜欢 叶飘零看着鬼火森森的乱藏岗 欣喜地笑道 这简直就是 为我准备的嘛 说着连忙跑了上去 向前走了没有两步 叶飘零却听到了一丝女人的身影声 好像很痛苦 只不过又有一丝的快感 汉 叶飘零当时就猛了 谁这么不要命 竟然三更半夜地 跑到这种地方风流 还真是不要命 可就在叶飘零感慨万分之际 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从乱藏岗深处 飘入了叶飘零鼻腔 要知道 僵尸对血腥味 可是异常敏感的 啊 一声微弱的女性身影 又传入了叶飘零耳中 同时 血腥味再次传来 叶飘零立刻提高了警惕 看来自己理解错了 连忙释放神识 在死气沉沉的乱藏岗中 终于捕捉到了一缕生气 那就是说 里面有人 可是这缕生气 正在急剧地减弱 随时都有消失的可能 不好 叶飘零心叫一声 立刻向乱藏岗奔去 乱藏岗杂草丛生 时不时会窜出一两条花蛇来 阵阵的阴风 掠过乱藏岗内一尺多高的杂草 使人看起来 里面鬼影重重 好生恐怖 但叶飘零不会管这些 她是僵尸 鬼魂见了自己只有跑路的份 自己还怕什么 叶飘零顺着身影声一路找来 终于在一座小坟旁 看到了一团黑影 稀稀索索不知在干什么 但是血腥味和声音声 都是从那里传来的 黑影这时也感到 有东西接近了自己背后 忽然转过身来 两只眼睛放着妖艺的红芒 四颗尖利的獠牙透出唇外 苍白的脸庞 金色的长发 这是 叶飘零呆住了 惊叫出声 吸血鬼 西方吸血鬼 可以说和东方僵尸一样 在修炼界 不会有人不知道她的存在 叶飘零生前没有见过吸血鬼 关于吸血鬼的传说 也只是听了一点点 只不过从这黑影的模样看来 定是吸血鬼 无疑了 还没等叶飘零这只僵尸 有什么动作 那吸血鬼 已经咆哮地扑了上来 宛如一只巨大的蝙蝠 一把便将叶飘零扑倒在地 叶飘零惊叫一声 便觉颈部 被四个尖利的物体咬住了 吸血鬼一口狠狠地咬住了 叶飘零的脖梗 却意外地发现自己 竟然像咬在钢铁上一般 再不能咬进去分喉 明白吸血鬼在吸自己血后 叶飘零当场就怒了 一脚便将吸血鬼踹飞出去 一个鲤鱼打挺站起身来 看着满面惊恶的吸血鬼 骂骂咧咧道 妈的 平日里只有老子吸人血的份 还没见过 有谁敢吸老子的血 你这只西方的破蝙蝠 竟然在我们东方放肆 真的是活腻了 说着 叶飘零探头看了一眼草丛中 昏迷不醒的少女 顿时又骂道 妈的 一记尸爪便破空袭来 众所周知 跳江七的僵尸 在防御力和攻击力上 都是成倍的向上翻 在尘世 已经是一个真正恐怖的存在了 而吸血鬼虽然有着极强的自愈能力 但在防御力上 却十分的垃圾 可以说 跳江七的僵尸 可以一把将一名不足百年的吸血鬼捏碎 吸血鬼 已经从刚才的震惊中醒过神来 虽然知道面前的这个家伙很难缠 但出于西方血族那天生的贵族气质 他可不会在叶飘零面前认输 见叶飘零一找袭来 吸血鬼风衣飘起 宛如一对巨大的蝙蝠 肉一般向后滑行了数米 接着口一张 一阵腥臭的血雾喷涌而出 笼向叶飘零 叶飘零正欲闪躲 却忽闻血雾之中那浓浓的血腥味 当下心中莫名的一阵兴奋 没有多想 本能的尸口一张 将血雾尽数吸收 吸血鬼大惊失色 没想到自己的攻击 竟会被对方这么简单地化解 叶飘零嘎嘎嘎了几下嘴 说道 虽然不精纯 但还有血能量可以吸收 吸血鬼似乎看出了叶飘零眼中的 那丝细虐之色 不由勃然大怒 因为吸血鬼是不容被挑战的 因为他们自认为 自己是世界上最高贵的种族 人类就是他们的食物 其他的就不用说了 吸血鬼说了一句 叶飘零听不懂的西方语 估计也不是什么好话 接着只见吸血鬼右手一伸 一圈血色光芒自手中亮起 宁为了数把血刃 呼啸地刺向叶飘零 叶飘零这次 可不敢有丝毫的拖大 身形暴退 立刻施展了自己 刚学会不久的几个战绩 叶飘零体内湿气急转 右手立刻被湿气包裹 图神手 叶飘零怒吓一声 右手凌空探出 只听得一声怪响 叶飘零的右手 忽然从湿气中冲出 竟然化为了一只黑色的巨爪 携带的进风 将两旁数十座无名之坟 削为平地 巨爪一把 将血刃拍得粉碎 又去世不检地抓向吸血鬼 吸血鬼披风一抖 飘至空中 双手迎空 劈出树道血气 叶飘零剑东方 已泛起了鱼堵白 顿时无心恋战 全身湿气喷涌而出 两只眼睛也爆出两堂红光 虽然獠牙与身体 都没有发生变化 但即便这样 吸血鬼也着实被 东方僵尸的惊人煞气震呆了 搞什么鬼 东方僵尸不是的 完了吗 这只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不仅拥有与常人无异的神志 而且还拥有东方 已经失传了数万年的失足战绩 这究竟是谁 吸血鬼心思急转 他很有自知之明 以自己的实力 根本无法击败面前的僵尸 要怎么办 逃走吗 叶飘零仰头 看向空中的吸血鬼 低吼一声 单手连抖 甩出了数十道湿气刃 数十道湿气宛如一张大网 纵横交错地 扑向空中的吸血鬼 吸血鬼双眼立马闪现 猛然仰天立笑一声 一股狂暴的能量波动席卷四方 不少坟包都被能量波线的 无影无踪 露出了寒气森森的棺木 有的尸海 甚至都已经滚出了棺材 叶飘零全然不知道 这只吸血鬼 在用什么怪招 一个不慎 被能量波卷飞数米之远 紧接着 便见一个血色人头 从天而降 魔口大张地 欲将自己吞下 看着这面目猙獰的魔头 叶飘零不由大惊失色 这是什么怪物 是血魔吗 但叶飘零的血印身 向叶飘零提供了答案 这并不是血魔 瞬间 叶飘零似乎想起了什么 这个战绩和千年前 自己所见到的一个 西方巫师的战绩十分相似 那个战绩是叫 献戒 竟然是献戒 叶飘零当下就急了 如果被对方献戒成功 那自己就死翘翘了 当真的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啊 现在叶飘零也不得不承认 西方吸血鬼 还真有两把刷子 叶飘零右手一抖 只见乌光一现 叶飘零手持黑色战刀 目吼着披向魔头 魔头也发出一阵力笑 一圈圈实质的音波四档开来 叶飘零只觉全身一震 接着眼前一黑 被魔头一口吞了下去 吸血鬼见叶飘零被吃 不由一阵虚脱 全身的赤芒渐渐消失了 而那魔头也逐渐变淡 再说 叶飘零被吞入了魔头体内 却意外地发现 有十八个血色古老符咒 在自己周身旋转 魔头的力量 根本不能伤害自己分毫 可是自己要怎么出去呢 叶飘零看了看 自己手中的战刀 猛力地嗣挥起来 叶飘零心思急转 该怎么办 西方吸血鬼还真是恐怖 刚才自己似乎还站进上风 可仅仅一瞬间便被吃掉了 自己现在该怎么办 唉 一声叹息悠悠响起 吓了叶飘零一跳 这时 一缕紫光引起了叶飘零注意 叶飘零低头一看 发现那缕紫光 竟是从自己腰间射出的 这时 叶飘零迟疑了一下 忽然心中一震 是那块魔精 叶飘零连忙取出魔精 魔精此刻紫光大胜 而且还有丝丝光雾笼罩 看起来煞是美丽 但是叶飘零已无心欣赏 命都不保了 还欣赏什么呀 大神啊 是你吗 是你救救我出去啊 好歹咱们也待了这么长时间了吧 你不至于见死不救吧 叶飘零冲着魔精急喊道 我为什么 要救你 你是僵尸 我是 一声飘渺异常的女鹰 又断断续续地回荡在叶飘零耳边 叶飘零愕然一愣 接着诧异地看了看手中的魔精 确定声音真的是魔精发出的 顿时欣喜若狂 仿佛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喂 你怎么能这样 我们相处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 但也总该有点感情吧 你怎么能见死不救 声音沉默了片刻 说道 那你告诉我 我为什么会在你手中 叶飘零顿时有一种晕厥的冲动 急喊道 大姐呀 这一言两语的说不清楚 这样吧 你想办法让我们出去 我再告诉你 行吗 声音又沉默了 就在叶飘零准备抓狂的时候 那声音又说道 你现在在一只魔的体内 想要破解很简单 你是血印身 体内拥有强大的血魔 用血魔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个魔头 叶飘零哭丧着脸道 能用我早就用了 可是我现在还掌控不了血魔啊 给我传点力量 叶飘零一听这话精神一震 听这话 似乎魔精里面的这个boss要出战 连忙点点头 将湿气转为纯能量 堵入了魔精之中 魔精顿时光雾大胜 在耀眼的紫光中 叶飘零只看见一个曼妙的紫色身影凭空现出 紧接着万道紫芒骑射而出 好 正在消失的魔头 突然发出一声凄惨的嚎叫 紧接着万道紫光透体而出 吸血鬼大惊失色 还没来得及与魔头切断联系 魔头便已被这强大的力量炸得粉碎 破 吸血鬼吐出一口心血 身体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向后倒飞而出 将乱葬岗中唯一的一面墓碑撞得粉碎 狼狈地倒在荒草之中 叶飘零也随着这爆炸被炸了出来 而那魔精已经恢复了原样 看起来与普通魔精没什么两样 叶飘零现在知道这魔精的好处 连忙一手抓过魔精揣在怀里 立刻引起了一阵不满 慢点好不好 我很累了 不要再打搅我 声音说完便消失了 叶飘零小心翼翼地藏好魔精 之后手持战刀走向受伤倒地的吸血鬼 他知道吸血鬼的自愈非常的强 所以不能给他任何的休息机会 吸血鬼见叶飘零满面凶气地冲自己走来 呼呼地喘着粗气 心中不知在想着什么 叶飘零本以为自己完全可以一刀砍死吸血鬼 可是他依然失算了 叶飘零在走进吸血鬼的那一刹那 猛然大喝 去死吧 说着一刀破空而下 宛如一只咆哮的猛虎 就在要砍中吸血鬼的时候 谁知吸血鬼竟然化为了成百只吸血蝙蝠 呼啦一声向四周逃窜 顷刻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哼 叶飘零一刀将地面劈出了一道沟壑 将人家一座无辜的荒坟一分为二 可是竟然没有伤到吸血鬼 叶飘零扛着战刀 看着众多蝙蝠消失的方向 无尽感慨道 妈的 有了这些怪招 谁能杀得了他们 说完没有再多停留 连忙找了一座坟躺了进去 对着棺材中的白骨说道 老兄 借宝弟一用 于是仰面躺在棺材中 就在这时 那块诡异的魔晶再次亮出紫芒 竟将乱葬岗中的无尽阴气 尽数吸了过来 叶飘零在一阵莫大的压力中苏醒了过来 却恶然发现 自己似乎被什么东西死死地压住 试着挣扎了一下 竟没有震动 叶飘零当场就慌了 难道被抓了 不可能啊 有人来的话 自己应该会察觉的 不对 叶飘零心中暗叫一声 这好像是一股泥土的味道 再感觉一下 叶飘零终于知道了 自己被什么压住了 那是被捉了 根本就是被泥土埋了 叶飘零来不得多想 猛喝一声 身子拔地而起 将身上的泥土冲起了百米之高 碎石土块纷纷洒洒地掉落在荒坟四周 叶飘零看了看四周 叶木已经再次降临了 看来是自己赶路的时候了 但当叶飘零将目光落在乱藏岗的众多荒坟中时 却着实吓了一跳 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 所有的荒坟都陷下去了 只剩下了一个个毫不起眼的小土堆 再加之这遍野的荒草 谁也不会看出 这里曾是一座乱藏岗 又想起了自己刚才被埋于地下的事 叶飘零越发觉得奇怪 因为他之前明明的是钻进棺材的 为什么只过了一个白天 棺材就变成了粉末 害得自己被泥土埋了得严严实实 心意之下 叶飘零取出了藏于怀中的魔精 果然魔精之前的紫色 现在已经变为了墨黑色 仔细感应一下 会发现里面竟蕴含了无尽的死气 阴气过分聚集 便会形成死气 难道是魔精吸走了乱藏岗所有的阴气 才造成了现在这个局面 可是魔精中的女boss究竟是什么人 竟会吸收如此的多的阴气 身在死气中依然安然无恙 他究竟是谁 叶飘零也没有过多的想这件事 就在他抬脚准备继续赶往昆仑山时 却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那就是 自己还干嘛要去昆仑山 之前是为了找锦浩藏起魔精的 但现在看来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这魔精比自己都厉害 说不定以后遇上个什么生死攸关的结果眼 这魔精会再一次将自己 从死神手中拉出来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就没有再去昆仑山的必要了 这样想着 叶飘零又打消了自己 前往昆仑的想法 可是这时他才觉得自己 竟然没有一点的目标 不去昆仑 那现在自己干嘛呢 乱逛 叶飘零摇了摇头 漫无目的地向山下走去 心中却还在为自己以后做打算 千年后的世界 对自己来说就是一个全新的环境 需要自己一点一点地去认识 去熟悉 听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万事需要自己去尝试才会知道 想着想着 叶飘零互绝一股淡淡的血腥 飘入了鼻中 不由精神一震 毕竟叶飘零是僵尸 凡是僵尸对血腥味 都有一种天生的喜爱 但叶飘零的神智尚存 可以克制住自己 一般情况下 跳江气的僵尸见到血液 便会陷入疯狂状态 会不顾一切的吸食血液 端得恐怖异常 叶飘零警觉地抬起头 见前方的有一座小山村 由于距离较远 再加之夜色已落 山村显得有些飘渺 宛如海市蜃楼似的 叶飘零收敛了自己所有的气息 如同一道黑夜之影 向山村快速掠取 僵尸的恐怖之处 在这里就能显露出来 因为没有人可以察觉到它的存在 因为僵尸说白了 就是一具尸体而已 没有灵魂 当然也就没有了生命波动 但它可以在暗中 窥视人类的存在 试想一下 你在明 僵尸在暗 如果展开突袭 后果可想而知 越接近村庄 血腥味就越浓 同样的夜飘零的内心 也就越兴奋 但并不是那种 对于鲜血的强烈需求 而是血腥味 会令自己的内心很活跃 无法平静下来 这么大的血腥味 一般情况下根本不会有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夜飘零喃喃自语着 心中又生出了思思不祥 脑海中默然闪过昨晚的吸血鬼 顿时双眼冷光一领 她早就听说 吸血鬼受伤后 会吸食大量的鲜血 来恢复伤势 难道那只吸血鬼 被自己打伤之后 跑到这里吸食人血来了 夜飘零简直不敢再想下去 只能再次加快了自己的速度 向前掠取 天哪 这这 这发生了什么事 夜飘零站在村口 目瞪口呆地看着挂在树上的几具死尸 惊讶得已经有些口齿不清了 在村口的大树上 被人挂了七具尸体 从死尸猙獰的面孔 可以看出 他们死前看到了多么恐怖的一幕 夜飘零右手手指一挥 一道尸气激荡而出 割断了绑着尸体的草绳 一具尸体扑通 一声掉在地上 夜飘零上前查看了一下尸体 果然 在尸体的颈部 夜飘零发现了四个小血洞 当下夜飘零便怒了 可恶的吸血鬼 但下一刻 夜飘零又愣住了 因为他发现 这具尸体中的灵魄消失了 灵魄是不会离开人体的 就算是人死后 灵魄也不会离开人体 只有尸体腐烂后 无法承载灵魄 灵魄才会化为能量 消散于天地之间 人类的一切行为 都要靠灵魄完成 思考却是有灵魂完成 所以人们便将这两个合称为魂魄 二者缺一不可没 人死后魂离而破流 如果尸体位于养尸地 造成尸体无法腐烂 灵魄不能消散 那么这具尸体 只要你有足够的尸气 就是变为僵尸 但是这具尸体的灵魄 为何也消失了呢 难道这只吸血鬼 也吸灵魄 但是吸血鬼吸尸灵魄 有什么用 不像东方僵尸 僵尸吸尸灵魄 是因为要强化自己体内的灵魄 但敢吸尸灵魄的僵尸 最起码也要有跳江高阶的修为 因为到那时 僵尸的本体灵魄已经足够强大 完全可以吸尸一个凡人的灵魄 要是修为过低的僵尸 强行吸尸别的灵魄 很有可能因为吸尸不了 而使两种灵魄在体内相互排斥 最终会暴体而亡 但是吸血鬼 好像不需要灵魄再强化自己吧 叶飘灵百思不得其解 又纷纷将其他六具尸体 放下来一一查看 都是灵魄丢失 滴血未存 叶飘灵眉头紧皱地站起身 心思急转 这只吸血鬼 为什么要吸尸这些村民的灵魄 还有 为什么要将尸体挂在树上 难道是想 某人或者某势力示威 还是在炫耀自己的强大 等等 叶飘灵猛然之间灵魄一闪 要是这件事 不是吸血鬼做的呢 那么 就是说 还有僵尸 对啊 吸尸血液和灵魄者 非僵尸莫属 叶飘灵毛色顿开 要是僵尸的话 那关于死者 为何会丢失灵魄 也说得过去了 叶飘灵连忙蹲下身 再次查看尸体的伤口 结果却令他失望了 伤口上并没有尸毒 连一点点也没有 这点就又说不通了 僵尸吸尸过的尸体 怎么会没有尸毒 这不可能啊 除非有汗拔高阶的修为 否则都会或多或少地留下尸毒 但是有那么高尸为的 僵尸boss应该不会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况且叶飘灵坚信 当今世上拥有如此之高尸为的僵尸 除了四大尸祖 恐怕不会有第五个存在 但是四大尸祖 以销声匿迹上千年 这事情不会和他们有关联 是不是那不是 那这事会是谁做的 叶飘灵思前想后 也没有找出半点头绪 最后干脆进村找找 说不定可以找出蛛丝马迹 进入山村后 身为僵尸的叶飘灵 都有了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这哪是村庄 分明就是一个人间地狱 这个村庄的道路上死尸遍地 面色异常惊恐 这也与吸血鬼不同 因为被吸血鬼吸食的人类尸体 看上去都十分祥和 甚至是享受 但这些尸体全部的惊恐状 有些尸体的双眼瞪得大大的 映着惨淡的月光 更是显得恐怖非常 而且 这座村庄 有种被洗劫一空的迹象 叶飘灵进入一座屋子 里面显得非常凌乱 有一具老奶奶的尸体 横卧在地上 全身血液没有被吸食 但是灵魄却丢失了 叶飘灵在村庄转了一圈 很明显 这座山村 被某人或某种势力图村了 无意活口 而且 叶飘灵还发现了一个可疑点 那就是 整个山村 没有一个强壮大汉的尸体 都是些老人妇孺的尸体 那些强壮的山里大汉 去哪里了 叶飘灵越想 心中越是难解 这到底是吸血鬼干的 还是僵尸干的 就在这时 一个黑影 从叶飘灵头顶快速掠过 顷客消失在了 不远处的一间民房中 叶飘灵没有多想 立刻追了上去 在民房中 叶飘灵终于看到了这个黑影 却是一个身穿紧身黑衣 后背短刀的金发女郎 很明显是西方人 从她曼妙的身材可以看出 这个女郎的容貌 应该也差不到哪里去 女郎感觉到身后有动静 立刻警觉地 拔出背后短刀 扭身看向叶飘灵 双眼中的一丝赤芒 一闪而过 吸血鬼 见到女郎双眼闪过的 那一丝血光 叶飘灵顿时惊叫出声 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连忙做好了战斗准备 妈的 这些人果然是吸血鬼杀的 可恶的西方切尔 那名女吸血鬼 皱眉看着叶飘灵 不仅是因为叶飘灵那种害人的敌意 更多的是她竟然感觉不到 面前这个人的生命波动 还没等吸血鬼有什么反应 叶飘灵的湿气刃 便以呼啸而来 吸血鬼吃了一惊 似乎是搞不懂叶飘灵 为何突然想 挤出手 手中短刀 连忙抱起一团血物 挡住了湿气刃 叶飘灵怒吼一声 七身而上 食指纳如钢刀一般的指甲 迅速生了出来 破空抓向吸血鬼 吸血鬼不敢多想 立刻举刀挡住了叶飘灵的双爪 两人顿时打成一片 四处激荡的进气 将地面的杂物 纷纷搅得粉碎 叶飘灵全身湿气澎湃汹涌 而那吸血鬼周身 也缭绕着层层血物 湿气与血物相互撕扯着 发出阵阵痴痴之音 狂暴的能量波动四卷而出 房屋轰然倒塌 啊 叶飘灵一声怒吓 破顶而出 右手乌光一现 黑色战刀已然在手 叶飘灵单手持刀 在空中身形立刻倒转 头下脚上持刀劈向吸血鬼 吸血鬼刚刚从倒塌的房屋中 探出头来便见 一把黑色战刀迎面来 顿时骇然失色 左手本能地甩出一片血光 血光撞上叶飘灵手中的战刀 竟将叶飘灵炸飞出去 战刀也被震得嗡嗡直响 有那么一刹那 叶飘灵看见战刀刀身上 快速地闪过了一丝鸿芒 似乎是一道符咒 但仔细一看 却什么也没有 你到底是谁 我们之间有什么神仇大恨 对我处处下杀手 吸血鬼站稳身看着前面的叶飘灵 用纯正的汉语怒问出声 听到这个西方吸血鬼 用一口纯正的汉语说话 叶飘灵愕然一愣 如果只是听声音的话 他一定认为这是东方人 听到吸血鬼的话 叶飘灵恨得咬牙切齿 说道 哼 你这只十恶不赦的吸血鬼 杀了村庄这么多人 难道还不该杀吗 吸血鬼一愣 接耳连忙说道 原来你是为了这个 不过你误会了 这些人不是我杀的 虽然我是吸血鬼 但我现在已经退出了血族 人类世界称呼我们为 血裂 血裂 说白了就是吸血鬼猎人 简称血裂 他们多半是为了维护人类种族长存 对抗吸血鬼而存在的人类 也有少数是厌倦血族生活 而投奔血裂的吸血鬼 这只吸血鬼便是属于后者 但是叶飘灵没有听过所谓的血裂 冷笑出声道 得了吧 不是你所干 难道还另有其人 吸血鬼冷冷地看了一眼 单声说道 我叫艾瑟尔 一周前才来到东大陆 这件事的确不是我干的 是吗 嘿嘿 叶飘灵因笑出声 他才不会相信 一个吸血鬼说的话 右手一动 手中战刀 再次呼啸批出 艾瑟尔纵身跃起 手持短刀 主动攻向叶飘灵 既然说不明白 那也就不用废话 一时间 赤红的血物 与默黑的湿气再次交锋 远远看去 只能看见一黑一红两团 近期中有两个身影在激战 气静撞击声与轰鸣声 不绝于耳 四周的房屋 也被狂暴的能量波动 纷纷震塌 土利木屑纷纷洒洒 一片片的璀璨光滑 自山村中爆出 毫不炫眼 看得出来 艾瑟尔也不是一般的 小吸血鬼 竟能与跳江中阶的 夜飘灵应战至此 而不落下风 实力当真超凡 而在一处断崖上 站着两名俊俏的青年 一名后背长剑 一名手持硬弓 身姿挺拔 相貌端正 但是那双眼中 却散着阵阵冷芒 似乎都可以将面前的空气凝固住 池宫者冷视着山下村庄 正在激战的夜飘灵和艾瑟尔 诞声说道 还是被我们找到了呀 一个僵尸 一个吸血鬼 真是一个也不落下 附见者看着艾瑟尔 面无表情道 这只自称为血裂的吸血鬼 不止一次坏了我们的计划 这次一定不能放过他 至于那个僵尸 估计也就是夜飘灵了 持弓者道 错了 如果他不释放自己的尸气 即使我们有了罗盘 也于事无补 这只僵尸不简单 趁着他还未成气后 当立即诛杀 否则以后 将是修炼界的一大威胁 说着右手一伸 只见手心内光滑一闪 一只散发着淡淡白芒的利剑 便出现在持弓者手中 继而弯弓搭剑 剑尖准准地指指夜飘灵 夜飘灵此刻丝毫也没有感觉到 自己已经成了人家眼中的猎物 但艾瑟尔却忽然警觉了起来 因为他感到了一股很熟悉的魔法波动 不由交融一变 断鹤一声 手中短刀 漠然血盲大胜 发出阵阵痴痴之音 声声与夜飘灵手中的战刀硬汗一记 只听得轰的一声剧鸣 一道肉眼可见的狂暴冲击波 将半个村庄移为平地 而夜飘灵所站的地方 赫然出现数道骇人的裂缝 夜飘灵没想到 艾瑟尔突然发飙 被一股距离线的连连后退 险些跌倒 看着自己似乎没有 站到任何上风 夜飘灵再也不敢大意了 自从他变为僵尸之后 除了和毛山五行道长对阵被封后 似乎还没有打过这么吃力的战斗 这只吸血鬼 究竟是什么修为的 就在夜飘灵准备再打之时 忽觉心头一阵狂跳 下意识地抬头看去 果然见有一点白光 在头顶断崖上的密林中 若隐若现 不仔细看 还以为是夜空中的繁星四顶 持弓者双眼渐渐眯了起来 一缕冷光从眼中逼出 捏着利剑的左手微微一松 只听得羞的一声脆响 利剑宛如一道划开夜空的白色闪电一般 呼啸而出 携带着强大的魔法力量 席向夜飘灵 小心 快闪开 艾瑟尔看着急速射来的利剑 惊叫出声 他不说夜飘灵也没打算应接 因为他不是傻子 从那破空之音就可以看出 这只来历不明的利剑 有多么的强悍 身体急忙横飞出去 但不料 那诡异的利剑忽然加速 如一道充满杀气的白光 贯穿了夜飘灵左肩 啊 夜飘灵闷哼一声 身体被利剑那巨大的冲力带飞出去 重重地摔在地上 又向后划了近二十米 才看看停了下来 再看看左肩 已经被破开了一个晚大的洞口 但是并没有鲜血流出 只是被一团湿气包裹着 但是还有一点白光留在伤口中 庆幸的是 已经被湿气团团裹住 不然还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夜飘灵暗骂一声 伸手玉把还插在自己左肩的利剑 可谁知 在她手掌刚刚触摸到利剑的那一刹那间利剑 却化为点点荧光消失的无影无踪 夜飘灵一阵愕然 不知这是和方神圣射出的凶器 一旁的艾瑟尔 一见夜飘灵重剑倒地 顿时心中大惊 因为夜飘灵刚刚和她交过手 实力她也略知一二 能将跳江中阶的夜飘灵 一剑重创 来人实力可见一般 连忙跑上前去问道 哎 你没事吧 见艾瑟尔跑来 夜飘灵立刻翻身站起 一手握住战刀警惕道 你还有帮手 我 艾瑟尔现在恨不得一掌拍死面前 这个笨刀令自己也无语的东方僵尸 但是无奈她没有那个实力 但是紧接着的一幕 令夜飘灵知道了艾瑟尔的清白 因为有一只同样的利剑 自断崖之上射向艾瑟尔 幸好艾瑟尔心中防备 立刻纵身跃起 拉起夜飘灵惊叫道 快跑 我知道他们是谁了 那利剑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射中地面 指纹轰的一声巨响 原本就大坑小蛙的地面 顿时被炸出了一个深达数十米的大坑 夜飘灵被艾瑟尔的距离 拉得一个亮枪 跌跌撞撞地跟着艾瑟尔跑进了密林 闻着艾瑟尔淡淡的体香味 夜飘灵并没有被迷醉 而是心中暗自提防着艾瑟尔 因为她不知道艾瑟尔为什么要救自己 刚才两人还斗作一团 现在她又不顾一切地救自己 不符合常理 这样想着 夜飘灵更是握紧了手中的战刀 因为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艾瑟尔对自己有某种企图 也许就是因为那块魔精 断崖之上 附建者看着在树林中逃窜的两人 淡然说道 他们要跑路了 持弓者嘴角浮出一丝不屑的冷笑 说道 能在我见下活命的人 只有一个 那就是吴段风 其他人只有死 包括这个僵尸 说着再次弯弓搭建 剑间随着密林中两人的位置 而缓缓移动着 而那持弓者 嘴角的那一丝冷笑 此刻也变作了戏血 仿佛在看着自己的猎物一般 羞的一声立响 持弓者射出了自己惊天动地的第三剑 利剑在夜空中 拖出一道长长的白色残影 剑间与空气都摩擦出了点点火花 可见威力之大 夜飘灵在逃跑间 呼绝背后再次涌来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 回头一看 顿时惊叫出声 左手立刻探出 图神手呼啸而出 破空抓向来袭的利剑 但谁知利剑上蕴含的力量如此惊人 巨大的着影 刚刚接触到利剑 便被狂暴的能量波击散 而夜飘灵也被一股巨力先飞 带着艾瑟尔一起狼狈地滚到了草丛中 夜飘灵闷哼一声 不仅是因为这一下 引动了左肩上的伤口 还因为体内的湿气 也被这股巨力冲乱 当真是苦不堪言 你傻呀 你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艾瑟尔长发凌乱叫出声来 说完再次拽起夜飘灵 身体横飞而出 避开了利剑 哄 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响声 夜飘灵与艾瑟尔 奇迹被强大的冲击波先飞出去 密林中那些 生长不知多少年的大树 纷纷被冲击波搅碎 木屑混着枝叶四箭 刚才还郁郁葱葱的大树 顷刻被夷为平地 啊 夜飘灵皱了皱眉头 胸前又是一阵脚痛 而一个声音 也回荡在了夜飘灵内心 被打得这么惨 那就释放我 我来帮你 只要释放我 你便可无敌 但在仔细感觉时 那声音却又消失了 这次被你害死了 艾瑟尔恨恨地看了看夜飘灵 继而又紧张地看着前方 夜飘灵没时间和艾瑟尔 比嘴上功夫 陈生问道 攻击我们的是什么人 艾瑟尔微微喘着气 说道 是两个老怪物 据说在五百多年就死了 没想到 他们又活过来了 什么 夜飘灵吃了一惊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结结巴巴道 呜呜五百年 有没有搞错 艾瑟尔没有再理会夜飘灵 两只赤红色的眼珠 滴溜溜撞得不停 有一瞬间 给夜飘灵一种奸诈的感觉 而不是聪慧 直觉告诉夜飘灵 这个女戏血鬼不简单 以后还是离远点好 否则迟早一天 自己的栽大跟头 就在夜飘灵在安安告诫自己时 却见两条人影 从远处的山村徐徐走来 看似速度不快 但转瞬已至面前 夜飘灵甚至都没看清 他们是怎么过来的 借着月光 夜飘灵终于看清了这两道人影 乍得一看 像是两名富家公子 但是仔细看他们的眼睛 夜飘灵却感到了一股犀利的杀气 不像是人类的眼神 难道他们真的是 活了五百多年的老怪物 夜飘灵愕然了 真的是他们 死将尸 我们现在都完蛋了 艾瑟尔眼中生出一丝无助 似乎已经认命了 夜飘灵丝毫不怀疑 艾瑟尔的这句话 他心有余悸地看了看 自己已经被对方 破出一个大洞的左肩 来人实力有多恐怖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要是对方 想杀死他和艾瑟尔 就像碾死一只蚂蚁那样简单 两个小娃娃 你们出来吧 持工者面上 带着淡淡的微笑 但是他眼中的那缕金光 却使夜飘灵不寒而栗 这两个 虽然都是一副 东方青年的面孔 但是夜飘灵总感到 这两个青年异常的诡异 但具体什么地方 诡异他却说不出来 艾瑟尔此时 任命地从草丛中走出 夜飘灵没有办法 只能跟着站起身 但他并没有任命 手中紧握的战刀 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持工者 先是看向艾瑟尔 笑道 美女之前的所作所为 可令我非常的生气 你将我们的猎物 纷纷杀死 害得我们 不得不用东方秘书借尸还魂 你真该死啊 艾瑟尔连忙急道 两位前辈 这全是误会 我真的不知道 那几只吸血鬼 是两位前辈的猎物 否则我一定不会动他们的 持工者只是微微笑了笑 并没有理会 艾瑟尔的解释 而是扭头 看向夜飘灵 当看到夜飘灵手中的战刀时 不由皱了皱眉头 但一瞬间 便又舒展开来了 问道 小僵尸 你想活命吗 废话 夜飘灵在心中暗骂一声 但表面上 却不敢表露出来 连忙强颜欢笑道 当然想了 还请二位前辈高抬贵手 持工者笑道 十分简单 你只要告诉我 和吴段风是什么关系 他现在在哪 还要将你手里的魔精 和那把刀留下 你就可以走了 吴段风 夜飘灵愕然一愣 茫茫然道 前辈说的是 五百年前的那个吴段风 持工者俊美微挑 冷冷地看着夜飘灵 毫无感情道 我没兴趣 将问题说第二遍 见对方忽然之间 杀意大胜 夜飘灵不由吃了一惊 连忙道 前辈啊 我真的不知道啊 我根本就没有见过吴段风 你想想啊 他是五百年前的人物 我怎么可能见到他老人家 您说是不是 持工者看了看 一脸无辜的夜飘灵 又问道 那你刚才的那招 图神手 是谁传给你的 夜飘灵犹豫着该不该说 但看到持工者眼中的 那道冷光时 便没敢再犹豫 将自己前往 在世面荒漠中的事情 全盘拖出 不管怎么说 先保住性命 虽然他目前的形势 活下去的希望 似乎很渺茫 但是夜飘灵心里 还有那么一丝的侥幸 持工者 默默听完夜飘灵的叙述 一脸愕然地 看了看自己身旁的附见者 那附见者眼中 也是一片震惊 满面狐疑地看着夜飘灵 夜飘灵以为二人不幸 连忙发誓道 我所说的句句属实 如有一句假话 天打舞雷轰 走路都摔跤 持工者看着一脸坚定的夜飘灵 忽然哈哈笑了起来 继而双眼 却死死盯住了夜飘灵 眼中的狠立之色令 夜飘灵击凌地打了个冷战 持工者恨声道 那就十分抱歉了 你必须要死 啊 夜飘灵闻言大嗨 见持工者 已经举起了手中硬弓 急叫出声 哎哎哎 前辈 晚辈有什么地方得罪您了 您可以 啊 竟然是你们 在看到持工者头顶 现出的灵魂面目后 夜飘灵的脑中 仿佛被炸了个金光 下意识地大叫出声 他知道这两人是谁了 就是自己上次 在墓穴中 见到的那两具尸体 现在真的又活过来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死亡了五百多年的人 竟然在五百年后 活了过来 持工者的灵魂 重新归体 冷声笑道 本来我该谢谢你 救了我们 但是你知道了 做太多的秘密 所以必须要死 说着左手上 已经出现了一只幽幽白剑 强大的魔法波动 立刻覆盖了这片地狱 见对方杀星已定 夜飘灵自知多说无意 既然跑不掉 那就拼了 想到这里 夜飘灵不顾左肩的伤势 一视图神手 再次洗出 顿时默黑的湿气 漫天卷起 犹如末日降临一般 好生杀人 持工者冷冷 看着袭来的巨肘 哈哈冷笑道 即使你身怀与无断风 相同的功法 但你仍然不会是我的对手 说着手中 立件破空袭出 带着强大的魔法力 刺穿了巨肘 就像是捅破一层纸那样简单 而夜飘灵在施展了 图神手之后 便纵身跃起 手中大刀迎空 披向持工者的脑袋 持工者冷哼一声 一道锋刃快速凝成 继而袭向来 是汹汹的夜飘灵 夜飘灵脸色大变 急忙抽身 窜向一旁躲开锋刃 看着夜飘灵 吸引了那两人的注意力 艾瑟尔没有太多的迟疑 慢慢地向后退去 正欲转身逃走 但是当他真正转身的那一刻 却被吓住了 因为不知在何时 那名附件者 已经站在了他身后 此刻正冷冷地注视着他 艾瑟尔愕然 急忙回头看了看身后 根本没有附件者的影子 难道在一转身之间 这名附件者 便已出现在了自己身后 这是什么样的速度 艾瑟尔几乎不敢想象 持宫者此刻 右手指向夜飘灵 诞生道 事实永远是事实 你的事实就是倒地 夜飘灵刚刚站起身 便又被一股凌厉的气境击飞 体内的血魔魂 开始躁动不安 但又被那十八道 诡异无比的血色符咒压制住了 而夜飘灵嘴角 也流出了一丝污血 僵尸一旦露红 就表明 他已经受了很严重的内伤 因为僵尸所吸的精血 一般都会被僵尸吸走其中的精气 而那血液则会存于胸前的湿气中 供湿气享用 一旦血被打出体外 就说明僵尸胸前的湿气 已经被打乱了 如果不及时凝聚 便很有可能会造成湿气外泻 僵尸失去了湿气 就会变为普通的湿体 看着倒地不起的夜飘灵 持宫者嘴角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 自语道 五百年过去了 东大陆修炼界 难道还是如此的不济吗 说着 弯弓一剑射向夜飘灵 目视着魔法剑 快速接近自己的胸膛 夜飘灵似乎已经看到了 自己被魔法剑一剑贯穿的下场 不由苦笑出声 没想到自己做僵尸 会是这种结局 但就在夜飘灵万念俱灭的时候 一片忽如其来的乌光 却遮住了夜飘灵 紧接着 夜飘灵便隐隐约约听到了一阵轰鸣 如等之力 若也 一声熟悉的女鹰 回荡在无尽的夜空之中 听到这声女鹰 夜飘灵显现没有感动地哭出来 因为这不是别人 正是魔精中的那个女boss 夜飘灵睁开双眼 见一团黑色雾气 飘荡在自己面前 持弓者已经倒在了地上 那原本不可一世的硬弓此刻 也已断成两劫 复剑者更是遍体鳞伤 嘴角挂着淡淡的血迹 你们已亡五百余年 今日戒尸还魂 已然逆天至极 难道还要损人性命吗 女鹰中有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威严 令持弓者与复剑者大海失色 持弓者心有余悸地 看了看自己手旁的断弓 刚才这个诡异物团 是如何攻击 自己的都不知道 只感到眼前一晃 便被一股剧力打飞出去 复剑者亦是如此 二人惊恶地相视一眼 似乎都不敢相信 东方修炼界 还有如此强悍的高手存在 当下不再多说什么 纵身向远方掠去 见两人快速消失在夜空中 夜飘灵先是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又忽然叫道 哎呀 不能让他们跑了 否则下次我还要倒霉啊 说着便欲起身追赶 小僵尸 嗯 夜飘灵一愣 扭头不解地看向那物团 但无奈 看不清这个女boss的真面目 因为黑雾将女子包裹得严严实实 夜飘灵愣了片刻 问道 干嘛 女子缓缓说道 小僵尸 感谢你将我就出来 我能帮你的 就只有这些了 现在我要走了 你以后好自为之吧 什么 一听女子要走 夜飘灵顿时有些急了 再怎么说 这魔精也是自己的一个暗藏保镖啊 如果就这么走了 万一自己再遇上一个什么变态的敌人 岂不是只有被挂的份 你要走 去哪 女子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我的世界已不复存在 在这个我一无所知的世界中 我厌倦了 小僵尸 你只要将你的心法前行修炼 待到大成之日 便是你俯视群雄之时 珍重 说着 雾团便一阵扭曲 继而在空中留下了一个淡淡的螺旋状图案 随风远去 啊 夜飘灵急得大叫 但无奈那雾团已经消失 不管自己如何呼喊 也再换不回了 夜飘灵大叫道 喂 你是谁啊 起码让我知道你是谁啊 但回答她的 只有熙熙的夜风声和木屑四扬的声音 夜飘灵站在原地正了半场 当反应过来 那女boss已经离去的时候 心中不免一阵怅然 夜飘灵正欲转身 又觉得腹部一阵躁动 伸手一摸 却抓出一把晶莹的粉末 夜飘灵一时还没反应过来 不过也只是刹那间的功夫 夜飘灵便知道这些粉末是什么了 无疑就是魔晶破碎后形成的粉末了 哎 夜飘灵颇为惋惜地叹了口气 将粉末撒在地上 漫天的粉末 在明月的映衬下灰灰相映 在今夜风吹动 宛如成千上万只萤火虫在起舞一般 煞是绚丽夺目 夜飘灵一时看呆了 嘴角不知不觉间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也只有在这一刻 她才感觉到了人世间的一丝美好 也只有在这一刻 她的内心才是最平静的 就在夜飘灵观看那些起舞的萤火虫时 却没有感到自己左肩上的伤口 正在一团粉末的包裹下 快速地恢复着 而她体内的湿气也自行凝聚于胸前 一切似乎又变回来了 啊 艾瑟尔睁开自己那沉重的眼皮 刚才那凭空而出的黑雾 将自己瞬间给震晕了过去 所以发生了什么事她一无所知 只不过 当看到眼前平静惬意的一幕时 也不由愣住了 估计她也很长时间 没有看到这么美好的场景了吧 听到身后有动静 夜飘灵扭头一看 只是瞥了一眼 艾瑟尔便又看向还在继续飞舞的金银粉末 似乎不希望艾瑟尔破坏自己难得的好心情 艾瑟尔摇摇晃晃地站起身 使劲甩了甩浑浑噩噩的脑袋 这才傻傻地看向夜飘灵问道 你 你是吴段风的后人 不是 夜飘灵便无表情地答道 本来就对这个妖娆的西方吸血鬼 没有什么好感 现在危险消除夜飘灵 自然也不会给她什么好脸色看 艾瑟尔似乎也感到夜飘灵 对自己的那种不冷不热的态度 耸肩道 我不知道我什么地方做错了 让你这么讨厌我 夜飘灵转身看向一脸无辜的艾瑟尔 说道 我没有讨厌你 我只是 小心 夜飘灵忽然之间脸色大变 不管自己内心是如何讨厌眼前这个艾瑟尔 但是毕竟人家之前救过自己 所以自己欠了人家一个人情 听到夜飘灵的惊呼声 艾瑟尔没敢大意 立刻纵身闪向一旁 同时在半空中身形急转 因为她并没有感到身后有人 但是确实有杀气袭来 艾瑟尔刚刚落到夜飘灵身边 她刚才站着的地方 便忽然腾起一片火焰 艾瑟尔不由一阵后怕 要知道 吸血鬼也是怕火的 因为火焰可以令吸血鬼烟消雾散 除非吸血鬼的修为达到了一定的修为 才不会害怕火焰的袭击 夜飘灵与艾瑟尔奇迹抬头望去 见在前面不知何时站有一个怪人 之所以说她是怪人 是因为她 虽然有人类的体态 但仔细看看 就知道 她并不是人 因为她全身都是金属零件 有些已经秀迹斑斑了 看来这个人已经很古老了 怪人机械般地抬起头 两只眼睛冒着蓝光 不过这蓝光却不住地闪动 最终消失了 而那怪人也无力地垂下头去 再也不动了 夜飘灵一脸愕然地面面相去 这是什么怪物 两人站在原地 警惕地打量了怪物扮上 夜飘灵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 缓缓地凑了上来 右手紧握战刀 左手试探性地伸出去 碰了碰怪人 却吸上了夜飘灵手臂 即使是微弱的电流 也将夜飘灵吓了得不轻 只见夜飘灵惊叫一声 右手战刀横空扫出 只听得叉的一声 火星四蹦间 怪人便被夜飘灵处以了腰斩疾形 啊 夜飘灵看着一片狼藉的草丛 顿时蒙了 傻傻地蹲下身 捡起一个螺丝 惊恶道 竟然是金属座的 艾瑟尔此刻也走上前来 不可置信地看着满地的金属零件 目瞪口呆道 这这 这是什么怪物 难怪我们都没有感觉到什么 竟然是金属座的 天啊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 夜飘灵皱眉私存了一会儿 自言自语道 难道是 传说中的机关术 不对 机关术也没有这么霸道的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呢 艾瑟尔此刻捡起一块金属片 说道 这个怪人 好像被造出来很长时间了 到底是谁有这个本事 能建造出这样的机器 机器 夜飘灵赫然一愣 脱口而出道 机甲战士 啊 你说什么 艾瑟尔一脸困惑地看着夜飘灵 对于机甲战士这个词语 艾瑟尔还是第一次听说 夜飘灵叫出这四个字后 也是微微一愣 因为他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个古怪的词语 机甲战士是什么 自己也不知道 于是甘笑道 没什么 没什么呀 艾瑟尔呜了一声 站起身向后退了两步 夜飘灵并没有注意到 艾瑟尔的小动作 艾瑟尔不动声色地来到夜飘灵身后 原本清澈的双眸 忽然掠过一丝贪婪与狠力 而他的目光 也渐渐移植到了夜飘灵右手中的战刀 人都有贪婪之心 吸血鬼也不例外 谁不想自己可以拥有强大的力量 在世间横行 艾瑟尔将自己变强的垫脚石 选为了夜飘灵 在刚才艾瑟尔与夜飘灵交战时 艾瑟尔其实就已经看中了夜飘灵的手中的战刀 虽然看不出那刀的来历 但是那把刀 绝对是件罕是真品 夜飘灵似乎丝毫不知道 艾瑟尔已经将主意打到了自己身上 仍然兴致勃勃地 看着地上的这些金属残片 怎么看都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产物 难道是异界人 夜飘灵心中忽然冒出了 这个一个奇怪的想法 因为在东方传说中 人类在上古时期 的确与异界某些势力发生过冲突 还爆发了好几次惊心动魄的大战 上古 古文明 夜飘灵瞳孔猛然收缩 对啊 说不定这个就是古文明的产物 难道那个灭世的古老传说是 是真的 夜飘灵在千年以前 就听到过很多奇人异史 讨论古世界 说的是 人类世界曾经被毁灭了不止一次 但是世人只把这个当作犯后的笑谈罢了 并未真正探查过 因为能灭世的力量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况且 除了一些来历不明的古书记载外 并没有一点可以证明上古文明存在的证据 如果自己将今天的这个怪人宣布出去 在天下肯定会掀起轩然大波 不行不行 夜飘灵自言自语地连连摇头 因为现在自己已经成为了世人的狩猎对象 如果再将这个古文明信息透露出去 那自己岂不是没事找事 还是算了 毁尸灭迹 就当这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嗯 就这么吧 夜飘灵呢喃一声 持刀站起身来 艾瑟尔此刻已经握住了背后的短刀 忽见夜飘灵站起身来 连忙松开刀柄 夜飘灵回头一样地看了看艾瑟尔 暗中皱了皱眉 因为他总感到 这个吸血鬼 看自己的眼神是那么的虚伪 看来 自己还要远离他的好 夜飘灵左右看了看 将战刀插在地面 右手握拳蓄力 突然断喝一声 一拳狠狠地打在了地面上 轰隆一声汗天动地的巨响 艾瑟尔趁此刻正欲上前夺刀 却被夜飘灵这一拳的冲击波 掀得连连后退 一张倾城翘脸 顿时骇然色变 只见眼前沙土四扬 看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夜飘灵这一拳的威力 却深深震撼了艾瑟尔 这 这就是东方僵尸 直到现在 艾瑟尔才知道 东方僵尸的战体 到底有何等的强悍 犹豫再三之下 艾瑟尔打消了强行夺刀的念头 因为自己用尽全力的一刀 并非可以一举击杀夜飘灵 如果被僵尸有了可乘之机 那自己的下场谁也不敢保证 还是以后再慢慢想办法吧 片刻过后 燕尘四散而尽 一个深达五米 直径可达两米的大坑显露了出来 而却不见夜飘灵的踪影 艾瑟尔嘴巴张得 几乎可以塞下一个鸡蛋 只是一拳便有如此的威力 他终于知道 僵尸一族 为何会被东方修炼界灭族了 并不是他们有吸血的天性 恐怕东方修炼界 也就是以替天行道 作为幌子 途径东方僵尸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为 东方僵尸的实力 太过于惊世骇俗 正所谓木秀鱼灵 封闭催之 谁也不会将一只凶猛的老虎 放在自己床边 当然 东方修炼界也不会 有了僵尸一族 人类修炼者将很难抬头 实在没想到啊 强大的实力 最终却成为了僵尸一族 被灭的根本原因 看来 太过于强大未必 就是无敌 艾瑟颇为感慨地叹了口气 就在这时 叶飘零忽然从坑底蹦出 惊得艾瑟 险些抽刀便砍 叶飘零将机甲战士的残骸 掩埋得不留痕迹后才 放下心来 抬头看了看 东方天空的闪闪发光的起明星 知道黑夜将近 于是没有多说什么 淡然瞥了一眼艾瑟 将战刀收回体内 转身走向一望无际的横断山脉 艾瑟看着叶飘零 远去的背影 两只赤色的眼珠转了转 略微私喘了一会儿 立刻追了上去 叶飘零此刻闭目 躺在一处幽深潮湿的洞穴中 而艾瑟就倒挂在她的头顶 宛如一只巨大的蝙蝠 洞中显得静悄悄的 就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死地 干嘛要跟着我 黑暗中叶飘零 语气平淡地问道 艾瑟文言张开双眼 黑暗中立刻抱起两抹赤红 接而艾瑟那带有一丝 娇撑的声音传出 别臭美了 谁又跟你啊 我只不过是躲避阳光罢了 叶飘零沉默了片刻 又忽然问道 对了 之前那两个人是谁 他们啊 艾瑟文言声音便有少许的颤抖 看来那两个人在她心里 的确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艾瑟沉默了许久 才缓缓说道 我小时候 只在古籍中 看到过有关他们的记载 相传他们都是500年前 在西方修炼界 名动一方的人物 持弓者名叫科特 是名魔法师 只不过 他的战体 却比一般魔法师 要强悍得多 据说他的修为 已经达到了大魔法师的境界 巨魔导师 只有一步之遥 曾经一头巨龙三招毕命 附建者名叫贝瑞 是名西方武者 相传他也十分精通雷系魔法 修为紧逼蓝剑境界 总之 他们两个都是怪胎 500年前 在四方大战群雄而不败 你说恐怖恐怖 叶飘灵缓缓睁开双眼 一道赤芒一闪而逝 这就是僵尸与吸血鬼的区别 吸血鬼总会将自己的实力显露在外 而僵尸则是将自己实力压在体内 等到实战之时 才会爆发出 他那压制已久的恐怖实力 这也是东方文化 与西方文化最大的一处不同 也可是说 这就是东方文化的神秘所在 因为外人从来不知道 在东方的阴影中 到底有着多少惊世骇俗的高手 叶飘灵一声道 既然他们那么厉害 为什么 为时 吗他们会死在东方 艾斯尔悠悠叹了口气 说道 就是因为他们太厉害了 在西方没有多少人 愿意和他们两个比试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东方却出现了一个罕氏高手 就是吴断峰 他们不远万里 来到东方寻找吴断峰 响语之一叫高低 结果被吴断峰一起击杀 从此便秒无踪迹 没想到如今竟然用你们东方秘书 借尸还魂了 按照他们两个的性格 绝对会在东方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叶飘灵没有说话 没想到自己无意中 竟然放出了这两个恶魔 如果按照艾斯尔所说的 他们一个是大魔法师 一个是轻贱舞者 再加之他们两个诡异的战体 那东方还有谁会制住他们 沉寂了数分钟后 艾斯尔终于支支吾吾地问道 嗯 那个 你的功法是不是在魔晶中得到的 不是 叶飘灵十分干脆地说着 继而又闭上眼睛 说道 好了 我要休息了 说着不再言语 艾斯尔现在真的想一举击杀叶飘灵 然后夺过战刀与功法 跑到一个人烟罕至的地方 潜心修炼 直至自己功法大成之日 在横空出世 到那时 世上还有何人敢小瞧自己 那些自认为神圣的教廷修士 还有那些自认为强大的狼人 自认为高贵的人族泄猎 到了那个时候 只能倒在自己脚下颤抖着 请求自己宽恕 想到这里 艾斯尔便不由一阵心血澎湃 但是又想起叶飘灵之前 那威力霸道的一拳 艾斯尔还是强压下了内心的冲动 还是以后找机会再下手 叶飘灵哪能不知道艾斯尔的心思 因为现在自己身上最有价值的东西 恐怕就是自己的心法和战刀 虽然魔精已经碎了 但是说出去 绝对不会有人信 叶飘灵之前 也听到过吸血鬼境界的划分 男爵 子爵 侯爵 公爵 领主 其后还有长老 亲王 雪皇之境 但也只是存在于传说之中 从之前的交手可以看出 艾斯尔的修为 至少要在侯爵 而自己现在的修为是跳江中阶 虽然在冥战中 自己毫不畏惧他 但就害怕艾斯尔对自己下黑手 所以 自己现在有两条路可选 第一在艾斯尔还没有动手的情况下杀掉他 第二 就是想办法甩开他 甩开他不容易 那就只能想办法干掉他 这样想着 叶飘灵嘴角 渐渐浮出一丝残忍的冷笑 大汉国的地狱一分为五 分为中原 东土 西域 南疆与北荒 叶飘灵所在的地方 正是以荒凉贫穷著称的北荒之地 而横断山脉 就是北荒与中原的分界线 只要越过了横断山脉 那么就会到达大汉国最富饶的地狱 中原之地 大汉国的皇都 也正式坐落在中原 中原虽说是大汉国最富饶的地方 但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四方术士大多聚集于此 叶飘灵这只僵尸 如果身份暴露 那很快便会成为天下术士 群起而攻之的目标 但是中原却又是叶飘灵 不得不去的地方 现在急需知道的就是吴断峰 还有就是传说中消逝的古文明 从之前贝瑞与卡特的眼神中 可以看出 他们对吴断峰还是存有着一丝畏惧 可是他们又问自己和吴断峰有什么关系 这点让叶飘灵很是困惑 他想知道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留在这北荒偏僻之地 根本不会知道什么 所以叶飘灵要去中原 去黄东 中原地区 毋庸置疑是东大陆最富饶的地方之一 光是黄东便有数千万的人口 当真是世界中位居前列的大都市 在加之黄多周围的大小城镇 人口随便扒拉一下也有几亿人 其繁华程度在天下也是赫赫有名的 如今世上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 谁不知道大汉国的威名 但是 繁华只是中原的表面现象 在暗处却是危机四伏 各种势力错综复杂 犬牙参差交错 东方各大门派 大多都坐落于中原地带 幸而有大汉国政府的威严压制 各门派当然也不敢犯天下之大不为 去反对皇宫 不知不觉中一天又这么过去了 当夜飘灵重新睁开双眼时 天空已是繁星点点 艾瑟却不见了踪影 夜飘灵并没有在意 起身来到洞外 对着圆月长土 一口湿气 接着又徐徐吸回体内 反复数次只觉湿气 变得愈加精纯 月音之气 不管在何时 都是黑暗力量 所喜欢的滋补品 就在夜飘灵 准备台步离去的时候 却注意到了 一阵水花剑洞的声音 心中当下一惊 本能地扭头四望 但是除了聪裕的古术 就是宛如盘龙的粗藤蔓 在别无他物 夜飘灵心中稍稍放宽 这几天发生的这些事 都使自己有了一种 草木皆兵的感觉 无奈地苦笑两声后 夜飘灵细细辨别了 一下声音的来源 发现声音 是从一块巨石传来的 好奇之下夜飘灵 探头看去 不看还好 这一看夜飘灵 险些狂喷鼻血 这是一幅 多么美好的画面啊 艾瑟尔此刻 一丝不挂地 在小湖中洗着澡 一层淡淡的水雾 在艾瑟尔周身缭绕 如梦似幻 清澈的水滴 顺着艾瑟尔 那如凝枝一般的 雪白肌肤上躺下 那一头金色的长发 紧紧贴着艾瑟尔 火辣的娇躯 少了一丝飘逸 但却多出一份性感 艾瑟尔如玉一般的仙手 擦拭着自己傲人的身子 随着偶尔的转身 使得坚挺美丽的苏兄 忽隐忽现 时不时的艾瑟尔 还会俏皮地 伸出自己那如白玉雕琢 而出的性感小腿 引起一阵水花四剑声 艾瑟尔此刻 都已经看呆了 艾瑟尔虽说是西方面恐 但也是一个 世间罕见的极品美女 一张清澈美貌 不知弥翻了多少 自诩为美女杀手的富豪公子 金钱绅士 更何况 艾瑟尔还是一个 从未接触过女生的傻小僵尸 艾瑟尔此刻 只感到自己那颗 已经千年未跳的心脏 似乎又开始狂跳起来 一股空前的欲望 使得自己险些 不受控制地跳进小湖 但就在这时 叶飘零只感到胸前 仿佛被重锤 狠狠砸到了一般 闷哼一声 清醒了过来 回想起自己刚才失控情绪 不由一阵后怕 连忙缩回头来 爬上一处迎风口 艾瑟尔微微扭过头来 得知叶飘零 已经离去时 不由皱了皱眉 不满地嘟囔道 真是个胆小鬼 说着眼中生起一丝不甘 不仅是因为自己的计划 没有成功 还因为叶飘零 是第一个 可以抵挡住自己魅术的男子 艾瑟尔不相信这世上 还有自己弥不到的男人 想到这里 艾瑟尔嘴角 又浮出一丝冷笑 自语道 叶飘零 我就不信 你能跑出我的手心 哼 叶飘零此刻 闭目站在一处高地 愿由冰冷的夜风拂面而过 在冷风的冲刷下 叶飘零刚才那躁乱的内心 渐渐平静下来 胸前的湿气 也逐渐地恢复安宁 体内又变得有条不紊 想起刚才的那一瞬间 叶飘零仍然是心有余悸 刚才艾瑟尔 那惊艳人心的一幕 竟然牵动了 自己体内的湿气 造成了湿气逆流 如果不是自己 即使清醒过来 现在恐怕已经爆体而亡了 没想到他竟然精通魅术 而且是如此强大的魅术 叶飘零喃自语着 两只眼珠低溜溜 转个不停 最后打定主意 还是趁现在赶快跑 不然自己迟早地命丧 这只恐怖的吸血鬼手中 想到这里 叶飘零没有迟疑 连忙纵身 向横断山脉的高峰跃起 只要登上高峰 那么就等于 自己已经走出北荒 进入中原了 但是 令叶飘零没有想到的是 当自己爬上横断山脉时 却意外地发现在一块岩石上 站着一个身材火辣的金发女郎 在圆月的映衬下 给人一种诡异的妖魅之感 就在叶飘零愣神之际 那女郎自己转过身来 露出自己 那一张清澄清国的绝美容颜 娇笑出声 小僵尸 我们还真是有缘呢 离开没有多长时间就又见面了 没错 这名妖夜女郎正是吸血鬼 也可以说是血裂 艾瑟 叶飘零不由一阵头痛 她承认 要是比速度的话 跳僵七的自己 还真不是侯爵气艾瑟的对手 因为跳僵七的 僵尸注重的是攻击力与防御力 只有到达非僵七的僵尸 才有超高的速度 并且拥有飞行的能力 而吸血鬼 则是子爵七便已掌握飞行 而艾瑟是侯爵高阶的吸血鬼 速度自然不是自己可以超越的 艾瑟笑眯眯地 看着眉头紧皱的叶飘零 顿时不满地撅起小嘴 娇哼一声道 看来你不喜欢 我找你啊 说着双眼之中 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忧怨 那一瞬间的惊艳灵 漫山的鲜花 和静美的圆月 也为之黯然失色 但叶飘零并没有被艾瑟 惊世的容颜所迷惑 经过刚才那惊险的瞬间 叶飘零再也不敢小瞧面前 这个吸血鬼 心中的警惕性 拉高到了极点 看着叶飘零 不为所动的神情 艾瑟眼中 闪过一丝不意 察觉的惊讶 继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淡 既然色诱法不奏效 那就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艾瑟甩了 甩自己那还湿漉漉的金灿长发 款步来到叶飘零面前问道 你是去中原吗 废话 都走到这里了 不去中原 还能去哪 叶飘零在心中 没好气地说着 但表面上只是点了点头 然后便绕开艾瑟向山下走去 他心中 现在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那就是魅术 属于精神系的攻击术 而精神系的攻击术 只能对有灵魂的生物奏效 或是单体灵魂奏效 而自己是僵尸 僵尸是没有灵魂的 可自己刚才 为什么会中 艾瑟的魅术 真是诡异 见叶飘零 对自己不冷不热 艾瑟心中顿时 有种抓狂的感觉 因为自己的血魅术 从来没有失败过 可今天叶飘零 一再破自己的记录 要知道 血魅术可是世间 最厉害的魅术了 因为血魅术 是用天地之精 万物之本的 血精发动的 对死灵之物 尤为奏效 古语有云 天地虽大 无血不生 万物虽强 无血不利 可是 面对这只僵尸时 血魅术竟然失灵了 这让一心想要得到 战刀与心法的艾瑟 怎能不能 就在叶飘零 与艾瑟 暗中斗智之际 在十年荒漠中的 墓穴之旁 一座已被黄沙 扮演埋的石像 忽然睁开了双眼 那就是一双真正的眼睛 眼白与瞳孔十分明显 眼珠四处 转动了几圈后 石像各处 开始纷纷破裂 不多时 一个身穿皮衣的 高大男子 从沙土中爬了出来 全身骨骼 发出一阵暴响 使人不寒而栗 叶飘零 要是看到这一幕时 一定会大惊失色 不仅仅是因为 石像复活 更是因为这尊石像 就是自己之前 在墓穴旁 发现的那尊 自称不配为天的石像 石棉荒漠 这片被世人 称之为千年死地的 天之境遇 仿佛就是一只盘卧 在北荒的一只凶兽 时刻窥视整个天下 令世人惶惶不可终日 一个高大的男子 站在石棉荒漠中 周身魔气滔天 宛如惊涛骇浪 滚滚涌动 男子一头长发 四翼五动 眼中射出两道 足以开天的乌芒 仰天长吼一声 天地未知色变 引得不少 人间至强 纷纷睁开自己 那一双数年 都没有尽过光线的眼睛 细细感应一下 顿时骇然失色 纷纷惊叫道 是他 他又出现了 蜀山如此 茅山如此 峨眉如此 昆仑意识如此 让这么多的人间至强 闻之色变的神秘人 究竟是何方神圣 叶飘零此刻 面对着渐渐升起的朝阳 任凭阳光照在自己的身上 并不是他想不开自杀 而是他刚才偶然发现 朝阳照射在自己身上时 自己竟然没有感觉 难道跳江高阶的僵尸 就开始可以接受阳光了吗 这样想着叶飘零 便站在阳光下 试试自己可以承受 多强烈的阳光 而在他身后的小黑屋中 艾瑟尔倒挂在房梁上 目瞪口呆地看着叶飘零 他实在不敢相信 跳江七的僵尸 便开始可以接受阳光 而吸血鬼 至少要有领主境界的修为 才可以渐渐接受阳光 叶飘零此刻 迎着朝阳 沐浴着尘风 脸上不自觉地浮出 一丝淡淡的微笑 因为这是自己做僵尸以来 第一次感到了太阳的温暖 在他看来 并不是自己的身体接受阳光 而是阳光接受了自己 阳光接受自己 就等于世间开始容纳僵尸 虽然叶飘零知道 要让世人容纳僵尸 那和天方夜谭没什么区别 但他还是忍不住这样想着 有时候自欺欺人一下 内心或许会舒服点 就这样 叶飘零在阳光的照耀下 度过了整整一个早晨 等时间退一至中午时 阳光变得愈加强烈起来 终于叶飘零忍不住全身的灼痛感 仓皇退回屋内 砰的一声 重重地关上屋门 在阴冷的黑暗中 叶飘零身上的灼热感 渐渐消失 看来自己还是 无法完全融入这个尘世 自己该怎么办 当不知道自己可以接受阳光时 对回归尘世这种想法 还没有多大兴趣 可现在知道了 自己可以接受阳光 叶飘零回归尘世的想法 猛然之间急剧膨胀起来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 尽快地回归尘世 有什么办法呢 看着叶飘零一脸的痛苦 艾瑟尔竟然有了一种 于心不忍的感觉 说道 其实 你也不必这么强迫自己 如果你变得更强 当然就会接受 更强烈的阳光 总有一天你会像 正常人类一样 完全接受阳光的 可话一出口 艾瑟尔便后悔了 自己这不是 再给自己找麻烦吗 本来对方就已经够强了 现在自己这么一说 不是使他变得更强 可是 转念一想 艾瑟尔又释然了 帮他对自己来说 不一定就是坏事 因为自己 帮他的次数多了 叶飘零对自己 一定就会放松警惕 那么自己 就有更多的下手机会 叶飘零此刻 并没有注意到 艾瑟尔嘴角的那一丝冷笑 反而因为艾瑟尔的一句话 对艾瑟尔 生出了少许感激之意 毛色顿开道 对啊 只要变得更强 不就可以接受 更多的阳光吗 对 我要变得更强 叶飘零说着 两只眼睛 忽然抱起一团赤芒 从叶飘零变僵尸至今 想要变强的念头 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 这么强烈 僵尸虽然力量变态的强 但是叶飘零 其实并不喜欢做僵尸 当初自己是因为报仇心切 再加上 不想就那么死去 所以才让那个神秘的女婴 将自己变为僵尸 但是做了僵尸之后 叶飘零才发现 僵尸是那么的孤单 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个种族 愿意容纳你 甚至是追杀你 在你被追杀 致死的时候 也没有人会同情你 更别说是帮你 从始至终 僵尸总是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一条孤影 独自在这个 危机四伏的城市中生存 说不定哪天 就会被世人围杀 在某个角落 接着被历史的长河 迅速掩埋 不留任何的蛛丝马迹 就像叶飘零之前 被毛山五行道人 封印了一千年后 世上还有谁记得 叶飘零这个名字 还有谁知道那件 灵狐献灭绝事件 背后的真正原因 在世人眼中 一千年前 灵狐灭绝事件的 罪魁祸首 就是那只 十恶不赦的僵尸 而五行道人 冷灵子与孟盛道 俨然成了为民除害 而不幸牺牲的 毛山英雄人物 殊不知那场 今世之战的罪魁祸首 是日益肤浅的人心 但是尘世 是不会承认这一点的 这就 人性的黑暗之处 不管在何时 人类总保持着 万物之灵的眼光 去定夺其他种族的存亡 人们不会认错 因为在人类世界的眼中 人类是不会错的 因为人 就是世界的主宰 神消失了 魔不见了 妖退隐了 狮也被灭了 不管在上古时期 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 总之这件事 却成就了人族 让人族轻而易举地 登上了巅峰 带三皇五帝 百家齐名之时 人族俨然已经掌控了世界 历史从来都是属于圣者的 既然人族 成了最后的圣者 那么历史自然任由人族 人族在撰写 因为神走了 魔退了 妖影了 失灭了 还有什么可以与人族抗衡 这就是人族的心理 但是人族真的无敌吗 事情就像是人族想的那样 从此一帆风顺了吗 上古时期的事情 会不会在人族身上重演 这个谁也不知道 人们不愿意承认上古的事情 因为人族想一直无敌下去 所以不会有人认为 人族会像神魔狮妖那样 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 不管人族承认与否 历史的齿轮始终在转动着 时间会说明一切 言归正传 叶飘灵在打定要变强的念头之后 没有再多说什么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陷入睡眠状态 因为睡眠可以让僵尸 在白天最大的保持力量 这点和吸血鬼很相似 看着倒在地上 没有了动静的叶飘灵 艾瑟尔的心中 快速盘算着自己以后的计划 和叶飘灵待在一起 已经好几天了 艾瑟尔丝毫没有不耐烦 他就是要等 等到叶飘灵对自己 完全失去了警惕 或许等到自己 有机会下手的一天 他会毫不犹豫地 实行自己的计划的 这样的女吸血鬼 耐心是如此的恐怖 不管作为谁的对手 都会使他心惊胆战的 叶飘灵很不幸 成了拥有这种 恐怖耐心的吸血鬼的对手 时间过得很快 仿佛一眨眼间 夜幕便又降临了 艾瑟尔从沉睡状态中 缓缓苏醒过来 刚睁开眼 便见一团黑雾 在自己下方的草铺上缭绕 仔细一看 还会发现 黑雾中有点点赤芒在涌动 透出一股浓重的血灵之气 令艾瑟尔这个退出血族 已经几十年的血裂 也有了丝丝兴奋 艾瑟尔轻飘飘地落下地面 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宛如一个没有实体的幽灵 来去无声 但是他不是幽灵 他是吸血鬼 比幽灵更可怕的存在 夜飘灵此刻端坐在草铺上 周身如同莫浪一般的 湿气汹涌澎湃 不断淬炼着自己 自己的尸身与体内灵魄 使自己变得更加适合战斗 也就是变得更强 只有这样 自己才能在战斗中站得上风 然后胜利 只有历经一次次战斗的胜利 自己才会更快地变得强大起来 艾瑟尔感觉出了 那黑雾便是尸气 连忙想躲瘟疫的似的后退术步 僵尸最恐怖的是什么 就是尸毒 而尸毒就是尸气极度凝聚的产物 可以说尸气就是气化的尸毒 艾瑟尔他能不怕 要知道尸毒是天下制毒之一 如果尸毒侵入体内过身 就是大罗金仙 来了也无济于事 艾瑟尔下意识地催动了体内的血物 以防叶飘零的尸气 一时发飙控制不住活吞了自己 那自己岂不是太圆了 可是艾瑟尔这个举动 却是大错特错了 如果他不催动血物的话 尸气还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因为吸血鬼不是人 不具有人类的生命气息 但如果他催动了血物 无疑就是向外释放了能量波动 顷刻之间 便被叶飘零的尸气捕捉到了 就在血物现身的那一瞬间 叶飘零周身的尸气 如同发现了猎物一般 疯狂地涌向了艾瑟尔 艾瑟尔顿时花容失色 只来得及惊叫一声 便被尸气淹没了 幸亏有血物暂时护着自己的身体 不至于被尸气快速感染 但当艾瑟尔想要逃离尸气的束缚后 才惊恶地发现 自己竟然逃不出尸气的束缚 难道叶飘零的力量 在短短一天的时间内 就有了如此大的进步 这完全不符合常理啊 自己一天前 还可以与其斗个不分高下 难道过去了仅仅一天 自己便被甩得无影无踪了 不可能啊 艾瑟尔在疑惑 叶飘零更是不解 因为他默然发现 自己体内的尸气 在转眼间壮大了许多 这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就在自己千年前血魂现身的时候 自己的尸气也没有如此旺盛过 现在怎么忽然间变得这么壮大 宛如千军万马 在自己体内奔腾一般 一股失足强者的气息席卷四方 小屋内的尸气 也更加地汹涌起来 似乎要将一切淹没吞噬 艾瑟尔着实被吓住了 连忙叫道 死僵尸 快醒醒 他这一生还真的救了他一命 叶飘零一个机灵回过神来 见艾瑟尔被团团湿气围困 连忙巨神收敛湿气 湿气顿时如同退潮一般地 缩回了叶飘零体内 端得诡异无比 艾瑟尔无力地倒在地上 继而一脸愕然地看着叶飘零问道 你怎么 但是他又不知道给如何问起 话说了一半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而叶飘零此刻又内视了一下 却发现自己的尸气 又恢复了和以前一样 只是比以前略微强大了少许 自己刚才的强大尸气去哪了 叶飘零猛了 自己的尸身到底有什么秘密 为何会无缘无故地涌出 前所未有的强大尸气 继而又诡异地失踪 到底是什么在作管 艾瑟尔此刻已经从地上爬起身来 毕竟他也是一只吸血鬼 虽然已经退出了血族 但本质上他还是一只吸血鬼 所有的吸血鬼 在潜意识中都认为自己是贵族 贵族就应该有贵族的样子 不能轻易倒地 而在一处山巅之上 一名身穿狼皮外衣的长发男子 屹立于群峰之上 高大强壮的身体 再加之一双冷光四射的眼睛 无形之中 给人一股逆视天下群雄的强势质感 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仿佛被这个男子看上一眼 便会被其微压压地粉碎 男子此刻 看着幼长中的那一团黑气 双眼骨颈无波 自语道 竟然是尸气 没想到五百年后 居然成就了一代泄魂 天之残魂啊 你还真是无所不能 哼哼 这名男子 正是在失眠荒漠中 离奇复活的石像 男子冷笑两声 纵身跃下了悬崖 消失在了茫茫云海之中 叶飘灵此刻只觉得眼皮一阵狂跳 一股空前的危机感洗上心头 而他似乎也感到了 刚才那些强大的尸气 还留在自己体内 只不过不知为何原因 却停留在自己胸前那团血雾粥旁 啊 叶飘灵此刻有种快要抓狂的感觉 奇怪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而叶飘灵心中的谜 也越来越多 叶飘灵甚至都有一种直觉 那个将自己变为僵尸的神秘女子 很有可能 就是将自己带入了某种阴谋之中 而现在 就是所有阴谋将要开始的时候 叶飘灵来到位于中原边缘的一个城镇 虽说已是黑夜 但城中依然人来人往 各处客栈生意兴隆 比起白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种繁荣度在北荒是很少见到的 只有在某些节日里 人们才彻夜不眠 通宵欢庆 但是在中原 夜市却是极为普遍 中原地带的绚丽多姿 由此可见一般 叶飘灵不由的心情大好 与艾瑟尔来到一家酒楼 坐在二楼的靠窗位置 吹着清凉的夜风 看着楼下热闹非凡的大街 再加之鼻前淡淡的酒香 叶飘灵仿佛忘记了 自己是一只僵尸 完全融入了这个全新的世界 看着一脸享受的叶飘灵 艾瑟尔贼贼笑道 我说叶飘灵啊 你身上有钱吗 叶飘灵喝下了杯中的美酒 毫不在意地摇头道 没有 叶飘灵如此干脆地回答 反而令艾瑟愣住了 片刻后 艾瑟尔才问道 没钱你都赶来这个地方 叶飘灵撇了一叶艾瑟尔 那鼓囊囊的口袋 说道 你那里不是有一大堆吗 啊 艾瑟尔下意识地 抓紧了自己的口袋 他实在没想到 叶飘灵竟将主意打到了自己身上 顿时说道 喂 这是我的钱啊 你别打他们的主意 叶飘灵故作无奈地耸耸肩 说道 好吧 只要你不介意被人们拉住 那你可以不管啊 反正我是男的 女的 要是被当众被扯下一两件衣服的话 嘿嘿嘿 可是很难脱身的哦 说着 还故意色眯眯地打量了一下艾瑟尔 只不过艾瑟尔的开放程度 出乎了叶飘灵意料 听完叶飘灵的话后 艾瑟尔娇媚的一笑 说道 是吗 谁想看我让他看还不行吗 说着 故意扯开了自己的衣领 将自己丰满挺拔的双风 露出了少许 由于叶飘灵就坐在艾瑟尔对面 一抬头 便看见了艾瑟尔胸前的那两团软肉 虽然露出的不多 但由于艾瑟尔是俯着身子 衣领下垂 将衣内的美好风光 隐隐绰绰地展现在叶飘灵眼前 叶飘灵被媚眼如丝的艾瑟 引诱的险些大喷鼻血 又忽然想起了 上次在小湖中的一幕 连忙一开自己的视线 要是再中了他的魅数 那自己可就真的无可救药了 看到叶飘灵手足无措的样子 艾瑟尔哥哥笑出声来 将自己的衣领拉好 说道 没想到你的内心 还是这么的不惊斗啊 叶飘灵目光阴冷地看了一眼艾瑟尔 更加确定了 甩掉艾瑟尔的想法 因为这个吸血鬼 实在是太恐怖了 一身魅数 简直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这样下去 自己迟早有一天要倒大煤 甚至是灭顶之灾 就在叶飘灵准备远离艾瑟尔的时候 只听到楼下突然一阵叫喊声 接着就是气静交集声与怒斥声 二楼都被一楼的动静震得微微发颤 杯中的茶水不住地向外跳着 很快桌子便湿了一片 叶飘灵皱了皱眉 起身便御下去查看 却被艾瑟尔一把拉住了 叶飘灵不解地看向艾瑟尔 却见艾瑟尔向四周的顾客弄弄嘴 低声说道 在这里别多管闲事 要知道这里可是人族的地盘啊 咱们是惹不起事的 一个不小心便会被格杀的 其实艾瑟尔现在巴布的叶飘灵赶快死 但是如果在这里众目睽睽中死去 那自己根本就无法得到 叶飘灵身体内的那把战刀 还有就是那套诡异的功法 见艾瑟尔眼睛中的担心之色 叶飘灵不由心中意暖 已经有一千多年 自己没有感觉到没人担心的滋味了 自从奶奶死后 自己似乎就一直是一个人在奋斗吧 但叶飘灵的感动只是那么一瞬间 因为她又想起了艾瑟尔那恐怖的魅属 叶飘灵微微一笑 郑宇说话 却忽然听到楼下传来一声不雅的叫骂 压压的 你们这些破烂 有本事单挑啊 压压的 老子玩死你们 听到这声音叶飘灵乐然一愣 心说怎么这么熟悉的声音 仔细想了想 叶飘灵眼前一亮 是那小子 没有多想连忙跑下楼去 一楼的大厅内 此刻早已是一片狼藉 捉一碗蝶破碎一地 不少香喷喷的韭菜在人们的践踏下 已经有了一种令人作呕的味道 在柜台上坐着一个很是俊美的银发青年 身上的衣服已经被划开了树道口子 有几道隐隐之间还留有血迹 而青年的嘴角也残留着一缕血迹 此子是谁 不是别人 正是叶飘灵解封后的第一个小弟 也可以说是叶飘灵解封恩人 自称为上古玄虎的狐妖警号 不过他的出场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被追杀 第一次是被毛山三名盗者追杀 如果不是叶飘灵出来的吉时 已经死翘翘了 这次又是被五个大汉追杀 目前的情况貌似也不乐观 警号坐在柜台上 一边叫骂着 一边还不失时机的 喝几口上好的女儿红 带酒润了润发干的嗓子后 继续开骂 五名大汉 此刻都站在距离警号几丈远的地方 互相看了看没有一个赶上前的 并不是打不过警号 只是警号的下三滥招式 过于丰富了点 许多人围在门外看着 却没有一个进来的 只不过将酒店门前 也为了个水泄不通 警号还没有看到 站在楼梯上的叶飘灵 依然是一手抓着酒坛猛灌一气 叶飘灵真的搞不懂眼前这个家伙 明明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境地 却还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真是让叶飘灵无语 不多时 一坛酒已经被警号喝光了 但那几名大汉 却还是没有动手的样子 警号伸手 欲再拿一坛女儿红 可是顾及到 万一自己喝醉后 那就真的完了 于是强忍住内心的酒意 破口大骂道 压压的 你们还打不打 不打的话 你胡爷要走人了 说着跳下柜台 可双脚刚一着地 身子便一个亮腔 险些跌倒 看着摇摇晃晃的警号 叶飘灵忍不住撑鹅叹息 还真的给喝醉了 奇怪 这坛酒的酒力怎么这么大 奇怪 难道 难道有什么古怪在酒坛里 警号自言自语着 伸手去抓那个自己喝过的酒坛 不过每次抓都抓不到 不禁又自语道 真是见鬼了 怎么有这么多的酒坛 那个是刚才的呢 其实摆在他面前的 也就是一个酒坛而已 看着乱抓一起的警号 叶飘灵心里都不由替他捏了一把汗 因为警号不仅是喝醉了 而且现在 他还将自己的背部留给了敌人 这不是找死吗 果然 就在警号酒力发作在抓酒坛时 那五名大汉相视一眼 都是冷冷一笑 忽然持剑一起刺向警号背部 警号 危险 叶飘灵惊叫一声 立刻纵身跃下 右脚凌空踢出 便将一名大汉踢出了酒店 而警号纹的背后恶风不善 双眼忽然之间金光暴闪 面上再无半点醉酒之意 伸手抓住酒坛向后甩去 酒水顿时挥洒而出 见了几名大汉一身 就在酒水泼出的同时 警号双手快速结印 沉喝一声 火绝 怒言 说着 口中喷出熊熊烈焰 加上之前的酒水 火势顿时凶猛地卷上了几名大汉身体 几名大汉惨叫着身形连连后退 叶飘灵落在警号面前 于心不忍地看着那几名被火焰包裹的大汉 皱眉说道 警号 他们最不知死啊 死 老大 要是这伙 就能把他们挂掉我 还用受着伤吗 快跑吧 老大 警号见到忽然现身的叶飘灵 不禁一阵惊喜 但随后便急急地叫出声来 拉着叶飘灵便窜出了酒店 向远方快速逃顿而去 一直越过了好几条大街 感到他们并没有追上来 警号才长长 松了一口气 继而惊喜地看着叶飘灵 道 老大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不是在北荒吗 叶飘灵看了看四周 发现自己位于一处柳树环抱的小湖旁 四周不断传来蟋蟀的叫声 淡淡的月色倾洒尘世 显得是那么的盛洁 如果尘世的一切 就像那月光一样圣洁 那该多好啊 叶飘灵这样想着 当听到警号的话后 才闷声道 怎么 好像我除了北荒 就哪不能去了吗 警号呵呵一笑 坐在湖旁说道 只不过 现在中原已经有很多修炼之人 在寻找你了 听说已经有不少人 去北荒找你了 老大 那块魔巾 真的在你身上 叶飘灵对警号 没有隐瞒什么 说道 说出来 你可能都不信 其实那魔巾上 根本没有什么功法 只不过 里面却有一个女子 很恐怖的实力 要不是她我早都死了 不止一回了 接着就将自己 在荒坟遭遇吸血鬼 和遭遇那两名 戒尸还魂的 西方修炼者的事情 说了一遍 警号听得一愣一愣的 最后木然地看了看叶飘灵 说道 老天个压压的 这真的假的 但看到叶飘灵杀人般的眼神 警号立刻改口道 嗯 真的 老大是不会骗我的 沉默了片刻又说道 老天个压压的 这个女人是谁 这么厉害 只不过 她干嘛要走吗 叶飘灵摇了摇头说道 我不知道 反正她就是走了 那块魔精也变成了粉末 现在就算杀了我 我也拿不出那魔精 警号又一脸愤然地说道 哼 老天个压压的 要是我就算有魔精 也不会给任何人 因为那是我经过 拼死战斗得来的 凭什么给他们 哼 叶飘灵深深地叹了口气 没有说话 她不是不想说 而是无话可说 因为她不知道 给如何解释人 心中的想法 漠然之间 叶飘灵忽然对人族 产生了一种悲哀 人类要是在这样 肆无忌缠地生存下去 必定会引起众目 因为世界上并非只有人族 像东方 除了人族 还有昆仑妖族 幽冥鬼族 东海龙族 西域叶叉 峨眉仙派等等 虽然峨眉仙派 元属人族 但是由于实力已尽于仙 所以他们将自己化为了仙类 不归尘是人族所管 在西方 则有暗黑血族 凶悍兽族 亡灵族 精灵族 龙族 不管是哪个种族 其实力都不比人族差 祝 不管是东方的龙族 还是西方的龙族 都不是传说中的天龙 因为天龙随着众神的消失 也已经没了踪影 就在叶飘灵暗自唏嘘之际 却忽闻一阵打斗声 越来越近 连忙一个翻身坐起身来 与锦浩一起 精神紧绷地环视着四周 不多时 一个曼妙的身影 向这边急跑来 从那一头金灿的长发叶飘灵 就已经猜出来人是谁啊 除了艾瑟 再也没有别人 不过从他那跌跌撞撞的脚步 可以看出 艾瑟已经受了不轻的内伤 艾瑟 见到受伤的艾瑟 叶飘灵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 艾瑟吃力地看向这边 美好气道 死僵尸 你害死我了 说着 脚下又是一个亮腔 险些跌倒 艾飘灵惊讶地看着艾瑟 问道 你怎么了 谁竟然把你伤成这样 艾瑟一手扯着 叶飘灵虚弱地叫道 快走啊 对方都是东方舞者 实力很强的 当他们知道我和你认识 就忽然对我出手了 我没有防备 就被伤了 快走 他们追上来了 艾飘灵抬头看向 同样是一脸紧张的锦号 锦号点头道 他们的确是东方舞者 其中有一个 已经是神武高阶的修为 仅差一步之遥 就可以达到龙武境界 很是厉害啊 艾飘灵对东方舞者不是很了解 在锦号的述说下 才对东方舞者 有了个大概的认识 东方舞者一共有五重境界 分别为体武 义武 神武 龙武 天武 据说曾经有人冲破了天武之境 达到了传说中的真武之境 但可惜的是无人证实 顾名思义 体武 战体出城 武道之始 义武 体随一动 真气东来 神武 真气连体 神武初开 龙武 剑气出体 宛若狂龙 天武 武道之强 我一破天 只要达到了天武高阶的修为 那就可以武破虚空而去 再武挂脸陈世 在城市中神武之境 已经算是一个高手中的高手了 更何况是一个 即将踏入龙武之境的舞者 叶飘灵现在虽然是跳江中阶 但对上神武高阶的东方舞者 也不一定能讨到便宜 再加上对方还不止一个人 叶飘灵心思急转 扭头看见了身旁的小胡 眼前忽然一亮 那些来自远古的布局者 在将城市当作一盘棋局时 却不知道在自己上方 却有一股力量 在压制了他们几身 这种力量就是 在小胡旁 几名手持力剑的东方舞者 东张西望 却不见半点人影 其中一人顿时骂骂咧咧道 那只死狐妖 下次不要让老子遇见 否则扒了你的狐狸屁 而在小湖水底下 锦浩听到那舞者的叫骂后 险些跳上岸 狂扁那舞者一顿 但是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冲动 锦浩只是双眼射出两道愤怒的目光 再也没有什么反应 叶飘灵此刻也环抱着艾瑟 现在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候 叶飘灵也顾不上什么魅数 什么吸血鬼之类了 只想着 如何能逃过这一劫 艾瑟现在低着头 不过之前受伤的虚弱模样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只见他两只眼珠转了转 记上心来 就在几名舞者查询一番无果 准备返回时 却忽然听到平静的小湖中 传来数声水泡声 在寂静的夜晚 显得格外清晰 原来是湖下的艾瑟 忽然一张口 竟然枪水了 叶飘灵当场吓了一跳 只不过他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已经被算计了 连忙扶着艾瑟 向湖面窜去 他们在水点 一名舞者惊叫出声 同时手中的利剑 便已挥出一道犀利的剑气 小湖的平静 顿时被打破了 剑气掀起一大片的水浪 在月光下 宛如一大块碧绿的翡翠 被摔得粉碎 水气缭绕中 净透出丝丝梦幻之感 水花四剑中 夜飘零破水而出 又带起一层水浪 同时一记图神手破空拍来 几名舞者骇然色变 纷纷躲避 轰 得一声巨响 巨大的着影 狠狠地拍中了地面 顿时尘土飞扬 碎石四剑 大地似乎都在微微颤抖着 趁着数名舞者闪躲之际 夜飘零抱着艾瑟落回地面 对紧随气候的警号喊道 小号 你先带着艾瑟走 我断后 还没等警号说什么 艾瑟便第一个反对道 这怎么行 他们会杀了你的 看着艾瑟眼中的担心 夜飘零没来由的心中意暖 虽然这只吸血鬼 在路上动不动 便用魅术玩弄自己 但是好像并没有伤害过自己 反而在一直帮自己 千年没有感到温情的夜飘零 现在在看艾瑟时 竟有种莫名的心动 呼 夜飘零甩了甩头 自己现在还乱想些什么呀 他是吸血鬼 夜飘零心中大喊了一声 对还在发愣的警号叫道 小号 愣着干嘛 快呀 啊 哦 遵命 警号回过神来 连忙应试 他在失眠荒漠时 见识过夜飘零的实力 所以对夜飘零 没有丝毫的担心 拉起艾瑟 便向远处纵去 不要 夜飘零 我不要走 夜飘零 艾瑟不断地挣扎着 警号没有办法扛起艾瑟 便往远方奔去 心中还想着 老大的老婆就是麻烦 什么 夜飘零 你就是夜飘零 一名舞者目瞪口呆地 看着夜飘零 夜飘零在中原 早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 因为有了皇族的宣传 谁不知道 斩杀北荒魔情的夜飘零 谁不知道 手握魔精的夜飘零 修炼之人 谁不想找到夜飘零 将其手中传说中 藏有神秘功法的魔精夺到手 但是这几名舞者想也不敢想 以为天下之大 高手如云 夜飘零手中的这个魔精 天下之人都欲得知 凭自己 就算夺到了魔精 也会被别人追杀 但是现在不同了 夜飘零自己送上门来了 并且周围没有其他修炼者 自己几人夺到了魔精 也不会有人知道 哈哈 真是天助我眼 一名舞者兴奋至极 哈哈大笑起来 继而冲夜飘零说道 夜飘零 没想到你还赶来中原 今晚想活命的话 就将魔精交出来 对 快把魔精交出来 其他五人也是纷纷应和着 十二只眼睛 全部贪婪地盯着夜飘零 仿佛夜飘零是个绝代美女四弟 看着六人那双眼之中的贪婪 夜飘零灵光一闪 忽然笑道 各位大哥 魔精我只有一块 可是 你们有六个人 我该给谁啊 接着笑眯眯地看着六人 一副要看好戏的样子 只要能将这六人的关系挑拨成功 那自己就会 趁他们内斗的时候 突然袭击 只不过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不管你之前算盘打得有多好 凡事总有个意外发生 夜飘零这个想法虽然很好 可是无奈对方也不是六个白痴 就在夜飘零刚刚说出这句话 一个身材彪悍的刀疤脸 便冷笑出声 哈哈 夜飘零 我说你能不能换点新鲜的离间计 你以为我们六弟兄之间的感情 就那么的不堪一击吗 刀疤脸说着 扭头看向自己身边那个身穿灰袍 年过半百的中年舞者道 大哥 我看这小子 也不会交出魔精的 我们就不要和他废话了 直接杀了他 拿过魔精就好了 中年舞者略微私存了一下 对夜飘零说道 夜兄弟 大家都是修炼之人 何必要为一块魔精大打出手呢 要不这样 你将魔精中的心法告于我们 我们就绝不会再为难你的 你看如何 夜飘零心中将那个刀疤脸 已经问候了不下百遍 当听到中年舞者的话时 心中也是狠狠地鄙视了一把 开口说道 不瞒各位 魔精已经丢失了 反正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能走就会走 不走就开打 夜飘零现在也是无所畏惧 自己正愁没有人为自己 现在正好没人 就算吸 这些人也没有人知道 就算有人知道了 也是他们先惹自己的 夜飘零暗自打量了一下这六人 如果将他们的精血与元气吸收后自己的实力 又会增长不少吧 毕竟有一人的修为已经到了神武高阶 体内真气定然精纯 刀疤脸这时又说道 大哥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这小子是不会将魔精乖乖叫出来的 还得要我们亲自上前去取啊 中年舞者 此刻也是冷下脸来 手中利剑 发出一声响亮的剑鸣 在月光下泛起悠悠森光 只听中年舞者冷声道 既然夜兄弟如此的不识时误 那就休怪我们无情了 说着手中利剑一挥 一道无形剑气 顿时破空而出 只卷夜飘零 夜飘零也不敢大意 身形暴退之下 右手斜屁而下 一道湿气从指尖激荡而出 与剑气撞在一起 双双化解 一道冲击波四卷而出 将原本平静的湖面 荡起了朵朵水花 在月光下 也是别有一番看透 但是夜飘零此刻 却无心欣赏这等美景 毕竟在他面前的是六名东方舞者 其中一名只差一步之遥 就会到达龙武境界 实力当真脱俗 自己的僵尸体质虽然霸道 但是在武者强横的体术 与真气的双重威胁下 也是不占丝毫上风 夜飘零右手乌光一现 战刀赫然在手 紧握着手中的战刀 夜飘零才稍稍心安 在战斗中 最值得信赖的 只有战斗者手中的武器 只有自己手中的武器 不会骗自己 会永远地为自己而战 看着夜飘零手中握刀 六名武者没有迟疑 全部持刃而上 月光在几人手中 寒刃的映衬下 似乎也显得愈加惨淡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夜飘零眯眼看着 来势汹汹杀气四溢的六人 手中战刀微微转动 冷声道 你们这些贪欲之人 如何配当修炼之人 今晚我便将你们 统统送往幽明回过 夜飘零忽然大吼一声 手中战刀似挥而来 冲进了六人的包围圈 黑夜所独属的寂静被打破了 六人一师在小湖旁混战一团 真气与湿气 互相纠缠着撕扯着 战刀与利剑 携带着灵力进风呼啸而至 一时之间 小湖被气静 搅得汹涌澎湃 湖中的鱼虾 吓得四处逃散 夜飘零此刻手中战刀大开大合 刀法凶猛霸道之极 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就在夜飘零蓄力展向面前 这个令自己恨极的刀疤脸时 却被身后的一名武者 一拳轰飞出去 狼狈地重重倒地 周身的湿气一阵跳动 宛如幽冥魔艳一般 六武者此刻站在夜飘零四周 谨慎地看着倒在地上 一动不动的夜飘零 却没有一个人上前 因为在交手的过程中 六人已经知道 夜飘零的实力不凡 一掌之下 绝对不可能重伤他 现在他一动不动 无非是诱敌之法 其实这六人猜得并没有错 夜飘零之所以一动不动 就是为了诱敌深入 但是令他失望了 那六人不仅没有上前 中年舞者却还向自己 批出了一道剑气 夜飘零顿时大怒 看样子 就算是自己真的挂了 也会被对方踩尸 既然如此 那自己也就退无可退了 一声狮吼 自夜飘零口中发出 天地为之失色 夜飘零爬起身 周身湿气突然增强 宛如熊熊魔艳一般 将夜飘零包裹其中 夜飘零眼中射出两道赤芒 气势惊天 看着那六名舞者 也是一阵心惊 不由自主后退束步 但是他们并没有逃跑 原因很简单 魔晶尚未到手 怎可轻言放弃 殊不知 自己面前的这个对手 不是什么舞者 而是曾经令整个修炼界 为之色变的僵尸 一股磅礴大力 以夜飘零为中心 向四方狂卷而去 一名舞者 顿时被距离先退数米之远 刀疤脸看了一眼 后退的青年舞者 说道 六弟 你修为过弱 还是在一旁看着吧 六弟想了一会儿 抽身而退 夜飘零手中战刀 激发出数丈长的乌黑刀芒 其间夹杂有丝丝赤红 无形之中 给人一股死气森然的感觉 夜飘零此刻 只觉得心中杀意滔天 对杀戮有了一种莫名的渴望 不由再次仰天大吼一声 升阵九天 宛如一个来自洪荒的远古凶神一般 令人可畏 巨大的笑音 惊动了当地周围不少的修炼之人 纷纷向这边赶来 刀疤脸 看着气势惊人的夜飘零 第一个持剑杀来 夜飘零看着面目猙獰的刀疤脸 残忍的一笑 战刀狂舞而出 刀芒似药 狂暴的波动 顿时再次笼罩了这片土地 刀疤脸感知到 这股力量的可怕 顿时大惊失色 因为在刚才夜飘零并没有显露出如此强横的实力 啊 刀疤脸一声惨叫 身子翻滚着便从黑雾中倒飞了出来 中年舞者大吃一惊 立刻飞身上 接住刀疤脸 在六人中除了自己 就是刀疤脸的实力最强 但是自己也不可能在一个照面将刀疤脸打飞 可是面前的这个青年却做到了 夜飘零成功击退一人 没有任何的停留 手中战刀刀芒大胜 宛若破天魔艳直杀而来 几名舞者大惊立刻举剑相迎 混战再次展开 夜飘零并没有傻到 以一己之力博仲家之功的地步 这次杀来夜飘零 主要是攻击那名中年舞者 因为他已经看出来了 这六人中实力最强的 就要数这中年舞者了 那也就是说 想到这里 夜飘零心中便忍不住一阵澎湃 终于遇见了一个真正的人族高手 这次怎么说 也要拼命向搏了 夜飘零手中战刀大开大合 对抗五名东方舞者 一时间失气 真气到处肆虐 狂暴的劲气四处汹涌 发出阵阵沉闷的交集声 五人越战越心惊 因为知道 现在他们还没有办法将夜飘零压制 夜飘零反而是越战越勇 五人相视一眼 齐聚功力 真气一波接着一波卷向夜飘零 说不尽的凶险 夜飘零面对杀气四处的真气 不慌不忙 手中战刀一旋 一道道斥烈的刀芒破空而出 宛若数条乌黑的怒龙一般 微荡八方 势不可挡 顿时便将五人看似磅礴的真气 冲击得四零八落 五人心中暗吃一惊 中年舞者沉喝一声 身形不退反镜 一掌直拍夜飘零头部 可谓狠极恶极 全心想取夜飘零的性命 夜飘零立刻蓄力 同样一掌拍出 轰 得一声闷响 夜飘零与中年舞者 俱是身形一颤 连退数十步 而夜飘零 只觉一股霸道的真气 窜入自己体内 将自己体内的湿气 搅得一团糟 不由得心中大惊 而那中年舞者 此刻也不好受 因为他一直将对方 当作东方舞者 以为对方的力量为真气 但是在一掌之下 他发现自己错了 那黑色雾气 根本不是什么真气 但具体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 打死他 他也不会想到是湿气 毕竟现在的僵尸 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更何况是夜飘零 这个拥有神志的 高阶僵尸呢 大家快上 我已经将 他的体内的力量打乱 中年舞者吃力地 喊了一声 便立刻坐地 开始运转真气疗伤 其他四人相识一眼 一起持剑杀来 刀疤脸此刻 对夜飘零充满了恨意 所以一上来 便是致命很招 道道真气透体而出 夜飘零正想催动 湿气相迎 却意外地发现 自己体内的湿气 竟然正被那道 窜入体内的真气牵制 竟然无法运转 骇然之下 夜飘零只能被动地 闪向一旁 都怪自己的刚才太大意 才会被那中中年舞者 有机可衬 哄 得一声巨响 灵力的真气击中地面 顿时吐时蹦践 一个深达五米的大坑 出现在夜飘零眼前 夜飘零刚站稳身 刀疤脸便以席致面前 手中利剑 带着重重剑气 直刺夜飘零胸膛 夜飘零心中叫苦不迭 手中战刀勉强举起 挡住了杀气腾腾的利剑 但仍被利剑蕴含的距离 先飞出去 将一棵古树拦腰撞断 见夜飘零已是强弩之末 刚才推出战局的舞者 此刻也持刀而来 越过几人头顶 只砍夜飘零 看着面目猙獰的舞者 夜飘零心中的杀意暴涨 怒吓一声 手中战刀狂扫而出 赤裂的刀芒呼啸而出 将那舞者迎空拦腰砍断 鲜血顿时将夜飘零浇透 使他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 从地狱爬出的浴血修罗 啊 那名舞者惨嚎一声 半截身子掉落在地 双手还在绝望地挥舞着 表情因为疼痛而急剧扭曲 夜飘零没有停下来 上前一步 手中战刀直刺而下 将这人的头颅 死死地定在了地面上 舞者的身子 顷刻停止了挣扎 夜飘零淡掉这名舞者后 终于无力地坐在地面上 体内的真气已经被湿气吞噬了 只不过 自己现在的力量 却已消耗了多半 他现在才知道 不管对手是谁 都不要大意 否则自己将会死得很惨 就像刚才自己还站进上风 可转眼之间 自己就成了带宰的羔羊 六弟 几人终于才震惊中清醒过来 顿时发出阵阵悲叫 看着满面悲愤的几人 夜飘零冷笑道 人为财死鸟为失望 你们不惹我 我也不可能如此狠了 这一切皆是你们自找的 我要你死 刀疤脸此刻似乎陷入了疯狂 手中力剑剑气大胜 一股浩荡的距离 随着无间不摧的剑气席向夜飘零 夜飘零也不是傻子坐在那里等他砍 急忙举起战刀抵挡 但无奈施气无法调动 还是被剑气击中 狼狈的后滑术石杖 在地面上撞出一道沟壑 刀疤脸没有犹豫 手中力剑再次狂舞而来 璀碳的犀利剑气 宛如惊涛骇浪一般 卷向夜飘零 就在夜飘零准备抵挡之时 天边忽然现出一片血盲 血盲瞬间淹没了刀疤脸 冷光一闪 刀疤脸的头颅 便从血盲中抛飞出去 圆征的双眼中 竟是惊恐与不甘 夜飘零正欲起身 却忽觉胸部一凉 大惊之下低头一看 只见一把发着赤红光芒的短刀 贯穿了自己的身体 体内的湿气 随着这伤口在快速地流失着 夜飘零艰难地抬起头 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 这张熟悉的面孔 当看到对方眼中那一抹冷酷后 夜飘零只感到自己的心似乎碎了 吃力道 竟然是你 夜飘零看着眼前这张 冷艳绝伦的清晨眉脸 只感到自己刚刚复活的心 再次被无情地割碎了 眼前这个用短刀 将自己刺穿的不是别人 正是艾瑟 为什么 夜飘零绝望地看着眼神冰冷的艾瑟 艾瑟只是冷冷一笑 看着夜飘零那剑若无力的身体 起身对夜飘零说道 东方有句古话 叫做木秀鱼灵 封闭催之 没办法 你太优秀了 同时也太恐怖了 这就是你的致命点 哈哈 艾瑟忽然狂笑两声 拿起脚下的黑色战刀 眼中闪动着贪婪的神色 喃喃道 终于到手了 接着 将手中的战刀搭在夜飘零脖子上 冷声道 夜飘零 快告诉我 那块魔巾在哪 看着艾瑟冰冷的眼神 夜飘零不由想起了之前艾瑟尔眼中 那对自己的关心之色 忽然觉得自己好傻 被无形中骗了个彻彻底底 不由轻笑出声 继而仰天狂笑 看得艾瑟尔不由眉头紧皱 正欲说话 却忽闻远方传来阵阵破空之音 知道有人来了 于是没有多留 连忙再刺了夜飘零一刀 看着夜飘零倒地 才匆匆向远方纵去 就在艾瑟尔刚刚离去 一个银发青年 便从暗处窜出 背起已经濒临死尽的 夜飘零跃向远方 继而便有大批修炼之人落到地面 看到眼前的几具无头尸体 也是微微色变 景浩背着不省人似的夜飘零 趁着夜色窜出了城镇 来到郊外河旁的一间小屋前 上前敲了敲门 不一会儿 只听得咯吱 一声门便被打开了 一个小女孩探出头来 一双灵动的大眼眨了眨 当看到景浩背上的夜飘零时 不由吓了一跳 稚嫩的童鹰夹杂中 嘶嘶惊恐 景浩哥哥 死 死人 景浩进了屋 将夜飘零放在床上道 林宇别乱说话 快去门口守着 如果有人来 就咳嗽两声 哦 小林宇乖巧地点了点头 又颇为好奇地 看了看夜飘零 转身向门口走去 景浩看着已如死尸一般的夜飘零 暗自叫道 老大呀 你可不要死啊 你不是僵尸吗 僵尸哪有这么容易就死掉的啊 说着 景浩双手运出一股诡异的妖力 暗在夜飘零 已经支离破碎的胸口上 但是胸口 还是不断地溢出湿气 景浩急了 再这样下去 夜飘零真的就完蛋了 就在景浩干着急的时候 小林宇的脑袋 却从门外探了进来 说道 哥哥 你不是天生就可以操控五行的力量吗 五行可造万物 当然就会修复万物 你干嘛不用五行的力量呢 林宇的一番话 使得景浩恍然大悟 景浩没敢再耽搁 马上闭眼蓄力 寝客之间 在他周身便闪起了五色神光 五条诡异的光带 宛如五条灵蛇 从他胸前探出 四处张望了一下 便伸向夜飘零 将夜飘零缓缓缠绕起来 开始用五行的力量 修复夜飘零的尸身 但是众所周知 僵尸是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的 所以 五行力量是不会容纳僵尸的 他们只会攻击僵尸 而不会治疗僵尸 当景浩想起这一点时 顿时颓然地坐下身去 双目失神地自语道 完了 压压的 我这个第一个老大 就这样完了 妈的 那个死贱人 竟然暗算我们 看着坐在地上 喃喃自语的景浩 林宇从门外脚步 满山地跑了进来 看了看景浩 又看了看夜飘零 歪着小脑袋想了想 忽然说道 哥哥 要不我们把他 带到昆仑山上去吧 找爷爷帮忙 景浩抬起头 不以为然道 我说小妹 你能不能出点靠谱的主意啊 找那老头 那老头见我带一个僵尸回山 还不得找我拼命啊 只不过景浩眼珠一转 斜眼看了看 一脸天真的林宇 嘿嘿一笑 说道 除非吗 当看到景浩面上那一丝坏笑时 林宇立刻连退束步 一张宛如粉雕玉珠的小脸上 布满了警惕之色 他从小和这个狐狸哥哥玩到大 对这个狐狸哥哥的表情 最熟悉不过了 只要是 露出这幅表情 就是一定对自己没好处 顿时问道 哥哥 你又想干嘛 景浩嘿嘿笑道 林宇啊 你说咱兄妹俩的关系好不好 林宇一双大眼眨了眨 继而天真的点了点头 真嫩的说道 好 景浩又呵呵笑道 那一会儿 上山你就去跟爷爷说 这个僵尸是你带上去的 怎么样 啊 哥哥 你又让我背黑锅 上次偷逃的事情就是我背的 这次又是我 说着 林宇委屈的扁了扁嘴 一副要哭的样子 那模样 真的令人恋爱不已 景浩走到林宇面前说道 林宇啊 爷爷最疼的就是你了 再说了 咱们昆仑山是东方的古圣地之一 当然要用不爱的态度对待众生 知道吗 刚才要不是这位僵尸大哥 哥哥我早已经被做成虎皮大衣了 正所谓知恩图报 经过景浩的一番苦口婆心的教导 小林宇这才答应了景浩的要求 见到林宇点头后景浩才长舒了一口气 摇身一遍画出了自己的原形 乃是一只身长达五米的巨大银弧 扭头对 宇说道 林宇 上 接着 五行光带伸出 将叶飘零卷了起来 纵身破开屋顶 宛若一道银色流星 向远方快速顿去 艾斯尔此刻在一家客栈的房间里 细细地抚摸着手中的黑色战刀 双手将战刀举起 兴奋地自语道 真是好刀啊 哈 只不过滑稽的是 这把刀和艾斯尔的个头 差不了多少 艾斯尔此刻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 就是手中的这把刀 却为自己带来了被人一计秒杀的下场 昆仑山 又称昆仑 华夏第一神山 万祖之山 昆仑丘或玉山 在《山海经》中有记载 西海之南 流沙之冰 赤水之后 黑水之前 有大山 名曰昆仑之丘 有神 人面虎身 有文有尾 皆白 楚之 其下有弱水之渊还之 其外有炎火之山 头雾折然 有人戴圣 胡齿 有鲍尾 学处 名曰西王母 此山万物尽有 又曰 海内昆仑之虚 在西北 地之下都 昆仑之虚 方八百里 高万刃 上有墓河 长五巡 大五围 而有九景 以玉为侃 面有九门 门有开明授手之 百神之所在 在八渔之言 赤水之计 非人亦莫能上纲之言 这里所说的神 就是西王母 但是现如今 西王母也不见了踪影 待在仙界俯视众生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自从众神消失后 什么都改变了 就连仙人也变了 在一处山谷外 景浩盘坐在一块巨石上 叼着草根仰望天际 灿烂的阳光 将山中的万物 映衬得生机勃勃 美丽自意绽放 真如人间仙境一般 祥和 安宁 没有尘世间的喧哗 更没有世人之间的那种猜疑 勾心斗角 不多时 小林雨哭着一张小脸 从山谷中走出 见林雨一脸的摔样 景浩不由微微一愣 急忙从石块上跳了下来 问道 林雨怎么了 那 老头骂你了 林雨低着头 默默地摇了摇头 景浩一阵不解 又问道 那你干嘛拉着一张脸啊 林雨抬起头看着景浩 说道 爷爷说 我们送来的有点晚了 那僵尸要是挺不过今晚就 就会完蛋的 什么 景浩惊叫出声 吓得他身旁的一只小白兔 惊慌地抬起头四处打亮 发现没有危险时 颇为埋怨地看了景浩一眼 又懒洋洋地躺下身子 雪白的绒毛 在阳光下反射出灿烂的光芒 林雨坐在草丛中 抱起身边的小白兔 沉默不语 小脸上满是担忧 景浩连忙问道 怎么会这样啊 僵尸不是都很强悍吗 怎么会这么容易就死掉呢 更何况 还是他那个千年 说到这里 景浩急紧地闭上嘴巴 见林雨没有反应 才又问道 那老头有没有说治疗的办法 林雨缓缓地摇了摇头 说道 没有 爷爷只是说他尽力吧 至于能不能活下来 就看他僵尸的造化了 对了哥哥 造化是什么东西 造化 景浩一愣 但是他现在哪有闲功夫 像这种事情 于是说道 那个老树精 整天满嘴放屁 谁知道这造化是什么玩意 林雨连忙做了个虚的手势 颇为认真道 哥哥小声点 爷爷最讨厌有人 叫他老树精了 上次你不是叫了一句 才被倒挂一个时辰的吗 不会又忘了吧 嗯 景浩挠了挠脑袋 嘟囔道 老大 这次全凭你的本事了 林雨抱着小兔 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却忽然眼前一亮 神秘兮兮道 对了哥哥 我刚才还听到爷爷和那头老牛 在谈什么 北荒出现图村事件 哎 还是我们这里好 你说是不是呢 小雨 林雨挠着怀中的小白兔 哦 这个事情啊 哥哥早就听说了 景浩拔了灯草说道 这是在城市已经传遍了 不仅是在北荒 就在西域也出现了 林雨文言 一下子来了兴趣 连忙摇着景浩的胳膊说道 哥哥说给我听听 我问爷爷他还不告诉我 哥哥你就说给我听吗 景浩平时 其实挺宠着自己的这个小妹 对他的要求 几乎是无所不应 现在当然也不例外 想了片刻开口说道 我在城市游走时 曾听到许多修炼者 谈论这件事情 在北荒 已经有四个小山村被图村了 西域还有 据说这事是敖姓施家干的 只不过现在还未证实 林雨又皱起小眉头 说道 那些人好坏哦 干嘛要图村啊 景浩抚摸着林雨的脑袋 宠溺地笑道 林雨 你还小 不知道城市间的人心 有多么的黑暗 如今大道世界已去 不知道人事将会不向何方 林雨似懂非懂地 看着自己的狐狸哥哥 暗自嘟囔道 好深哦 景浩呵呵笑道 给你说了你还小 咱们趁着那老混蛋不在 去偷他的桃 不去不去 你又会让我背黑锅 稚嫩的铜音在山谷中响起 别怕 这次哥哥护着你 真的 真的 好 我们去偷逃了 林雨欢快着向前蹦去 艾瑟尔此刻手握黑色战刀 跃至群山之上 谨慎地看了看四周 确定没人后 才兴奋地对着山中的巨石乱砍一番 刀芒如风 黑色战刀 斜着无间不摧的进风四处激荡 刀锋锁到之处 巨石皆碎 尘土四扬 煞事惊人 哈哈 艾瑟尔看着手中的战刀 再一次地感到了 刀中所蕴含的强势威力 不由南南道 你究竟是一把怎样的刀呢 就在艾瑟尔得意忘形之际 一个高大的身影 却凭空出现在其身后的巨石上 由于夜色太暗 看不清来人的真实面容 但是那两道冰寒刺骨的目光 却穿透了黑暗 紧紧盯着艾瑟尔背后 仿佛是两把利剑一般 令人望而生畏 嗯 艾瑟尔眼中寒光一闪 颜尾警惕地扫向身后 语气低沉道 朋友 怎么个意思 说明白 高大男子冷冷一笑 说道 放下你不该碰的东西 赶快走人吧 东大路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艾瑟尔缓缓转过身去 但看到男子的第一眼时 眉头微微一皱 因为他 感到了男子身上 那一股无形的庞大气势 就像是一个魔神 令自己竟然产生一种 无法抗拒的无力感 艾瑟尔握紧了手中的战刀 撞胆道 你是什么人啊 竟然如此口出狂言 找死 说着 周身爆出一团血雾 宛如一片血海 在其周身汹涌澎湃 一股滔天血气弥漫四方 透着无尽的杀意 令四周的不少山石 顷刻崩碎 粉末饲养 侯爵气的吸血鬼 也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存在 只不过面对这个吸血鬼 神秘男子只是冷冷一笑 说道 强者永远是强者 蝼蚁永远是蝼蚁 西方的势力在东方 简直是不堪一击 什么 你这个混蛋 听到男子那颇为不屑的言语后 艾瑟尔彻底被激怒了 尖声叫道 去死 说着手持战刀 化身一道血芒冲向高空 竟然手中战刀 吞吐出一道三丈长的璀璨血芒 使原本就不小的刀身 显得更加庞大 更加具有威慑力 看着呼啸劈开的战刀 男子眼中寒光一灵 接着便被耀眼的血光淹没了 哄 一声惊天大响 巨大的战刀将巨石劈得粉碎 去世不检后 狠狠地砸中地面 顿时地动山摇 碎石四剑 漫天的沉默飞扬 山地中多出了一道长达十丈 深达五丈的沟壑 边缘处布满了巨大的裂缝 碎石如雨点一般地 从空中落下 艾瑟尔双眼中 射出两道血红的光芒 嘴角更是浮出一丝残忍的冷笑 喃喃自语道 哼哼 从今以后 我艾瑟尔便是修炼界 新一代中的第一人 嗯 话还没有说完 一团血雾便从艾瑟尔胸部爆开 一双寒光四溢的眼睛 出现在艾瑟尔身后 同时一句冷语响起 五百年前 我可以将你们稀土踏在脚下 五百年后 我依然可以俯视你们稀土众生 碰 得一声闷响 血肉横飞 尸块四射 仅仅一个瞬间 艾瑟尔便被这个神秘男子碎尸 真割得死无全尸 而艾瑟尔手中的黑色战刀 此刻也到了男子手中 看着手中的战刀 男子的嘴角 浮出了一丝完美的弧度 老朋友 我们又见面了 你最终还是属于我无断风的 哈哈哈哈 幽深寂静的山谷中 传出一阵浑厚的笑声 惊起一片真情四散逃走 此刻的东土修炼界 名声最望者 恐怕非艾瑟零莫属了 虽然艾瑟零没有在中原地区高调亮相 但是却有知情者吐露出了他的行踪 现在已经有不少人知道了 这个魔晶拥有者 已经来到了中原地带 不少前往北荒的修炼者 又折返中原 展开了大范围的搜捕 朝廷如此 修炼界亦是如此 谁都想得到魔晶 但是在得到的同时 必须要失去 有些时候失去的 会是自己的性命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之间 已是半月匆匆流逝 而叶飘零 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似的 无影无踪 任凭世间绝第三尺 也没有发现他的任何踪迹 而在这一段时间 又有一种说法 在修炼界中流传开来 那就是叶飘零并非人生 而是僵尸 这一消息 宛如一颗重磅炸弹 在修炼界炸开 不仅是东土大为震惊 就连稀土也是惶惶不安 僵尸意味着什么 他们就是毁灭 他们就是死亡 想当初的某个时代 师族一出 万族皆退 能有谁可以与师族一较高下 但是随着四大师族的消失 僵尸一族渐渐没落 再经过两次的灭尸之战 可以说 现在的世界 除了师家手中的那些所谓的僵尸 真正的师族 已经销声匿迹了 没想到 现在竟然又蹦出个僵尸 这令修炼界很是难以接受 有时候传说是不可信的 当初四大师族只是失踪 而传说至今 四大师族 已经从传说中的消失 改为了灭亡 仅仅两个字的不同 便令整个传说的意思大为改变 而后续者更是不时 竟将毁灭 师族的光环 套在了三皇五帝的身上 无形之中 神族与师族 似乎成了两个对立的势力 呼 叶飘灵常常舒了一口气 缓缓睁开双眼 看了看头顶的炎阳 缓缓说道 看来今天的天气 很是不错呀 说着起身 舒展了一下腰肢 叶飘灵 此刻身处谷底 站在谷中环顾四周 雄风俊丽 麒麟矮矮 云睁雾腾 修竹婉立 静松挺拔 远处山泉明鉴 谢玉几时 天籁动人 近处绿叶似锦 清润异常 更有枝头繁花 清媚宜人 迎面鬼斧神宫的 巍峨山崖间有飞铺三千 宛若白龙 凌空破玉飞泻而下 水声喧闹 隐隐可闻 叶飘灵看着眼前美景 不禁神清气爽 抬不来到小湖旁 仰面看向 从笔直断崖冲击而下的 欲练飞铺 忽然之间又长斜出 指尖激荡出一道 百米长的黑亮气刃 竟将飞铺一分为二 好不霸道 啪啪啪 几声清脆的掌声 从叶飘灵身后传来 叶飘灵心中一动 气任收敛而回 飞铺又重回正常 叶飘灵转身 看向这个身穿绿袍 面慈慕善的白发老人 鞠躬行礼道 神木前辈 名为神木的老人 呵呵笑道 不必拘礼 这里是昆仑 不是尘世 这些庸俗的礼节 不要也罢 叶飘灵微微笑道 前辈说的是 晚辈谨记 神木与叶飘灵 坐在湖旁交谈甚欢 瀑布闹声 虽大 但以二人修为不足为律 看着眼前这个 对自己毫无敌意的老人 叶飘灵又想起了 自己刚刚苏醒时的情形 说起来 自己的这一条命 全依赖这位老人 才得以保全 不仅用仙草灵芝 治好了自己的伤 还淬炼了自己的尸身 净化了自己的尸气 提高了自己的修为 可谓收一波风 当叶飘灵问老人 为什么感冒着天下之大 不畏救自己时 神木只说了一句话 不为什么 为了将来 神木这一句令人费解的话 却让夜飘零 有了一种奇怪的预感 但具体是什么 自己却完全触摸不到 飞扑之下 小湖湖水荡漾 浪动波窑 云辽雾绕 更有彩虹横跨两旁 仰面望去 隐约可见 风顶白雪挨挨 银庄素果 鲜云四绕 好生甜静 湖边鲜花盛开 蓬勃生长 美丽自艺绽放 处处洋溢着喜悦 好一处人间仙境 神木赞赏地 看着身旁的这个青年 说道 看来你的破天旨 又精进不守 想必在不久的将来 失足之威 必将重现人世 夜飘零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问道 前辈 为何失足今日会如此落魄 难道仅仅是因为失足的强大 引起了外界的顾虑吗 神木眯眼看向远方 楠楠说道 那是一个遥远的时代 也是一个被战乱 黑暗 鲜血笼罩的恐怖时代 谁也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 四大失足 就是在那个时代无故失踪 是生世死无人得知 接着修炼界大肆捕杀失足 所有失足都不会逃开 夜飘零默然地低下头 一脸怅然道 难道世间 真的只有我一个僵尸了吗 真不知道 是该感到荣幸 还是该感到悲哀 不会的 神木摇头否认了夜飘零的话 夜飘零不解地看向神木 却见神木一脸正色道 当初的失足强横无比 怎会可能被全部杀死 在失足中 除了无法超越的四大失足 还有很多拥有不死失身的恐怖存在 对他们只能是封印 封印 夜飘零眼中一亮 急忙问道 前辈的意思是 还有失足强者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那是不是 只要能破开封印 那些失足强者 就会重归于世 强 神木苦笑地摇了摇头 说道 那些家伙 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强就能概括的 要是将他们放出来 那么尘世必将大乱 就连仙界也不可避免 为什么 夜飘零听得如坠云雾 而神木只是微微一笑 起身道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说完独自一人转身离去 只留下了一脸发呆的夜飘零 直觉告诉夜飘零 神木一定知道某些不为人知的惊天大事 可是就是不告诉自己 它有什么难处吗 想想也是 一个活了几千年的老树精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一些大事呢 昆仑山不愧是东方第一神山 山中奇珍异兽频繁出没 奇珍异果 更是比比皆是 引得灵气缭绕 一片祥和 夜飘零总喜欢待在奇珍异果 数不胜数的真果园内修炼 因为那里灵气异常丰富 僵尸本就是最喜爱灵气的修炼者 僵尸之所以吸血 是因为尘世间灵气越来越少 而僵尸修炼 需要大量的灵气 在天地灵气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时 僵尸便将眼光投向了人类 因为人类乃万物之灵 所以其精血蕴含着大量的灵气 当然成了低阶僵尸的最爱 高阶僵尸大多都是不吸血的 因为它们 已经可以引导自己体内的尸气进行修炼 并且拥有神智 可以克制自己的欲望 一日 叶飘灵正在屋内看着窗外的景象发呆 却见警号慌慌张张地从门外跑了进来 口中叫道 哇 哇 完了完了 叶飘灵不解地看着 如同遇见猎狗一般的狐妖 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警号歪着头想了一会儿 忽然说道 哦 想起来了 尘世出现恐怖大亨了 南疆 世家重地被打开了 你在说些什么啊 什么恐怖大亨 什么世家重地的 叶飘灵听得是一头雾水 警号开口欲言 谁知一阵稚嫩的铜音响起 哇 老头们要封山了 哥哥 我们出不去了 哇 紧接着 一个娇小的身影跑进房间 正是小铃鱼 叶飘灵呆若目击地 看着这两个神经之般的兄妹 头痛地敲了敲脑袋 只不过 心中却感到了丝丝震惊 恐怖大亨 世家重地 封山 这些事连在一起的话 叶飘灵就敢肯定 尘世间一定发生了什么 可能究竟是什么 竟然能让昆仑这样的古老势力封山 这让叶飘灵很是不解 大汉国地处东大陆东南部 但由于跨地域面积大 所以国内的气候有明显的差异 就是东南多于湿润 而西北气候 却是以少与干旱为主 南疆与北荒这两个地方的气候 就是完全对立的 就像是一对反义瓷式的 如果说叶飘灵 使北荒变为了世人的焦点 那么 由于叶飘灵的失踪 依据古诗的出现 却将南疆变为了世人眼中的 有一个焦点 此刻南疆的诸多大城 流动人口暴增 各家客栈酒楼的生意 也是异常兴隆 几乎家家爆满 这一现象的发生 完全是因为在南疆的武夷山中 人们竟然发现了一处古遗迹 据初步判断 古遗迹的历史 至少在百万年前 如此的漫漫时间长河 也未将这古遗迹埋没 可见其位置之隐秘 但是 吸引众修炼者的 并非是这古遗迹 而是古遗迹中的 一具甘别的古诗 试想一下 遗迹可以保存上百万年的古诗 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从古诗发现至今 瞻仰过其尊容的修炼者不下百人 但都是离奇死亡 其中不缺乏实力超横的修道者 于是再也没有人敢在古诗面前造刺 人们只在古遗迹的外围徘徊 但就是不敢越雷迟一步 生怕自己成为了又一个糊涂蛋 本来有了古诗的威胁 所有的修炼者 不准备待在南疆了 可谁知 古诗就在遗迹被发现的第四天的夜晚 遗迹上空忽然金光万道 霞光灿烂 一道七彩神光 从天而降 笼罩了遗迹 似乎有什么质宝将要出世 所以 众多的修炼者 再次汇聚到了武夷山 准备争夺质宝 细细算来 质宝也就在近期就可出世了 南疆古诗 听完锦浩的叙述 叶飘灵眼前一亮 南南道 这个古诗 会不会就是一具被封印的僵尸呢 如果是的话 那敢不敢把他救出来呢 叶飘灵对那个所谓的什么质宝 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只有这个神秘的南疆古诗 才能引起他的兴趣 看着叶飘灵闪闪发亮的眼睛 锦浩一愣 说道 老大 你不要说你准备去南疆啊 哎 南疆现在铺天盖地的 都是修炼者 其中不乏茅山和鼠山的那些破道 你去可是自投罗网啊 知道现在锦浩 还将叶飘灵刚刚解封之际 将中原那鼠山三道击杀的事情 哼 叶飘灵冷冷一笑 说道 想杀我 那就让他们来吧 早些星恋的这些战绩 没机会试诈 如果他们不长眼 就拿他们开婚 叶飘灵说这话时 双眼突然爆出一团血光 跳江高阶的他 现在很想下山历练 再行突破 锦浩急道 不行啊老大 现在城市已经知道你的僵尸身份了 你现在下去 就是送死啊 什么 叶飘灵吃了一惊 接而皱眉道 怎么会这样 锦浩摇了摇头 说道 这个我也不知道 只不过现在修炼界的确知道你的僵尸身份了 就连西方也知道了 我是谁都没说 不可能是我 老大 会不会是那个吸血鬼干的 老天个压压的 上次要不是中了他的魅属 早就干掉他了 提起上次的事情 锦浩依然是一阵恼火 只不过叶飘灵的神色却是一暗 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对艾瑟尔 的确有那么一丝的怦然心动 只不过以后的是 呵呵 叶飘灵发出阵阵惨笑 不再说话 小林雨这时抱着怀中的黑耳白兔 急急叫道 飘灵哥哥 爷爷他们就要封山了 要是现在不出去 那就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出去了 你要走 在一处青泉旁 神木看着一脸平静的叶飘灵问道 是的前辈 叶飘灵缓缓点了点头 说道 我在昆仑待了这么长时间 打扰了 现在南疆出现了神秘古诗 我想去看看 叶飘灵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将自己的目的说了出来 因为他相信面前的这位老人 哦 果然是为了那个东西啊 神木微微叹息了一声 接着对叶飘灵说道 你想要做的事情 我不拦你 只不过我想告诉你 失足的出现 已经打破了修炼界现有的局面 修炼界现在的平静 已经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很多志强的存在 已经从沉睡中苏醒 想必世间会纷争再起的 南疆的施加重地 不是一处善地 但以你的血印深 应该出不了什么大问题 叶飘灵点了点头 鞠躬道 多谢前辈提醒 晚辈谨记 神木点了点头 又道 不过 老朽想要摆脱叶公子一件事 希望叶公子可以答应 叶飘灵立刻一脸正色道 前辈请讲 只要我叶飘灵能办到的 我一定会拼命办到的 神木呵呵而笑 说道 不需要你拼命 我只是想让你将凌羽带下山去 什么 叶飘灵当时变傻了 带着小凌羽 自己怎么能放心地去南疆呢 说实话 叶飘灵自己去南疆 能不能活着回来 都是两码事 要是带着小凌羽 那更是不变了 万一小凌羽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别说是昆仑了 就是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 想到这里 叶飘灵顿时面露难色 说道 前辈 我这次去的地方 实乃大兄之地 带着凌羽似乎 神木看向远处的雪峰 语气沧桑道 叶公子 你不要小看了凌羽 凌羽这个孩子身上的秘密太多太多 原来凌羽并不是锦浩的亲妹妹 叶飘灵以前一直以为凌羽是只小玄狐 没想到却是一个孤儿 五年前被神木在昆仑山擎天峰顶发现 当时的小凌羽只是一个婴儿 独自躺在厚厚的雪中酣睡 要知道 擎天峰海拔四千余米 峰顶常年被厚厚的积雪覆盖 而凌羽竟然是在哪里被发现的 当时在昆仑妖界 便引起了轩然大波 众妖一致认为 凌羽是天女下凡 便将凌羽抚养成人 神木还清楚地记得 在发现凌羽的时候 凌羽怀中便有一只很小的幼兔 全身雪白 唯独两耳黑亮 那只幼兔 就是陷在凌羽怀中抱着的白兔 而凌羽这个名字 则是因为在发现它的同时 凌羽手中握有三根白亮的羽毛 仔细观察可以看见 每片羽毛上 都有光滑在隐隐流动 至今为止 谁也不知道凌羽的真正来历 但是毫无疑问 这个孩子身上包含了太多的神秘 昆仑不是她的久居之地 难道凌羽那孩子 真的是天女下凡 叶飘凌一脸狐疑地问道 神木摇了摇头 说道 不知道 这个孩子 就像是忽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一样 没有过去 未来也是一个未知数 叶飘凌默然了 虽然神木说了这么多 但是叶飘凌打心底里 依然不希望带着凌羽下山 并不是嫌麻烦 只是她的僵尸身份已经曝光 想杀她的人一定不守 其中不乏有绝世高手 虽然自己已经是跳江高阶的修为 但是比起人类中的某些志强存在 自己还是有些不堪一击的 永远不要小看人类 这是叶飘凌生前就常说的一句话 现在她依然相信 如果人类没有本事的话 不管运气有多好 也不可能成为世界的主宰 俗话有云 人定胜天 由此可以看出 在人类中 有些存在 甚至可以践踏天 这该是何等恐怖的修为 叶飘凌还没有说话 神木却先开口了 我有一种直觉 这个世界将会发生大变动 谁也无法逃掉 而你们 就是为了这场变动而生的 嗯 大变动 前辈 这话 是什么意思 叶飘凌愣愣地问道 哎 神木长叹一声 悠悠说道 来也空 去也空 万物到头中是空 空空相依 空空相生 空则永生 神木说着这些稀奇古怪的话语 最终苦笑道 没想到竟然是这意思 看来我研究了五年是白研究了 竟然是这种意思 哼哼 空空一空 空一则空 哼哼 终于懂了 叶飘凌愣然地看着胡说八道的神木 久久才问道 前 前辈 您怎么了 没事吧 哈哈 我能有什么事呢 哈哈 神木似乎心情大好 朗声笑着拍了拍叶飘凌的肩膀 说道 年轻人 你很棒 你终于让我悟到了真谛 好了 带上淋雨 你可以出山了 老朽要闭关一段时日了 哈哈 空空一空 空一则空 来去接空 空则永生 哈哈 看着大笑而去的神木 叶飘凌一脸困惑地挠头自语道 空空一空 空一则空 什么乱七八糟的 怎么听都像是佛号啊 想不懂 叶飘凌无奈地摇了摇头 便向自己房间走去 告别了景浩 叶飘凌带着小淋雨出了昆仑山 景浩本来想一起 跟出来的 却被昆仑山中的几名老妖主 硬是嫁了回去 只能可怜巴巴地 站在山口 看着叶飘凌与淋雨两人离去了 看着渐渐引入云雾的昆仑珠峰 淋雨抱着白兔小雨 抬头看向叶飘凌天真的问道 飘凌哥哥 你说让景浩哥哥一个人 在山里待上几年 他会变成什么呀 叶飘凌颇为认真的思考了一下 最后笑道 那你就会多一个疯狐哥哥 那就太好了 到时候我就闯祸 然后让景浩哥哥背黑锅 让他也尝尝背黑锅的滋味 你说是不是呢 小雨 淋雨先是欢快地笑着 接着又点着小雨的三角 鼻轻声问着 白兔小雨 仿佛听懂了淋雨的话 蹦到淋雨头顶 唧唧叫个不停 继而直立起身体眺望远处 一双乌黑的眼珠四处乱转 透着一股鬼灵精怪 宛如一个小小人类似的 模样举动煞事可爱 这样的小兽 应该是每一个女生的杀手吧 小雨 你又淘气了 快丢下来 淋雨稚嫩的童鹰 在山路上回荡着 两人一兽 也显得并不是多乏味 叶飘凌此刻抱着淋雨 已经走出了茫茫群山 进入了人类的世界 昆仑山位于中原地带 所以叶飘凌 还有一段路程 才能赶到南疆 如果是叶飘凌一人的话 那她可以昼夜不休息 顶多两天功夫 就可以到达南疆的施加重地 但是现在有了小淋雨 叶飘凌只能是白天赶路 晚上休息 所用的时间 当然也就增加了一倍 第二中午 叶飘凌带着淋雨 来到一家客栈 点了一桌子菜 准备填饱肚子 当然 叶飘凌这只僵尸 是不用填饱肚子的 但淋雨与小雨就不行了 他们毕竟不是僵尸 还是要使人家烟火的 叶飘凌此刻细心地喂着淋雨 而小雨此刻 站在桌面上 直立起身子 用两只毛茸茸的前爪抓住筷子 学着叶飘凌的动作夹菜 但是就是夹不住 眼看到了嘴边的菜 总是会毫不犹豫地去拥抱桌面 气得小雨最后使劲 咬着筷子出气 看得邻座的几名顾客连连发笑 叶飘凌并没有制止小雨的胡闹 因为她听到了 自己身后坐着的顾客说的话 哎 知道吗 就在昨天 南疆发生了一次决斗 你知道其中一人是谁吗 是谁啊 嘿 说出来吓死你啊 是五百年前 鬼才舞者吴段风的后人啊 那简直和吴段风不相上下啊 专打西方啊 只不过东方的也打 就是少点 啊 吴段风的后人 哎呀呀 那一定又是个狠角色吧 可不是吗 一个大魔法师 被他一刀挂掉了 你说恐怖恐怖 不会吧 一刀杀死了一个大魔法师 哇 那太厉害了 哎对了 那人叫什么啊 嗯 这个还都不知道 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啊 叶飘灵此刻已经傻了 因为他知道 吴段风在五百年前就失踪了 那一夜 有两个西方修炼者 戒尸还魂 还把自己当做了吴段风的传人了呢 难道这次吴段风后人正版出来了 看来南疆这次 还真的是群英会萃啊 应该很热闹吧 叶飘灵这样想着 眼中生起了思思好战之意 自己这次去南疆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 真令人期待啊 就在叶飘灵想要离开客栈之际 却见两名女子 款不连连地走进了客栈 两名女子一子一白 一个紫衣雪夫 长发如铺 青丽空灵 美若仙子 一个白衣飘然 亭亭玉丽 眉目如画 秀雅动人 两人皆为人间极品 但是叶飘灵此刻见到漂亮女子 便不由自主地心生警惕 这或许是因为爱瑟尔的缘故吧 使得叶飘灵 对所有的美丽女子 都产生了一股淡淡的敌意 很难再令其动心 就在整座客栈 都在暗自惊呼两女的仙容时 叶飘灵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 扭头看向铃羽 微微一笑 柔声问道 铃羽 吃饱了吗 小铃羽一双大眼 可爱地眨了眨 用力地点点头 饱了 叶飘灵宠溺的一笑 说道 那好 饱了咱们就启程 早一天到南疆 就早一天看热闹 顺便看他那个古诗长什么样子 一听这话 小铃羽便瞪大了眼睛 唯恐天下不乱道 嗯嗯嗯 哥哥说的没错 去看看那个小古诗 说不定还能把他叫醒吗 小铃羽天真的笑着 忽然叫道 呀 小铃呢 小铃怎么不见了 铃羽的一声提醒了叶飘灵 的确 白兔小铃真的不见了 铃羽当场就急了 要知道 小铃可是伴他一起长大的小兽 在铃羽心中 白兔小铃 俨然已经是自己的亲人了 现在小铃忽然失踪 铃羽怎能不急呢 叶飘灵起身四处打量 却见白兔小铃此刻 已经爬上了那两名女子 所在的桌子上 可爱的模样 立刻引起了那两名女子的兴趣 紫衣女子忍不住 伸手摸了摸小铃毛茸茸的脑袋 笑道 这是谁的宠物 好可爱啊 而小铃此刻 竟然目不转睛地 瞪着女子胸前 一双乌溜溜的大眼闪闪发光 白衣女子看得眼嘴而笑 打拒道 姐姐 这小家伙 似乎是个小色狼哦 紫衣女子闻言 翘脸一红 不自觉地收了收胸 但是小铃依然目不转睛地看着 这不禁便是紫衣女子 有点难堪了 一时间翘脸通红 不知所措 而白衣女子 此刻在旁边 幸灾乐祸地偷笑不止 真的是美希倩熙 客栈中的不少正常男子 口水都险些流了下来 叶飘铃头痛地扶了扶额头 暗自叹息道 唉 真是一个麻烦的家伙 继而起身走向两名女子 微微一笑 说道 两位姑娘对不起 这是我家小妹的宠物 冒犯之处 还请多担待 说着 一把揪起 依然瞪着紫衣少女胸口发呆的小雨 眼光无意中一扫 叶飘铃忽然一愣 因为她看到了 在紫衣女子胸口 挂着一个金属吊坠 吊坠的形状 和上次魔精消失前 所形成的形状 简直一模一样 这使叶 零星中惊疑万分 但叶飘铃可不敢像小雨一样 盯着人家女子的胸口猛看 只是微微地瞥了一眼 便转移了视线 见叶飘铃要走 白衣女子忽然急到 唉 这位公子 这只小兔是你的吗 叶飘铃一愣 她看到白衣女子胸前 有一个一模一样的吊坠 叶飘铃脑中灵光一闪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但细细想来 又全然不明白 面前这两名女子 和那魔精有何关联 只是俊眉微调 点头道 没错 小雨此刻被叶飘铃揪着耳朵 只是不满地哼哼了两声 但吃了叶飘铃一记暴力后 就乖乖地不叫了 但那两只眼睛 还是不断地 抛给叶飘铃白眼 很难想象一只兔子 做出了那样人性化的表情 显得郁佳的可爱 白衣女子犹豫了片刻 抬头看向叶飘铃 说道 公子可不可以将这只小白兔 让给我们 我们愿意买 不管多钱的 叶飘铃呵呵笑道 十分抱歉 这家伙我不买 对不起了 说着转身欲走 喂 白衣女子又叫住了叶飘铃 不死心道 就不能商量一下吗 说着颇为忧怨地 看着叶飘铃 眼神中带有一丝 勾魂射破的魅惑之意 但是比起艾瑟尔的血魅术 简直是微不足道的 叶飘铃微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不用商量 这家伙我不买 说着 又想铃鱼所在的方向走去 白衣女子还欲在说什么 紫衣女子却拦住了她 说道 算了点 既然那名公子不卖 我们也就不要强人所难了 说着 扭头颇为失望地 看了看叶飘铃手中的小雨 而小雨此刻 一双乌黑的大眼 正恨恨地瞪着叶飘铃 因为叶飘铃一直揪着她的耳朵 看着小雨愤恨的样子 紫衣女子又被逗笑了 见自己的色诱书失灵 白衣女子也是微微一愣 继而坐下身去 不满地嘀咕道 有什么好得意的 我又不是 没有小白兔 可说到这儿白衣女子 忽然意识到自己失言 连忙紧紧地闭住了嘴巴 翘脸迅速变得通红 叶飘铃将小雨递给凌语 笑道 凌语 将你这个小妹妹 好好管教一下吧 小小年纪就不乖哦 凌语伸手抱过小雨 替小雨辩解道 不是小雨的错了 都是锦浩哥哥 把小雨叫坏了 没想到小雨听到这话 竟然还真的点点头 露出一副兔式笑脸 依偎在凌语怀中 一副自我者凌语也的欠揍样子 叶飘铃面对此情此景 只能是无奈地笑了 就在这时 一只大手重重地 拍在了叶飘铃肩头 同时一个粗鲁的声音响起 嗨 小子 那只兔子多钱 大爷我买了 说着 便有一个小青年 伸手抓向凌语怀中的小雨 吓得凌语连忙跑到了叶飘铃跟前 将小雨抱得紧紧地 唯恐被他们抢走 叶飘铃转过身 见对方是一个五大三粗的黑脸大汉 满脸的胡茶像刺猬似的 凌语看了看大汉的相貌 不由吓得缩了缩薄 意识到凌语的害怕 叶飘铃没有理睬大汉 而是抱起凌语笑着安慰道 凌语别怕 有哥哥呢 嗯 凌语轻轻地应了一声 小雨此刻看了看那大汉 又看了看叶飘铃 发出一阵迷茫的唧唧声 叶飘铃是大汉身后 数十个不怀好意的男子 如若无物 笑说道 对不起 这只兔子我们不卖 还请这位兄台高台贵手 放过我们 说吧便向店外走去 谁知那大汉斜跨一步 挡在了叶飘铃面前 冷冷笑道 妈的 在这条大街上 还没有我黑三要不到的东西 小子 要是你识去的话 赶快丢下兔子 快点滚蛋 要是你不识去 嘿嘿 大汉不怀好意的笑着 将自己那一对硬邦邦的拳头 握得咯蹦蹦一阵脆响 说道 那就不要怪我黑三下手无情了 叶飘铃不耐烦的撇了撇嘴 要知道 僵尸一般不喜欢废话 叶飘铃今天都算忍得时间长了 如果这名大汉知道 此刻自己正和一只僵尸在叫板 不知道他会做何反应 这位兄台 请你不要在强人所难了 我还有事需要走了 叶飘铃说着 正欲跨步 却只听见黑三怒骂一声 接着一拳便打向叶飘铃面部 竟然还带起了丝丝的拳风 看来这名大汉 还算是一名东方舞者 只不过 他的修为 只能算一个普普通通的习武之人 连体舞境界也没有达到 这种实力 怎么能和已是跳江高阶的叶飘铃相比 果然 只听得客栈传出了一声惨叫 接着便见一个庞大的身影 飞出了客栈 重重地摔在了大街之上 显得狼狈不堪 叶飘铃此刻依然抱着淋雨 谁也没有看到 他是如何出手的 但是大汉确确实实被他打飞了 这顿时 使得客栈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哇 舞者爱 太厉害了 真的是舞者爱 嗯 绝对有神武境界的修为了 小小年纪就能达到此境界 真是后生可畏啊 非也非也 依老夫之见 此子已经有了龙武境界的修为 真正的武学奇才啊 客栈内顿时议论纷纷 竟将叶飘铃化为了舞者一脉 叶飘铃郁闷地看了看二楼上那些 自以为见多识广的老头 真想大喊一声 我不是舞者 我是僵尸 但是他还是忍住了 因为他知道 如果自己喊了这句话 恐怕连这座城镇都走不出去 便被茅山蜀山的道士们给灭干净了 之前他的确不知道 茅山和蜀山的势力有多大 知道在城市闯荡了一番才发现 这两大门派的势力分布竟如此之广 可以说 大汉国中除了西域那个人烟稀少的地狱 其他四大地狱都有这两座门派的分布 可见 这两大门派的实力之雄厚 叶飘凌也没有过多的解释 无奈地摇了摇头 转身走出了客栈 那大汉此刻 在一群手下的搀扶下 颤微微地站起身 指着叶飘凌气急败坏道 你 你竟敢打我 你知道我的师父是谁吗 我师父可是 呃 大汉话还未说完 叶飘凌身形一动 下一刻已经到了大汉面前 语气出奇地阴冷道 我不管你师父是谁 总之 别再惹我 说完叶飘凌便扭身走向远方 留下了满面冷汗的黑脸大汉 其手下也是一脸的恶然 片刻 那大汉似乎才从惊恶中清醒过来 冲一名手下喊道 还愣着干嘛 快去通知老大 就说 这里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舞者 快啊 哎呦 大汉喊着 又是一声声音 捂着自己的粗腰骂道 那个混蛋 一会儿老子让他好看 哎呦呦 叶飘凌领着凌雨 一路上有说有笑 再加之 还有个淘气鬼精的小雨 倒也不缺乏乐趣 但是总会有些不快的事情出来搅局 时间似乎过得很快 当才还艳阳高照 似乎一眨眼间 就夕阳西斜了 叶飘凌跳幕看了看 已经西沉的太阳 暗自摇了摇头 看来又得歇息一宿了 不过还好 明天就能赶到南疆了 估计后天 就能到达那古遗迹位置的所在 想到这里 叶飘凌倒也不急着赶路了 而是提前找好了一处客栈 准备住上一晚 毕竟凌雨还是个孩子 脚力远远不如叶飘凌 僵尸是从来不知道困的 就在叶飘凌抱着凌雨 刚刚准备进入客栈 却呼绝背后恶风不善 眼中顿时金光暴闪 侧身躲开一记凌厉掌风 右手抱紧凌雨 左手顺势向后探去 死死地抓住了来袭者的手腕 手中用力将那人扔飞了出去 那人一声沉喝 在空中连续几个惊斗 稳稳地落在了一处屋檐上 叶飘凌抬头看去 是一个身穿蓝衣的年轻男子 相貌刚毅 一双心目炯炯有神 只不过散发出一阵强烈的战役 师父 就是他 就是他刚才打的我 那个人好厉害啊 师父 很适合做你的对手啊 刚才的大汉此刻 坐在一匹马上面大呼小叫着 很难相信 他刚才将那一摔 还可以骑马 还真是皮操肉厚 从刚才的交手中 叶飘凌可以断定 那名男子是名东方舞者 而且修为不低 否则自己刚才那一下 就可以将他甩飞 哥哥 他是谁啊 我好怕 凌羽紧紧搂住叶飘凌脖子 小雨 蹲在叶飘凌肩膀 一脸警惕地瞪着那名男子 叶飘凌笑着揉了揉凌羽的脑袋 说道 没事的 你现在乖乖待在这里 哥哥去办一件事 听话 说着 叶飘凌放下凌羽 小雨也搜得一下 窜进了凌羽的怀中 叶飘凌侧头看了看屋顶的青年 从青年滔天的战役来看 今天是非打不可了 虽然叶飘凌并不知道那男子的战役 为什么如此高昂 叶飘凌上前两步下了台阶 昂头看向屋顶那一绝翻飞的青年修者 高声道 晚辈叶随风 请问阁下高兴大名 青年低眼看了看叶飘凌 缓缓地点了点头 自语道 很强的气息 十分适合做我的对手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看来这番不用去南疆折腾了 叶飘凌皱眉看着自言自语的男子 不知道他在那里嘀咕些什么 而这时 那大汉得意洋洋地开口叫嚣道 臭小子你听好了 这就是我师父 大名鼎鼎的灵志 嘿嘿嘿 你小子今天死定了 灵志此刻身形高纵 一记磅礴掌力 直拍叶飘凌胸膛 没有丝毫的预兆 叶飘凌脸色一变 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但忽然想起 小灵羽就站在自己身后 顿时没有多想 体内湿气骤然变得狂暴起来 叶飘凌双手抱出两团乌芒 小灵羽也不见了踪影 就在叶飘凌交集的四下探查之际 灵羽稚嫩的声音 却传入了叶飘凌耳中 哥哥 我们在这里 叶飘凌闻声望去 见小灵羽抱着小雨 正站在一处屋檐下 冲自己招手 而在灵羽身边 站着两名女子 竟然是中午遇见的那两名女子 看来是他们刚才救了灵羽 这时候 叶飘凌也没有时间去想 那两名女子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又为什么会帮助自己 因为在她面前 有一个似乎是武学狂人的舞者 紫衣女子 对上了叶飘凌的目光 两人皆是礼貌性的一笑 你不是舞者 为什么你会有如此强悍的舞技 灵芝此刻一脸迷茫地看着叶飘凌 似乎十分期待叶飘凌的答案 叶飘凌故作无奈地怂怂间 说道 我的确不是舞者 至于为什么我有如此强悍的舞技 我也不知道 能说的就只有这些了 还望灵羞宽宏 不要再为难我了 说完便向灵羽走去 这里毕竟是城镇 自己这个僵尸 还是收敛一点为妙 灵芝似乎没有要阻拦的意思 只是一脸困惑的自语道 不是舞者 却能拥有如此强大的晋升舞技 怪灾 见叶飘凌走来 小灵羽高兴地张开双臂 冲叶飘凌扑来 欢快地叫道 哥哥 叶飘凌也微笑着走上前 刚刚抱起灵羽 便见灵羽一张小脸大变 失声叫道 哥哥小心 叶飘凌眼光一灵 看也未看 一手向后打去 同时身子横飞数米 呀 灵羽忽然发出的一声身影 一忙低头看向灵羽问道 灵羽怎么了 灵羽苦着一张小脸 两只清澈的双眸 已经泛起点点晶莹 委屈道 哥哥 好痛 叶飘凌连忙低头看去 竟见灵羽的裤子上 多出一道破口 小腿都露了出来 不过已经现出了一道淡淡的血痕 虽然不是重伤 但是叶飘凌依然是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因为自己在昆仑的那一段时光 除了警号 就属灵羽和自己关系密切了 现在昆仑将灵羽托付给了自己 自己竟然保护不了灵羽 怒了 叶飘凌真的怒了 叶飘凌抢笑道 灵羽乖 灵羽不哭 一会儿 哥哥给灵羽买好东西 灵羽擦干眼中的泪水 倔强道 嗯 灵羽不哭 警号哥哥说过 昆仑见没有哭鼻子的 我不哭 灵羽这看似普通的一句话 立刻让那两名女子 倒吸了一口凉气 没想到这小女孩 竟是昆仑中人 要知道昆仑中人 一个个可都不是好惹的主 况且 昆仑山中 神仙妖三族共存 情况复杂无比 无论这小女孩 是哪一方的 都不好惹 叶飘凌看了看 不远处的那两名女子 刚才就是她们出手就得灵羽 所以 叶飘凌对她们有点好感 于是抱着灵羽 走到两名女子面前 笑道 多谢二位刚才的出手相救 现在还要麻烦二位 照看一下小妹 紫衣女子微微一笑 伸手接过灵羽 灵羽却紧紧搂住 叶飘凌脖子不放 小脸上满是担忧 哥哥 叶飘凌微微一笑 柔声道 灵羽乖 哥哥一会儿就回来 待灵羽松开 叶飘凌脖子时 紫衣女子 却忽然一脸凝重道 公子要小心 那灵智 已经有了神武高阶的修为 很是难缠 叶飘凌微笑道 多谢提醒 说着 转身向场中的灵智走去 双眼射出两道 害人的冷光 她已经决定了 这个灵智 她不会放过 僵尸要是发起狂来 就是神人 也要退避三射 灵智 你惹了自己不该惹的对手 看着缓步逼来的夜飘凌 灵智似乎感到了一股 重山峻岭般的威压 向自己压来 令自己的灵魂 竟然发出了一丝战力 这便是僵尸的威慑 看着面前这个强大的存在 灵智没有一丝的恐慌 反而双眼射出两道实战的光芒 兴奋地舔了舔嘴唇 嘿嘿冷笑道 对 就要这样 我喜欢挑战 我一定要搞明白我错在哪里 我一定要进入龙武之境 吃得一声怪响 灵智怒吼一声 真气透体而出 一道带着无尽杀意的纯白剑气 向夜飘凌席卷而来 夜飘凌眼中血光大胜 不退反镜 冲着了灵力的剑气 同时右手探出 抱贺一声 图神手 随着一声令人头皮发麻的魔笑之音 一只漆黑如墨 却又血气缭绕的巨肘 凭空而出 宛如一只来自地狱的恶魔之手 须是不减地抓向灵智 灵智顿时大惊失色 身形暴退之间 不断劈出道道犀利无比的剑气 才将魔爪击散 夜飘凌 此刻周身湿气缭绕 宛如盖世凶神一般 一气狠拳猛然地砸向灵智 灵列的拳风 似乎要撕裂空间式的 汹涌胖派 权味道拳风先制 当真气势压人 灵智被迫一退再退 夜飘凌一拳狠狠地砸中了地面 顿时正想滔天 漫天的石块四溅而出 大地似乎都在微微颤抖 围观之人无不变色尸声 连那两名女子 此刻也不断地询问着 灵雨她这个哥哥的事情 不过灵雨在昆仑山时 便是出了名的小人精 她知道自己这个 飘凌哥哥的身份特殊 不敢轻 外扬 于是对二女的问题可答便答 不可答就糊弄 反正二女也不知道真相 有些话听的二女也是一愣一愣的 片刻之后 沉烟散去 一个直径达三丈 深可达五丈的巨大全坑 出现在大街中央 倒倒巨大的裂纹 向四周蔓延 不少房屋的墙壁上 都出现了可怕的裂纹 看样子随时有倒塌的危险 灵芝现在的脸色一变再变 眼前这家伙 到底还是不是人 身体竟然可以强悍到这种程度 这 这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对方还是如此的年轻 这时从坑底跃起一个恐怖的身影 身影落地时的那一刻 大地都在颤抖 夜飘零抬起头 眼中血光凛然 一手指向灵芝 语气阴寒冰冷 你 必须要死 灵芝一愣 还没带她有进一步反应时 只见一道黑色闪电直冲向自己 正是杀意滔天的夜飘零 灵芝眼中金光暴闪 既然退无可退 那就只有 杀 灵芝心中杀意已决 手中寒光一闪 拔出自己背后的利剑 暗送真气 剑身发出一声响亮的剑鸣 一剑便刺向夜飘零心窝 夜飘零毫不畏惧 怒吼一声 一拳狠狠地轰击在了剑身上 灵芝身子一颤 险些跌倒 实在没想到 眼前这个对手的战体 竟是如此的强悍 恐怕就是天舞境界的 东方舞者战体 也不过如此吧 难道这个夜随风 是天舞境界的舞学高手 应该不是 因为他身上没有半丝的真气波动 那些神秘的黑色雾气 也不像是魔器 真是怪灾 围观的人群 更是目瞪口呆 夜飘零竟然用肉身击退了利剑 真是不可思议啊 人群中不乏修者 无者也不守 当看到夜飘零如此强悍的肉身时 不禁眼放一彩 心想着 如果自己有朝一日战体能强悍如斯 那就应该可以傲视群雄了吧 灵芝此刻被夜飘零一拳轰重胸膛 顿时口喷鲜血狼狈后退 怒吼道 夜随风 你彻底地激怒我了 受死 说着手中历见光芒大圣 犹如一轮小太阳似的 让人目不能正视 同时 一股恐怖的力量波动浩荡开来 致使灵芝脚下的土地也开始军裂 灵芝满头长发无风自动 衣决不断地摇摆不定 一股旋风自灵芝脚下卷起 将灵芝护在其中 灵芝双手持剑 两眼血红地盯着夜飘零 几乎疯狂地吼道 哈哈哈哈 又是一个强者 死在了我的剑下 哈哈哈哈 我本无敌 去死 碎魔斩 与碧一剑直劈而下 随着这一剑的劈下 夜飘零呼绝周身的天地元气 猛然之间变得狂暴不已 疯狂地切断了自己的一切退路 同时 一道强大无匹的威猛剑气 挟着滔天的杀意 冲自己奔来 没想到这所谓的碎魔斩 还有切断敌人退路的能力 简直就是 将人军绝地封杀 只不过 不管多么厉害的战绩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都显得微不足道 跳江高阶的僵尸 远远不是神武高阶的武者 所能抗衡的 两者虽同为 各自修炼体系的第三重境界 但是依然没有可比性 僵尸不是用人类的眼光 可以评价的 叶飘灵连连冷笑 自语道 嘿嘿 我也没想过要逃走 说话间右手画掌 一道黑亮的湿气刃 透指而出 破天直 随着叶飘灵的一声怒吓 一道长达百丈的巨大气刃 破空而下 似乎要破开这方天地一般 带着惊天的怒笑之音 狠狠地与灵智的剑气 轰在了一起 轰 巨响轰鸣 剑气与湿气猛烈地撞在了一起 顿时天昏地暗 犹如世界末日降临一般 周围房屋皆被震塌 碎屑四射 而大街上更是惨不忍睹 巨大的裂缝四处纵横 原本平整的街面上 此刻已经变得大坑小蛙 这惊天动地的一拼 两人倒也是拼了个旗鼓相当 但是叶飘灵超强的追击能力 使他迅速占了上风 图神兽 漫天的烟尘还未消散 便又传来了叶飘灵的怒吓 诡异的黑色巨爪重现 结结实实地印在了灵智胸口 破 灵智体内一阵翻江倒海 黄暴的力量 险些令自己暴体而亡 只见他喷出一口鲜血 身体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 重重地摔落尘埃 破 灵智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将自己身下的土地染红了一大片 人群中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 看到了霸道的图神手 脸上露出一丝迷惑 又回想起了刚才的那一世 足以神剑论美的破天纸 猛然之间脸色大变 诗声叫道 啊 竟然是他 我知道他是谁了 他是吴段风的传人 此言一出 人群顿时哗然一片 人们都齐刷刷地看向了 湿气缭绕的夜飘零 一声声惊叫纷纷响起 啊 没错 难怪他的那些武技如此的眼熟 那都是吴段风 在五百年前 对战四方诸位强者时 施展出的绝技啊 没错 当年老夫也在场 吴段风的确施展了自己的绝技 其中就有这两世战绩 天哪 他竟然是吴段风的传人 难道吴段风不止一个传人吗 吴段风的传人 现在不是在南疆古世遗迹吗 怎么现在这里又有一个 灵智文言也是面色大惊 他真的没想到 和自己打的 竟然是五百年前 震惊整个修炼界的东方鬼 才舞者吴段风的传人 怪不得如此的强势 夜飘零此刻皱眉 看着议论纷纷的人群 难道自己和吴段风之间 真的有某种关联 可是自己与吴段风素未谋面啊 看来只有尽快到达南疆的古世遗迹 找到真正的吴段风传人 才能明白这一切 就在围观众人议论纷纷时 身受重伤的灵智 却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引得夜飘零一阵皱眉 冷冷地看向了灵智 灵智摇摇晃晃地站起身 擦了擦嘴角的血液 壮若疯狂道 没想到我 竟然可以与吴段风的后人斗 说明我还不弱吗 夜随风 我记下了你 总有一天我会彻底地打败你 成为一代神话 说完忽然纵起身向远方跃去 如同一只灵敏大猿 眨眼便不见了踪影 只留下了一阵狂笑声 夜飘零见对方竟然选择了退战 不由面色一冷 正欲去追 没想到从人群中 冲出四名身着黑甲的大汉包围住了自己 夜飘零眼中杀气大意 强忍心中怒火道 你们是谁 哈哈 阁下好实力啊 竟然可以将狂人灵智击败 在下很是佩服 一阵爽朗的笑声 从夜飘零背后传来 夜飘零好奇地扭身看去 却是一个身着白装的俊秀公子 面如白玉 眼若心芒 身上更是绫罗绸缎 香囊扮玉 真是一个富家公子 夜飘零皱眉问道 你是谁 青年呵呵笑道 我乃是龙威将军之子 阮素雄 哇 他就是龙威大将军的长子啊 果真是虎腹无犬子 等真是一代人间 是啊 大汉第一世家 历来都为国之栋梁 真是名门之后啊 当阮素雄将自己的家门爆出后 人群中立刻响起一阵喧闹声 也可能是一阵拍马屁声 看来这个龙威大将军 的确有点实力 听到这些议论声的阮素雄 得意洋洋地展开手中的折扇 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 哦 夜飘零淡淡地应了一声 他最看不惯这种二世祖 于是眼睛扫了一眼那四名大汉 挑眉问道 请问阮兄 这是什么意思 阮素雄缓步上前 举止优雅道 我看夜公子身手不凡 又是名人之后 便向邀请夜公子 一起前往南疆谷遗迹 一探究竟 不知夜公子意下如何 夜飘零瞥了一眼 一副成竹在胸的阮素雄 说道 抱歉 我不习惯与人同行 说着便转身欲走 阮素雄愕然一愣 或许在此之前 还没有人敢与他这样说话的吧 见夜飘零要走 阮素雄脸色微变 在这么多人面前 他不可能这么没面子地 任夜飘零离去 顿时沉声道 夜公子 希望你考虑清楚 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最好不要让我生气 四名大汉 这时一同将腰间的佩刀拔出 怒目相视 仿佛在给夜飘零示威一般 夜飘零目光如电 冷冷地扫视了一下这几名大汉 顿时心生不耐 冷哼一声 右脚向前跨出一步 这看似普通的一步 在落地时 却宛若允星撞地一般 顿时地动防摇 一道道骇人的裂缝 从夜飘零脚底蔓延四方 吓得那四名大汉 地面又恢复了平静 只不过夜飘零的脚下 却出现了一个脊胀身的脚印 裂缝纵横 在场众人都被吓住了 只是愣愣地看着夜飘零 全场鸭雀无声 夜飘零扭头看向 面色惨白的阮素雄 语气冰冷道 你也最好不要让我生气 除非你认为 你手下的身体有着大地硬 强势 霸道 这是在场所有人 对夜飘零的一个统一评价 人们似乎又看到了 五百年前的吴段峰在世 这狠辣的性格 简直就是吴段峰的真传 夜飘零冷冷地看了阮素雄一眼 竟然扭头向小鸣鱼所在的方向走去 而阮素雄此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没办法 人家的实力在那里摆着 自己虽说是龙威大将军之后 但人家还是鬼才舞者吴段峰之后呢 根本不买自己的账 哥哥 见到夜飘零获胜 小鸣鱼顿时喜笑颜开 张开双臂 扑进了夜飘零怀中 夜飘零宠溺地揉了揉小鸣鱼的脑袋 笑道 好了 没事了 嗯 小鸣鱼高兴地点了点头 坐在她肩膀上的小鸣 也是兴奋地叽叽乱叫 夜飘零转身看向紫衣女子 笑道 谢谢了 紫衣女子礼貌性地一笑 问道 夜公子准备去南疆吗 夜飘零微微点了点头 正是 紫衣女子顿时笑了 看到紫衣女子的清诚笑容 夜飘零仿佛 沐浴在春风中一般 是那样的舒服惬意 真是一笑而百昧声 只不过那种沉醉的感觉 仅仅只是那么一瞬 夜飘零便清醒了过来 以为艾瑟带给自己的伤害 自己永远都会刻骨铭心 因为那是自己 第一次对异性 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 同时也是自己 第一次背领自己 怦然心动的异性出卖 险些丧命 紫衣女子笑道 那正好我们姐妹 与夜公子同路 要不要同行 夜飘零正欲摇头 小鸣鱼却点头道 要啊要啊 接着又拽着夜飘零的衣领 大眼睛眨了眨 做出一副 请求的连人模样 带着浓浓的鼻音 撒娇道 哥哥 就与姐姐同行吧 两位姐姐的人好好 对于淋雨的请求 夜飘零很少有拒绝的时候 这次当然也不会例外 笑道 那就多谢二位看得起夜某了 紫衣女子呵呵笑道 夜公子 那就请吧 看这几人离去的背影 阮素雄简直恨得 是咬牙切齿 没想到 自己这次 在如此多人的面前 竟丢了这么大的脸 直到现在 阮素雄才意识到 个人的实力 有多么的重要 不管你的身世 有多么的显赫 在江湖中 没人会怕你 因为这些人 都是在一次次的拼杀中 走出来的人物 不知道 已经有多少次直面面对死亡 对死亡 已经没有任何感觉了 既然人家 连死亡都不怕了 那自己一个 龙威大将君长子的身份 有何足到在 在与紫衣女子的交谈中 夜飘零才知道面前 这两位女子 是中原大派之一 天玄派的两名 杰出青年高手 紫衣女子名为秋最柳 白衣女子为秋最蝶 是师姐妹的关系 天玄派 是中原地带的大门派之一 可谓是中原地带的 招牌性门派 当今修炼界 只要提到中原门派 恐怕人们第一时 便会想起天玄派 此派为修武门派 出世弟子 多为镇惊一方的修武奇才 而且每年会有多名出世弟子 可谓实力雄厚 传闻 该派之前有多名奇才 震惊修炼界 当然 第一名为该派祖师 名为仙情天女 此女在数万年前 曾独占三十六路魔王 击毙三十五名 逃走一名 之后在三十六路魔王的 三十六魔殿号召 世间修炼者 传到授法 创建天玄派 继而先去 从此杳无音信 万年前 协议抬手 九谷魔龙破印而出 天地秩序混乱不堪 天玄派第一青年高手 贺天平惊世而出 只手遮天 于东海怒涛中 斩断古龙 分印三界 千年前 第二次灭世大战 该派青年高手 与子凤独占 飞江高阶狮王 最终力毁狮王 造就新一代青年巅峰 五百年前 东西方斗法 天玄派出世帝子清 燕连拜数名西方高手 大镇东方修炼界 只不过当时 出现了一个吴段风 将青燕的光芒 彻底掩埋 青燕不服 扬言要勤家修炼 有朝一日 要击败吴段风 从此消失了踪迹 听完秋醉柳 对自家门派光荣历史的诉说 叶飘灵心中顿时凉了半截 因为天玄派 参与了灭世之战 如果被秋醉柳 知道自己的僵尸身份 难保他不会冲自己动手 而且听秋醉柳说的事情 这个天玄派实力这么强 以现在的自己 肯定是惹不起的 还是先避为妙 只不过 叶飘灵看了看 正与秋醉叠完的 不亦乐乎的小铃羽 无奈地苦笑一声 现在看样子是找不到理由 躲避了 只能到了南疆 再想办法摆脱两人吧 一路上四人一兽 聊着闹着 途中倒也不显寂寞 虽然叶飘灵 一路上都是惶惶不安的 但看到小铃羽 开心的样子 也没有说什么 时间似乎过得很快 眨眼间一天一夜 就过去了 第三天的中午 四人一兽 终于来到了南疆第一座城镇 水波城 看着城中 四通八达的水路 叶飘灵呵呵笑道 还真不愧是名为水波呀 放眼望去 还真是水波连天 一望无际 哥哥 看 又是那个讨厌鬼 小铃羽指着一家 客栈气鼓鼓地说道 几人顺着他的手势看去 可不是吗 阮素雄此刻 正坐在一家客栈的二楼上 把酒烟欢 二世祖情调 显露无遗 叶飘灵厌恶地扭过头 一脸认真地对铃羽说道 铃羽 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 有些像人的生命 其实他不是人 因为他 只是披着人的外衣 却没有人的本质 嗯 小铃羽听得如坠云雾 两只毛子眨了眨 其中竟是不解之色 全然不懂 叶飘灵话中的含义 秋醉蝶此刻一阵轻笑 竟然一脸俏皮地看着叶飘灵 笑问道 叶公子 那你说说人的本质是什么 叶飘灵文言望天 眼中不自觉地 流露出了千年的沧桑 悠悠说道 也是 当今世上 人的本质 已经被利益熏心的虚伪 彻底埋没 我现在 还在说本质二字 是不是太想天开了 呵呵 看着叶飘灵自嘲的笑容 秋醉柳摇了摇头 说道 叶公子此言诧异 人之本质 没有被埋没 只是被人的虚伪 藏了起来 其实只要叶公子 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 世上还有人之本质的存在 它没有消失 依然在静静地陪伴着我们 小铃羽茫茫然地 看着叶飘灵 一脸天真道 哥哥 人之本质 是什么呀 叶飘灵淡然一笑 并没有细说 只是说了一句 令铃羽 秋醉柳眼中流露出一丝波动 笑道 没想到 叶公子如此的明了 世间大智大理 最有佩服 好了 我和师妹要去找师兄了 就此别过 有缘再见 算了吧 那咱们还是无缘的好 叶飘灵心中这么想 嘴上可不能这么说 毅然拱手道 那就后会有期 凌羽则不舍地 摇着短短的手臂 说道 姐姐再见 秋醉蝶宠爱地 轻轻捏了捏凌羽的穷鼻 笑道 凌羽 姐姐以后会找你的 终于摆脱了天旋派的人 叶飘灵不由长松了一口气 低头看着怀中的凌羽 笑道 凌羽 饿了没 我们去吃点东西 凌羽乖巧地点了点头 嗯 好 其实叶飘灵去客栈吃饭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 就是客栈流动人数大 打听自己所需的消息 也就更便捷些 算算天数 古事遗迹 现在已经开始热闹了吧 叶飘灵在街上转悠了半天 最后挑着一家名为水波楼的酒楼 叶飘灵坐在二楼的靠窗位置 小凌羽就坐在自己身边 挑着自己喜欢的菜肴 一边为着小雨 一边嬉嬉笑着 叶飘灵则手端酒杯 闻着浓浓的酒香味 思绪越发清晰起来 她现在已经感应到了思思的波动 是从东面的群山中传来的 而东面的群山 则正是武夷山脉 难道是那句古诗在呼唤自己 如果真的是那句古诗在呼唤自己 是不是那真的就是一句 被封印的太古僵尸 叶飘灵越想越兴奋 她已经暗暗下了决心 如果那句古诗 真的是太古时期的诗族强者 她会尽力解封的 因为她早就想让陈世间 那些所谓的正道颤抖了 让他们看看 什么是实力 什么是真正的僵尸 哎 又有人两个人被杀死了 这个吴段峰的后人真狠了 迄今为止 已经杀了上百名修者了 咦 对了 上次她不是说自己在等人吗 大家猜她会在等谁 谁知道 难不成又是一个修炼怪物 这样就没有大家活的地方了 昨天有五个人 被她逼入了古诗墓中 到现在也没有阴性 估计是死了吧 妾 还用估计 肯定是死了 古诗墓是什么地方啊 是死地 是大凶之地 就像北荒的石棉荒漠一样 都是一个不可踏入的境地 哎 我说各位 咱们还是回吧 南疆这次的质宝出世 肯定会引来很多的高手 以我们的修为 就是白白送死 还是早点走为庙 此言诧异 凡为天降质宝 都是有得者得知 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夺呢 再说了 即便夺不到 那我们看一场强者大战 也很是不错啊 据说这一次 还有很多的西方修炼者 来到了南疆古一季 准备争夺质宝吗 哼 这群西方佬 这是我们东方的质宝 凭什么他们来夺 真是恬不知耻啊 嘘 小声点 旁边就有几个西方修炼者 哎呀 他们来了 叶飘铃好奇之下 扭头望去 见在一旁有四名东方修者 而在这四名东方修者的对面 坐有六名西方修者 只不过 那四名东方修者 眼中带有一丝不屑的笑容 看起来似乎不怀好意 小林宇似乎也被 即将上演的好戏吸引住了 清澈的双眸 目不转睛地 看着那几名西方修者 小宇则没有理会 继续捧着自己的鸡腿 大嚼大咽 很难想象 他一只兔子 竟然喜欢识婚 两名西方修者 一名身材高大 后背俱见 全身肌肉异常结实 看起来充满了爆炸感 而另一名 则显得比较瘦弱 身穿黑袍 给人一股无尽的神秘感 高大的西方男子 走到那四名 已经停止议论的 东方武者面前 忽然冷冷一笑 说道 卑微的东方小修 你刚才是在说我们吗 西方男子的这一句话 当即引起了满酒楼的 一阵怒势 因为在酒楼喝酒的 大多是东方修者 而西方男子的这一句话 无疑就是挑衅 东方修界的权威 果然 那名东方武者 当即便跳起来大骂道 他妈的 老子就是在说 你又怎样 打我呀 嘿嘿嘿 西方男子冷冷一笑 猛然之间 右手电射而出 包裹着淡淡的蓝光 死死地掐住了 该舞者的脖子 将其高高举了起来 男子竟然没有 丝毫地还手之力 另一名东方武者 见自己伙伴遭袭 刚刚起身 却被这名西方武者 一掌轰出老远 胸前多出了一个 骇人的血洞 男子只是抽出了几下 便不再动了 卑微的东方人啊 西方武者残忍的一笑 手中用力 顿时鲜血乱蹦 手中的男子 被活生生地掐爆了脖子 令酒楼众人皆是 惨然惊叫 竟然是 蓝剑级西方武者 一名男子惊叫出生 要知道 蓝剑级的西方武者 在东方就相当于 龙武高阶的武学高手 叶飘灵环视了一下酒楼 虽说有很多的东方修者 但是真正的高手 却没有几个 也是 东方真正的高手 现在应该都在 武夷山脉中吧 这就是东方啊 被西方如此地吓看 那名西方武者 仿佛示威般地 看了看酒楼中的众人 见没有人起身阻止自己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刺耳的笑声 令叶飘灵一阵皱眉 要是真正的东方高手在这里 叶飘灵敢说 这名不可一世的西方武者 现在已经是死无全尸了 西方武者大笑树生 猛然将手中的尸体扔飞 尸体不偏不倚地 正好砸向靠窗的叶飘灵 而挡在叶飘灵与尸体中间的 却是无辜的小淋雨 叶飘灵眼中寒光一闪 身形一晃 已经挡在了淋雨面前 右手直伸接住了尸体 看着尸体的惨死样子 叶飘灵心中生起一丝悲意 同时也有一股怒火 因为不管东方修炼界 是如何地排斥失足 但是自己不管怎么说 也是东方的僵尸 内心深处 还是将自己 当作一名地地道道的东方人来看待的 可是现在这些西方修者 肆无忌惮的行为 让叶飘灵感到了东方的尊严 被这些西方修者 曾经的洪荒时代 曾经的三皇五帝 曾经东方一切的荣耀 现在为什么变得如此的不堪 祖先留下来的精神去了哪里 东方 华夏 什么时候你 才能真正地崛起 真正地重振祖先的威名 叶飘灵真正地怒了 他感到了悲哀 他似乎听到了 失去神灵的那些哭泣之音 神灵哭了 为了现在的东方 神灵哭泣了 整座酒楼都静了下来 人们的目光都汇聚在了叶飘灵的身上 那几名西方修者 也是不以为然地看着叶飘灵 好像叶飘灵 在他们眼中就是蝼蚁 你们这么做 是不是在欺我东方无人 叶飘灵语气阴沉地说着 缓缓地抬起头来 眼睛泛出一阵嗜血的杀意 真正地属于僵尸的强烈杀意 哦 西方舞者挑了挑眉 不屑道 你是谁 我 叶飘灵冷冷地一笑 说道 你可以叫我 华夏 华夏二字一出 酒楼中不少东方舞者皆为洞容 华夏 多么古老的字眼 现在的东方修建 还有几人记得曾经的华夏 还有几人知道自己的另一个名字 炎黄 叶飘灵将手中的尸体 缓缓地放在地上 继而起身 看向那名西方舞者 缓缓地跨出了第一步 继而又跨出了第二步 一步一步地向西方舞者逼去 说道 我叫华夏 我叫炎黄 你想叫我什么 听到叶飘灵极具威胁的话语后 那名西方舞者 忽然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 冲自己袭来 不由心中大惊 但是现在他不能丢面子 壮着胆子道 华夏 炎黄 哈哈 好笑 谁还会知道这些无名之辈 哈哈 是吗 叶飘灵大笑出声 接而喊出了一句 在数万年前失足女爸说过的一句话语 胆敢犯我华夏者 杀无赦 话音未落 叶飘灵忽然右手探出 一片乌光呼啸着扑向西方舞者 那名西方舞者顿时大惊失色 连忙蓄力反击 只听得砰的一声沉闷的气静交击声 西方男子竟然被打飞出去 从二楼的窗户中跌下楼去 重重地摔在了大街上 显得狼狈不堪 卑微的东方小修 找死 身穿黑袍的西方修者顿时怒了 当即大吼一声 忽然召唤出一股浓重的死灵气息 整个酒楼瞬间被铺天盖地的死灵之气埋没 竟然是西方的亡灵法师 混乱中不知是谁叫了一声 果然 就在这个声音刚刚落下 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鬼笑声 便响了起来 叶飘灵眉头一皱 仰面看到一个黑色半透明的亡灵 出现在滚滚阴气之中 其强大的死灵之气 令所有人的灵魂都感到了阵阵战力 但是 这名亡灵法师错了 因为叶飘灵根本就不是人 而是僵尸 东方僵尸是没有灵魂的 更可怕的是 他们可以吞噬灵魂 当然 弱小的僵尸 会被强大的亡灵附体控制 但当到了跳江中间的修为 可以说 不管多么强大的亡灵 都不可能再控制僵尸了 因为僵尸体内浓重的湿气 已经不在亡灵的对付范围内了 反之 亡灵见了跳江中间的僵尸 只有逃窜的份 因为僵尸可以吞噬他们 这名亡灵法师很不幸 他正好遇见了自己的克星 所以他注定倒霉 亡灵法师此刻手持法杖 眼神阴冷地看着叶飘灵 说道 你的行为彻底触怒了亡灵 现在我代表死神 向你发起裁决 你的灵魂 从此归我所有 说着 其背后的亡灵 又发出一阵鬼笑 一只利爪便抓向了叶飘灵的天灵盖 欲将叶飘灵的灵魂抽离出身体 看着亡灵伸来的勾魂之爪 叶飘灵不闪不躲 反而哈哈大笑道 死神 那是你们的死神 在我们东方 他连屁也算不上 真是个自大 而又愚蠢的家伙 亡灵法师冷哼一声 而此刻的亡灵之爪 已经抓住了叶飘灵的天灵盖 但是下一刻 亡灵法师的脸色顿时变了 惊恐地看着一脸冷笑的叶飘灵 我是什么 叶飘灵鹰笑着 忽然一把将亡灵法师抓了过来 冷笑着低语道 我是什么 我是僵尸 对不对 亡灵法师闻言 顿时吓得浑身一哆嗦 险些没有贪软在地 东方僵尸的恐怖 身为亡灵法师的他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神族都不轻易招惹师族 可见东方僵尸的霸道 嘿嘿 恭喜你 你答对了 所以呢 不仅是你 你这个亡灵 我也收下了 叶飘灵鹰冷的一笑 右手忽然握拳 打穿了亡灵法师的胸膛 亡灵法师哼也没哼一声 便带着自己刚刚知道的秘密 永远去了另一个世界 他的魂魄与法力 当然也就成了叶飘灵的滋补品 亡灵法师的防御力十分低下 严格的来说 亡灵法师也是一种魔法师 在防御上都是出了名的不济 就在亡灵法师被杀的那一刹那 那只猙獰的亡灵 忽然发出一阵凄惨的嚎叫 那凄厉的悲嚎 险些将屋顶掀翻 不少老百姓听到这声音时 被吓得瑟瑟发抖 还以为怨灵来了呢 幸亏是白日 要是放在黑夜 那恐怕又要吓死几个胆小的了 亡灵惊恐地嚎叫着 却没能阻止自己被吸入 叶飘灵身体的厄运 只见在滚滚的阴气中 亡灵的手臂被叶飘灵 从天灵盖吸入了身体 继而是身体 继而是全部 短短一瞬间 整个亡灵消失得无影无踪 漫天的阴气也在快速地消散着 只有叶飘灵 听到了自己内心深处 响起了一阵邪恶的声音 哇哈哈 美妙的食物 我喜欢 哈哈哈哈 继而便归于了平静 慢慢地阴气消散后 众人惊恶地发现 叶飘灵正将亡灵法师的尸体 踩在脚底 眼睛却冷冷地看着 另外几名西方舞者 由于刚才阴气太重 人们只听见了亡灵的怒笑 以及之后的悲好 可是至于发生了什么事 却没有人知道 见叶飘灵击杀了亡灵法师 那几名西方修者也愣住了 因为在他们的记忆中 赖斯的这招亡灵呼唤 似乎没有失守过 这次竟然被东方的一个 青年无名修者给杀了 这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看到那几名西方修者 扭头看向自己 叶飘灵仿佛示威般 将亡灵法师的尸体 一脚踢下楼去 残忍地笑了 继而双眼泛着血光 一字一顿道 胆敢泛我滑下者 杀无赦 看着叶飘灵嗜血的眼光 那几名西方修者 也明显地有点心颤 毕竟他们中的两位厉害人物 一个被K飞 一个直接被干掉 他们如果对战 这个恐怖的东方怪物 那铁定是有死无生的 顿时之间 几名西方修者 没有一个作生的 而此刻在群山深处 一个身材高大的长发男子 盘坐在一块巨石之上 身旁插着一把黑色战刀 男子周身魔气缭绕 凶器四溢 与周围的鸟语花香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片刻功夫 男子忽然睁开双眼 一双明亮的星目 爆出两道金光 掩饰不住心中的那一丝狂喜 银森森地笑道 你终于来了吗 嘿嘿嘿 接着忽然身形高纵 右手顺势拔出战刀 如同一颗炮弹 消失在了云端 只留下了一道 正在缓缓变淡的残疑 叶飘灵此刻忽然觉得心中一动 体内的血魔 似乎睁开了双眼 难道 叶飘灵狐疑地 看向了五夷山脉坐落的地方 心中愈加的不安 就在这时 忽然只听了一声咆哮 紧接着一把吞吐着悠悠蓝芒的 巨剑破墙而来 直取叶飘灵 叶飘灵脸色一惊 本能之下 双手交叉护在胸前 被巨剑狠狠地撞在了手臂上 一股排山倒海的距离 将叶飘灵硬生生地击飞 将酒楼中的桌椅砸毁了一大片 哥哥 看着叶飘灵遭习 小灵羽担心地叫出声来 但却引起了几名西方修者的注意 一名女修者 当即向小灵羽抓取 但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击重拳 将这名闭眼西方女修者抛飞了出来 一名男子落在小灵羽身前 冷冷笑道 不知死活的稀土修者 还真的以为 我们东方无人可以镇住你们吗 女修者堪堪止住身形 惊讶地看着 那名忽然出现的青年 又看了看青年背后的 那把古朴的长剑 女子的脸色立刻变得煞白 惊恐道 灵狐渊 还没等灵狐渊点头 又听到一阵洪亮的佛号 阿弥陀佛 几位稀土施主来到我东方 本应来者是客 但是几位施主的所作所为 令平僧心寒啊 众人闻声望去 只见一位身穿僧衣 手持念珠的和尚 缓缓走上楼来 虽说脚步缓慢 但速度却不慢 转瞬已来到几名西方修者背后 少林弟子 空闻小和尚 一名手持魔杖 褐色短发的男性西方魔法师 皱眉说着 哈哈 没想到这里如此热闹 看来我皇甫顺来的正是时候啊 哈哈哈哈 又是一阵肆无忌缠的笑声 众人看清来人后 皆是震惊无比 纷纷低声惊呼道 天哪 逍遥门也派人来了 一连来了数名东方青年高手 酒楼中的那些东方修者 顿时底气足了不少 用极为挑衅的目光 斜视着之前的那几名西方修者 相反的 那几名西方修者 此刻脸色煞白 冷汗也渐渐渗了出来 林胡家 少林寺 逍遥门 这哪一个也不是好惹的 况且这几名青年修者 也都是名动医 方的人物 不管是修炼资质 还是实力 都是出类拔萃的 这个怎么办 呵呵 这里怎么这么多人啊 可吓坏奴家了 就在这时 一声娇滴滴的声音传出 听得众人身子都抹了半边 只见一个足以清诚的美貌女子 款不连连地走上楼来 一身黑纱衣堪堪 遮住了诱人的郊躯 一举一动 接待起一阵足以迷乱众生的幽香 女子看到众人的痴迷模样 不由眼嘴而笑 清澈的媚眼 露出一丝俏皮 更是显得涉人心神 当真是一个足以霍乱人间的极品游物 女子做出一副羞涩的模样 道 干嘛都如此看着奴家 真坏了 阿弥陀佛 一声如同红中般的佛号浩然荡开 将众人从情欲中拉了回来 只见空文双手合十 语气平缓道 这位女施主为何施展魅术 众人文言便脸色大变 那怪刚才自己不受控制地看着女子 原来那女子竟然在无形之中施展魅术 当真可怕 女子明显被空文的多管闲事 惹得有些恼怒 冷冷说道 该死的秃驴 我做什么事 还用不着你来管吗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空文又念出一串佛号 继而不再言语 啊 我想起来了 她是万邪教的传人 柳暗香 不知是谁 忽然大叫一声 一听到万邪教三字 在场众人拒接色变 对于这个号称东方第一魔教 专以美色淫毒 笼络修炼高手的门派 他们是不可能没有听说过的 叶飘灵看着这些忽然出现的 正邪两派的青年绝顶人物 一言未发 而是冷冷地看向了自己面前手持巨剑 正在恶狠狠盯着自己的西方舞者 只不过 她现在不想再打了 因为出现了一个和尚 而自己是僵尸 和尚和僵尸之间本也就是水火不容的 卡承 回来 一名西方魔法师叫道 名为卡承的西方舞者 狠狠地看了看叶飘灵 咬牙切齿道 你给我等着 我会找你的 说完 向自己的几名伙伴走去 接着几人便向楼下走去 慢着 林胡渊手持酒杯悠悠说道 几位以为东方是什么地方 杀了人就想走吗 刚才这位兄台杀了你们一人 还有一条人命 谁来偿还 说着目光如电的 看向几名西方修者 众多东方修者 也自觉地挡住了楼梯 几名西方修者 扭头看向林胡渊 其中的那名魔法师冷声说道 林胡渊 虽然你们灵狐家在东方算是一方霸主 但是我们魔法协会 也不会惧怕你们 难道你想为了区区两条人命 而挑起东西方大战吗 哈哈 林胡渊哈哈大笑起来 缓缓站起身 说道 既然你们都不怕 我们又有什么好怕的 废话少说 留下一人 其余的滚蛋 林胡渊最后的一声冷喝 下的魔法师一愣 只能狠狠地看着林胡渊 但是偏偏不敢动手 小林语此刻紧紧贴着叶飘铃 探出半个脑袋 看着气氛紧张的酒楼 低语道 哥哥 这些人好凶哦 叶飘铃笑了笑 说道 林语要是怕的话 就闭上眼睛不看他们 有哥哥在 他们不会动林语的 林语摇了摇头 说道 不 我还要看 其实 我还希望那个林胡哥哥 将那些西方坏蛋 狠狠地打一顿呢 他们太坏了 林语的低语声 没能逃过林胡渊的耳朵 令胡渊扭头看向 藏在叶飘铃身后的小林语 露出一个林家男孩般的亲切笑脸 只不过吓得小林语 连忙缩回头去 真是个可爱的小女孩 林胡渊喃喃自语一声 接着又看向那几名西方修者 面上的笑容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目光森寒道 还没有选好吗 那我来替你们选 说着 一手指向刚才的那名西方舞者 冷笑道 就是你了 出来受死吧 在林胡渊眼中 那些西方修者 似乎就是一个个死人 等着自己来看 这是一种赤裸裸的藐视 就在那名舞者准备发作的时候 忽然之间 磨云 避日滚滚而来 一个高大的身影 从汹涌的黑云中 快速地破顶而入 冷声说道 大胆的西方蝼蚁 受死 说着周身磨气四溢 转瞬间淹没了数名西方修者 只听得一声声 令人头皮发麻的凄惨叫声传出 接着便鲜血乱剑 尸块横飞 场面惨不忍睹 极其吓人 不少东方修者 被四溅的血肉 吓得纷纷尖叫 面色煞白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 是谁来了 叶飘铃连忙冲小林雨说道 林雨 闭眼 林雨本来想看得痛快 但被叶飘铃这一句 只能闭上眼睛 不过还时不时地 从指缝之间 偷偷看了一眼 魔忌收敛而去 一名长发散乱 身穿黑衣的高大男子 毅然站在几名西方修者 之前站着的地方 眼中释放出两道 则是一片血迹与碎肉 场面血腥无比 林胡渊厌恶地 将脚下的一块碎肉踢飞 继而一脸警惕地 看着眼前的男子 喃喃低语道 又是这个疯子 叶飘铃此刻 也目不转睛地 看着这个不速之客 因为他手中握着的 那把黑色战刀 就是艾瑟尔 从自己手中夺去的战刀 但是现在为什么会在他手中 这位兄台 这个人是谁啊 叶飘铃侧手 问着身旁的一名舞者 舞者看了看叶飘铃 似乎在看一个大山中 出来的星星 说道 他是谁 你都不知道 他就是吴段风的传人啊 绝世杀星 惹了他绝对没有好下场 很恐怖的一个人 叶飘铃狐疑地 看向这个高大男子 男子的目光 一一扫过在场众人 被男子注视的人 都是一脸的煞白 冷汗连连 忽然之间 男子的目光 停在了叶飘铃身上 吓得小铃羽浑身一颤 又躲在了叶飘铃身后 看到叶飘铃的男子 舔了舔嘴角 残忍的一笑 说道 你终于来了 我等了你很久了 叶飘铃微微一愣 不解地问道 等我 你是谁 是吴段风传人 还有你为何等我 叶飘铃像连珠炮一般 问出这么多的问题 而男子只是黑黑一笑 说出了一句 令在场众人皆是 大惊失色的话语 传人 吴段风没有传人 因为我就是吴段风 五百年前的吴段风 现在 我又回来了 什么 不仅是叶飘铃 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失踪了五百年的吴段风 怎么 怎么又忽然出现了 吴段风黑黑一笑 继续说出令众人色变的话来 叶飘铃 我终于找到你了 叶飘铃 她就是叶飘铃 她是僵尸 人群中沸腾了 都满面 惊恐地后退 唯恐这只僵尸 将自己吸成排骨 叶飘铃暗中看了看 周围众人的反应 心中微微一痛 那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 又瞬间涌上心头 不过还有凌羽紧紧地 抱着自己的腿 一双清澈的双眸 一眨不眨地看着自己 叶飘铃的内心 稍稍安静了一些 冲铃与宠溺的一笑 吴段风这时说道 叶飘铃 我们是不是要处理 一点事情了呢 叶飘铃狐疑地看着吴段风 问道 我们之间能有什么事情呢 我们似乎这是第一次见面吧 吴前辈 吴段风举刀指指叶飘铃 眼中泛起一丝寒芒 冷冷说道 杀了你 令我恢复巅峰 说着 左手忽然探出 魔气肆意 图神兽 图神兽 两个声音几乎是同时响起 两只漆黑发亮的巨大利爪 破空而出 紧紧地食指交叉在一起 一时劲也僵持不下 只不过巨大的力量波动 将周围的桌椅尽数摧毁 不少修为较弱的修者 具备卷飞出去 被震得口吐鲜血 脸色惨白 叶飘铃两眼血盲闪现 对凌羽说道 凌羽 快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小雨 保护好你的主人 哥哥 凌羽满面担心地看了看叶飘铃 叶飘铃低喝道 凌羽听话 快走 小妹妹 到这里来 一旁的凌狐渊 却出人意料地叫道 叶飘铃此刻全力应付着吴段风 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不管凌狐渊出自何意 凌羽现在交给他 总之比待在这里强 凌羽 去凌狐哥哥那里 快 凌羽又不舍地看了叶飘铃一眼 这才抱起小雨 向凌狐渊跑去 令狐渊一把抱起小凌羽 纵身跳出了酒楼 而此刻的其他修者 也早已远离的酒楼 待在远处看着这场 令人摸不着头脑 却又精彩非常的战斗 一个是五百年前的绝顶强者 一个五百年后的恐怖僵尸 这两者争斗起来 谁输谁赢 还真的很难明了 酒楼内 魔器与湿气纠缠在一起 汹涌澎湃 四处激荡 两只巨大的黑色利爪 在汹涌的黑雾中僵持 惊人的元气波动 将周围的一切事物 尽数镊灭 酒楼立刻化为虚无 半条街几乎都被毁去 如此强大的力量 令周围观战的修者 大为震惊 叶飘铃苦苦地 维持着图神手 至此 他才知道 这个被称为鬼才的 东方武者 有多么的恐怖 吴段风此刻面带宁笑 说道 不愧为百战不败的师族啊 不过 你还是太幼小了 其实我一直很期望 与你们的四大师族 打一场 看着狂妄而笑的吴段风 叶飘铃眼中 闪过一丝狠利的杀气 左手忽然凌空披下 断然喝道 破天纸 一道长达百丈的巨大乌刃 似乎要开天一般 斩向吴段风的头顶 看着呼啸而来的光刃 吴段风也不敢大意 战刀横举 硬生生地挡下了 这惊天的一击 一道肉眼可见的元气波 再次席卷四方 土地为之崩碎 吴段风所在的地方 被狂暴的尸气压下了几丈之身 好不害人 可是更害人的是 吴段风竟然又完好无损地 从巨坑中跃出 撤去图神手 手中战刀吞吐着赤裂的刀芒 吴段风大吼一声 长发似舞 宛如盖世凶神一般 手中战刀破空斩下 一道巨大的黑色刀芒 也随之劈下 叶飘铃脚下的土地 尽数蹦碎 在怒涛一般的元气波动中 被搅得粉碎 尘土饲养 叶飘铃也不由骇然色变 没有应接 当下身子横飞数百米之远 巨大的刀芒劈中地面 顿时巨响轰鸣 天地摇晃 被刀芒击中的地面 出现了一道身不见底的巨大沟壳 无数道骇人的裂缝 向四处蔓延 当真战力惊人 叶飘铃眼中冷光击射 将吴段风恐怖的实力看在眼里 他知道 以现在的自己 根本无法击败如此之强的吴段风 就在叶飘铃想着应对之策的时候 吴段风的又一记刀芒 已经奔至眼前 哇 叶飘铃吐出了本源湿气 身体倒飞而出 将地面砸出了一个大坑 坑下黑乎乎的一片 没有一丝的生气 只有丝丝磨气 从坑内生腾而起 那是吴段风灵力一记下 所携带的磨气 并不属于叶飘铃 现场陷入了死记 叶飘铃没有再出现 吴段风右手持刀 一步步地走到巨坑前 浓密的长发随风舞动 脸上那不带任何感情的凝笑 使之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远古凶猛 吴段风发出一阵阴森的笑声 说道 百战失足 不管如此嘛 看来令世间文之色变的僵尸 也不是无敌的呀 说着 吴段风手中战刀一转 刀芒在线 缓缓举过头顶 做事就要立劈去坑 不要 不要杀我哥哥 一声凄惨的童银忽然响起 只见小林雨挣脱了林护渊的怀抱 跌跌撞撞地跑进了已成沙漠的小镇 哭喊道 不要杀我哥哥 吴段风身子一顿 扭头看向跑来的小林雨 眼中的暴力之气依然没有减少 小雨意识到了吴段风身上的滔天杀意 顿时惊叫一声 从灵狐渊肩膀上跳下来 快速地追向小林雨 吴段风看着小林雨忽然凝笑一声 手中的刀芒竟然一转劈向小林雨 吴段风的这一举动 立刻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大为失色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 吴段风会对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女孩动手 众人似乎看到了小林雨雪剑 当场的结局都不忍心地闭上眼睛 哀叹连连 但就在这时 一便突生 只见小雨忽然全身抱起一团耀眼的白芒 一跃而起 身形暴涨数十米之大 满口的尖牙寒光闪闪 赤红的眼睛凶器四翼 与可爱的兔子身体显得很不搭配 好 一声震动天地的巨大寿吼 响彻六合八荒 惊动三界六道 一道实质性的巨大阴波 静止席向刀芒 所过之处 一切化为虚无 空间都被极具扭曲 险些崩碎 看似无间不摧的刀芒 在与阴波相撞后 竟然像遇见大水的小小火星 顿时被孽灭的无影无踪 阴波去世不减 只取吴段风 吴段风脸色大变 周身气势徒增百倍 魔气遮天蔽日 犹如世界末日一般 一道巨大的魔影 出现在吴段风面前 怒笑一声 一爪拍向阴波 但是强大的魔影 在这阴波面前 似乎弱不禁风 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吴段风 也被阴波狠狠地击飞出去 扑 得一声 吐出一大口心血 最终 那带有毁天灭地般威力的阴波 消失在了远方的五一群山中 而小雨似乎消耗过度似的 又化为平时的大小 从空中跌落下来 小灵雨连忙扑上前去 接住了小雨 小雨虚弱地唧唧地两声 急而昏迷了过去 众人似乎还没有 从刚才小兽 带来的震惊中清醒过来 现场依然久久无声 众人的目光 都聚焦在小灵雨怀中 昏迷的小兽身上 甚至有些修者眼中 已经泛起了贪婪之色 但这死寂的环境 却被一声喘息声打破 众人吃了一惊 闻声望去 只见一只手 忽然从一堆废墟中伸出 紧接着魔光四射 废墟被强大的元气搅得粉碎 零零散散地飘落在地 吴段风此刻站在废墟之中 全身衣物破破烂烂 凌乱的长发上 沾着许多的杂碎 嘴角也挂着一丝血迹 显得狼狈不堪 很难想象 一只不起眼的小兽 竟能将五百年前 便冰动整个东西修炼界的强者 伤成这样 吴段风缓缓抬起头 眼中射出几丈长的乌芒 近乎沉默地冷笑道 如此强大的力量 来自洪荒的力量 呵呵 我喜欢 吴段风一言惊全场 洪荒的力量 那就是说明 这只小兽 是某些洪荒凶兽的后裔 只不过更令人震惊的是 吴段风竟然承受住了 洪荒古老力量的袭击而不死 小鲤于此刻双眸瞪得大大的 不可置信地 看着向自己缓缓逼来的吴段风 不住地向后退着 幼小的身躯 看起来是那么的无助 那么的弱不经风 现在唯一可以重创 吴段风的小兽 也昏迷过去了 还有谁会是吴段风的对手呢 看着这个小女孩 还是逃不过死亡的命运啊 看着身处险境的小鲤于 林胡渊心中一急 郑欲上前解救小鲤于 却被一双仙手拉住了 同时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 你想送死吗 林胡渊扭头看去 是个名利动人的年轻女子 身穿一身白色衣裙 乌黑明亮的绣发光可见人 白皙水润的肌肤 宛若秋水的双眸 流光连连 再加之凹凸有致的极妙身材 真是一个国色天香的绝世大美女 林胡渊诧异道 雪儿 你怎么跑出来了 刚才见有人拉自己 林胡渊还以为 是什么吴段风的追随者 不让自己插手呢 结果 却是自己的宝贝妹妹 令胡威雪 令胡威雪没有说自己 为何出家族的 只是看向了场内 破为忧愁道 这个小女孩真的很可怜 但是如果我们上前 别说去救那个小女孩了 就连我们也得丧命 毕竟现在的对手是吴段风 而不是其他人啊 再说 家族也不会允许你 惹上这个煞心的 林胡渊一阵漠然 小妹说得对 自己如果 去救小林雨 唯一的结果是 自己也留下性命 毕竟她与吴段风比起来 实力差得太多 呀 师姐 那不是小林雨吗 一声惊叫响起 却是秋醉流与秋醉蝶两师姐妹 来到了这里 在他们身边 还有一位高大的俊美男子 一双冷目似电光 透着丝丝寒意 背手而立 给人一股无形的压迫感 此人正是天玄派青年一代高手林天耀 两女的师兄 曾经声称自己是为武道而生 秋醉柳看清场内局势后 也是花容失色 出声叫道 这怎么回事 小林雨 怎么会和吴段风的传人对立 叶公子呢 旁边的一名青年说道 那乃是吴段风的传人 那就是五百年前的吴段风 那个什么叶公子 也不是普通人 而是一只僵尸 什么 林天耀师兄妹大惊失色 吴段风 僵尸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此刻的场中 吴段风忽然怒吼一声 身形跃去 一记图神手 静止抓向小林雨 小林雨顿时被吓得惊叫出声 而围观的那些修者 也是无意敢上前搭救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活泼可爱的小林雨 走向凋零 但就在这个 一声汗天怒吼响起 将众人耳膜震的声腾 不住地嗡嗡作响 只见从深坑中 窜出一道黑芒 宛若一颗流星似的 将吴段风 狠狠地撞飞了出去 图神手随之一片 将一大片土地抓得崩裂 灵狐渊瞅准机会 身形一纵 立刻将小林雨揽出了战场 吴段风一拳轰中了黑色雾气 黑色雾气顿时暴退 在地上滑出了一道沟壑止住身形 黑色雾气宛如惊涛骇浪 浩浩荡荡 最终黑气收敛 一个干枯的类人体 站在沟壑中 周身散发着一股强大的尸气 啊 僵尸 天哪 他失化了 好 好恐怖的尸气 人群纷纷惊叫出声 此刻的夜飘灵说之为 地狱凶鬼也丝毫不过分 清黑且又干枯的皮肤 紧紧地贴在头骨上 一双眼睛射出两道血芒 红彤彤的一片 已经没有了眼白与同人之分 分外恐怖 刺客寒光闪闪的獠牙暴露在外 堪比钢刀的尖利指甲 泛着森光 再加之周身浓密的湿气 给人一股绝望的恐怖感 哼 夜飘灵尸口一张 吐出丝丝寒气 声音嘶哑而沉重 道 吴段风 我和你无冤无仇 你却痛下杀手 连五岁的小妹也不放过 你真多啊 嘿嘿 哈哈 吴段风现在冷笑两声 继而仰手哈哈大笑起来 说道 哼 这个令人生厌的世界 充满了太多的虚伪与残忍 大到世界已去 这个世界 还有什么理由长存 我要毁灭这个虚伪的世界 重塑天地 说着 身形月至高空 如远古巨人一般怒吼道 谁也不能阻挡我 就是你们失足 也挡不了我 说着 破天只劈空而下 声势震人 粗如山月的气芒 乌光似药 气静横空 带着一股犀利非常的近风 直斩叶飘零 吼 叶飘零发出一声震人心魄的怒笑 身体直飞而上 迎向那气势凶猛的气芒 周身的湿气浩浩荡荡 宛若条条远古恶龙 互相缠绕着 冲向强大的气芒 使得围观众人 纷纷惊叫出声 远远看去 场面的确有些令人心惊 一个小小的人影 在树道如蛟龙般的气芒包裹下 急速撞向堪比山月的巨大乌芒 天地为之失色 日月因此暗淡 两位强者的权力交锋 已经让整个南疆的气氛达到顶峰 碰 一阵巨响惊天动地 高空之中狂暴的波动 再次席卷四方 将漫天的阴云尽数吹散 阳光才得以普照大地 诗化之后的夜飘零作战力 的确大为提升 现在竟然用两只狮爪 将吴段风劈出的乌芒死死抓住 而全身的狮气流 却快速地袭向吴段风 犹如开天之利剑 气势害人 而吴段风 面对足以致命的狮气时 竟然不闪不躲 仰天怒吼一声 周身的魔气 也更加地汹涌澎湃 刚刚露脸的阳光 再次被魔云遮蔽 大地从陷入黑暗 随着吴段风 周身魔气的快速暴增 一股莫大的威压 如崇山峻岭一般 直压向叶飘零 大地为之崩碎 叶飘零暗吃一惊 还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便被自高空狠狠地压了下来 如同一颗坠落中的陨石 砸向地面 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尘土石屑四处见飞 围观众人傻眼了 吴段风的强大 彻底地打破了 他们对舞者的印象 像叶飘零这种 已经一脚 迈入飞僵器的僵尸 在吴段风面前 似乎不堪一击 连番被轰进泥土中 竟然将号称为 百战不败的师族如此的虐 这个吴段风 未免太可怕了一些吧 吴段风此刻立于虚空 漫天的魔云缭绕在他周围 黄蜂将他的长发 吹得四溢五动 在家之眼中 蹦出的几丈长的乌芒 使他看起来 就像是一个从地狱中 爬出的恶魔 恐怖异常 人群中 一个不一老者 捋着花白的胡子 双眼颇为担忧的 高空中的吴段风 喃喃自语道 看来当今世上 除了某些常年隐居的老古董外 青年一代高手 还真的没有几个 能与他有一搏之力啊 但是 吴段风这次 为何会心性大变呢 当真叫人匪夷所思啊 黄蜂顺此刻 狐疑地看了看 自己身边的老者 问道 这位前辈 似乎知道一些 不为人知的事情啊 呵呵 老者只是淡然一笑 转身向远方走去 看似步伐缓慢 可是瞬间 已经进入了远处的群山 这令黄蜂顺大惊失色 当他意识到 这位老人是一位影视高手时 老者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哥哥 小林于此刻担心地 看着那个被叶飘凌 砸出的锯坑 长长的睫毛 还挂有点点泪珠 坑底 叶飘凌看着上方 透着淡淡亮光的洞顶 只感到自己的身体 仿佛散架了一般 洞也洞不了 他真的不敢相信 人类舞者 竟然有这么恐怖的力量 仅仅在一个爆发下 便将自己汗如天铁的尸身重伤 难道自己今日 真的要隐恨当场吗 而就在这时 远方的五夷山脉 忽然突发异象 一片黑雾从群山的某个山谷 如同火山喷发式的轰然冲起 几乎将天地连为一体 整个五夷山脉 都被黑雾所拢罩起来 远远看去 颇有黑云鸭 沉沉欲催的感觉 宛如世界末日来临一般 同时一声怒吼 从雾气中隐隐传来 令人心中发熟 那里 那里 好像是遗迹所在的地方 没错 真是遗迹的所在 难道是至宝出世了 或许 是那句古诗 你你你 你别吓人啊 有些修者一听这话 顿时有些心惊胆战 如果真的是 那句古诗复苏 那恐怕自己这一群人 都不是其对手 要活生生地被吸做排骨 但情况没有众人想象的那么糟糕 怒吼只持续了半刻便消失了 遮天蔽日的雾气 也尽数收敛回山谷之中 五夷群山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四地 坑底 正在昏昏欲睡的夜飘零 所以她在第一时间便听出了那一声怒吼是尸吼声 而不是瘦吼 与此同时 夜飘零感到在自己体内 有一双眼睛睁开了 不是血魔 是另有他物 老朋友 我感觉到你了 一声女鹰回荡在夜飘零内心 夜飘零吃了一惊 虽然身体无法动弹 但是意识还在 顿时惊慌地问道 你是 你是谁 怎么会在我的体内 神秘女鹰呵呵笑道 怎么 连我也忘了 夜飘零一阵茫然 仔细想了想 顿时大吃一惊 是你 把我变成僵尸 让我报仇的大羡 女子发出一阵笑声 没有解释什么 在开口时声音已经变得凝重 道 这个舞者 你是对付不了的 他用的不是这个世界的力量 这样吧 现在我先控制你作战 前往五一山脉 见我的那个老朋友 这个舞者不会跟你到哪里去的 开始动手 嗨 我 紧号人民币 人民币紧号紧号 夜飘零一听对方 要控制自己的身体 顿时就慌了神了 但是无奈自己现在却什么也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 霸占了自己的身体 而在高空之上 五一山的异动 根本没有引起 吴段风的丝毫注意 吴段风的双眼 依然死死盯着地面上的那个大坑 如果他这一下 就能将这只僵尸干掉 那不是自己疯了 就是世界疯了 毕竟东方僵尸在华夏大地上的威名 实在是太大了 果然 就在围观众人 已经认为夜飘零被击毙时 从大坑中 却忽然蹦出一团尘土 随即一股强横的湿气呼啸而出 大坑顺时被扩大了数十倍 尘土似箭 吴段风似乎早已料到了这一点 就在大坑刚刚传出波动的时候 吴段风忽然沉喝一声 血腹咒 随着吴段风的怒喝 在气背后的虚空中 忽然睁开两只诡异的魔眼 同时 周身的滔天魔气 忽然凝为数十道长矛式的 静气刺进了漫天的尘土中 同时 一道赤裂的黑色刀芒迎空而下 在空中与空间壁 擦出道道火花 不得不说 威力霸道惊人 看来吴段风也开始用出全力了 在如此强大的力量波动下 天空迅速布满了阴云 雷声轰鸣 看样子 随时都会降下天雷来 吴段风的攻击 竟然引来了天结 这是在场众人沸腾了 引来天结就说明 吴段风现在的实力 完全可以捂破虚空而去 原以为吴段风的这族 可以引动天结的一击 应该可以彻底毁灭夜飘零 但是接下来的一幕 令所有人都傻了眼 隆隆的天雷 随着吴段风的攻击 袭向那依然在翻滚的湿气 却没想到 夜飘零不退反进 一手直接抓向天雷 怒吼道 狂徒找死 惊得众人连连失声 就连吴段风也愣住了 因为众所周知 天雷可是僵尸的克星 没有汗拔气的僵尸 根本挨不住天雷的一波攻击 这个夜飘零疯了吗 夜飘零看着自己的右手抓向天雷 早已是吓得亡魂接冒 原以为自己会被劈成交叹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 就连夜飘零自己也不敢相信 天雷与吴段风的双重攻击 竟然被自己一手抓住了 哼 雕虫小技 也敢拿出来闲耳 体内的女子颇为不屑地冷哼一声 手臂轻轻一挥 高空中的吴段风 便被一股炙热的飓风卷飞了出去 这股飓风的炙热程度 超出了吴段风的想象 在这股飓风的轰烤下 吴段风竟然有一种将要暴体的感觉 要知道自己的身体 可是真武境界的无者体质 比凡间钢铁比起来 不知要强悍多少倍 竟然挨不住这股飓风的烘烤 天空此刻已经变得红彤彤的一片 地面上的修折 此刻只觉得热气冲天 仿佛自己站在火山口一般 纷纷叫嚷起来 大地也因为酷热而裂开了 但是令狐渊兄妹此刻却竟然发现 怀中的小铃羽周身 竟然出现了一团寒雾 将周围的热量尽数排开 使得令狐渊兄妹 也感不到丝毫的酷热 看着怀中 被细小冰筋环绕的小铃羽 令狐渊兄妹内心的惊诧 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 吴段风作为飓风的直接攻击目标 此刻身体已经开始骤裂 并且发出阵阵娇臭的难闻味 缕缕黑烟从吴段风的身体上冒起 就在吴段风生死攸关之际 只听得一声魔效响彻天际 从吴段风体内钻出一个巨大的魔影 两只眼睛散发着悠悠无光 宛如一个远古凶魂 面目争鸣道 原来是你这个小贱人 你还没有死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不过你的胆量还真是大 竟然打起了天魂的主意 小心玩火 星号星号 夜飘零喉间传出一阵女鹰 令下方众人惊恶无比 还有吴段风上方的魔影 也使众人感到了极度的不安 因为在魔影身上 众人都感到了一丝毁天灭地般的力量波动 众人不知 那力量根本不属于现在的力量 那是洪荒远古者的力量 魔影的出现 终于大规模地引来的天结 同时 这个女子的附身 也使得夜飘零成为了天结的攻击目标 两大洪荒高手 顿时没有心情闲聊了 纷纷出手抗衡着山岳般粗壮的天雷 在天空中留下道道虚影 大地被天雷炸得四分五裂 不少修者在肆虐的天雷下 被击为粉末 此刻的天地用末日 在形容丝毫不为过 远远看去 狂风在怒笑 耀眼炙热的雷光覆盖了一切 不少修者狼狈地逃了出来 尘世的几大青年高手 此刻没有了往日的风范 一个个灰头土脸的 哼 剑人 我们的出现 已经引动了天雷 你不会想让这个世界就此毁灭吧 你要知道 这里是人间剑 不是曾经的洪荒古剑 操 你这个剑人 魔影正在说着 忽然惊叫一声 闪身躲过了夜飘零扔过来的天雷树 不由大骂出声 说话客气点 不然下一次 就不是一束天雷那么简单了 远处的重修者 现在已经惊讶得麻木了 两人竟然可以降服天雷 用天雷当作武器进攻敌人 这该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境界 夜飘零此刻神秘女子的操纵下一拳 破开虚空 将滚滚而来的天雷 全部引进了未知空间中 继而看了一眼同样未知的魔影 说道 现在我没时间和你在这里玩 下次见了你 你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女子发出一阵放荡不羁的笑声 给人一种绝世凶魔的感觉 继而控制夜飘零 快速向武夷群山飞去 见自己飞向武夷群山 夜飘零顿时在心中叫道 喂喂 前辈 我小妹还在下面呢 女子哈哈笑道 什么 你小妹 你竟然把那女人称为小妹 哈哈 你胆子很大 放心 估计在这个世界中 没有几个人可以威胁到她的 嗯 前辈 你似乎知道淋雨的来历 夜飘零到 女子只是发出一阵笑声 接着说道 该知道的事情 你以后会知道的 现在先去见我的老朋友 武夷群山脉 绵延数千米 消牙怂起 臂力万人 高耸群风之上 每当雨后乍晴 晨曦出路之时 白茫茫的烟云 泥山漫谷 风吹云荡 起伏不定 犹如大海的波涛 汹涌澎湃 站在一览台上望云海 变幻莫测 宛如置身于彭来仙境 遥游于天宫穷格 凌空俯视武夷山脉 夜飘零只感到自己 似乎来到了一处人间仙境 此处风光比起昆仑 也是毫不逊色 要山有山 要水有水 水绕山山兰水 鸟鸟白雾飘荡临间 跟人一股说不出的 惬意感觉 女子控制的夜飘零 落到一处山谷中 刚刚站在谷中 夜飘零便感到一股 旁驳的湿气扑面而来 随之而来的 还有一股莫大的威压 机遇将夜飘零压碎 呵呵 老东西 就算我来得迟了 你也不用给我来得下马 爸 夜飘零体内的女子 冷笑一声 宛若红中的声音 在鼓中久久回荡 震落了不少山石 呵呵 你终于来了 进来吧 一阵粗狂沙哑的声音 滚滚传来 与此同时 漫天的湿气 与威压寝客之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在这一刻 夜飘零对身体的控制权 终于回来了 不由伸展了一下湿身 长舒了一口气 继而御用湿身活化术 恢复了普通人的面貌 虽然湿化后的自己 可以发挥自己 全部的湿足力量 但是外表上看起来 实在难以恭维 顺着湿气波动走 女子的声音响了起来 夜飘零没有丝毫的犹豫 赶紧迈开步子 照女子的话 虽然这个女子目前为止 对自己没有什么恶意 但是一定是有目的的 将自己变为僵尸 或许就是这个 神秘女子计划的第一步 随着湿气 夜飘零很快来到了一处洞口 站在外面望了望 只见洞内幽暗深邃 一眼望不到头 只不过却向外洒 发出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 仿佛里面沉睡着 一只远古蛮兽似的 令人望而止步 见到夜飘零止步步前 体内的女子顿时笑出声来 说道 放心的进去吧 这个老家伙是不会动你的 她还要请你帮忙呢 夜飘零不由心中一阵不爽 她很不喜欢 被人当妻子使欢 但是现在她的处境 也由不得她来选择 两大旷古硕金的高手 看着自己 自己只能照着他们的话去做 走进洞中 夜飘零才发现 洞中竟然还有一丝 十分神圣的气息 这是她万万想不到的 她无法理解 为什么在这滚滚湿气中 还夹杂有神圣的气息 除非 你猜对了 这里的确是一处封印点 体内的女子忽然说话了 果然是这样 难道那句古诗 就是你口中的老朋友 夜飘零开口问道 但是这次回答 夜飘零的不是神秘女子 而是刚才那个粗狂的声音 小娃娃 你在乱说什么 小心我一个步爽灭了你 你敢 我的人你如果敢动一下的话 那你就继续在这里沉睡吧 女子冷哼出声 夜飘零现在懵了 这两个人物好像朋友 不过 又好像不是朋友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夜飘零此刻隐隐觉得自己 现在被卷入了一场惊天的阴谋中 甚至是足以改变三界六道 原有秩序的巨大阴谋 可到底什么呢 恐怕只有见了这个南疆古诗才会知道 想到这里夜飘零的心中 竟有点迫不及待了 大步向洞深处走去 哇 这这这 这就是那句古诗 夜飘零目瞪口呆地 看着浮在空中的那一句干诗 惊讶的已经有点口齿不清了 令他惊讶的并不是离奇的古诗 而是惊讶于将古诗悬浮起来的金色光柱 看来那就是封印了 但是 那是什么封印啊 只有一个光溜溜的金色光柱 显得好诡异啊 你 就是前辈吧 夜飘零小心翼翼地问道 谁知一声怒吓 将夜飘零吓了一跳 你这个小娃娃 真是狗眼看人帝 那个蠢物 怎么能和本王相提并论 夜飘零被对方的嚣张 惹得有一丝不爽了 你 你这个后生蝼蚁 竟敢对本王不敬 当真罪不可恕 找死 话音未落 夜飘零便觉得 一股强大无比的威压 冲自己袭来 但是却被自己身前的 一道奇异乌光所阻挡 这时只听见那女子冷声说道 老东西 要是你还在这么闹下去 那你一个人想办法破硬而出吧 再告诉你一声 这个僵尸是血印身 如果你认为它好欺负你 可以再试试 激怒了血印身 谁也保不了你 这个洪荒凶魔 似乎对血印身很是忌惮 沉默了半天才说道 好吧 我承认被封印了这么长时间 心性有点变化 我会克制的 这时在夜飘零身旁 凭空出现一团黑雾 黑雾中 夜飘零只是朦朦胧胧的 看到了一个曼妙的身影 其他什么都看不清 神秘女子说道 说吧 要我们怎么做 如果我猜的没错 我的出现 已经惊动了不少人间老古董了 虽然不怕他们 但是被他们缠上 还挺麻烦 啊 实不相瞒 如果想要破开这个封印 除非去尸魂界 否则无法破开 嗯 女子微微一愣 说道 尸魂界 难道这个封印的本源力量 是尸魂界 哎 是啊 那帮老混蛋在封印我的时候 害怕我有朝一日会破印而出 便动用了尸魂界的本源力量 支撑着封印症的运转 如果不前往尸魂界 断开其与封印症的联系 我们是无法破开这个封印的 洪荒凶魔 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显得既愤怒 而又无奈 这个 女子闻言有点不情愿了 叶飘灵此刻看了看这两个 简直直接把自己忽略的恐怖人物 忽然感到了一丝不妙 顿时尸魂界 顿时尸魂界 魂界 魂界 你们不会想让我去那个什么尸魂界吧 那你说呢 被封印的恐怖人物 不怀好意地笑道 叶飘灵没来得及开口 女子又微微叹了一口气 说道 叶飘灵 只有你现在 可以去尸魂界 我们尸族 只有你可以挽救 什么 你们都是 僵尸 啊 是尸族 发觉自己的称呼不雅后 又连忙改口 这两个恐怖人物是僵尸 这的确超出了叶飘灵的意料 在叶飘灵看来 这个女子和被封印的人物 顶多也就是来自洪荒的危险人物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他们竟然同自己一样 都是僵尸 哼 我们可是你的祖宗 被封印的僵尸冷哼出声 但是却招来叶飘灵 一个大大的白眼 但是听到祖宗二字 叶飘灵却恶然了 祖宗 难道是 哼 想必你已经猜出我的身份了 没错 我就是女拔尸祖 而在封印阵中的 就是我们尸族的后亲尸祖 女拔轻笑着说出了 这两个险些将叶飘灵下 趴在地的名字 女拔 四大尸祖中声望最高的一位 世间唯一一个拥有神体的僵尸 薛元皇帝的亲生女儿 五行力量都不能将其压制 后亲 上古十大魔神之一 后土皇帝的亲弟弟 虽说同为四大尸祖 但传说中的后亲 似乎与令三大尸祖是对立的 最后被女娲 后土 紫薇 勾尘 地藏五位神圣 用五行大阵将其封印 没想到这传说竟是真的 想到这里 叶飘灵犹豫了 自己来南江大马 不就是为了解封古尸吗 可是现在 现在的这个僵尸 是魔王后亲 他可是华夏史上出了名的魔头 如果放出了他 究竟是服侍货 谁也不敢保证啊 万一这个后亲出来后 杀性大发 那自己岂不是将世间推入了火坑 女拔似乎是看出了叶飘灵的顾虑 微微一笑 说道 有时候传说是不可信的 你只管去做 不要担心别的 记住 我们师祖始终是和上古神族是一体的 师祖 众神 天地 这里面的秘密太多太多 一时半会也讲不清楚 但是你放心 四大师祖绝对不会无聊到去杀凡人那种地步 叶飘灵默然地看了看女拔 还是一动没动 笑话 那可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说白了就是另一个世界 自己要是一个不胜 就会丢掉小命的 但是 如果师祖再不开始复苏的话 自己也迟早会被毛山与鼠山的那帮老混蛋挂掉 再三权衡之下 叶飘灵下定了决心 好 我可以去试魂见 但是我想问一下 叶飘灵说着 眼睛看向了女拔 沉默了片刻问道 女拔娘娘 当年你为什么会选中我 不要告诉我是同情我 女拔沉默了一会儿 才悠悠说道 的确 我当初是看中了你的前置才帮你的 虽然这样说 有点无情 有点利益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因为我也没有那个闲功夫去怜悯世人 再说了 世人也不会让我们去怜悯 好了 该说的都说了 你现在可以去忙了 等等 叶飘灵叫出声来 问道 还有几个问题 欲血而生 生意为天和天以九魂 魂魂相连这两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血印深到底是什么 还有上一代人类文明 到底有没有那回事 小娃娃 这些问题不是你能了解的范畴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 那就去失魂界 在失魂界 可能有这些问题的答案 不是我骗你 我也没必要骗你 后卿这时悠悠说着 全然没有了之前狂消的气息 叶飘灵狐疑地看了看 服在空中的单狮 问道 既然这个不是后卿老祖的本人 那他是谁 不知道 后卿说道 早在封印我之前 这个古诗就已经存在了 没人知道 他是哪位前辈 汉 叶飘灵晕了 能被后卿称之为前辈的家伙 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化石啊 后卿停顿了一会儿 说道 时候不早了 人族已经有不少高手进洞了 我设置的结界 无法阻挡他们 小娃娃 你快走 不能让别人发现 失魂界的入口在这里 记住 到无上神殿中去 拿着这只断手 他可以指引你前去 后卿说完 叶飘灵只觉得头顶一阵波动 抬头一看 见一只皮包骨头的干枯手掌 跌进了自己的怀中 上面泛着淡淡的乌光 这是谁的手啊 卫卫 我还没有准备好呢 啊 叶飘灵刚刚问出心中的疑问 便被一股突然出现的巨大引力 吸入了虚空 在灵消失之际 叶飘灵隐隐地听到了 几名男子嘈杂的惊叫声 啊 不好 有僵尸 师祖救命 随之传来的 还有后卿的咆哮声 咚 等闷想 一个人影凭空出现 狠狠地摔在了枯草丛中 顿时被摔了个七昏八素 人影顿时愤愤地低声骂道 擦 该死后卿 怎么不告诉我 这里的传送口在空中啊 哎呦 摔死老子了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被抛到失魂界中的叶飘灵 叶飘灵在那里自顾自地骂了一会儿 才站起身来举目四跳了一下 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巨大的沙坑之内 坑中还有少许的焦黑之色 并且存在着一丝微弱的能量波动 可以看出 这里在之前的某个岁月 曾经发生过一场恐怖的战争 叶飘灵掏出后卿 交给自己的断手 不过却是一点反应也没有 根本就没有出现叶飘灵想象中的那样断手指路 没办法 叶飘灵只能拿着断手 向坑外走去 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先熟悉一下 总是没错的 但当叶飘灵来到坑外的沙丘时 眼前的一幕却是他目瞪口呆 这片荒凉死寂的沙漠之前 竟然是一座繁华的人类聚居地 各种摩天大楼 雄伟的屹立在叶飘灵面前 虽然只剩下了残破的主体 但是叶飘灵依然可以看出来 这些摩天大楼当年的壮观 在各栋破败不堪的大厦中间 还有着许多金属残骸 叶飘灵弯腰捡起一块 用手细细地摸了摸 忽然之间眼前一亮 这种感觉和自己之前 在横断山脉击碎的那个 机甲战士身上的金属碎片一模一样 难道这座遗址是 上一个文明的城市遗址 叶飘灵被自己的这个想法吓了一跳 但是如果说这座城市 属于上一个人类文明 那么又怎么会跑到失魂界呢 难道是有那个恐怖高手 为了某种目的 将这城市从人间界移至失魂界的 这未免也太恐怖了吧 叶飘灵满心震惊地 走在这个已成沙漠的破败城市 各种高科技武器残落一地 其中就有自己在横断山脉 遇到的机甲战士残骸 阵阵干燥的热风刮来 带起层层的沙土 在废墟之中吹过 吹得有些东西叮叮作响 大街上的骷髅随处可见 由于宝经岁月的侵蚀 大多已经变得脆弱不堪 轻轻一碰也会化为骨粉 随着热风 与黄沙缠绕在一起 飞向遥远的天边 使得这座曾经无比繁荣的城市 愈加荒凉 宛如一座鬼城 令人不寒而栗 就连夜飘灵这只僵尸 此刻也是小心翼翼的 虽然他不怎么相信 这样的地方还有生物存在 但是小心翼翼翼翼 总是好的 在城市中 穿插了将近一个时辰夜飘灵 才走出这座遗迹 现在展现在他面前的 又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沙漠 天空中挂着的一轮炎阳 将整个沙漠几乎要点燃似的 散发出了他全部的热量 夜飘灵抬头看了看骄阳 暗骂一声 该死的 没有办法 虽然他现在可以抵御阳光 但是高强度的阳光 他还是怕的 像现在的阳光 就是一个 人类到此也只有死路一条 更何况 他这只僵尸了 就在夜飘灵在暗骂着 该死的太阳的时候 却只见从沙漠深处 飞出一个奇异的圆盘来 斜斜地悬浮在高空 并且绕着自行轴 缓缓旋转着 通体散发着金属的光芒 那奇怪的物体 只是静静地悬浮在空中 一动不动 似乎在监视自己 而夜飘灵 现在也一动不动 只是愣愣地 看着那诡异的圆盘 不知道它是何物 难道 这种死地 还有生物存在吗 夜飘灵艰难地说着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看着不远处空中的 静静地对峙了许久 终于夜飘灵沉不住气了 试探性地上前一步 忽然之间 夜飘灵面前的虚空光芒一闪 吓得夜飘灵身形暴退 体内湿气顺时涌出 做好了战斗准备 但是对方并没有攻击自己 只见虚空中出现了黑色的光团 光团中生有两点蓝光 就像是这黑色光团的两只眼睛 但是夜飘灵并没有感到 这个神秘光团有生物波动 因此可以判定它不是生物 当然也不是死物 因为也没有阴气放出 但是夜飘灵感觉到 这光团中有明显的能量波动 就在夜飘灵胡思乱想之际 那神秘的光团 却传出了一阵意识流 你是什么人 竟然敢直升来到这个世界 我 夜飘灵沉吟了片刻 说道 我是从别处来的 到失魂界来有重要的事情 你是 人间界的 光团一声问道 夜飘灵点了点头 没错 晚辈夜飘灵 是从人间界来的 不知前辈是何人 呵呵呵 人间界的 好好好 光团先是笑了几声 继二连到三声好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搞得夜飘灵 如同障二的和尚 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光团那几声 好是什么意思 难道人间界的 在失魂界很受欢迎 要是那样的话就太好了 自己顺便可以打听一下 无上神殿的消息了 哈哈 但是夜飘灵很不幸 因为他猜错了 迎接他的 并不是贵宾款待 而是积极毙命的亡命打击 大汉国南疆 武夷山脉此刻用风起云涌来形容 丝毫不过分 不仅是因为 质宝即将出世 更是因为僵尸四大师祖中的两个 在此现身 女拔与后卿 这两个恐怖人物的现身 直接惊动了不少人间界 禁忌一般的存在 东方珠强皆具武夷山脉 其间夹杂的西方修炼者 此刻已经目瞪口呆 因为在西方的传说中 东方现在的高手已经很少了 大多已经战亡于两次的灭尸之战中 但是今日所见 彻底打破了西方修炼界 对东方修炼界的印象 在魔洞中 女拔依然将自己包 在湿气雾中 但是浓雾虽然遮住了她的面容 却挡不住她眼中那两道凛然杀气 女拔冷冷地扫了一眼 将魔洞挤了个水泻不通的人间修炼 声音阴沉道 哼 来这么多人 是不是为了给即将破印的后卿做祭品 女拔那毫不带感情的话语 撞击在众人的心头 不少修炼 已经是面色惨白 更有甚者 已经口鼻溢血 机遇晕倒 由此可见 女拔师祖实力的强横无品 女拔娘娘 凭到玄真子起手了 一个手持浮沉 身穿黄色道袍的道人 轻笑着冲傲然 立于虚空的女拔鞠了一躬 女拔冷目扫去 森寒的目光明显加剧了几分 但瞬间又缓和了下来 依然是那不带任何感情的语气 说道 有事吗 玄真子呵呵一笑 说道 刚才女拔娘娘说 后卿师祖要破印而出 不知为何呀 女拔冷哼一声 说道 我们师祖内部的事情 还轮不到你们茅山来说吧 玄真子微微一笑 依然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 说道 据说师祖那分四派 各大师祖自成一脉 互相之间还彼此征战 搞得世间民不聊生 所以才被众神抛弃 被世人绞杀 不知今日女拔娘娘 为何因为一个昔日的仇敌 而感冒着惊动天界的危险 前来营救后亲师祖 女拔眼中冷光一灵 沉声道 小小茅山术士 你不认为你管得太多了吗 同时也太愚昧无知了 被众神抛弃的是不是失足 你们这些道者心中有数 惊动天界 你们认为现在头上的是天界吗 大错特错 天界早已不复存在 女拔一袭话惊动全场 不少修者纷纷失色 既然头上的不是天界 那会是什么 真正的天界去哪里了 女拔身为一代洪荒师祖 应该不会编出这么无聊的玩笑 女拔和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说了这些 也没有任何用处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阻止我们的 对他们 我们不必留情 后卿的声音在洞中回荡开来 吓得众人连忙运转内力 不少接近洞口的胆小修者 此刻早已跑出洞去 毕竟他们现在所面对的是两大师祖 光一个僵尸就足以恐怖了 更何况两个师祖 女拔与后卿并没有动手 只是看着玄真子 冷笑道 我知道后卿的封印帝 一直以来有你们毛山宗在守护 但是今日 我女拔说了 你们的使命到此结束 毛山宗可以滚蛋了 女拔这话可以说 没有给玄真子留顶点面子 毛山宗众人脸色结实一变 外人也许不知道玄真子的底细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 玄真子乃是毛山三圣之一 是千年以前五行道人的清传弟子 如今的修为早已是高深莫测 本应早已破空而去 但是却滞留在了人间 不愿上天 玄真子看着女拔 眼光逐渐变得冷峻 最终冷声说道 有我们毛山宗在 谁也不可动风一分好 即使你是女拔 是薛元皇帝的女儿 也不可能 女拔微微一愣 她没料到 现在竟然还敢有人 如此对自己说话 不由气急返笑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忽然之间冷声道 小娃娃 你们的祖师见了 我也不敢如此狂妄 让你一个小小的毛山小道 能有几斤几两 敢放如此狂言 当真找死 说着一手直袭玄真子 玄真子早有准备 看着快速袭来的巨爪 玄真子也不敢有丝毫大意 毕竟在他面前的是僵尸师祖 见巨爪将近 玄真子沉喝一声 一道巨大的火焰神符打出 身体快速跃起 但是火焰神符在女拔失找的攻击下 简直不堪一击 一个碰撞便消散得无影无踪 继而聚找连番舞动 宛如出海猛龙 洞中瞬间地动山摇 碎石纷纷滚落 混乱中不断传出惨叫声 玄真子此刻全力应付着 女拔暴风雨般的攻击 面上很快便见了汗 但女拔似乎并不准备下死手 而是冷冷笑着 如同再玩一只老鼠 后卿此刻兴奋地哈哈大笑起来 只不过笑过之后说道 女拔 适可而止吧 虽然我也想玩死 这帮可恶的小娃娃 但是我们还有大事要做 女拔这时才一记大掌印在玄真子胸前 玄真子顿时惨叫一声 连吐鲜血 道飞老远倒在了人群 生死未卜 收法之后 女拔再一次地扫尸了一下狼藉的山洞 说道 还有谁不服 仅可站出来说话 面对如此恐怖的洪荒强者 众人还能说什么 就在女拔后卿以为事情就此平息的时候 忽然一股强大的气势冲至洞中 只听得人群中一阵嘈杂 啊 茅山三圣来齐了 还有鼠山七圣 没想到今日道家十圣来全了 热闹啊 众人话音未落 女拔便见九名面色沧桑的道家修者 凭空出现在洞中 但在女拔看来 那些人和乳秀未干的小娃娃 没什么两样 而那名玄真子 此刻已经是奄奄一息 被几名茅山宗弟子 护送回了茅山 哼 看来 你们还真的想阻挠本王破印 那本王也就不客气了 后卿本就是出了名的上古魔星 如今也失去了耐心 正欲发火之际 却见一个身旗仙鹤的茅山圣人笑道 不不不 后卿王 您误会了 我们并没有您破印而出 只是想来向后卿王与女拔王说 一个消息 再别无他意 接着一个脚踏七彩飞剑的鼠山圣人道 后卿王与女拔王不要对这条消息不感兴趣 因为这是 我派祖师特意流传下来的使命 原以为不会再见到女拔王 但今日见了 也就该是平道完成使命的时候了 哦 女拔一声道 什么重要的消息 你倒是说说 蜀山圣人一脸严峻道 不知女拔王 可否还记得上古玄弧一族 女拔文言眼光一抖 洞中冷意迅速上升 女拔的声音也变得杀气肆意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平道没有别的意思 平道只是想说 上古玄弧没有被灭族 现在还有一只 目前身在昆仑妖族 消息就是这个 平道就此告退 说着 道家九圣便欲退去 不料 这是一阵讥笑声响起 嘿嘿 原以为传说中的道家十圣有多厉害 没想到 见了战无不胜的两位师祖王 就像是十个木头 哈哈 众人望去 见几名西方修者 正在肆无忌惩地笑着 说话的正是一名魔法师 毛山与蜀山的众弟子 顿时怒了 但还没等他们动手 那名魔法师 却忽然惊叫一声 消失了身影 下一刻却出现在了 师祖女拔的手中 只见女拔一手掐着 魔法师的脖子 看也不看一眼 只是冷冷说道 我们东方聚会 什么时候 轮到你们这些西方蝼蚁 前来放肆 魔法师忽然惨叫一声 在众目睽睽之下 瞬间变为了干尸 女拔手一松 干尸掉落在地 跌得粉碎 现场顿时近到了极点 那几名西方修者 此刻也是满面惊恐地 看着冷血的女拔 愣愣地说不出一句话 他们没想到凤城女拔 竟然也惹来了杀身之祸 而此刻女拔的眼光 也锁定了在场的 所有的西方修者 不由冷笑道 看来现在的西方蝼蚁们 忘了当年定下的规矩 既然这样 就不要怪本娘娘 心狠手辣了 碎尸 女拔冷喝一声 双手结出一个诡异的手印 继而又是冷喝一声 万物死 随着女拔的口诀喝出 洞中顿时惨叫连连 所有在场的西方修者 皆被一股无形的力量 掉至半空 惊恐而又无力地挣扎着 看得下方的东方修者 暗自胆寒 女拔看着空中的 这些可怜的西方修者 露出了一阵残酷的笑声 音声道 你们可以去死了 嘿嘿嘿 话音刚落空中的西方修者 便全部被团团灰色的火焰包裹 发出阵阵令人头皮发麻 凄厉的惨叫 道家九圣 看着那些丝毫不差于 天火的灰色火焰 眼中也闪过一丝恐慌 那是失火 是幽冥火中最厉害 最恐怖的一种 鬼火也无法与之相比 鬼火 烧人灵魂 冰冷无常 但是失火不同 失火吸收灵魂 砖焚失身 灵魄也无法逃脱 可谓是毁灭之火 狠纳无比 是失足的绝技之一 瞻之必死 看着西方重修者 在半空中化为虚无 下面的众多东方修者 皆是冒了一把冷汗 就连九大圣人也冷汗连连 这就是僵尸啊 冷血无情 杀人如吃饭一般普通 哇 我警号 at人民币 addy警号人民币人民币 叶飘灵一声惊呼 横空飞出 一道死光 将自己之前站的地方 炸出了一个大坑 叶飘灵抬头 看向空中的数十架 缩撞飞行物 不断地大骂 只不过心中 却是疑问连连 这些飞行物 是不是上一代文明呢 如果是 那就说明 上一代人类文明 并没有被毁灭 可是 为什么要如此敌视自己呢 是因为自己来自人间界 还是因为自己的是僵尸 应该不是后者 因为自己伪装得很好 对方不可能知道 自己的真实身份 那就是前者了 难道 上一代文明 和这一代文明之间 有什么大仇大恨吗 为什么会这样 叶飘灵死死盯着空中 这些忽然向自己 发动攻击的金属飞行物 恨的是咬牙切齿 只不过不是恨这些飞行物 而是恨女拔和后卿 因为他们一定知道 尸魂界会有这些古怪的东西 之前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害得自己现在如此的被动 这样想着 叶飘灵再次避开 一道炙热的流光 沉声道 僵尸不发威 你当我是死鬼啊 破天乌芒迎空斩下 荡出阵阵飓风 顺势便将三架飞行器 打落尘埃 只不过 这三架飞行器表面上的装甲 只不过是被砍出了 一道浅浅的凹痕 并没有太大的损伤 这可使叶飘灵大为头痛 实在不懂这些不明事例 到底有什么秘密 叶飘灵的反击 似乎激怒了对方 所有的飞行体的攻击 更加迅猛 铺天盖地的攻击光团 几乎覆盖了全部 大惊失色 躲无可躲下 只能大喝一声 竭尽全力 荡起了全部的湿气 湿气的密集程度 几乎达到了实质化 在夜飘零周身 形成了一道 坚实的黑色湿气防护壳 哄 一声惊天动地的响声 直冲消汗 数朵巨大的蘑菇云 冲天起 远远看去极为壮观 也颇为恐怖 空气也随着这声 毁天灭地的爆炸 变得灼热不堪 似乎要燃烧起来一般 十几架飞行器 窜上高空 静静地悬浮在空中 在炽热的阳光下 光彩翼翼 流光闪闪 给人一种梦幻的神秘色彩 天空此刻一闭如洗 之前本就不多的云彩 被巨大的爆炸冲击波 彻底冲得无影无踪 渐渐地 沙尘落定尘埃 沙漠又恢复了 往日的死寂 不断有荒凉的热风吹过 扬起阵阵沙尘 继而又会归于沉静 唯有高空中的那些飞行器 在说明着什么 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没有一丝的嘈杂之音 夜飘零此刻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漫漫黄沙中 没有它的一点波动或者气息 仿佛消失了一般 十几架飞行器 在空中搜索了半天 也没有任何结果 就在这时 沙底却忽然开始震动起来 一个个小沙包快速地崛起 随着沙土的掉落 竟然是一个个黑色的机甲战士 都是五米之高 两只蓝幽幽的电子眼 油碗深邃 黑色的装甲在炎阳的炙烤下 泛着点点乌芒 手中端着三米多长的大枪 看起来充满了威胁性 而这样的机甲战士 竟然出现了百余架 远远望去黑压压的一片 当真气势骇人 上百架机甲战士 在夜飘零曾经战斗的区域 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 再加上空中那几十架 如同猎鹰的飞行器 即使是一只苍蝇 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更别说是一个僵尸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转眼之间 骄阳已经吸血 沙漠中的温度 也在急剧下降着 甚至已经到了零下的温度 但是搜索仍在继续着 就这样 在阳光即将消失的那一刻 一个机甲战士终于有了发现 立刻向其他机甲战士 发出讯号 众多机甲战士 迅速围了过来 小心翼翼地 向面前这个深坑看去 很能想象他们是机器 如果单从外表上来看 一定会以为 他们是穿着高科技战服的 特战队员 在众多机甲战士的努力下 一口由黄沙构成的沙冠 被抬了出来 摆在了沙漠中 众多机甲战士围成一圈 最后一个机甲战士 用巨大的铁拳头 轰击了一下沙冠 但是由于沙子的密度增加 其硬度也增加了不少 机甲战士这强横的一拳 竟然没将沙冠砸碎 众多机甲战士 皆是惊恶的护士急眼 不知道这个神秘的沙冠 为什么会如此的坚硬 不知道和刚才那个神秘的入侵者 有没有联系 砰砰砰 机甲战士又是奋力地猛砸几拳 但是结果依然如此 沙冠没有任何将要破裂的征兆 甚至连一丁点裂痕也没有 就在机甲战士 准备联系空中的飞行器轰炸时 沙冠却自己动了 经得众多机甲战士连连后退 手中巨枪立刻瞄准了诡异的沙冠 以防不测 沙冠上的细沙不断滑落着 发出单一的沙沙声 如同一条条小水流 快速融入了下方的沙漠中 随着细沙的滑落 棺材的真正面目显露了出来 却是一口不知道用什么物质打造的黑色棺材 向外散发出阵阵寒意 仿佛是一只沉睡着的远古恶魔 令人不寒而栗 诡异出现的棺材上乌芒闪现 隐隐中还可以看到 棺材内部有赤芒流动 就像是倒倒血管 棺材的血管 机甲战士这时 似乎也拿不定主意了 毕竟 它们只是被某些生物创造出来战斗的 说白了 就是战斗用的机器而已 有些是 自己还是要询问上方的意思的 可是一遍再次发生 诡异棺材的黑色外壳 忽然气化 化为一团强盛的湿器席卷四方 众多机甲战士 瞬间便被淹没了 只听着湿器中 隐隐传出咯咯咯咯的脆响 听着便使人头皮发麻 空中的众多飞行器 没有任何犹豫 一大片炽热的光滑 似要撕裂这方天地一般 装甲战士没有死于湿器 反而被自己的飞行器炸得粉碎 残骗似飞 吼 一声沉闷的吼声荡出天地 只见一个黑色身影 如若一道闪电 顺时冲到一架飞行器前 稳稳立在飞行器顶端 双手手背上 各自伸出三根漆黑明亮的道刺 泛出点点声光 一举便刺进了飞行器那坚硬无匹的装甲上 接着有一只手刺了进去 身影仰天怒吼一声 眼中的两道血盲 机遇冲上消汗 一股无形的气势压迫四周 沙漠黑夜所独有的刺骨寒意 竟然被这气势冲散了 这片区域的气温迅速回升 隐隐已经达到了白日的沙漠温度 在身影的努力下 其身下的飞行器 竟然被硬生生地撕开了 惊得众多飞行器 连忙向四面逃开 与这个恐怖的对手拉开距离 身影将飞行器撕开 连踹两脚 将残破的飞行器踹入尘埃 看着冒着滚滚黑烟的飞行器残骸 掉落在沙漠中 身影看着自己手上的几根犀利道刺 清黑干枯的皮肤 献出一丝笑意 立刻如同匕首的獠牙 将它衬托得更为猙獰 再加之红彤彤的血液 这个人看上去 就是一个地狱凶魔 飞僵 这就是飞僵的力量吗 真是惊人啊 没想到我叶飘灵会在这种环境中 晋升到飞僵境界 也不忘我冒险来一次失魂界了 叶飘灵失化之后的声音 甘雅而又刺耳 更加符合了 它地狱凶魔的僵尸外形 哼 叶飘灵又是仰天一声长鹤 双肩以及头顶 迅速蹦出三团灰黑色的火焰 虽然不怎么旺盛 但是这三团失火 是一个非僵僵尸的证明 也是一个合格士族的证明 只有修炼出了失火 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失足僵尸 失火是僵尸的本命火 就如同每个人的本命火一样 而人类的本命火 其实是有两种能量组成 这两股能量 便是人们所说的阴 阳 阴阳二粒以活的形式 存在于万物之中 所以万物皆可修行 阴为失火 又名灵魄火 阳为精火 又名灵魂火 两者合作为天地修炼的奇才 阴阳主导一切 而僵尸修炼到最后 其实就是回到了人生 收容自己以前的灵魂 炼出灵魂火 继而合为本命真火 重修人生 当然 这样做无疑是极为逆天的做法 因为这样做 首先就要 杀死自己的转世 抽离出自己的灵魂 与本尊融合 而后世自己成为真正的人 死人复活本就逆天 更何况是这样 所以 这种做法很是冒险 但是失足 想要重回人生 只能如此 夜飘零此刻立于虚空之上 冷冷地看着远方的飞行器 三团灵魄火脸回体内 继而又是一声狮吼 化身为一道黑色闪电 快速吸向一架飞行器 尘世 昆仑山 锦浩探头探脑地看了看四周 确定没人后 连忙掏出自己怀中的一枚皱印 打在结界上 结界闪过一丝奇异的光滑 快速地打开了一个出口 锦浩连忙钻了出去 继而逃之夭夭 速度之快 令人咋舌 就在锦浩自认为 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地 逃出了昆仑时 昆仑妖界的结界 又悬开了一个出口 两位鹤发童颜的老人 站在入口 看着锦浩消失的方向 其中一人正是神木 木头 你怎么能放那小子出去呢 现在正值乱世之秋 以那小子无法无天的性格 肯定会闯大祸的 搞不好还会将我们 整个昆仑扯下水 还是快快将那小子抓回来 黑衣老人连声说着 神木面容一动 眼中略显悲异 叹气道 乌鸦 就让小浩出去玩玩吧 你应该知道 他没有多少时日了 黑衣老人愕然一愣 继而面露狐疑 试探性地问道 难道玄黄归来的日子快到了 神木仰头望天 说道 我不敢肯定 玄黄曾经说过 天下将乱日 我皇归来时 现在的天下 已经随着师族的付出 变得混乱 各方强者连接出关 就连天界也已经被惊动 难道你没有注意到吗 黑衣老人默然不语了 久久才望着 锦号消失的方向说道 其实这么长时间来 小浩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现在猛然之间十日不多 我还真的有点接受不了 神木惨惨一笑 说道 这个谁也没有办法 或许 这个就是小浩的使命 天生是他人的养料 他人的炉顶 也是这个混乱时代的牺牲品 黑衣老人像忽然想起 什么似的眼中一颤 说道 那么飘零的孩子 神木苦笑两声 道 一个为五行 一个为血印 他们走在一起 本就是天理不容的 现在他们是生死弟兄 也许明天 他们就是生死仇敌 玄黄和失足的仇恨 不是时间可以化解的 我们全部无能为力 神木说完 又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转身向山内走去 叹息道 乱世之中 皆为棋子 谁能把持自己的命运轨迹呢 锦浩此刻蹲在一家客栈的屋顶 举目远望 阿暗窃喜道 嘿嘿嘿 那帮老头儿以为可以困得住我锦浩 也太小看我了吧 呵呵 现在去哪里呢 嗯 对了 还是先去南疆找老大和淋雨他们吧 锦浩自语着 纵身向远处跃去 现在的南疆 可谓是八方风雨 各带强者接聚一起 将五一山围了个水泄不通 能进山的 都是些修炼高手 一般的修炼者 稍微有点头脑 都不会进五一山脉 因为这几天质宝将出 各地群雄的心情都是急剧紧绷的 要是一方没有把持住 很可能会爆发一场血战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冲着这个质宝来的 比如一些常年闭关的老古董 即使是天界的东西 也不定会入他们的法眼 他们的实力 也不必传说中的仙神弱 这些人常年隐居在人间界 某些极为隐秘的地方 或荒山中 或深海内 或地底深处 千年不再过问世间所事 而是钻研大道之理 推演星辰生命演化之理 但是这次的失足复出 却将这些老古董们一一逼了出来 因为第一次灭失大战中 他们也是其中的参与者 万一这次失足复出 展开疯狂复仇 他们必定会首当其冲 所以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四大失足出来 尤其是江辰 这个素有失足战神的斗战失足 所以 有这些人物的登场 五一山内的盛况 便可想而知 锦浩此刻探头探脑地跃进了五一山脉 刚进入林中 便看见了一具残尸 被人从跨步生生思维两半 一半残躯在锦浩脚底 另一半还在锦浩的拾步之外 看样子 是被对手抓住双腿撕碎的 看着满地的血污 以及内脏零碎 锦浩不由厌恶地皱了皱眉头 心道何人如此的心狠手辣 竟然下手这个的狠毒 当真可恶 锦浩虽然很不齿这种残暴的行为 但他也不是什么多管闲事的人 反正死的人和自己的不认识 自己就全当没看见 知道的越多 死的越快 这是锦浩常年在红尘中摸爬滚打 死的都不知道 但事与愿违 就在锦浩想要抽身而去的时候 只见树道人影 从旁边的幽暗山径中 有说有笑走出 当看到面前的锦浩 是不由微微一愣 锦浩看见这几人时 也是眉头大皱 因为这些人满身血污 有几个身上还有伤口 其中一人骑着一只巨大的猩猩 双方都没有动 静静地对峙着 锦浩看了看那只面目猙獰的大猩猩 身高足有六米 一双大爪鲜血淋漓 当然 那血并不是他的 既然不是他的 那就是 锦浩这样想着 视线缓缓落在了脚下的蚕食之上 心中暗呼倒霉 因为他从对方的数十道目光中 已经看到了隐隐流动的杀鸡 很明显 对方已经心生杀念 也可以说是杀人灭口 锦浩眼中寒光闪现 心思急转 考虑着对策 骑在大猩猩身上的那名标状大汉 明显是这几人的头目 此人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一把无往不利的大刀 与他背后的巨型战刀很搭配 眼中森冷的杀鸡直逼锦浩 给人一股高深莫测的危机感 大汉盯了锦浩片刻 忽然咧嘴一笑 露出了一口白森森的牙齿 笑道 这位兄台 这片山林的蛮兽很多 其中不乏凶兽 看来你这位朋友 就是一个不小心被害的吧 锦浩心中暗暗冷笑 大骂其虚伪 但面上却看不出什么 说道 是啊 不知道是什么凶兽如此的狂妄 竟然下手这么狠 我想 那只蛮兽以后一定会遭报应的 那一行人闻言 脸色皆是微变 齐齐看向大汉 看样子是想直接干掉锦浩 大汉表面上 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异样 反而哈哈大笑道 不错 我和兄台想的一样 但愿那只蛮兽 以后可以遭报应吧 好了 这里没有我们什么事了 这位兄台 我们告辞 告辞 锦浩同时皮笑若不笑地拱了拱手 牧师一行人走出了山林 锦浩冷哼一声 转身欲走 却又闻得树声破空声传来 闻声望去 只见三道身影在林间穿插 快速地 冲自己所在的方向奔来 转眼之间已经落地 锦浩挑眉看去 来者一男两女 男的身材心长 冷眉寒目 女的亭亭玉立 秋波流转 都是人间极品 但锦浩是上古玄弧一族 其家族成员所天生 便有一种足以蛊惑世人的妖媚气息 想人世间所谓的酷歌亮媚 在他们眼中皆为粪土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与叶飘玲有点交情的天玄门秋醉柳师兄妹三人 见到锦浩脚下的蚕尸 秋醉柳与秋醉蝶 顿时便花容失色 惊叫出声 这是宗玄师兄 说着 与秋醉蝶跑到蚕尸面前 其面色异常煞白 锦浩都担心 他是不是会晕厥过去 林天要此刻双眼如电 紧紧闭上了锦浩的双眼 缓缓道 这位兄台 我想听听你的解释 林天要此言一出 秋醉柳姐妹的眼睛 也狠狠地瞪向了锦浩 看着三人如此模样 锦浩不由苦笑出声 看来他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不过锦浩白 就是出了名的昆仑混混 只有他诬陷别人的份 还没有别人诬陷他的份 于是不以为然地一笑 说道 别这样看着我 这个人不是我杀的 林天要面无表情 说道 我也没说人是你杀的 我想知道是谁杀的 锦浩面上带着从容不迫的笑意 心中却早已急转连连 他知道是谁杀的 除了刚才的那几个神秘人 再没有别的 但是他不能说 因为这样的话 对自己是一点好处也没有 锦浩刚才已经听到了 秋醉柳金呼而出的宗玄师兄 还有这三人胸前 都有一个相同的吊坠 这具尸体的也有 由此可见这些人不是散修 而是某些大门派的 那个吊坠 就是天玄门的象征 所以 这些人就是天玄门的人 敢和天玄门作对的 也不可能是小势力 如果自己说了 肯定会招惹那些亡命徒 其实招惹了他们锦浩并不害怕 只不过那样会很麻烦 一个搞不好 会被两边的大势力一起追杀 那时的话 自己除非待在昆仑 没有生命危险 否则在东大陆自己的安全 将没有任何保证 这还真是灵狐头痛的问题啊 锦浩表面上春风自然 说道 我也是刚刚到这里的 并没有见到什么人 林天要上前两步 一股泰山般的威压迎空压来 锦浩心中暗骂 这明显是在给自己来下马威 体内妖气立刻快速运转 周身发出淡淡的五色神光 一股五行距离喷涌而出 锦浩脚下的地面的位置塌陷 周围的巨木纷纷崩裂 枝叶四剑 惊得秋醉柳俩姐妹 骇然色变 身形暴退 林天要看了一眼秋醉柳二女 将威压缓缓收回 锦浩也不想节外生枝 将妖力收回 周身的五色神光 缓缓脸回体内 依然笑眯眯地看着三人 在心机这方面 锦浩完全得到了胡足的真传 可谓狡猾多变 对各位对手玲珑八面 善于察言观色 揣摩对方的心中所想 这也是锦浩 为什么在城市树敌众多 却又每次全身而退的原因之一 锦浩知道 越是这种时候 自己越不能献出半点的被动 否则之后发生的事情 谁也不会预料到 林天要这时缓缓开口了 这位兄台 你就不要骗我了 我刚才已经看见了一些人 从你的面前走过 锦浩文言心中一颤 要真是那样可就糟糕了 但是刚才 自己明明闻过了 周围没有其他人的 难道林天要再炸自己 锦浩这样想着 毅然面不改色心不跳道 哼 朋友可能看错了 刚才我一直都是一个人 林天要眼中寒光闪现 温度仿佛也随之下跌 片刻过后 林天要眼中的寒光消失了 拱手道 胸台对不住 打扰了 说着便转身离去 就在锦浩暗松一口气时 却忽然听到 秋醉柳冷声说道 等等 林天要止住脚步 看向秋醉柳 锦浩也是一愣 心中不安的 看向秋醉柳 只见秋醉柳目光阴冷地 走到锦浩面前 那犀利的目光 看得锦浩振振心虚 只见秋醉柳 将牵牵细手伸向了锦浩 从锦浩的左肩 捡起一根长而粗壮的黑色毛发 闭目感应了一下 睁眼道 你还说你没有遇到 那这只大猩猩的毛发 怎么会在你身上 锦浩愕然 他不知道秋醉柳是怎么知道 那根黑亮的毛发 是那只大猩猩的 难道因为自己是一头银发 不过更令锦浩疑惑的是 那大猩猩的毛发 怎么会在自己身上 这时锦浩想起了那标状大汉 刚才说话 是曾经看似无意地举起了手 当时自己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现在锦浩有些明白了 大汉是在借助锋利 将大猩猩的毛发 粘到自己身上 可是他 为什么要那样做 难道是给面前这几人示威 隐隐间 锦浩觉得自己被利用了 并且卷入了修炼界 最让自己头痛的宗派之战 见锦浩支支吾吾的 说不上的所以然 锦浩绝美的容颜上 显出一丝杀意 只不过锦浩忍住了 只是陈生问道 朋友 我们不想为难你 只要你说出那帮人的所趣 我们立刻就走 锦浩无奈地怂怂间 说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要相信我啊 锦浩蝶此刻气横横地说道 我看这家伙 就是和那帮混蛋是一伙的 不让他吃点苦头 他是不会说的 说着先手一抖 拔出自己的利剑 一道无形剑气破空袭出 锦浩吃了一惊 立刻纵身而起避开攻击 同时右手一抖 一股五行妖力喷涌而出 将那道剑气团团包裹 继而化为乌有 一旁的灵天要此刻皱了皱眉头 自语道 五行化公术 这种已经是穿了几万年的上古秘术 怎么会在这个家伙手中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秋醉蝶见自己的剑气攻击失效 顿时娇喝一声 娇躯迎空窜起 手中利剑连番舞动 锦浩只觉空中剑影闪动 光滑一片 根本看不清剑的本体是哪个 就在锦浩心思乱转之际 秋醉蝶忽然猛喝一声 万魔皆破 接着漫天的光滑向锦浩头顶压来 带着令人生心寒意的巨大破空之音 锦浩这才看清了那光滑的本质 竟然是一张完全由剑气组成的剑气网 迎空压向自己 尸魂界 叶飘零此刻满身是伤的 跑进一片茂密的山林中 在他身上布满了身可击鼓的巨大伤口 不过还好 自己是一具没有任何生命的僵尸而已 所以也感觉不到痛 只不过 那最后出来的那些白衣蒙面人 却令叶飘零未知胆寒 险些丧命 叶飘零跑到一处隐秘的山洞 刚刚进洞便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看了看 自己已经被那些神秘之光照得有点溃烂的尸身 不由惨笑连连 看来自己一旦受创严重 尸身对强光的免疫力也会随之下降 要不是自己跑得快 现在恐怕已经化为灰烬了吧 胡思乱想着 叶飘零又向洞的更深处爬去 随着光线越来越暗 温度越来越低 叶飘零也感到越来越舒服 最后竟然情不自禁地 趴在潮湿的洞内一动也不动了 趴着趴着 叶飘零不由又想起了那些神秘而又恐怖的白衣蒙面人 他们不像是修炼界人士 可是各个战绩强横 战体也远胜于自己这个尸身 只不过在他们身上 感觉不到半死的元气波动 真是诡异非常 在体内湿气的修复下 叶飘零的尸身正在急速痊愈着 但是叶飘零浑然不觉 他依然在想着 之前发生的一幕 就在叶飘零全力冲刺 尽重飞行器的编队之后 手中尸爪狂抓八方 尸气浩荡 飞行器的外装甲 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 众多飞行器 像没有半点反击之力的大风筝 被叶飘零一一击落下来 天空向下角子似的 只见一架架飞行器砸向地面 轰轰的爆炸声不绝于耳 叶飘零失为待天 傲然立于高空 周身湿气汹涌澎湃 宛若怒涛海浪 气势逼人 叶飘零衣绝翻飞 眼中赤芒直逼地面 堪若魔神在世 凶煞当天 叶飘零的惊天气势 震惊了那股神秘的势力 就在叶飘零准备抽身离去的时候 只见低空中赤裂的光滑闪过 数十名身穿白袍的蒙面人 出现在空中 背后背着外形一样诡异的银色战剑 这些人的眼中 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可言 有的只是无尽的杀气 这些人的出现 仿佛令整片沙漠的温度 也随之降低 众人仰面冷冷地看向了叶飘零 动作一致地拔出背后战剑 动作整齐滑衣 就像是一支经过长期魔鬼训练的凶悍战队 令叶飘零心中产生了一股淡淡的巨异 看着那些人手中流光一彩的犀利战剑 叶飘零没有过多的犹豫 当机立断 一记破天指 凌空斩下 带起一道昏暗的残影 众多白衣战士反应极快 在叶飘零劈出破天指令的同时 已经四散而闪 巨大的尸气刃劈中地面 顿时大地颤动 沙尘四起 一道深打百丈的巨大沟壑 出现在沙漠中 白衣战士们互视几眼 仿佛都在惊讶于叶飘零的恐怖势力 但是叶飘零没有丝毫地停留 破天指过后 紧接着又是一记图神手 一只巨大的近乎十字的尸气爪 硬抓向白衣战士 众人再次闪开 叶飘零一击未重 顺势巨爪一扫 一名白衣战士 不慎被巨爪丝擒注了 见自己的战友被擒 众多白衣战士 居时怒喝一声 手中战剑猛然劈开 在夜空中 宛若片片光霞 美不胜收 但是这光霞所带的杀气 却是所有人胆寒 见光霞攻击非凡 尽管叶飘零是无上师身 在那一刻 却也没有信心 也对方硬汗 急忙抽身而退 顺手将巨爪中的那名白衣战士 狠狠地摔向了其他人 白衣战士们接触同伴 同时有两人的战袍立刻撑开 露出了里面的银甲 远远望去 如同一对巨大的羽翼 如同天使一般 快速冲夜飘零冲来 同时又掌击出 一道粗壮的赤裂白芒 划破黑暗直击而来 看着另四周空间壁 都产生扭曲的光芒 夜飘零不敢有丝毫的拖大 连忙身形暴退 同时双掌连拍 树面固不可摧 近乎实质的湿气屏障 印在了空中 可这些湿气障 在白光面前 竟然如同虚设 被向铜纸似的一一破开 最终白光狠狠地击中了夜飘零胸膛 哇 夜飘零吐出了一口血污 体内即将凝聚而成的湿丹 又被打散 这使得刚刚晋升到 非将境界的夜飘零 感到了莫大的挫折感 但此时此刻的局面 根本容不得他选择 要么命丧于此 要么拼死突围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念及此处 夜飘零干枯的湿嘴 吐出一口湿气 身体忽然化为一道黑光 瞬间冲至一名白衣战士面前 还没等待战士反应过来 夜飘零双手 便已经深深地刺穿了 白衣战士的银甲 将白衣战士生生思维两半 滚热的鲜血银空飘洒 碎肉似箭 看得众人触目惊心 接着一手夺过白衣战士的战舰 怒吼着冲向其他人 看到如同凶煞一般的夜飘零 众多白衣战士 也只是震惊了一下而已 并没有慌乱 可见这些人是长期在厮杀中 锻炼出来的死士 根本不再惧怕生死 天空之中 顿时流光溢彩 刚风连连 炽烈的光滑与血红的进气撞击不断 发出数声沉闷的轰鸣 在狂暴的冲击波下 原本沙丘四连的沙漠 变得大坑小蛙 空间都在蹦碎 夜飘零竭尽全力一拳 将一名白衣战士 轰碎的那一刹那 甚至都看到了 许多虚幻的场景 他看见众神在激战 他看见洪荒在破裂 他看见神灵被撕碎 他看见世界在分离 好 一把战舰 深深地砍进了夜飘零腰部 巨大的冲击力 将夜飘零拉回了现实 等看到自己造窗时 夜飘零不由怒吼一声 左拳握起 将手背处的三根道刺显露出来 猛然便将白衣战士的脑袋 削了下来 紧接着再竖劈一抓 白衣战士的无头尸首 瞬时便被一分为二 在漫空爆开的血雾中 残驱直坠尘埃 但就在这个空当 夜飘零的腹部 忽然射出了一道赤裂的白光 直通远方空击 夜飘零身子一震 眼中血光颤了一颤 猛然杀性大起 不顾一切回身反手一剑 汹涌的血色剑气破空荡出 将两名白衣战士 处以腰斩疾形 其中一个便是用诡异的白光 击穿自己腹部的战士 在白衣战士转身的那一瞬间 夜飘零撇见了其身上银甲之后 标有一个龙形图案 只不过那图案却是古龙 夜飘零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要知道 神龙是华夏一族的标志 可是这些人为什么要用古龙 作为自己的标志 这难道和华夏一族有什么关系 夜飘零本就是华夏一族成员 但是他并没有听说过 有关古龙的传说 那这只神秘势力 为什么会和华夏一族的远古图腾是一物 而且只是一副骨架 夜飘零没有过多的思考 而是看了看自己被冻穿的腹部 他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在流逝 看来自己不能再继续打下去了 这帮白衣人太过厉害 如果无法破除他们的诡异白光 自己根本无法获胜 要赶快撤走才是上策 夜飘零没有再多想 手中战剑雪光吞吐不定 原本荧光灿烂的战剑 此刻在他手中已经变得血光森森 还缭绕着树里湿气 已经成为了一把魔兵 夜飘零身体垫射而出 向前猛冲猛撞 手中雪剑大开大河 霸气十足 颇有一股挡我折死的霸主风范 但是这种猛打猛拼的战法 是有一定代价的 那就是本人要承受更多的打击 但是夜飘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如果拼出去 自己或许能活 如果拼不出去 自己只能去死 别无第三条路可走 要知道兔子急了还会咬人 更何况是夜飘零这只僵尸 眼看着自己的伤口越来越多 伤势越来越重 但是自己突围的路线 却被死死封住 为了活命 夜飘零只能被迫使出 自己不愿意使用的战剑 也就是那个 吃人以增加自己力量的战剑 血剑罩 夜飘零猛喝一声 手中战剑 同时劈出一道灿烂的血光 只见数十道宛若血龙的湿气 流从夜飘零体内钻出 不少来不及闪躲的白衣战士 刹那便被血雾包裹 只听了一阵凄惨的哀嚎 这些哀嚎并没有使得夜飘零停下手来 她现在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杀出去 她迫使自己不去听 不去想 夜飘零不断地告诉自己 这些不是自己的错 他们本来就是自己的敌人 他们要是不死 那么自己就要死 自己是僵尸 自己不应该懂得怜悯 好 夜飘零心中烦乱至极 暴躁直接激发了她的杀念 在这一刻 夜飘零才真的成为一只僵尸 一只骨子里 都透露着无尽杀意的僵尸 在鲜血乱蹦中 夜飘零忽然之间顿悟了 她领悟到一个道理 对于自己的敌人 就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心软 必须以暴杀暴 毕竟现在不是一千年前了 自己作为一介平民的想法 已经落伍了 再说 现在自己的身份 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类老百姓 而是一只为数不多的狮卒 严格地来说 是修炼界中的一员 在杀鸡四伏的修炼界 自己怎么能有丝毫的妇人之人呢 或许自己体内的血膜有的地方 自己还真要向她学学 学习如何厮杀 学习如何冷血 因为自己是僵尸 所以自己必须冷血 咯咯咯咯地咀嚼声响起 夜飘零此刻不再觉得刺耳 而是刻意去聆听 去接受那种声音 因为这是一种享受 是自己的敌人 即将死亡时的那种征服快感 夜飘零知道 血腹咒将会是自己以后的招牌战绩 随着白衣战士被吞噬 其体内的晶圆 顺着湿气流 堵入到夜飘零体内 夜飘零的伤势 也在缓慢恢复着 湿气流吞噬完之后 再次习向其他白衣战士 用闪电 已经形容不了 这些湿气流的速度了 于是 又有数名白衣战士被包裹 惨嚎声再次回荡在夜空中 与漫天的灵力气芒交织在一起 令夜飘零更加的战意澎湃 手中的血剑 也挥舞得愈加迅猛 所到之处 血光四溢 挥过的虚空都在颤抖 看着越战越勇的夜飘零 众多白衣战士 再也不敢与夜飘零 展开近身搏战了 袍一一盏暴退白米 掌中巨势射出足以四天的白芒 夜飘零有那么一刹那 竟然看到了白芒中 有一双恶毒的眼睛 即使是一只僵尸 夜飘零也忍不住 击凌凌地打了个冷战 那到底是什么怪物 怎么会这么可怕 难道这些白芒都是生物 夜飘零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当即不敢多想 身形高纵向远方飞顿而去 在夜空中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色残影 众多白衣战士正欲去追赶 却又不知为何愣了一下 继而面无表情地返回了低空 就像出现时一样 虚空荡起一层涟漪 众多白衣战士便消失了踪迹 夜飘零缓缓爬起身 喊吐而坐 那只神秘的势力 给自己留下了太多的谜 比如他们的那些机甲战士 还有那些恐怖的白衣战士 尤其是白衣战士那施展的 拥有眼睛的诡异光束 在与白衣战士激战时 夜飘零总感觉到一丝不对劲 可是到底是哪里 她却感应不出来 现在静下心来想一想 夜飘零猛然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抓起身旁的血色战舰 细细感应了一下 果然就是这些神秘的战舰 因为夜飘零隐约间 听到了战舰内有人在嘶喊 夜飘零举剑 用心感应了一下战舰 顿时吓得惊叫一声 将手中的战舰扔在地上 因为她的的确却听到了 剑内的嘶喊声 放我出去 我不想再杀人了 我要出去 当的一声脆响 在洞中荡开 战舰一阵颤动 但就在这时 血红色的战舰 忽然从剑柄处 闪出一道奇异的白光 接着白芒渐渐笼罩了整个剑身 战舰的躁动渐渐平息了 就连那血红的颜色 也已经变回了之前的银白色 这不禁令夜飘零瞠目结舌 看来即使是这把剑 也存在有某些秘密啊 联想起了自己 刚才听到的诡异声音 夜飘零心中愈加好奇 于是伸手 便又将战舰捡了过来 用神识探查了一番 心道 有人吗 夜飘零自己都感到自己 有点不正常 闲着没事在剑内找人 只不过事实证明 夜飘零很正常 因为夜飘零真的在剑内 感到了魂力 也就是说 剑里面有灵魂存在 难道 是剑魂 夜飘零狐疑地看了看手中的剑 继而否定了自己的想法 能产生剑魂的兵器 不是汉式魔兵 便是惊天神兵 像这种剑 根本不可能产生剑魂 那如果不是剑魂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这个灵魂 是被后天封印进去的 呦 我在里面 是谁 一阵断断续续的意识流 从剑内传出 虽然这股意识流十分地微弱 随时有消散的可能 但是还是 被夜飘零清清楚楚地捕捉到了 夜飘零感应到了意识流 被着实吓了一跳 连忙用念力将自己的意识 传输进了剑内 问道 嗯 你是谁啊 我是谁 我是蒙将军的手下八虎之一 难道你都不知道吗 一股凶巴巴的意识流 从剑内传出 夜飘零先是微微一愣 接着满面狐一地挠了挠头 自语道 蒙家八虎 好像在哪里听说过 夜飘零这时脑中 忽然灵光一闪 师生叫道 蒙家八虎 千年以前 东方大陆 还被超强帝国秦国统治期间 在秦国与外国频频交战时 曾经涌现出 几名名杨八荒的大将军 最为著名的有三位 白起 蒙田 王俭 这三位大秦帝国的开国将领 在后世 已经被人诉了精深 供奉为神 这三位将军 都有自己独立的军队 以自家姓氏为番号 蒙田的军队 变为蒙家军 而蒙家八虎 便是蒙家军中赫赫有名的八位指挥者 不过此事已过去了千年之久 就是自己活在千年之前的那个时间 三位将军 也已离开了人世 更何况 现在自己都死了千年了 不过这也说不定 说不定剑中的人 便是千年之前的蒙家军成员 甚至是蒙家军中的八位指挥者之一 或许是感应到了叶飘灵内心的波澜 剑内的意识流又传了出来 只不过这次 却少了点迷茫与彷徨 多了一丝不屑与狂傲 哼哼 想起来了吧 想起来还不快把我放出来 我可是八虎之一的肖剑 要是再不放我出来 我就下令杀了你 听到肖剑这狂傲的脾气 叶飘灵心中也生出了一丝不爽 直接将剑狠狠地插进了地面 面无表情道 我擦 你还下令 你给谁下令 给我们 哼 看来就还是想在这里多带几个轮回 我走了 喂喂喂 一见叶飘灵要走 剑身立刻不安地躁动起来 同时一阵极乱的意识流传出 等等 小兄弟 小兄弟 哎哟 我的大哥啊 你别走啊 见到剑中的灵魂服软 叶飘灵这才停下脚步 转身拔起战剑 道 你到底是谁 怎么会被封印在剑内 肖剑深深地又颇为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出了一件 令叶飘灵险些惊呼 出生的惊天大谜 原来在叶飘灵被五行道长封印之后 东方修炼界 因为士族的残余 而再次恐惧动荡起来 民间的动荡不可避免地 使得当时社会局面混乱不堪 加之秦国朝中 以吴大将压阵 于是近乎所有割据一方的霸主开始抬头 东方大陆顿时陷入战乱 各势力常年无休止的互相征伐 已经搞得东方大陆民不聊生 甚至许多百姓不顾危险远渡重洋 去了西大陆谋生 随着西方势力的逐渐地渗入 大秦政府的四家铁卫军 也显得力不从心 眼看着大秦的疆土四分五裂 大秦政府也是无能为力 只不过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再糟糕的是 那个时候的天空上 总会出现莫名其妙的光球 或者是一个圆盘倾斜着缓缓转动 每次这些神秘飞行物的出现 总会是数十名铁卫军精英失踪 周而复始 眼看着铁卫军的数量愈来愈首 残存的铁卫军纷纷做了逃兵 之前被东土称之为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的铁卫军 顺时间便土崩瓦解 大秦政府宣布垮台 肖剑说到这里停顿了片刻 继而又说道 大秦被灭了 我们这些被俘虏的将士们 一一成为了陪葬品 被那些神秘的飞行器追赶 继而就不知道什么了 等我们再次醒来时 就已经成了这幅模样 你现在应该知道 他们所用的诡异白光是什么了吧 肖剑一口气说完 继而便不再有任何动静了 似乎在为自己过去所经历的一切 感到绝望 叶飘灵被肖剑的话语吓了一跳 他不是傻子 他终于明白 那白光的威力 为什么如此之强了 因为那本就是人类的灵魂所化 更坦白一点的来说 就是将人类炼制成了兵器 而且选择的人类 不是一般的凡人 而是选酒精沙场 身上带有滔天杀气的兵士 这种人身上杀气浓重 同时也带有强大的血灵之气 十分适合炼制为攻击性的武器 那道神秘的白光 看来便是如此 用时可是施展体外 不用时还可以缩回体内 原来如此啊 叶飘灵喃喃自语着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他在白光中看到了眼睛 那并不是自己的幻觉 而是真正的怨灵 强大的怨灵力量 并不比僵尸弱到哪里去 如果他们愿意 可以另一座方圆百里 化为一片死地 想到这里 叶飘灵不由一阵胆颤 自己刚才到底是在和谁打 分明就是和一群怨灵在打 幸亏自己是血印深 要是放在一般修炼者的身体 恐怕早被怨灵夺射了 叶飘灵此刻回想起刚才的战斗 不由一阵后怕 肖剑此刻诱导 他们就是用怨灵打造出来的部队 那些小矮人 好像称呼他们为什么 什么灵战士 那些灵战士 其实就是些死人 只不过被注入了试杀怨灵而已 平时不用十灵战士 都躺在一间特制的房间 就连我们这些兄兵 也会被放进特制的盒子 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压制着 无法动弹 但等到用时 灵战士体内的诸多怨灵 被会被催醒 但是依然被力量压制着 而我们也是一样 叶飘灵一惊 连忙问道 什么 诸多怨灵 难道他们每个人 身上都不止一个怨灵 肖剑苦笑一声 说道 你太小瞧他们了 那些小矮人使用的工具十分奇怪 他们能轻而易举地粉碎灵魂 然后再植入试杀 遵从的力量 创造出一个十分残忍冷酷的杀人怨灵 这样的怨灵 就是灵战士体内的主流灵魂 除了主流灵魂 每个灵战士体内 还有五个灵刃 每个灵刃 都是用四个灵魂炼制的 可谓杀气极强 刚才和你打时 那些灵战士 只不过动用了一个灵刃而已 什么 叶飘灵此刻 已经目瞪口呆 那又是四个灵刃全部用的话 那自己现在 岂不是已经成佛西去了 恐怖变态 这个叶飘灵 给那些灵战士唯一的评价了 哼哼 你别那么惊讶 还没完呢 他们手中的武器 也是由怨灵炼制的 就像这把剑 其精髓就是怨灵 而炼剑的材料 据说是一些天外来时 向外放射着某些力量 可以削弱对手的实力 令对手产生幻觉 或者是头晕目眩之类的 我都奇怪你 竟然没事 叶飘灵不由想起了 在战斗时眼前出现的幻想 难道就是 这些剑在搞鬼 但是自己现在 为何有全然感觉不到呢 想来想去 叶飘灵只能得出一个答案 那就是因为自己是僵尸 没有灵魂 怨灵最强大的精神力 但是对人攻击的 精神力是影响不到自己的 因为自己根本就不是人类 叶飘灵拿起手中的剑 问道 那我应该怎么放你出来呢 萧剑深深地叹了口气 颇为无奈道 刚才只不过是我的气话 我们这些怨灵是出不去的 早已和这件融合在了一起 成为了凶兵之灵 萧剑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 又道 你叫什么 叶飘灵一愣 说道 我叫叶飘灵 叶飘灵 萧剑微微一愣 接着惊讶道 你是一千年毁灭灵护县的僵尸 叶飘灵愕然一愣 他不知道萧剑是如何知道自己的 但是想想 叶飘灵也就释然了 萧剑也是千年之前的人物 自己当年下的诅咒 使整个灵护县成为死地 直到千年后的今天 也是一片禁忌之地 如此大的事情 早已疯传八方了 萧剑作为盟家军八虎之一 不可能不知道 萧剑此刻已经有些心计了 意识流都有些混乱 你你 你在千年以前 不是已经被封印了吗 现在 现在怎么又会出来 啊 萧剑的意识流 忽然之间一阵颤动 道 你难道想吞噬我 叶飘灵忍不住额前挂出黑线 面无表情道 能不能不要这么敌视僵尸 要是我想吞噬用得着 和你费这么多话吗 萧剑想了想也是 于是就没再多说什么 只不过依然对叶飘灵 不如之前的傲慢 这就是实力的作用 在如今的乱世 实力就代表了一切 不管你面对的是谁 洞中陷入了沉寂 过了片刻 叶飘灵忽然问道 萧剑 你现在在想什么 萧剑沉吟了片刻 说道 我在想 那些同我一样的兄兵之灵 在想什么 我还在想 那些创造灵战士的小矮人 在想什么 要知道 为了灵战士 那些小矮人派出去的飞行器 已经屠杀了好几个村庄 可恶至极啊 村庄 叶飘灵你眼看向洞外 想起了 自己与艾瑟尔 第一次相遇时所在的村庄 难道是这些人干的 萧剑接下来的话 证明了叶飘灵的想法 他们就是群恶魔 不仅拿人们的血液做实验 并且用灵力较好的血液 去记念那些灵战士 还把强壮人的身体夺赦 简直将人类 当作了牲口一样对待 叶飘灵 你一定要为人族出气 干掉那些王八蛋 叶飘灵想起了那座村庄的残景 不由微微叹了口气 说道 我也想去探个究竟 但是以我现在的实力 去的话 只能被灵战士围杀 一想起灵战士 叶飘灵忍不住便是一阵头痛 这个对手可是太可怕了 恐怕在自己的仇敌中 除雀无断风 就属这些灵战士恐怖了 萧剑也是微微叹了口气 说道 要是知道营帝在哪里 就把这消息报告给营帝 营帝一定会派大军过来 剿灭这些混蛋的 叶飘灵知道 萧剑口中的营帝 是千年以前的秦王营正 那可是被后人称之为 千古一帝的存在 自从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 似乎只有营正统治过 整个东大陆 要不是天渡英 才是营正患病身亡 恐怕西大陆 也成了营正的附属国 叶飘灵问道 营正 营帝不是已经驾崩了吗 萧剑黑黑一笑 说道 营帝如今已成为一代鬼帝 在大秦疆岛之际 营将军曾经在梦中 告诉过我们巴虎 说大秦气数已尽 无需再战 一切从天 营帝如今统治鬼界诸雄 总有一天会重归人间的 哦 对于这个消息 叶飘灵并没有太在意 因为营帝恐怕没有机会了 因为现在人间诸强剧出 一定会有大事发生 而且在昆仑时 神木曾经说过 世间将乱 并且是大乱 神木两界都不能逃避 鬼界当然也不会逃过 叶飘灵现在在想 为什么那些势力 会以古龙作为标志 和以前的古华夏事件 到底有什么联系 叶飘灵陷入了沉思 诗魂界内 叶飘灵为这个忽然出现的 未知文明绞进了脑汁 最后还是营剑的一句话 将他拉回了现实 只听营剑道 对了 叶兄 你从人间界来到诗魂界 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嗯 叶飘灵一愣 接着一拍额头 懊恼道 该死 你不说 我差点忘了 营兄 诗魂界的那个 什么什么无上神殿在哪里 无上神殿 营剑听到这四个字 情绪不由一阵剧烈波动 道 你去那个地方干嘛 要知道别人 都是远离那个地方的 就连那些灵战士 也不敢轻易踏足此地 你去岂不是自寻死路啊 营剑的话 令夜飘灵心中一阵发毛 灵战队都不敢轻易涉足的地方 到底有多么恐怖 夜飘灵痴痴地问道 啊 那个地方很恐怖吗 何止是恐怖 简直就是绝地 营剑激动地叫了一声 接而说道 无上神殿 被一个未知种族守护着 凡是接近无上神殿的人 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 而且 那里有很多半人半师的家伙 不算怎么厉害 但是数量很多 遇上他们一般的修者 几乎没有什么活下去的可能 除了这些怪物 还有很多未知的存在 一个比一个恐怖 据说 他们都是在守护神殿中的东西 所以 最好不要接近神殿 神殿中的东西 夜飘灵喃喃一声 她已经猜到 那个被守护的东西 就是自己要找的东西了 于是说道 我要拿的就是这件东西 我们走 夜飘灵说着 检查了一下伤势 觉得已无大碍 就拿起战舰向洞外走去 我警号警号人民币 警号警号肖剑 不由一阵破口大骂 但是无法自己 奈何不了夜飘灵 只能让夜飘灵 带着自己去了 那个令令战队 都弹之色变的恐怖之地 趁着夜色 夜飘灵回头 看了看背后的沙漠 竟然扭声 冲进了密林 按照肖剑提供的地址 向前奔去 速度也提高了不少 十分警惕地说道 飘灵 慢点 这个地方很邪门的 这一点不用肖剑说 夜飘灵也感觉出来了 因为在这片地方 夜飘灵感到了一阵 淡淡的血腥味 或许一般人闻不出来 但是身为僵尸的夜飘灵 是不可能闻不出来的 这股血腥味 应该弥漫了有一阵了 这就说明 这里之前死过人 而且不是一点点人 夜飘灵放缓速度 停在一颗巨树的枝叉上 一双 泛着淡淡血盲的眼睛 警惕地四处打亮 说道 具体是什么 我也不清楚 不过我感受到了 很熟悉的气息 貌似是白起白将军的气息 不过白将军 不会来这个地方吗 白将军 夜飘灵一愣 深深呼吸了一下 说道 我听说过 白将军曾经被称之为 绝世杀神 这里的确存有残留的杀器 可是白将军来这里干嘛 难道也是为了 拿那个被守护的东西 不知道 有东西来了 小心 小剑忽然惊叫一声 夜飘灵疑惑地 看了看手中的剑 正当他想问 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却忽然听到一阵破空之音袭来 当下心中大惊 连忙纵身跃起 就在他刚刚离开树枝的那一刹那 一只利爪 便将树叉抓了个粉身碎骨 目屑四剑 中夜飘灵 看到了一只巨大的鼓爪 想自己快速袭来 见到 这只来势汹汹的鼓爪 夜飘灵哪敢拖大 二话不说 当即便手挥剑洞 劈出了两道近乎实质化的狮气刃 只听得砰砰两声翠响 两道湿气刃与鼓爪 蹦出了几道火星 继而变化为无形 夜飘灵一退百米 暗暗心惊于这鼓爪的强悍程度 好 一声惊天的咆哮自地下响起 夜飘灵 只见自己前方的土地 在快速地隆起着 巨石翻滚 古树接倒 大地快速地军裂 从数米宽的裂缝中 传出阵阵的狂吼 令这个使人色变的地方 变得更加的恐怖 更加的神秘莫测 嗯 这是什么怪物 夜飘灵目瞪口呆 是 肖剑沉吟了一会儿 说道 应该是这片地方的王吧 我们闯入了他们的地盘 看样子 他动了真怒了 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 竟然胆敢玷污众神的地方 当真该死 在一声愤怒的咆哮声中 夜飘灵前方的土地突然爆起 泥土如同雨点一般的自空中砸下 一只巨大的怪物破土而出 身高达十米 破烂的惨区 发着一阵令人作呕的腐臭气息 右肘已经变为了一只白森森的鼓肘 夜飘灵你眼看着这只怪物 这只怪物生前似乎是一个巨人 面部有一个巨大的血洞 其上的血液已经凝结成家 右眼也已不翼而飞 左眼泛着淡淡的绿芒 头皮也不翼而飞 腹部有一个前后贯穿的血洞 甚至可以看到里面的内脏 这个人看上去就是一个 从地狱爬出的凶魔厉鬼 恐怖非常 巨人手中长斧 咬指夜飘灵 已经成为一团肉泥的嘴巴 一开一合道 你们是什么人 竟胆敢擅闯中神镜的 当真罪不可说 看福 巨人话音未落 手中长斧已然劈空砍下 如同下山猛虎 气势惊人 夜飘灵手中紧握战剑 手背的道刺顺势伸出 以备不测 看着破空而下的长斧 夜飘灵不躲不闪 沉喝一声 身体直冲而上 手中战剑与长斧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 巨人惊叫一声 巨大的身体连退束步 最后一屁股坐在地上 引起一阵地动山摇 手中的长斧 也被这一撞从而迸飞老远 看着狼狈倒地的巨人 夜飘灵不由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这只是个 外强中干的家伙 于是没有再说什么 单手持剑 快速冲上 手中战剑连番舞动 顿时密林之间 刚风四起 漫天乌云滚滚而来 夜飘灵犹如 钢铁烧柱而成色的一动不动 手中战剑气盲吞吐不定 发出一阵痴痴的声音 看着杀气腾腾的夜飘灵 那巨人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急忙爬起身 一拳不顾一切地 砸向了夜飘灵 夜飘灵抬头一看 图神手当即发出 只见一只巨大的黑色爪影 将巨人的硬拳死死握住 继而将巨人生生地甩飞出去 远远看去场面有些滑稽 一个巨人 被一个普通人类扔飞了 给人的感觉 就是想是一只蚂蚁 扔飞了一头大象 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 哄 得一阵巨响 巨人的庞大身躯 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而右臂也被夜飘灵的 着影思飞 顿时乌血乱蹦 将周围的土地 尽数染红 看到乌血的夜飘灵眼中的血盲 明显颤动了一下 强盛了不少 嘴角也浮出一丝残忍的笑容 周身的暴力之气 也骤然暴增 令周围的一切 竟接涅滅在 夜飘灵狂暴的能量流中 呵呵呵 你死 夜飘灵眼中 血光涌动 语气低沉地说完 这一句后身影直冲而出 其身后拖出一道残影 转瞬之间 已经来到巨人的头顶 手中战剑呼啸着 看向巨人 就在巨人万念俱灭的时候 忽然一股磅礴大力 将夜飘灵 远远卷飞出去 我警号at人民币 at人民币 at警号人民币 这股大力 将狂暴中的夜飘灵惊醒 夜飘灵重重地摔倒在地 在地面 砸出一个凹坑 不由破口大骂起来 听得肖剑一阵汗颜 这位公子好身手啊 就在夜飘灵大骂之际 一阵可以醉死人的声音响起 只不过在这种环境下 却是夜飘灵击凌凌地 打了个冷战 因为他知道 真正的boss来了 夜飘灵懊恼地看着战舰 道 怎么搞的 你不是说这个巨人 就是这个地方的王吗 现在怎么又出来一个 更变态的 啊 我刚才其实我是猜的 没想到十分少有的 判断失误发生了 肖剑十分不脸 得说着 夜飘灵顿时无语 一个曼妙的郊区从天而降 身上索屁的黑色青纱 堪堪遮住了三点部位 绝美的交融之上 更是带着足以迷乱世人的笑容 一双清澈的眸子 四转之间 便可夺取男人的生命 当真是个绝世的游物 夜飘灵痴痴地看着女子飘下 以一个极其浪荡的姿势 坐在树冠上 心中早已是波澜起伏 并不是被这女子的外貌迷住 而是惊讶地自语道 秋醉柳 她怎么会在这里 果然 那神秘女子的外貌 与夜飘灵在人间界认识的 天玄门弟子 秋醉柳一模一样 别无二致 只不过 她怎么会在这里 完了 没想到竟然遇到她了 这下惨了 肖剑一句颇为绝望的话语 将夜飘灵的思绪拉回现实 夜飘灵低头道 怎么 你知道这个人 肖剑说道 在失魂界 估计不知道这个女子的 恐怕没有几人了 这个女人自称天煞女 真明没有人知道 力量十分恐怖 十五年前 灵战队来这个地方 就是败在了这个天煞女的手上 那一次灵战队全员出动 一共几百名灵战士 死在这个天煞女手中的 便有三百多名 灵战队要不是及时撤退 恐怕早已全军覆没了 从那以后 这片区域 便被那些小矮人定为禁区了 擅自踏入者必死 这位公子 你到底理不理奴家 不理奴家的话 奴家可走咯 天煞女一脸媚笑地看着夜飘灵 一双如同青拳的毛子 一眨一眨的 令人止不住一阵联系 夜飘灵不由一阵头大 因为在人间界的秋醉柳 给自己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九天仙子 平和庄重 娇而不厌 而面前这个和秋醉柳 一模一样的天煞女 却是这么的放荡 让夜飘灵一时很难接受 呃 你是哪位前辈 夜飘灵迫使自己静下心来 出声问道 天煞女做出一副委屈的神色 用浓重的打音 刺激着夜飘灵 笨前辈 你真是讨厌啊 人家有那么老吗 这个 夜飘灵尴尬的摸了摸鼻翼 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眼前的女子 不管这个女子做出什么表情 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 她一定是个恐怖的狠角色 所以 自己一定要当心 现在那女子对自己笑眯眯的 说不定什么时候将会给自己致命的一刀 就像是 艾瑟尔给自己的那一刀一样 感觉到了夜飘灵的尴尬 肖剑的一刀意识流再次弹出 飘灵 小心点 这个女的绝对是狠角色 杀人都是不眨眼的 一脸凝重地点了点头 没有言语 天煞女看着如灵大敌的夜飘灵 不由娇笑出声 柔躯飘然而下 缓缓落地 一双秋波光彩连连 眨洞之间带着一股难言的魅惑之感 煞是漂亮动人 只不过 面对这个世间有误 夜飘灵却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天煞女面带笑意 柔声说道 如果公子不想成为这些树木的养料 那就把你的目的说出来吧 说不定 我会将你的尸体妥善处理 果然是个女魔头 天煞女笑眯眯的看着夜飘灵 绝美的容颜 不仅没有使夜飘灵沦陷 反而变得更加清醒 这个天煞女杀过的人 恐怕比自己多百倍不止 否则说 这句话的时候 不可能如此的从容 看来自己这次真的是遇到人才了 既然对方没有放过自己的打算 那也不要让对方把自己看扁了 夜飘灵这样想着 傲然抬头道 你是谁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嗯 天煞女微微一愣 似乎没料到夜飘灵会这样 跟自己说话 片刻之后 天煞女忽然轻笑一声 说道 你这个后生晚辈 怎么连一点礼貌也没有 我问你话你最好好好回答 不然我可是会让你很难过的哦 天煞女说着 又对夜飘灵抛去了一个魅眼 不过幸好夜飘灵定理不错 始终保持着一颗清醒的头脑 萧剑此刻道 飘灵 实话说了吧 反正现在已经是这样了 咱们也就不要有什么顾忌了 全都告诉她 夜飘灵点了点头 说道 好吧 既然你这么想知道 我就告诉你 我到这里来 是为了前往无上神殿 又是这么简单的理由 为什么世人就一点也不吸取教训呢 看来我杀我的人还不够多啊 天煞女说着 千千细手微微抖动 一股强大的波动便随之生成 再说 锦浩此刻被天玄门几人围住 刚才攻击自己的秋醉蝶 此刻受了点轻伤 她的那招万魔戒破 被锦浩的七星药所破 并被锦浩击飞 要不是锦浩不想下杀手 秋醉蝶恐怕现在已经横尸当场了 见自己师妹落了下风 身为师兄的林天耀 没有不出手的理由 立刻沉喝一声 手中利剑抖动 倒倒犀利的赤裂剑气激荡而出 直取锦浩 看着漫天舞动的剑气 锦浩妖力提升极限 以手带剑直冲而上 随着几声清脆的鸣鸣声 锦浩被一股大力抛飞出去 狼狈地摔在地面 双臂的衣袖 已被林天耀所发的剑气搅得粉碎 要不是有五行光带护着 恐怕自己的双臂 也早已成为肉泥了 林天耀立身收剑 漫天的剑影合而为一 正是林天耀手中的利剑 锦浩两眼瞪得溜圆 因为他发觉 林天耀施展的 其实就是秋醉蝶刚才的万魔揭破 只不过不是一个人发出来 威力截然不同 锦浩站起身 看似漫不经心地拍了拍身上的灰土 说道 好了好了 打也打了 你们厉害 我打不过你们 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说完转身欲溜 走 秋醉流冷哼一声 说道 想走的话可以 回答我们的问题 我们就不会再为难你 我锦浩人民币 锦浩锦浩的耐心地终于用光了 不由破口大骂道 你这个搬弄是非的蠢女人 要我说什么 要我说 我是你老公 老子可不干 老子还是个有眼光的人呢 你 秋醉流被锦浩的一番话气的交融大变 正欲拔剑 林天耀却已经持剑而出 对于这个不怎么说话的未知青年 锦浩可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刚才刚一开始 自己便在他手上吃了大亏 见林天耀利剑将至 锦浩身形暴退 同时五行光带宛若五条暮海蛟龙狂卷而出 在虚空中形成一个奇异的漩涡状能量流 竟将林天耀的磅礴剑气 尽数吸去 继而化解的无形无影 这使得林天耀大吃一惊 立刻剑身一抖 荡开了能量流 抽身而退 锦浩此刻身体上连着五行光带 远远看去如同五条奇异的尾巴 五行光带散发着不同的神光 异常炫目 不过也给人一股沉重的压迫感 林天耀在面临这五行光带时 忽然有一种 同时面对五位爵士强者的诡异感觉 林天耀甚至可以看到 在五行光带背后 有五双淡淡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 令自己不寒而栗 看着林天耀愈加苍白的脸色 锦浩不由微微冷笑 说道 怎么 怕了 我就搞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都会怕这五条光带 难道你知道他们有多厉害 林天耀一愣 从锦浩茫然不解的神色上来看 他似乎还不知道 自己身上的这五条光带有多么的恐怖特殊 那五条光带此刻并不受锦浩的控制 既然这样 嘿嘿 和他们斗斗也不错啊 这样想着 林天耀忽然残酷的一笑 陈鹤一声 手中利剑击出光芒万道 身形一晃 已然冲至锦浩面前 一剑便斜皮向锦浩颈部 锦浩暗吃一惊 体内妖力骤然加强 一片银色光滑破体而出 荡起阵阵裂风 将林天耀彻底的包裹其中 林天耀只觉眼前强光一晃 便坠入了一个未知世界 林天耀惊恶地看着四周 只是白茫茫的一片 什么也没有 自己仿佛踩着实地 又仿佛立于虚空 这个忽然出现的世界 令林天耀的脑袋 一时半会还转不过弯来 傻傻地四处张望着 对于空间法则 林天耀是知道的 就是用自身的力量 将空间撕开 开创出一个自己的世界 称之为战域 这是一个最适合自己本人战斗的空间 只不过 如果对方的战域 比自己的战域强大 那么极有可能会吞噬了自己的战域 只不过 战域这种绝世战绩 只有即将破空而去的超级高手 才有可能修炼而成 像锦浩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可能触摸到其边缘 更别说修炼成功了 林天耀在纳闷 外界的锦浩几人 也是大眼瞪小眼 傻了一片 静静发愣几个钟后 秋醉叠第一个反应过来 怒涩愤声道 你这个妖人 把我师兄交出来 否则我们天学门 将全门上下誓死追杀你 不死不休 这个 锦浩现在也有些怕了 并不是怕秋醉叠的威胁 而是他发现自己的身上 竟然还有自己不知道的秘密 他只觉得 刚才眼前闪过一道很强烈的白光 还以为是林天耀的战绩 不过令他吃惊的是 林天耀居然随着白光的出现 而凭空消失了 你这个妖怪 快交出我们师兄 秋醉刘此刻也怒声赤道 这个 这个 锦浩此刻已经有些口齿不清了 他真的不知道 这事情自己该怎么解释 看着那两名女子 已经握紧了剑 锦浩真的是乱了 自知自己一时半会儿说不明白 干脆转身变逃 再说 林天耀待在这个未知的空间 忽然之间 天空出现 五双绿色的大眼 看起来像是兽眼 透着一股诡异的魅惑感 令林天耀不得不提高警惕 小小晚辈竟敢对我们不敬 难道是 活得不耐烦了吗 一声震怒的贺声默然响起 吓了林天耀一跳 但林天耀本就是天学门 最为杰出的新一代弟子 其高傲的性格非常人可比 即使在面对着几位未知时代的强者 其心中也没有丝毫的畏惧 而是傲然直视着那五双巨目 不卑不亢道 敢问各位前辈 将晚辈略至此处有何见叫 又是一个声音响起 道 真不愧是先秦那丫头们中的弟子 傲气十足啊 听到对方竟然称呼 天学门祖师先秦天女为丫头 林天耀或多或少的有些吃惊 照这么说来 这五位强者和自己的祖师是一个时代的人物 甚至还要高于自己的祖师啊 那这些人可就是神圣一般的存在 就是眨一眨眼也能灭了自己 只不过 自己似乎和他们没有什么过节啊 就在林天耀鸣思苦想之际 忽然之间脑中灵光一闪 他想起了警号身上那五条奇异的光带 难道他们的本体便是 林天耀吃惊地看向了天空中的五双兽眼 隐隐中似乎抓住了什么线索 但是细细想来又全然想不出 真是令人捉摸不透 哼哼 看在仙情的面子上 我们就不惩罚你了 来来来坐下 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 林天耀看了看空中的巨眼 之前的傲奇此刻已经收敛了不少 拱手道 前辈请讲 晚辈洗耳恭听 喂喂喂 你还真打呀 我都说过了 我真的不知道 你们的师兄去了哪里啊 警号一边躲闪着秋醉柳氏姐妹的剑气 一边叫喊着 大街的广场上 已经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 一时间人山人海的 好不热闹 你还胡说 是我亲眼看见 你把师兄传走的 秋醉蝶气呼呼地娇声喝道 继而便是一道更为灵力刁钻的剑气席向警号 警号身如鬼影 连连躲闪 最后实在忍无可忍 身形高纵而去 右手直伸 沉喝一声 鬼影结 话音刚落 警号忽然化为一个银白色的凶恶鬼影 一闪即逝 下一刻 秋醉蝶已经落入了警号的手中 秋醉柳顿时大惊失色 谁也没有看清 警号是怎么掠走秋醉蝶的 只是看到一束白光照住了秋醉蝶 警号一连封住秋醉蝶好几处大学 右手尖利的指甲 抵着秋醉蝶驳梗出的大动脉 仿佛威胁一般沉声道 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让开 你 秋醉柳气的郊躯连连发颤 冷声道 你就不害怕天玄门从此追杀你至死吗 警号也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心态 喝道 别再废话 赶快让开 不然我让你师妹相效欲损 这位公子 不管发生什么事 挟持这么一个小妹妹 总是不对的 不妨你先把人放了 我们大家有话好好说 一阵悦耳动听的声音传来 宛如那天籁之音 令人不由之间 便心生涟漪 警号闻声望去 见一个裙摆飘然 宛若九天仙女似的 白衣女子缓缓落下 白皙的翘容 弯弯的带眉 宛若秋水一般的眸子 傲人的身材 不管哪样 都可以成为一个正常男人的天生客星 哇 安仙子啊 哦 没错没错 是安仙子 真的是安仙子 哇 安仙子真的是太迷人了 安蝶彻的出现 立即引起了人群的一阵骚乱 不少男士同胞 全部都露出了一副痴迷的神色 看得警号不由一阵恶心 安仙子 秋醉柳见安蝶彻到来 心中不免踏实了几分 拱手问候 安蝶彻礼貌的性的一笑 清诚的微笑 又是弥翻了一群崇拜者 与安蝶彻比起来 秋醉柳在外貌上不输给他 但是就是输在了气质上 秋醉柳没有安蝶彻那般脱俗的气质 警号俊眉微调 冷语道 哦 雌行敬斋 哼哼 你们也来了 看来是想以人多获胜吗 那我也不怕你们 说不怕那是假的 众所周知 只要是雌行敬斋出现的地方 那就绝对少不了敬念禅宗 现在安蝶彻出来了 想必敬念禅宗的新一代高手 正在暗中虎视眈眈的看着自己呢 看来自己今天还真是凶多吉少啊 啊 叶飘灵闷哼一声 被天煞女看似轻描淡写的 一掌打得身形暴退 将树颗古树拦腰撞断 狼狈地倒在地面 战剑也被抛飞了出去 深深地插入了一块巨石中 发出呛的一声脆响 天煞女的目光落在了战剑上 带眉微微一皱 恍然道 我想起来了 原来是你们这些灵战士 不对 天煞女刚刚说完又摇了摇头 狐疑地 看向摇摇晃晃站起身的叶飘灵 皱眉道 你不是灵战士 你没有那么强大的灵力场 可是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战剑 你究竟是谁 叶飘灵强行压下体内的翻江倒海 身形一晃 正欲拔剑 却呼绝面前闪光一道黑影 一股磅礴大力 再次将自己抛飞 哇 叶飘灵痛呼一声 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一块巨石上 巨石咔嚓一声 便被砸得粉碎 天煞女此刻一手拿着战剑端向了一会儿 既然是仇家 那就毁了吧 兄弟之兵不留也罢 说着 先手举起便欲毁剑 不要 剑道战剑凌威 叶飘灵不由得大惊失色 如果战剑被毁 那么身为剑灵的削剑也必将魂飞破散 嗯 怎么了 这把剑和你的关系很亲密吗 天煞女瞥了一眼叶飘灵 一只御手已经夹住了剑身 眼看着战剑将 要被毁 叶飘灵心中大吉 可是苦于手中没有任何武器 胡乱一抓 只觉抓住了一个硬物 便想也没想 便扔向了天煞女 天煞女余光一瞥 冷哼一声 右手挥出一片乌芒 本想着将来习物崩碎 但没想到那黑影如同入水一般 仿佛没有受到任何阻挡一般 便穿破了乌芒 深深刺进了天煞女的腹部 饿了 天煞女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身体被带飞好远 重重地砸进了不远处的山壁 轰 得一声巨响 石屑四剑 山壁中烟尘四漫 多出了一个身不见底的大洞 从中冒出屡屡血气 看样子 这个黑影对天煞女造成的创伤不小 叶飘灵没有管那么多 扑身上前接住了战剑 呵呵 谢了小子 萧剑故作轻松地呵呵笑着 叶飘灵笑了笑 看向了山壁上的身动 说道 看来这一下 也够那个天煞女受得了 萧剑嗚了一声 问道 对了 你用的是什么法宝 竟然这么轻而易举的重伤天煞女 当真实力不凡啊 啊 这个 叶飘灵迟疑了一下 说实话 自己刚才扔出去了什么 叶飘灵本人也不知道 在天煞女将要 毁剑的那一刹那 叶飘灵心中焦急无比 随便抓了一个东西 便扔了过去 叶飘灵低头在自己身上找了找 什么都在 唯独那只断手不翼而飞 看来自己扔出去的 就是那只看似无用的断手了 后卿 竟然是后卿 你竟然是后卿 天煞女破壁而出 重重地栽倒在地 那只断手此刻 正刺进天煞女的腹部血流如注 只不过全部进入了断手之中 而断手在鲜血的滋润下 正在缓缓地恢复饱满 饿了 天煞女一脸痛苦地抓住断手 用力将其从自己腹部拔了出来 立刻带出了一串血水 内脏也被断手拉扯了出来 现场惨不忍睹 看得叶飘灵也是振振心惊 后卿 你还是不放过我 天煞女凄厉的怒吼 引起了叶飘灵的注意 难道这个天煞女 是洪荒时代的人物 要不怎么会和施祖后卿有过节 只不过 他是什么人物啊 敢和施祖后卿叫板 呜 一声惊悚的鬼笑 忽然从群山深处传来 惊得四方鸟兽聚接胆寒 四窜而逃 距离近的 直接被阴波角的粉碎 化为一蓬蓬血雾 消散于无形 数座大山 在实质化的阴波接连崩塌 巨石四滚 可谓破坏力害人 叶飘灵惊讶的闻声望去 因为他已经听出来了 这响音 竟然是施祖后卿的声音 而声音发源处 此刻已经是湿气滚滚 一道神圣的金色光柱 从天而降 远远望去 犹如一个金光灿灿的撑天柱 在夜色中尤为醒悟 这是封印 好强大的封印啊 叶飘灵皱眉自语道 嗯 当然很强大 那就是五行大阵 女娲几位圣人 亲手结下的大印 你说能不强大 肖剑此刻也说着 这大印的来历 天煞女此刻一手 紧紧握着恐怖的断手 笑得甚至有些猙獰 历声叫道 后卿 你还想杀我吗 你没有机会的 我不会让你解封 我不会让你破译 呵呵 就在这时 断手忽然冒出一股湿气 湿气在天煞女面前撩肉 最后您为了一个人形 冷冷笑道 仙情 你认为你这个化身 会是我的对手吗 不错 虽然这个也是我的化身 仙情 叶飘灵愕然一愣 仙情不是天玄门的创始祖吗 其分身怎么又会在这里 并且还与后卿 有着不小的过节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叶飘灵现在已经乱作一团 要是这个天煞女 是仙情的化身 那么和天煞女 一模一样的秋醉柳 是不是也是仙情的化身 仙情化出这么多分身 究竟想干嘛 叶飘灵现在晕了 天煞女怒吼一声 一手便直接抓向 后卿分身的胸膛 呵呵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今天就在让你知道一下 狮卒为何会令百足色变 严霸一招已然抓出 与天煞女护肌一掌 轰得一声暴响 大地为之蹦碎 天煞女被狂暴的能量 流先飞数米之远 而后卿的化身的右掌 也被击碎 后卿看着重新凝全的右掌 呵呵笑道 看来便厉害了呀 说着右手一伸 掉落在地面上的断手 凭空飞起 化为了化身的右手 后卿抬头看向天煞女 微微笑道 现在我们再打吧 希望这么长时间没见 你可以和我一战 后卿说完 又忽然扭头 看向傻愣着的叶飘凌 说道 你还愣在那里干什么 快去解封五星大阵 将我的头颅救出来 头头头头 头颅 叶飘凌一愣 继而连忙点头 好的 明白了 说着 转身便往群山深处窜去 后卿的声音 从后方隐隐传来 要是你成功破印 我送你一份大礼 叶飘凌寻着刚才的声援处赶去 忽然之间 叶飘凌毫无征兆地 落在了一棵树干上 双眼血盲微闪 一脸凝重地看着前方 喃喃自语道 好强烈的死气 萧剑不解道 怎么了 叶飘凌说道 前面是一处死地 看看 所有的树木都枯萎了 没有一点的生命能 很怪呀 叶飘凌现在所在的地方 虽说是一片密林 但是近在咫尺的 却是一片没有任何生命的死地 树木花草全部枯萎 没有走兽 没有飞禽 没有一丝的生命 但是在叶飘凌身后 却是生机勃勃的古森林 虽然是在夜间 但也可以看见许多夜形生物 和这个只有一线之隔的 奇异死地来说 构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那些动物也很奇怪 没有一只愿意 接近这片地方 似乎这里有着 令它们很畏惧的存在 萧剑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说道 我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叶飘凌低头看了看战舰 问道 是什么 如果我猜的没错 这里应该就是目的了 萧剑声音低沉地说着 语气含有丝丝的不安 目的 叶飘凌眉头一皱 光听这个名字 是什么把这个地方叫目的吗 萧剑说道 你难道忘了之前的 那个巨人怪物说 我们闯入了众神之地吗 记得 那个家伙说 我们玷污众神 叶飘凌漫不经心地说着 但是说到这里 脑中忽然来了一次爆炸 顿时目瞪口呆 木讷道 众神 目的 难道是众神的目的 我累个去 搞什么 怎么会是众神的目的 哼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我曾经在那些小矮人的总部 看到过一些残缺的影像 基本上就是说在太古时期 众神曾经与一群未知的敌人战斗过 最后 虽然将来犯之敌打退 但几方也受创颇重 好多大神身语 其余的 也是身受重伤 从此陷入沉睡 众神沉睡 我曾经在人间界 听过众神沉睡的传说 只不过一直不知道原因 难道就是这个原因 叶飘凌狐疑地问道 至于真的假的 我就不敢保证了 不过应该是真的吧 那场战斗 真的是太恐怖了 人类文明都被摧毁 当时的人间界 也被打碎了 之后 众神又聚其人间界 将那些身云古神的神体 葬于一个残破的世界 这个世界 从此便被称之为尸魂界 不对啊 叶飘凌忽然提出了质疑 又问道 照你的说法 众神是在战斗之后 便陷入了沉睡 那么最后的伏西大神 女娲娘娘 都是怎么出现的 难道她们没有沉睡 既然没有沉睡 又怎么会一直没有现身呢 啊 这个我也就不太清楚了 毕竟我只是一把剑 知道的十分有限 切 叶飘凌毫不客气地 给了萧剑一个鄙视 继而小心翼翼地 踏入了这片 所谓的众神的目的 走了不到二十余米 萧剑的波动 忽然再一次颤抖起来 叫道 我又感觉到了 白将军 我又感觉到白将军的气息了 他就在这里 白将军 叶飘凌文言四处张望 映入眼帘 除了一片死气沉沉的 枯木黄石外 别无他物 不由说道 萧剑 你是不是感觉出错了 这里 似乎没有什么呀 不可能 绝对是白起将军的气息 我不会感觉错的 一定是白起将军 一定是 萧剑十分肯定地否决了 叶飘凌的想法 此刻夜色将近 东方已将泛起了鱼堵白 叶飘凌在死地中转悠了一圈 终于有了一点发现 就是一面已经残破不全的旗子 和一些盔甲碎片 叶飘凌此刻一手抓住旗子的一脚 将其斩平 上边已经沾满了泥土 勉强可以辨认出 上面的旗号为秦字 那么这些盔甲碎片 应该也是之前的秦军盔甲了 白将军真的来过呀 萧剑的精神波动 已经有点痴呆的感觉了 而叶飘凌此刻 也已经迷糊了 这个失魂界 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呀 从自己进入失魂界到现在 已经出现了未知闻名 身为先秦 天女化身的天煞女 接下来 又是这个众神目的 与秦军一物 自己是不是进入了一个 不该进入的大漩涡 就在叶飘凌沉思之际 身后却忽然传了一声 惊天的巨响 随即一股灼人的热浪 将叶飘凌卷飞了数米之远 狼狈地被泥土埋掉了 片刻过后 叶飘凌从地下伸出脑袋来 呸呸呸 我警号IK人民币 I警号人民币 警号IK人民币 这搞什么呀 还要不要人活 叶飘凌正准备破口大骂 但当她看清眼前的景象时 却呆掉了 刚才还生机勃勃的森林 此刻已然变为了沙漠 漫天的沙尘掺和着木屑 还在挥洒着 附近的几座陡峭山峰 此刻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放眼望去空旷一片 这 这个 叶飘凌被雷住了 怎么会这样 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现在怎么都成了死地了 不远处 后卿与变体鳞伤的天煞女 站在一个直径 打几里的巨坑中对峙着 刚才今天的一击 消耗了两人不少的力量 现在二者都没有率先攻击的意思 就这么静静地悬浮在巨坑中 暗藏的杀鸡 令人窒息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半 一切都显得静悄悄的 没有飞禽走兽 没有花草树木 刚才后卿与天煞女猛烈的一击 已经将周围的一切全部摧毁 后卿化身此刻 已经生出了一双血光闪闪的双眼 透露着一股嗜血的邪恶感 给人的第一感觉 就不是什么善主 毕竟是上古十大魔神之一 其身上的凶烈煞气 非常人所能比较 天煞女此刻腹部已经被贯穿 前后通透 残缺的内脏自伤口拖到了地面 天煞女力叫一声 挥手将自己的内脏打得粉碎 化为漫天的肉泥 紧接着 肉泥如同有思想似的 重归天煞女体内 腹部的伤口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后卿在一旁冷冷地看着这一过程 既没有出手偷袭 也没有趁机续工 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 不愧是一代尸祖 颇有一股霸王灵士的强者傲气 你败了吗 后卿语气冷淡地问道 天煞女双手支撑着身体吃力地站了起来 擦了擦满面的血污 冷冷一笑 说道 后卿 我还没死 所以我没有拜 你敢不敢给我半年时间 带我吸收本尊 聚其重分身 我们再来一战 吸收本尊 后卿眉头一皱 与其颇有不悦道 天煞女 你不要忘了 你的身份 你永远只是个化身而已 竟然想吸收本尊 真是魔椅入星了 真好笑 我凭什么就要 为他先情做嫁衣 现在我是天煞女 不是什么先情 在这片地方我就是王 谁也奈何不了我 打住 就在天煞女说的激动的时候 后卿却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她的话 说道 那是你和你本尊先情的矛盾 别告诉我 我不想知道你们的那些破事 别说给你半年 我再给你二十年 二十年后 我的本尊会再来会你 到时候 失败的下场只是一个死 希望你想好 现在嘛 你就先去睡一会儿吧 言罢 后卿右手直升 断鹤一声 尸膜万君咒 一股重山峻岭般的距离 凭空压至天煞女身上 天煞女还没来得及反应 便被距离深深压进了泥土 身体动弹不得 就连体内的力量也被压制 丝毫不能反抗重力场的压制 只能被后卿的万君咒压住 后卿 你这个小人 你们四大师祖如果齐出 一定会惊动仙剑 到时候 你们依然会被封印的 天煞女不甘地嘶喊着 全然没有了刚刚出现时的那种 射人心魄的风韵 变得更像是一个骂街的泼妇 没有了丝毫的形象可言 后卿缓缓地收回手 冷声说道 待我四祖齐聚之日 便是他众仙折落之时 你认为 就凭众仙的力量 可以阻挡得住失足的脚步吗 一群蠢货 全然不懂众神的意思 什么 不懂众神的意思 天煞女微微一愣 道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你们失足与古神族 到底有什么联系 你们之间 到底有什么秘密 后卿冷笑道 不该知道的事情 就不要多问 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 等你恢复了 你本尊当年的实力 有些事情 你自然会知道 后卿言霸 扭头看向了夜飘灵 消失的方向 喃喃自语道 我今日能不能解封 就全凭血印了 夜飘灵此刻 已经进入了墓地深处 四周的死期密度 也几乎达到了顶峰 沿途中渐渐出现了 不知是什么年代的高大墓碑 很多都已经变得残破不堪 上面的字迹也十分模糊 看不清究竟写的是什么 什么声音 消剑突兀的一下 吓了夜飘灵一跳 夜飘灵仔细聆听了片刻 只觉得在某一个地方 断断续续地传出来一阵 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 哗啦啦 哗啦啦 声音时不时地传入了夜飘灵耳朵 夜飘灵眉头渐渐锁紧 低语道 这 这似乎是铁链的声音 没错 是铁链的声音 白将军 消剑的反应 比夜飘灵的反应 要强烈得多 飘灵 按照我指示的方向走 我感应到白将军了 夜飘灵这次没有再说什么 而是按照剑尖指引的方向走去 果然 他发现了一面巨大的墓碑 比其他的墓碑 要大出好几倍之多 夜飘灵持剑 挥出一道剑风 将墓碑上的泥土 进阶吹散 只见墓碑上 写有几个大字 天移九魂 魂魂相连 当看到这八个大字的时候 夜飘灵震惊了 因为在失眠荒漠中 自己在那处奇异墓地中 发现的墓碑上 也刻有着八个大字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人间界也失魂界 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世界 却都有这个八字的存在 这里面 难道会蕴含着什么秘密不成 夜飘灵面露一色地 抚摸着斑驳的墓碑 心中一律万千 肖剑这时说道 白将军的气息 就是从里面传出来的 难道白将军被关押在这里 可是 谁会要那么大的本事 可以打败白将军 夜飘灵握紧战剑 心中暗自打着自己的算盘 自己前往无上神殿的路程 虽然不算太远 但途中的危险肯定不会少 如果这个时候 可以将白起拉拢过来 说不定会成自己的一只骑兵 这样想着 夜飘灵后退了几步 问道 肖剑 我们可不可以劈开这墓碑 肖 语气坚定道 绝对可以 夜飘灵深吸了一口气 双手握剑 剑身呲啦 一声蹦出树道失火 一道黑色剑气破剑而出 宛若开天魔剑 劈空而下 朝阳为之失色 天地为之颤抖 哄 一声巨响 伴随着冲天的浓烟四处传来 远远看去 一股巨大的蘑菇云缓缓升起 颇有原子弹爆炸的感觉 听到远处传来的轰鸣 后清扭头望去 自语道 这个血印还真是疯狂 竟然用失火攻击 难道前面还有什么危险的敌人吗 啊 不好 是白起 那家伙要解封白起 天煞女忽然嘶喊了起来 白起 后清一声自语 继而茫然地摇了摇头 说道 没听说过这好人物啊 天煞女 这个白起是谁啊 竟让你如此地忌惮 呵呵 我很感兴趣啊 天煞女在万君咒的压制下 艰难地抬起头 秀发散乱 满面的血污 就像是一个从地狱爬出的女鬼一般 令人可怖 只见天煞女扭头 看向夜飘零所在的方向 吃力地说道 白起就是一个凶魔 没有丝毫感情的凶魔 曾经生葬百万鬼神 驻婴正登上鬼地宝座 最后不知为何来到失魂界 被我囚禁了 哈哈哈哈 后卿听着 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说道 被你囚禁 有点意思 不如就让血医那小子 放出这个你口中的凶魔 我倒要看看 能被天煞女称之为凶魔的人物 到底有多凶 哈哈 在后卿的大笑声中 天煞女的双眼 几乎可以喷出火来 恶狠狠地说道 后卿 你别得意得太早 要是再放出白起 鬼界必将大乱 失魂界同样也会经历浩劫 哼哼 至于人间界 当然也不会逃过 到时候 仙界必然插手 我倒要看看 你们这些还没有恢复元气的师祖们 是如何与仙界珠强对抗 仙界珠强 后卿十分不屑地瞥了一眼天煞女 忽然阴冷地一笑 压低声音说道 实话告诉你吧 只要我 拿到我的头颅 我就会亲自上天一趟 和原始通天 他们好好地叙叙旧 我要在仙界刻上 我们师族的名号 我倒要看看 你口中的仙界珠强 是如何拦我的 哇 嗯 叶飘零惊叫一声 从漫天的烟雾中冲了出来 静静地悬浮在空中 看了看手中的战舰 愣头愣脑地问道 哎 我们 我们砍到什么上面了 嗯 萧剑也是一阵迟疑 说道 这个 我也不清楚 不过好像砍中的不是墓碑 应该另有他物 好 萧剑话音未落 一声震耳欲聋的售吼 便从烟雾中传了出来 紧接着 一只巨大的毛茸茸的利爪 忽然从烟雾中电射而出 直接将空中的夜飘零拍落尘埃 人间界 锦浩一脸躲过了数百道犀利的剑气 不过一丝银发 还是被剑气削断 随风飘落在地 无声无息 广场此刻 早已是狼藉一片 大坑小蛙一片废墟 围观的众人 早已退得远远的 免得被狂暴的能量流息中 做个冤死鬼 那可就很不妙了 安蝶彻立身收剑 微微一笑 喝气如蓝 哦 锦公子 你还不是我的对手 希望你可以放出林公子 哼 你是谁啊 老子凭什么听你的 锦浩依然是一副天地不尊的样子 即使落了下风 嘴皮子上的功夫 依然很出众 安蝶彻平时那里受过这等冷遇 顿时娇容一冷 说道 锦公子 希望你不要再执迷不悟 我这么做也是为你好 免得被天旋门追杀 你要是再这样下去 我手中的剑 可就不客气了 切 锦浩狠狠地鄙视了一下安蝶彻 说道 你还客气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客气过 哼 安蝶彻冷哼一声 说道 要不是我手下留情 你现在恐怕已经身手异处了 哈哈 锦浩仰天而笑 说道 雌行敬斋的人说话的口气就是大 简直比过了老子的狡气 我身手异处 要不是 我手下留情 你认为你的剑可以碰到我吗 什么 安蝶彻文言皱了皱眉 紧接着柳眉道理 冷声道 好 既然如此 我就和锦公子好好切磋一番 这次还希望锦公子拿出全部实力 否则不要说我的剑不长眼睛 说着 手中利剑一个剑花 劈空刺来 就在锦浩准备在战时 远远地却传来一声稚嫩的铜音 哥哥 锦浩文言精神一阵 连忙扭头看去 只见小灵羽从灵狐微雪的怀中蹦出 依然抱着小雨 兴冲冲地向这边跑来 灵羽 哈哈 见到小灵羽 锦浩心情大好 竟然没有忽略了安蝶撤此来的利剑 看着锦浩回头 安蝶撤顿时暗乎不妙 本来是刺向锦浩脖梗的剑本能的向下一闪 却贯穿了锦浩的胸膛 鲜血顿时从伤口喷剑而出 啊 锦浩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缓缓地看向了深深刺进自己胸膛的利剑 既而有不可置信的看向 同样是目瞪口呆的安蝶撤 说不出一句话来 啊 哥哥 见到锦浩遭此重创 小灵羽顿时吓得尖叫一声 忽然气了怀中的小雨 扑空而来 同时 一股四天地般磅礴的力量 从小灵羽娇小的身躯中 狂卷而出 天地为之动荡 神魔为之色变 五一山中 女拔河面前 几位同自己对峙的绝世强者 同时感受到了 这股强大的力量 不由巨士微微一愣 其中一名白须老人尖叫道 竟然还有其他的洪荒高手存在 安蝶撤也没有料到 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 原想着好好教训锦浩一番 没料到锦浩如此的侵蚀自己 被自己一键贯穿 更令他没有料到的是 自己这一个意料之外的举动 却将一位上股强者惊醒 只见看似弱不禁风的小灵羽 此刻散发出一股 令天地都震惊不已的恐怖气息 宛如一个洪荒时代归来的 绝世强者一般 双眼蹦射出两道骇人的冷芒 化为一道荧光快速袭来 安蝶撤还没有任何反应 便被小灵羽遗及御掌印 飞了出去 吐出一口鲜血 脸色煞白 倒地不起 众人见状哗然 一个五岁小女孩 竟然将雌行禁斋最杰出的弟子 一掌重伤 这是怎样的实力 况且 还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 这使在场的所有人的 都感到了恐怖 锦浩此刻 拔出了贯穿自己胸膛的利剑 伸手将利剑折为两段 插在地上 不顾身上的严重伤势 双眼射出两道嗜血的目光 那是一双真真正正的野兽眼睛 在那双眼睛中 人们感受到的 只有杀戮 只有仇恨 再别无他物 未知空间中 五位绝世强者 正与林天耀交谈 突然之间 整个空间剧烈晃动 险些崩碎 吓得林天耀顿时大惊失色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看来有人重伤了小号 一位强者缓缓说道 似乎这个重伤对他来说 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仿佛只是擦伤似的 声音停顿了一下 又道 吐 你出去一趟吧 嗯 知道了 天空中的一双巨眼 缓缓隐去 消失得无影无踪 林天耀先是一阵疑惑 接着瞳孔猛然一缩 师生叫道 各位前辈不要 可能是我的师妹 不知道我去了哪里 才对您的传人出手 只要我出去 就会化解一切的 是吗 嗯 声音沉吟了片刻 说道 你一会儿才能出去 放心 我们是不会动 你们这些小娃娃的 我们心中有数 人间界 景浩颤颤巍巍的站起身 忽然之间 全身黄光大胜 一个虚幻的泛着黄光的人影 出现在景浩身后 无形中 给人一种高不可攀的雄伟感觉 嗯 小林雨感到了景浩身上气息的巨变 眉头稍稍一皱 扭头看来 只见景浩全身祥瑞之气旺盛 两只眼睛射出两道黄光 强者之气进阶路外 小林雨瞥了一眼 被秋醉柳两姐妹 搀扶而起的安蝶撤 又看了看秋醉柳姐妹胸前佩戴的吊坠 微微一愣 吉儿说道 你们把她带回去治疗吧 不然以她现在的修为 活不过三个时辰 语气中 竟然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威严 什么 三个时辰 秋醉柳大惊失色 要知道 安蝶撤可是慈航禁斋中最杰出的弟子 目前不过双十年华 但是修为已经达到了原因初期 在同辈中是绝对的佼佼者 但是今天竟然被一个小女孩重伤 而且这个小女孩秋醉柳姐妹并不陌生 毕竟从中原到南疆 小凌羽就是她们在一起的 但是现在的小凌羽 明显的不是之前的小凌羽 那她会是谁 怎么 见到秋醉柳两人迟迟没有动 小凌羽眉头一皱 与其不悦道 我的话 你们难道没听见吗 要想她死很容易 放下她 三个时辰后 她自然会死 说着 小凌羽便有深意地看了看秋醉柳 继而扭头看向了警号 秋醉柳也深深地看了看小凌羽 其实在她见小凌羽第一面时 便有一股异常熟悉的感觉 当才小凌羽在看自己的那一瞬间 那股熟悉之感 再次吸上心头 好生怪异 但是现在安蝶彻危在旦夕 秋醉柳也没来得及多想 急忙搀扶着安蝶彻 便欲向外奔去 想走吗 哈哈 那还要看我答不答应 警号忽然发出一声异常苍迈的声音 一手探出 陈鹤一声 土爵 杀简 警号话音未落 只见秋醉柳三人脚下的泥土 忽然翻滚起来 并且开始快速地向上涌来 竟然有包裹三人的趋势 小凌羽冷笑一声 说道 五行战爵中的土爵 呵呵 我终于知道你的身份了 说着短小的手臂深处 一股强大的气旋忽然形成 将秋醉柳三人从沙茧中卷了出来 直接扔到了远方 帮助他们脱困 惊魂未定 秋醉蝶看了看后方的人群 问道 师姐 小凌羽好像在暴满案 他究竟是什么人啊 该不会是那个绝世强者的伪装吗 秋醉柳看着已经昏迷的安蝶彻 说道 谁知道啊 现在就安仙子要紧 师妹 联系门中人到此 锦号见小凌羽 把人从自己手中就走 不由微微一论 冷冷看了看小凌羽 陈生问道 你是谁 竟敢插手本黄的事 小凌羽看似不在意地笑了笑 说道 土玄黄 别在我面前摆什么破架子 本座还不吃你那一套 呵呵 小凌羽说到这里看了看四周的人 又道 这里的人太多 有些话不好说出口 土玄黄 敢不敢和我走上一走 锦号哈哈大笑 说道 走就走 我土玄黄 难道还怕你不成 小凌羽玩儿 忽然扭身 冲向了大山密林 锦号冷哼一声 身形拔地而起 紧随小凌羽而去 地面上 小语看着小凌羽气 自己而去 不由急地 一压乱叫 可惜小凌羽还是没有理他 凌狐微雪上前抱起小语 看着两位诡异强者消失的方向 不知在想着什么 事情并没有就这么结束 锦号和小凌羽消失 没有多长时间 就在人群渐渐散去的时候 忽然之间狂风大作 黑云四慢 又是几个人影站在云端 身上散发的气势 已经引动了天雷 但这些人似乎对于 无所不摧的 天雷很是不屑 这些人中 其中便有始终被失气 包裹的失足女拔 其余几位强者 都是女拔的敌手 在人间界 已经藏匿了 无数个岁月的志强 这里的气息很强大 看来他们之前 就是在这里的 一个黑发男子 眼中森光闪闪 语气低沉地说着 背后的那柄巨斧 就像他本人一般 充满着威胁性 女拔沉默了一会儿 忽然笑出声来 另几人皆是警惕地 看向女拔 其中一名女子道 女拔 我们已经说好暂时不打 你不要出尔反尔 女拔冷冷看了 看说话的女子 不屑道 哼 想杀你们一如反掌 但是我说话算话 不要把我看成是 你们一样的小人 女拔停顿了一下 又道 我笑是因为我遇见了熟人 这里有五行的气息 我想 刚才五行应该全部在场 五行 巨斧男子眉头一皱 问道 难道是五行玄黄 女拔轻轻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什么 几人都愣住了 要知道 狮族的死敌 是上古玄狐一族 而五行玄黄 就是上古玄狐一族中 五位最为杰出的高手 也是五位玄黄 精通五行之术 其绝学五行战爵 威震三界六道 在与狮族的大战中 五行玄黄不幸战败 从此秒无音讯 女拔感应了一下 什么话也没说 直接向大山密林飞去 其他几人互视一眼 也快速跟上了女拔的脚步 消失在了天边 众惊天强者离去后 云散了 雾消了 阳光开始洒在地面 众人 再才回过神来 顿时地面上炸开了锅 人人都知道 世间将不复太平 仅仅一日之内 数十名惊天强者 现身人间界 这预示着什么 谁也无法得知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大动荡 要再一次降临了 失魂界 叶飘灵从坑中跳起 谨慎地看着 渐渐散去的烟尘 只见一个巨大的怪物 与墓碑连在一起 怪物全身长满了 黑色的瘦毛 乍一看 有点像大猩猩 上半身路在外 至于腰部以下 便与墓碑连为一起 看起来 这个怪物与墓碑 是一体化的 不过就算是这样 这个怪物 也有二十多米之高 不知道要是全部出来 会有多高 我晕了 这是什么怪物 叶飘灵傻呆呆地 看着面前的怪物 思索着 自己给如何攻击 刚才自己的权力一批 似乎都没有 伤到这个怪物 看见这个怪物 有多么的皮糙肉厚 不好打呀 就在叶飘灵思考策略的时候 怪物的一只巨肘 已经狂暴地砸了下来 叶飘灵哪敢拖大 连忙想空中跃去 远远地躲开了怪物的巨拳 哄 地动山摇 在怪物一拳的杂击下 大帝竟然被砸出了 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 都是那么的惊人 自己现在似乎根本对付不了 该怎么办 后卿分身此刻 看着一片吵闹的远方 喃喃道 这是 天煞女嘿嘿一笑 说道 忘了告诉你了 我封印白起的时候 顺便将地狱魔原 封印在了一面墓碑上 要想解封白起 必须要击毁墓碑 只不过想要击毁墓碑 就要先击败魔原 嘿嘿嘿 那个小僵尸 是没有那么大本事的 呵呵 后卿不以为然地笑了 说道 我还以为是何方神圣啊 搞了半天 原来是魔原这个小虫子 我相信血印 魔原不会是血印的对手 天煞女冷哼一声 说道 就算那小僵尸是血印身 怀有无尽的先天力量 但是他后天的力量太弱了 而他体内的血魔 又被乾坤大印压制着 根本帮不了 他什么忙 即使他拥有天魂 也无济于事 因为白起和他一样 也是天魂的拥有者 嗯 后卿文言微微一愣 却没有争辩什么 只是抬头看向了远方 狮魂界的阳光 比起人间界的阳光 强烈很多 大地都被烤得胶着不堪 叶飘灵的湿气 或多或少的被压制 毕竟他现在只是非僵气的修为 不想人家 已经步入汗拔气的僵尸至强 都可以吸收阳光中的严惊 哄 叶飘灵再一次躲过了 魔原的巨爪 怒吼一声 剑身狮忙大胜 发出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痴痴之音 直接砍向魔原拍来的巨爪 呛 哄 一声脆响 火星四帽间 战剑结结实实地 砍在了魔原的手臂上 只不过 魔原身体的强悍程度 再次出乎了叶飘灵的意料 实质化的剑气 在接触到魔原的那一刹那 竟然直接蹦碎 而叶飘灵的下场 没有什么悬念 再一次重重地跌落尘埃 不过幸好僵尸的尸身 也是异常强悍的 叶飘灵从坑中爬出 刚爬出坑 就看见魔原的一只巨爪 已经笼罩住了自己头顶 哇呀 叶飘灵只来得急尖叫一声 便被巨爪狠狠地拍在了身上 轰 轰 轰 魔原的巨拳 一记紧接着一记 打在同一处地方 那处地面 已经被打得深不见底了 巨大的裂缝四处蔓延着 可怜的叶飘灵 此刻都不知道 被魔原的巨拳 打到了哪里去了 生死未卜 叶飘灵被发狂的魔原 硬生生地轰进了泥土中 显得狼狈不堪 而面对魔原 继续轰杂而来的铁拳 叶飘灵除了硬抗外 再无他法 就在叶飘灵无计可施之际 萧剑却忽然说道 飘灵 攻击魔原的下额 那是他的弱点 快点 叶飘灵疑惑地看了看手中的战剑 身子一闪躲过魔原的一记重拳 接着随着魔原的巨拳 跃出深深的拳坑 手中的战剑剑气四扬 抖出黑龙万道 破空而下 一股强大无匹的剑气 瞬间笼罩了魔原的头顶 魔原似乎感觉到了威胁 喉间发出阵阵低吼之音 抬头看向笼罩而来的剑气网 漠然锯口一张 喷出一股浓重的死气 要是放在生物 肯定受不了这股死气 但是叶飘灵是僵尸 对于死气 就像人活在氧气中一样 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 而魔原这一抬头 恰好将自己的下额暴露了出来 在阳光的照射下 叶飘灵清晰地看到 在魔原下额 有一处已经腐烂的伤口 魔原的这一抬头 正好撕裂了伤口 已经有片片污血渗了出来 叶飘灵心中暗惊 究竟是什么人 可以将魔原伤到这种地步 要知道 魔原的身体 可是异常强悍的 就是自己用湿火凝聚出的剑气 也伤不了气氛好 那么 制造这个伤口的人 是用什么办法做到这一步的 心中虽然思虑万千 但是叶飘灵手中 可没有丝毫的怠慢 直接左手握剑 右手一记破天指 直射而出 一道实质化的湿气刃 从叶飘灵右手指尖激荡而出 准确地刺中了魔原下额处的伤口 继而从魔原头顶破出 贯穿了魔原的头颅 魔原遭此重创 发出一声淒厉的悲嚎 大片的鲜血 混着脑浆从头顶喷溅而出 顿时白的红的胶织成一片 在空中挥洒开来 就是现在 叶飘灵怒喝一声 血腹咒 在叶飘灵的一声大喝下 叶飘灵周身的湿气 迅速汹涌澎湃起来 一个模糊的血色魂影 出现在其背后 紧接着 数到宛如九天魔龙般的湿气流 直直刺向了魔原的伤口 不不不 数声怪响 数十道湿气流 全部刺入了魔原的伤口 魔原全身的魔血 已经元气迅速被湿气流带走 堵入进了叶飘灵体内 好 好好 魔原发出一声声 凄厉惊恐的惨叫 大得都在微微颤抖着 但魔原的身体被墓碑所困 无法脱身 导致他所有的挣扎 都变得徒劳无功 而叶飘灵此刻从魔原体内 源源不断地吸收着力量 力量全部被胸前那刚刚凝聚而成的尸丹 叶飘灵之前的尸丹 被灵战队打碎 现在有了魔原的力量 尸丹又开始迅速凝结 随着魔原命能的不断消耗 叶飘灵那血红色的尸丹 也迅速变得鲜亮红润 而包裹尸丹的那团诡异的血物 也开始泛出血光 啊 不好 被后卿依然死死压制的天煞女 忽然惊叫出声 我和魔原的联系要断了 那个可恶的小子 我要杀了他 听着天煞女急欲疯狂的嘶喊声 后卿尸丹大笑出声 说道 我早说过了 血印会击败那虫子的 你要是敢动血印一根毫毛 哼哼 那你就等着整个尸丹的报复吧 后卿说完 抬头看向空中的艳阳 声音显出了一丝沧桑与期待 像是说给天煞女听 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道 血印深 它是我们尸丹的希望 或许也会是整个三界六道的希望 后卿苦苦一笑 似乎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无奈 天煞女此刻美目疑惑地眨了眨 他不知道后卿为何这么说 心中虽然疑惑 但是天煞女却没有打断后卿 依然静静地听后卿说着一些奇怪的话语 后卿分身此刻双手父辈 看着遥远的血色天际 悠悠说道 僵尸啊 我们这些被特意创造出来的战斗机器 终于要派上用场了 后卿凄惨的一笑 开始沉默不语 留给天煞女的除了震惊 还是震惊 僵尸特意创造战斗机器 后卿的这些话 对天煞女来说无疑是震撼性的 谁敢相信 强大无匹的师族 竟然是被创造出来的 是谁创造出来的 又是为了对付谁 这些惊天之谜 似乎是要揭开谜底了 众所周知 在洪荒乱世之时 四大师祖便已经是赫赫有名的人物了 那可是与福西这些原始大神 同一时代的存在 又是被特意创造 那么这些创造师祖的人 该会是什么时候的 这个谁也不会知道 恐怕盘古大神 也没有他们生活的年代早 天煞女此刻头脑里胡思乱想着 越想越觉得可怕 原以为盘古大神 已经是无上的存在 可现在看来 事情好像并非如此 在开天辟地之前 难道真的有更加久远的存在吗 他们是谁 又为何创造师族 天煞女迷茫了 吼 魔元此刻发出一声无力的吼叫 逐渐干枯的身体 终于轰然倒地 跌得粉碎 墓碑也开始出现了裂缝 叶飘灵收回湿气流 将周身的湿气 全部收敛体内 长出一口浊气 只感到自己身体 似乎充满了无尽的力量 现在只想找一个强劲的对手 好好打上一架 发泄一下自己 现在异常激昂的情绪 但是他忍住了自己 内心深处的那股好战冲动 因为现在还有 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解封白起 咔嚓 咔嚓 墓碑传出阵阵碎裂的声音 裂缝也在快速地四处蔓延着 不一会儿 墓碑背身上 便布满了裂缝 叶飘凌沉喝一声 身体自高空冲下 宛如一条冲天下的猛龙 一记重拳 直接将墓碑轰得粉碎 石屑四剑间 一个巨大的深坑 出现在叶飘凌眼前 叶飘凌去世不减 一拳又轰向了洞底 随着一声巨响 又是一阵地动山摇 一股巨大的烟尘 用洞中喷涌而出 四散而开 叶飘凌起身挥了挥手 将身前的烟尘驱散 这才看清了洞中的一切 摆在自己面前的 潜伏着一只上古凶魔 令人畏而止步 叶飘凌紧了锦手中的战剑 按道 这白起不愧为绝世杀星 有他在的地方 就绝对少不了今天的杀气 似乎感觉到了叶飘凌的紧张 萧剑呵呵一笑 说道 不要担心 白将军虽然有些手段过于血腥 令人发指 但是那些极端的手段 只是对待敌人的 对于自己人 你大可放心 白将军是不会亏待你的 叶飘凌点了点头 但还是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山洞 哗啦哗啦 又是一阵锁链的撞击声 从山洞的深处传出 在这寂静的洞中 显得格外清晰 当然 也格外地恐怖 叶飘凌边走边看 在他脚下 有大片的骷髅 这些骷髅 不知已经经过了多少岁月 轻轻一碰 就会化为骨粉 散落一地 于是 叶飘凌就踩着厚厚的骨粉 向前走着 洞壁上都是已经干枯的血迹 不难想象 在之前的某个岁月 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 异常激烈血腥的大战 而这场大战的其中一方 就是白起麾下的秦军 向前行进了约四五分钟 叶飘凌眼前豁然开朗 一个巨大的洞庭出现在眼前 在大厅的正中央 矗立着一尊巨大的石像 石像全身盔甲 双手主剑 怒目向前 显得威武不凡 颇有一代将神风范 就在叶飘凌看得着迷之际 一阵清脆的锁链撞击声 再次传来 叶飘凌吓了一跳 纹身望去 只见在一旁的洞壁上 一个类人体 被四根粗壮地锁链地锁着四肢 那人全身破烂不堪 长发披散凌乱 身体有点半透明 很显然只是一个魂体 叶飘凌赶到了肖剑的战里 并不是害怕 而是激动 顿时将面前魂体的身份 猜出个大概来 上前两步 颇有教养地问道 请问前辈是不是白起白大将军 没错 正是白某人 没想到我等了千年 终于等到了 能救我脱困之人 真是上苍有眼啊 小兄弟 麻烦你打碎那尊石像 白某自然可以脱困而出 白起沧桑的声音 徐徐传入叶飘凌耳中 并没有叶飘凌想象中的那般狂躁 反而有种文质彬彬的感觉 很难相信 这就是曾经生葬数百万鬼将的爵士 杀新白起 心中虽然这么想着 叶飘凌嘴上却没有说什么 持剑上前 在树道失火剑气的肆虐下 那尊巨大的石像 顿时土崩瓦解 化为一顿碎石 没有了丝毫的价值 好 就在石像刚刚垮他的那一瞬间 白起忽然发出一声尖利的鬼笑 整个山洞都为之晃动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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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这四声暴响 白起将困锁着自己四肢的粗壮铁锁 竟然硬生生地扯断 脱身而出 继而一把拽住叶飘零肩膀 直冲而上 轰隆的一声巨响 在荒漠中 两条人影破地而出 紧接着那片大地迅速地沉现 很快形成了一个巨坑 天空之中阴云密布 宛如世界末日降临 阳光也被遮蔽 浓重的杀气令天地失色 令日月无光 哇 嗯 叶飘零惊叫一声 与白起一起落回地面 久久还没有反应过来 饿了 白起忽然仰面长吼一声 接着一拳直轰而上 一道强大的黑色光柱 直冲消汗 颇有毁天灭地的威力 三界珠墙无不变色 历史上言 白起乃兵家 亦是杀星 但在修炼界 白起二字堪称静语 谁也不愿记住 这个千年以前 震惊三界的杀星 白起虽然为后起之秀 但是自从出山面世以来 所作之事 竟是震天之举 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人间界 一名老者忽然睁开双眼 看着眼前徐徐飞过的仙鹤 自语道 又是一个者出世 这个世界真的要开始 新一轮的动荡了 杀星白起 威震三界 如今杀星复出 自然是引来诸多强者的不安 谁都知道 白起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凡间或许不知道 白起被封印的真相 但是参与封印的朱强 他们却是不可能不知道 白起这次解封 第一件事情 肯定会是报仇 毕竟千年之前的封印 实在太不光彩了一点 《诗魂界》中 天煞女听到白起愤怒的 怒笑之音时 娇躯明显一颤 似乎对这种声音很是忌惮 她这个举动 令后卿对这个白起 更加的感兴趣 因为世间能让天煞女 畏惧的人可没有几个 但是她这个后起之秀 却做到了让天煞女胆颤的地步 这个人不简单 这是后卿给白起的第一个评价 白起经过一阵情绪发泄后 思虑渐渐恢复平静 看向坐在地上 瞪着自己发愣的叶飘灵 不由微微一笑 说道 白某是不是吓着少侠了 啊 啊 没有没有 叶飘灵经白起这一叫 才默然醒神 哈哈笑着站起身来 说道 没有的事 只是我被白将军 射天的气势震住了罢了 哈哈 白起也微微一笑 目光下垂落在了叶飘灵手中的战剑上 不由眉头稍稍皱起 问道 叶公子 这把剑你是如何得来的 叶飘灵便将自己与灵战队的那场大战说了出来 听完后 白起连连点头 继而双目见冷 透出两道骇人的杀光 沉声道 这帮混蛋 我白起 一定会将他们全部封入地狱 看来白起早已得知那些灵战队的秘密 既然这样 叶飘灵也不用多说 叶飘灵看了看手中的剑 毫不犹豫地将战剑双手递给了白起 说道 白将军 萧剑本就是秦朝的勇士 现在我把以他为剑灵的 这把战剑还给你 白起缓缓伸出手 但并没有接剑 而是一只手轻轻地放在剑身上抚摸着 而战剑也发出一声响亮的剑鸣 叶飘灵可以感觉到 萧剑心中那份无比的激动 甚至整把剑身都在微微颤抖着 抚摸了一会儿 白起在叶飘灵疑惑的目光中 收回了右手 笑看着叶飘灵 问道 刚才萧剑告诉我 叶公子也是千年之前的秦朝人 叶飘灵对于这个绝世强者 没有丝毫地隐瞒 点头秤势 白起呵呵笑了 忽然扭身 看向更深的荒漠 说道 天灭地毁 神殿依存 叶公子 你一直向前走 就会到达你 想要去的地方 沿途中 你们还将会遇到危险 但请放心 必要之时 我会上前帮助你们的 至于这把剑 从此就归你了 因为你以后的僵尸之路 不会好走 没有一把趁手的戾气 很容易吃亏的 好了 话就说到这里 现在我要去办我的事了 要是有缘 我们再行戏谈 白起说完 没有给叶飘灵 丝毫开口的机会 化为一道长虹 消失在了天际 留给叶飘灵的 只有深深的怅然 毕竟白起是一代名将 况且 自己心中有太多的谜 想让白起这位大人物 替自己解答 哎 叶飘灵怅然地叹了口气 竟然看着手中的战剑 颇为郁闷地说道 萧剑 你说白将军 为什么要走得那么快 我还什么都没问呢 萧剑此刻心情似乎很好 说道 你以为白将军是你吗 白将军很忙的 快走吧 我们还有事要做呢 叶飘灵无奈地点点头头 纵身向前方跃去 人间界大荒山中 数名洪荒强者浮在空中 女拔 和女拔对立的六人组 小林雨 锦浩 这几位强者迎空而立 气势惊人 也许是有某种顾忌 众强者并没有释放自己的气息 但即便是这样 这么多的强者同聚一处 依然惊动了仙界 仙界珠强 此刻一片恐慌 这么多的洪荒强者 出现在在人间界 这到底 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 原始通天这些半祖籍人物 那张万年不变的表情 此刻也破例地出现了波动 但是 即使是他们这般强大的存在 此刻也只能待在仙界 丝毫不敢插手下界之事 下界的 都是些什么人物 女拔 四大师祖中名望最高的一位 是世间唯一一位拥有神体的僵尸 轩缘皇帝的女儿 试问谁敢惹 六人组 其实就是洪荒时代的六位强者 没有被古文献记载 在凡间毫无名气 但是没有名气的人 不一定就是没有用处的人 想着六人在洪荒时代上涂天龙 下斩名魔 只不过在洪荒之战后 不知什么原因就消失了踪迹 没想到现在又出现了 锦浩 虽然在常人眼中 看不出这个小胡 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现在的锦浩 却早已不是以前的锦浩 控制锦浩身体的乃是太古玄虎异族的 五玄族之一的土玄皇 洪荒时代 玄虎异族经 木 水 火 五大玄皇乃是震惊整个洪荒古界的人物 最后消失在那场至今为谜的天地大战中 说到五玄皇 其实这五人在很久以前 便与叶飘零动过手 没错 他们五人的分身 正是千年之前的五行道长 本想着借分身之手 除掉失足中的可怕分子 没想到血印之身太过强悍 被封千年 依然不死不灭 最后被自己的后代锦浩无意中放了出来 而小玲羽 这个像谜一样的小女孩 她的身份至今不明 但是从娇小玲珑的身体 散发出的强大气势 可以明显地看出 此人也是洪荒时的一代强者 但是至于是哪一位人物 现在却不得而知 女拔缓缓扫尸了一下众人 目光最后落在了锦浩的身上 眼中杀鸡一领 但是片刻之后 又渐渐恢复地平静 笑道 土玄皇 没想到你这个老家伙 还没有死 还没等土玄皇开口 小玲羽却发出一阵清脆的笑音 双眼直钉女拔 笑道 女拔 没想到你这个老怪物 也没有死啊 女拔微微一愣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玉面 如花的小玲羽 觉得很熟悉 但就是想不起来 不仅是女拔 就连其他人也不知道 此刻控制小玲羽的为何人 看着众人不解的目光 小玲羽故作伤心道 看来昔日的故人都已忘了我嘛 还真是伤心啊 说着 小玲羽忽然玩耳一笑 伸手一挥 在其周围 立刻形成了三根巨大的 金银剔透的羽毛 宛如三面坚实的羽钝 围绕着小玲羽的身体 缓缓旋转着 小玲羽笑盈盈地看着 这三根巨大羽毛 说道 九宇现在只剩下了三宇 不知道其他六宇 什么时候才能找回来呢 真令人头疼啊 说着 小玲羽还故作郁闷地 敲了敲脑袋 场面看起来有些滑稽 一个小女孩 和一群强者在谈天 直到这时 众人脸面才微微色变 六人组中的 一名清秀女子 目瞪口呆道 你 竟然是你 这个小女孩 竟然是你的本尊重生 小玲羽的笑容 变得更深了 只不过却给人 带来了丝丝的寒意 叶飘凌此刻越过沙漠 再次进入了一座 已经成为废墟的城市 陪伴叶飘凌的 除了手中的战剑之外 便是荒凉的熏风 还有就是随风而起的骨粉 到边际的黄沙 我晕了 这失魂界 到底是什么破地方啊 怎么进是沙漠 叶飘凌此刻 瞥了一眼空中的娇羊 不由地骂出声来 肖剑此刻也是懒洋洋地说道 算了吧 赶快走吧 不然你会成为 世间第一个被晒熟的僵尸 而且是被晒熟的飞僵 我紧号人民币 紧号紧号人民币 就在叶飘凌 以自己安骂的方式 发泄着心中的不满时 突然传来冬的一声闷响 吓了叶飘凌一跳 立刻止步警惕地看着四周 没有什么生命气息 难道刚才是自己的错觉 怎么了飘凌 你是不是也听到了什么声音 肖剑此刻语气谨慎地问着 叶飘凌点了点头 既然肖剑也听到了 那就证明 刚才的那一声 并不是自己的错觉 而是真真实实想起的一声 会是谁 一人一见 静静地 站在城市的废墟中 久久也听不到任何动静 就在叶飘凌静静不定的时候 肖剑叹了口气 说道 算了 也许使我们过于紧张了 应该 咚咚 肖剑话还没有说完 又是两声敲击重物的声音传来 这次格外的清晰 绝对不会有错 这里还有东西存在 但绝对不会是人 没有生气 没有死气 倒是有着淡淡的腥臭味 是什么东西在这里 没有人回答叶飘凌心中的疑问 只有许多孤零零白惨惨的骷髅头 在沉默地盯着叶飘凌 似乎在诉说着一段悲惨的往事 咚咚咚 这次的敲击声更大了 叶飘凌甚至都觉得脚下的地面都微微颤抖着 飘凌 声音是 是地下传来的 肖剑的声音都有些不安 嗯 我知道了 他们在地下 但他们这是什么意思 是警告让我们走 还是别的意思 叶飘凌双眼游离四周 一边寻找着声音发源处 一边说着 动 动 动 撞击声开始变得频繁 而且愈加的沉重 仿佛是地狱敲响的丧中式的 令人一阵胆寒 叶飘凌体内的湿气开始汹涌 缓缓将战舰横起 笛声说道 情况似乎有些不妙啊 微微的熏风不断地吹过 这片荒凉的死亡之城 将那些丧中之音带出老远老远 在叶飘凌身后十米处 一只仅有少许腐肉残存的鬼手 突然冲破黄沙伸出地面 半支而来的 还有一声低沉的吼声 很像是僵尸的声音 但那只手已经说明 来者不是僵尸 那会是什么东西呢 还没等着叶飘凌有所反应 只见周围杀地其暴 一只只腐烂的鬼手争相伸出 在焦阳的烘烤下 发出阵阵恶臭 漫天都是凄厉而又恐怖的悲嚎声 叶飘凌现在已经怀疑自己 是否来到了地狱 这些是什么怪物 吼吼 吼吼齐鸣 一个个类人体 冲破沙土跳了出来 看清这些类人体的真面目后 叶飘凌险些惊叫出声 她终于知道 这些恐怖存在的东西的身份是什么了 吼吼 阵阵令人头皮发麻的吼 吼 回荡在荒凉的沙漠中 使这片沙漠看起来更像是一处未知地狱 令人生畏 即便是叶飘凌这只僵尸 此刻心中也生出了丝丝寒意 毕竟她现在被上万只丧尸围在中央 丝毫没有脱身的可能 因为空中也出现了已经腐烂的怪鸟 正虎视眈眈的盯着叶飘凌 似乎随时都准备扑下来 终结掉叶飘凌 叶飘凌双眼一眨不眨地看着周围 这些张牙舞爪冲上来的丧尸 眉头愈加紧皱 萧剑替叶飘凌说出了心中的疑问 奇怪 丧尸不是只在西方出现过吗 怎么失魂界界中 也有这类变态的存在 叶飘凌微微喘了喘气 使内心平静下来 战舰一横 沉声道 西方的这种丧尸 只不过喜欢在人数再占优势罢了 至于单体的实力 嘿嘿 简直就是不堪一击 你错了 萧剑凝重的话语 打消了叶飘凌的轻敌的念头 但还没等萧剑解释 丧尸群便已经冲了上来 叶飘凌眼神一灵 仿佛是在为自己大气一般 沉喝一声 杀 随后手挥剑洞 一大片尸火狂卷而出 瞬间覆盖了一群丧尸 好 一阵阵气力的背豪 从熊熊的尸火中传出 尸火一沾 尸身宛如沾到了汽油 轰的一声 便吞没了整个丧尸 下一刻 这只倒霉的丧尸 已经化为了一堆尸灰 仅仅一眨眼的功夫 这片城市废墟 便被熊熊的黑色尸火笼罩 无数的丧尸在尸火中嚎叫 挣扎 继而灰飞烟灭 尸火中 叶飘凌主见而立 眼中 没有丝毫的感情 在那一刻 他才感到了 尸族独有的恐怖气息 那就是杀 除了杀 就是被杀 回想历史 尸族也似乎正是在 杀与被杀的命运中挣扎 直到现在依然如此 远远看去 那火焰似浪如涛 熊熊不息 不少类人体 在黑色的火焰中翻滚着 不一会儿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叶飘凌看着身边这些 在尸火中 被彻底终结的丧尸 嘿嘿笑道 萧剑 看见了吧 丧尸在我面前 永远地不堪一击 萧剑微微叹了一口气 说道 飘凌并不是所有 狂徒找死 萧剑话还没有说完 一声愤怒的爆喝 便忽然从火焰中传出 叶飘凌大吃一惊 连忙收敛失火 同时想也没想一掌击出 一声沉闷的气静交机声响起 叶飘凌的右掌 与一个被骨甲包裹的硬拳 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叶飘凌被打进了地下 腰部以下全被被埋 而那个身影也被打上高空 在空中连番数个惊斗 忽然忽拉 一声展开一对黑色肉翼服在空中 一双绿色的毫无感情的眼睛 冷冷地看着地面的叶飘凌 叶飘凌同样冷眼望去 见对方竟然是一个 被骨甲包裹的严严实实的怪物 只有被部长有一对肉翼 其余地方拒势骨甲 丧尸王 萧剑惊叫出声 叶飘凌眼睛依然盯着天上的怪物 口中低语道 萧剑 怎么了 你认识这个怪物 萧剑说道 我在灵战队的时候 这个家伙曾经与灵战士的交过手 实力相当不凡 重创了数十名灵战士 只不过最后还是负伤而逃 只不过那次 他并没有带领自己的丧尸大军 而是孤身一人 叶飘凌看着空中的丧尸王 手中战剑斜指向天 没有过多的言语 破土冲向高空 与丧尸王摇摇对视 那种赤裸裸的藐视态度 将丧尸王彻底激怒 丧尸王双拳紧握 发出一阵刺耳的骨骼摩擦声 声音沙哑道 你这个愚蠢的自大狂 今天将会为你的鲁莽和无知付出代价 我会彻底将你踩到脚下 从此 你的身体将会成为我的奴隶 永远地被我奴役 丧尸王话音刚落 叶飘凌已经大笑出声 接着双眼血盲暴闪 邪恶的一笑 语气冰冷道 有本事奴役我失身的人 这个世上 恐怕还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你现在已经触犯了禁忌 所以今天你会知道 什么是毁灭 杀 叶飘凌猛然沉喝一声 身形骤动 在高空中拖出一道残影 手中战剑剑气四纵直批丧尸王 丧尸王看着这来势汹汹的 一剑哪敢拖大 身体横飞而出 同时从手心处探出一把古剑抬手变刺 叶飘凌挥剑如风 黑色的尸火宛如索命的魔焰 在叶飘凌周身熊熊燃烧着 再加之滚滚澎湃的湿气 使叶飘凌看起来 宛若从远古归来的盖世强者 颇有一番僻逆天下的霸气之感 令人生畏 丧尸王由于畏惧叶飘凌周身的尸火 所以在动作上就显得畏手畏脚 无形之中已经落得下风 随着叶飘凌攻击的骤然加强 丧尸王不由变得手忙脚乱 有好几次 险些被叶飘凌湿火熊熊的战舰砍中 呜 也许是被叶飘凌暴风雨般的攻击逼急了 丧尸王肉翼一展 身形暴退百米 略微吃惊地看着叶飘凌 忽然仰天一声凄厉鬼笑 忽然之间山崩地裂 从沙漠的地底下 再次爬出黑压压的一片丧尸 浓重的腐臭味 再次充斥着整片沙漠 不少丧尸全身腐烂 鲜红的烂肉挂在白残残的骨架上 有的甚至内脏都挂在身外 鲜血淋淋的 显得异常可不恶心 叶飘凌厌恶地皱了皱眉头 但是还没等他有什么反应 谁知丧尸王却又给了他一个惊喜 这个惊喜 让叶飘凌终于收起了轻视之心 同时也知道了西方丧尸的可怕之处 叶飘凌看着不断从地底爬出的丧尸 只欲有一种呕吐的冲动 就在这时 一阵强大的力量波动 引起了叶飘凌的警示 叶飘凌抬头望去 之间百米之外的丧尸王此刻蜷缩在一起 身上的骨架正在快速地破裂着 暗红的血水从裂缝中涌出 很快丧尸王变得鲜血淋漓 惨不忍睹 暗红的血水滴落在地 令地面的丧尸大军更加兴奋 纷纷嚎叫起来 一时之间 沙漠中的鬼叫声此起彼伏 宛如人间炼狱一般 远远听着 便使人头皮发麻 毛骨悚然 嗯 他在做什么 叶飘凌不解地看着 越来越恐怖的丧尸王问道 肖剑沉默的一会儿 忽然说道 飘凌 快去阻止他 我想起来 他在进化 之前灵战队和他交手的时候 他也使用过这招 灵战队称之为进化 进化后的丧尸王实力暴涨 很是恐怖 而且具有分身的能力 不说了 飘凌 快去阻止他 不然进化后的丧尸王你 不一定可以对付 什么 进化 还分身 我 警号人民币人民币 ad人民币 ad警号叶飘凌大惊失色 这是什么怪物啊 还可以自我强化 乃至分身 叶飘凌不敢再想下去 立刻爆喝一声 战舰一抖 剑气如龙横扫而去 同时破天指也直刺而出 视若破天 好 但是已经迟了 只听丧尸王忽然一声怒笑 身体漠然伸展 碰 得一声闷响 鲜血四蹦 骨骗乱飞 丧尸王被一团暗色的血物淹没其中 我警号人民币 adad警号人民币 ad人民币 叶飘凌一阵大骂 往常无所不利的破天指 今日竟然如同泥牛入海四地 竟然没有一丝的杀伤力 这使得叶飘凌心中又惊又怒 呼呼 一阵沉重的喘息声 传入叶飘凌耳中 那团血物渐渐消散 只见一个身材高大强壮的血发男子 傲力虚空 健眉心目 面容刚毅冷酷 乍一看是个标准的美男子 只不过他的双手 却是两只血红的爪子 再加上背后的一对肉意 使之看起来别样的异类 这个 貌似不是强化 肖健此刻颇为迷茫地自语着 不是强化 叶飘凌一愣 因为他明显感到了 眼前这个男子 比刚才的丧尸王要强大许多 难道还不是强化后的人物 肖健这时肯定道 不是 这个不是净化后的人 净化后的产物很恐怖 我讲不出来 反正就是很恐怖 比现在的状态 还要恐怖数倍 看来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这个家伙又变强了呀 呼呼 男子全身肌肉隆起 看起来充满了无尽的力量 只不过现在 却在喘着气 不一会儿 男子恢复了正常 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冷冷一笑 说道 看来还没有彻底的蜕变成功啊 看来今后需要努力了 蜕变 叶飘凌喃喃自语着 越发觉得 眼前的这个丧尸王不好对付 丧尸王这时抬头看向 瞪着自己发呆的叶飘凌 嗜血的一笑 说道 等我吞噬了你 估计就应该彻底蜕变了吧 哈哈 你 吞噬 叶飘凌与萧剑此刻 顿时明白了一切 吞噬 蜕变 坦白来说就是将一个生灵 或者物种 当作养料吞噬掉 用对方的命能来改造自己的身体 使自己的身体 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 至于能发展到哪一境界 这个世界上 恐怕还没有人知道 丧尸王此刻脸上残忍的笑容加重 说道 我知道你是谁了 我也知道 你是来干什么的 但是我会阻挡你 不会让你成功的 后卿那家伙 永远也甭想重归世间 看着不可一世的丧尸王 夜飘零牙关紧有 高声问道 敢问一下 阁下是何方神圣 为什么要与我们失足为敌 神圣 哈哈 丧尸王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接着笑容渐渐变得凄惨与无奈 说道 神圣 哼 自从我被后卿击败后 就再也没有人这么称呼过我了 再也没有人认为 我是神圣了 不会吧 我们真的遇见堕落的神了 夜飘零此刻心中震惊不已 没想到自己随随便便的一句 竟然还真的说中了对方的身份 只不过令夜飘零感到疑惑的是 如果这个丧尸王 以前真的是 那么 怎么会落到这部田地 他和后卿有什么过节 就在夜飘零心中一律万千之际 肖剑忽然问道 飘零 你看这个男子像谁 嗯 夜飘零一愣 又细细看了看男子 忽然惊叫出声 他 竟然是他 怎么会这样 难道白将军 也和这件事有关联 夜飘零的惊叫声 在荒漠中四档开来 经肖剑一提醒 夜飘零终于想起了一件事 这个男子和自己解封白起时的 那尊石像一模一样 那尊神像 就是这名男子 飘零 看来这个男子不好对付 他的后台说不定很硬啊 肖剑的意识流 有点不安 夜飘零眼神逐渐变得冰凉 沉声道 不管是谁 胆敢拦我者 杀 就算他是原始天尊 也照杀不误 丧尸王这时大笑出声 忽然怒喝道 狂徒找死 说着 一击大掌便应了过来 随着而来的 还有一股重山峻岭般的距离 毫不留情地压向夜飘零 夜飘零横剑护胸 右手图神手 破空抓出 宛若死神魔手 直抓丧尸王 一股来自地狱般的死亡气息 顺时笼罩了这方天地 巨大的着影 抓出去识丧尸王 甚至都听见了亡灵的咆哮 看见了巨爪周围围绕的凶灵 再冲自己冷笑 地狱的力量是神秘的 但无疑也是恐怖的 对于丧尸这种亡灵式的存在 除了神圣的力量 那就只有邪恶的地狱力量 可以制服 果然 在图神手的压迫下 纵是丧尸王这般强大的存在 也不敢引起锋芒 肉意一斩 身体横飞而去 夜飘零一抓拍空 整个空间壁 都在微微颤动着 夜飘零惊异地 看了看自己的图神手 看来自己在吞噬了地狱魔源后 或多或少的 有了地狱的力量 没想到血腹咒 还有这种能力 既然自己身怀地狱的力量 那么就无需再怕这个丧尸王了 夜飘零手中战剑一挥 身形一纵 视若斩翅大鹏 直冲丧尸王 丧尸王冷哼一声 手中鼓剑凌空舞动 一道道灵力杀气 犹如破天长虹狂卷而来 夜飘零哪敢大意 剑身腾起凶烈的黑色尸火 化为一把巨大的黑色战刀 破空狂砍而去 丧尸王此刻爆喝一声 我名原始 自古不觉 话音刚落 一道长达百丈的璀璨沙芒 瞬间而至 呃啊 夜飘零大叫一声 急忙举剑变挡 指纹砰 得一声脆响 夜飘零感到自己 仿佛是被数十座大山 同时压重一般 宛若一颗流星 从高空跌落而下 哄 夜飘零重重地跌落尘埃 顿时之间烟尘四慢 不少距离较近的丧尸 都被冲击波卷飞出去 原始持劲而立 目光如电 射出两道绿芒 肉一煽动直冲而下 同时又全猛砸而出 一道强大无匹的气芒 暴射而出 狠狠地砸向烟尘的源头 夜飘零坠落的地方 就在气芒即将轰进烟尘的那一刹那 从烟尘中 却突然此处数十道力如战毛的湿气流 湿气流在撞上气芒的那一瞬间 忽然化为了数十条刁钻的毒蛇 竟然将煞气冲天的气芒 死死地捆绑住了 继而在快速地 吞噬着气芒的力量 原始大惊失色 想要收回力量 但是惊恐地发现自己气芒 竟然与自己断开了联系 任凭数十道湿气流在吞噬 啊 丧尸王 你可真是厉害 一阵沙哑 却又杀气肆意的声音 从烟雾中传出 渐渐地 烟消雾散 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 出现在沙漠中 湿气流正是从里面探出的 丧尸王原始面露一色 他看到了点点赤芒 在黑暗的洞底闪动 万天归须 一声爆喝 忽然从坑底传出 天地迅速陷入了黑暗 滚滚湿气汹涌而出 使这片天地 陷入了绝对的黑暗 唯有一点赤芒 在缓缓变强 原始先是一阵迟疑 继而面色变得惨白 惊叫出声 你 竟然是你 是我 原始 谢谢你 还没有忘记我 一阵宝金沧桑的话语 从聚坑中传出 接着夜飘零 便缓缓地浮了上来 只不过他这次将战剑 附于背后没有再用 眼前这个人 虽然是夜飘零的模样 但明显不是夜飘零的气息 他似乎已经是另外的一个人 原始愣了片刻 看着夜飘零 手掌一挥 天地黑暗顺势消失 赤裂的阳光 再次笼罩了一切 看着夜飘零 做完这些 原始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说道 没想到万年已过 你竟然躲在了 晚辈体内苟且偷生 夜飘零 微微一笑 表情无喜无悲 就像是一个 历经人世沧桑的老者一般 对于一切 已经淡然相对 说道 我在这个六道之间 飘荡了九千余年 现在看守着 这孩子体内的乾坤大印 本来不想再过问世事 但是没想到 这次被你惊醒 还是万年之前的故人啊 原始冷冷一笑 说道 九脉 我知道现在 还记得你万年以前 纵战三界的身影 怎么 今日可否一战 被原始称之为九脉的 上古强者淡然一笑 说道 战与不战 已没有什么区别 有朝一日我真正崛起之时 自然会与你好好一战 当年你的本尊 为了成神 不顾情义偷袭于我 用我的力量 将你这个心魔剔除 真身飞升天剑 好原始天尊 没想到你这个心魔 竟来到这里 果真世事难料 看你的样子 似乎投奔西方了 说完九脉 又颇为惋惜地 长叹一口气 似乎在为自己 又似乎在为面前的人物 夜飘零此刻的意识还在 九脉的话 使他惊讶得有点晕呼 没想到 这个丧尸王竟然是原始的心魔 自己竟然真的是和原 使在交战 更令夜飘零 感到恐怖的事情是 自己体内竟然还有别的意识 除却血魔 现在又冒出了个九脉 他现在都不知道 自己的这副躯体 究竟是谁的 是自己的吗 而且 按照九脉的说法 自己体内有个乾坤大印 这个封印 难道就是所谓的血印吗 是专门封印血魔的存在吗 但是 这是谁不下的封印 为什么要封印在自己体内 难道是在把自己 作为容器 有朝一日血魂崛起 自己这个容器 也会被抛弃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自己从始至终 只不过是一枚棋子而已 要是真的到了 血魔崛起的一天 自己将会 夜飘零简直不敢再想下去 自己的存在 到底是为了什么 直到这一刻 夜飘零 才默然想起了一句话 天移九魂 魂魂相连 难道血魂 就是其中的一个天魂 而自己 只不过是孕育天魂的 一个容器吧 是谁 是谁在导演着这场戏 又是谁创造了自己 夜飘零越想越心惊 有些是太出乎她的意料了 哼 原始心魔冷哼一声 说道 当初要不是 她借用了你的力量 怎么可能会将 我分离出外 原始心魔 正在愤愤说着 忽然一愣 似乎想起了什么 脸上 顿时浮现出一丝阴险的笑意 说道 九魂 当初原始因了你 也同样害了我 夺走了身体 我们这次 如果联手 一定可以击杀原始 你可以报仇 我也可以夺回身体 岂不是一举两得 同时也不忘你万年前 灭神的称号 九魂脸上 依然挂着淡雅的微笑 宛若一个慈眉善人四弟 很难令人想象到 他曾经是个上天入地 杀神涂魔的血腥修者 万年前的灭神者 曾经是一个 令神魔两界胆颤的字眼 灭神九魂 涂魔九脉 这些字眼 在万年前的修炼界 被人们广为流传 从此 神魔再也不敢踏足人间界 同样 也再不敢随意奴役人间苍生 人间界 第一次摆脱了 神魔两界的侵扰 归于祥和 传说 曾经有一个魔王级的魔头 来到人间界 只因一次夺射 而被九脉当场击杀 传说 一代鬼皇来到人间 吸食众生精血 提升修为智骨 同样被九脉暴体击杀 传说 曾经有神王降临人间界 因藐视苍生 而招来九脉 这颗绝世煞星 在东海 与其激战数日 最后不敌败回仙神界 没想到 九脉五破虚空 追杀而上 真真正正地跨界追杀 最终于仙神界击杀该神王 关于九脉的种种传说 太神秘 也太渺茫了 因为如此强大的九脉 被世间称之为 神魔颂葬者的九脉 突然之间便消失了 仿佛从世间蒸发了一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此秒无音讯 经过万载岁月的冲刷 九脉这个名字 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还有谁会记得 当初为了人间界的尊严 而上天灭神 下地涂抹的 神魔送葬者九脉 可是谁会想到 这个绝世强者 却一直在暗中 注视着这个世界 这个重新 被神魔奴役的世界 听着原始心魔的计划 九脉依然是一笑而过 说道 我现在 只想做一件事 就是想过去 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嗯 原始心魔 微微一愣 他不知道九脉 都经历了什么 心性大变 要不是气息尚存 他都不敢相信 眼前的这个人 就是当初不进天地 不败鬼神的强者九脉 呵呵 原始心魔冷笑两声 说道 不可能 这是我的使命 绝对不会 让任何人释放 后倾这个魔神 即便是你九脉 也死了这条心吧 哈哈 原始 你终于现身了 一声大笑 自远方传来 原始心魔抬头而望 只见一只 利剑宛若一道 黑色闪电 瞬息而至 啊 原始心魔惨叫一声 被忽然射来的利剑 贯穿胸膛 并且被带飞了出去 一串血水自圆 使心魔口中喷出 在高空中 肆意挥洒开来 显得格外的妖艳 原始心魔双一脸抖 堪堪止住了坠落的身体 面容因为疼痛 也已变得扭曲 甚至有些猙獰 原始心魔双手 紧紧抓住利剑 猛然力笑一声 用力拔出了利剑 不 得一声怪响 鲜红的血水 喷溅而出 带有道次的箭头上 还带有原始体内的碎肉 看起来异常血腥 叶飘零可以看见 远处的沙漠 烟尘四慢 巨响轰鸣 随着震动四方的龙龙声 烟尘快速 向地面的丧尸群冲去 透过烟尘 叶飘零看见了里面的情况 竟然是一只大军 一只装备精良的大军 哈哈 原始老儿 千年的仇怨 今日我们可以 一并清算了 白起大笑着 手持弓弩 快速地踏云而来 人间修炼界此刻 一片沸腾 洪荒强者 一再面是使人间修炼界 感到了莫大的威胁 那些强者 可都是与洪荒古神族 同一时代的今天存在啊 为什么在今日全部现身 当人间界强者 赶到女拔众人 曾经待过的荒山中时 这里已经是满目的窗移 方圆数千里的陡峭山峰 都被削平 宛若未存一般 而远在万里之外的人们 只知道在此之前 那里的天空阴云密布 闪电翻滚 一派末日景象 天地不断地崩碎 最后又忽然归于死寂 随之消失的 还有那些洪荒的强者 他们随着那场异变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难道是这些洪荒强者 也与不合发生了混战 最终同归于境了吗 还是这些洪荒强者的 集体亮相 惊动了某些禁忌般的存在 将这些强者 一并掠走了 没有知道真相 人间界所能做的 就只有猜测 一山中 一道璀璨的金色光柱从天而降 仿佛是支撑天地的神柱一般 散发着一股神圣的祥和气息 让所有人止不住 有一股伏地膜拜的冲动 随着光柱的出现 永向武一山的修者 也愈加多了起来 但是没有人能靠近光柱 因为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阻挡在众人面前 使人们无法穿过 但即便是这样 各大势力的人手 也已经开始争斗起来 东土五大世家 就就不说了 还有数大世家门派 再加之慈行敬斋 敬念禅宗 天玄门 万邪教 少林寺 逍遥门等 各大东土宗派 另外西土的魔法协会 暗黑协会 光明教廷 也派高手前来 不知异域何为 除却这些 人们还不得不将一个人 摆在了第一大敌的位置 那就是五百年前的绝世煞星 吴断峰 虽然上次吴断峰 在与叶飘灵的决战中落败 但是人的名书的影 谁也不敢小觑 这个恐怖的存在 还有另一种说法 西土势力 此次前来的目的 不是天降圣物 而是死而复生的吴断峰 毕竟吴断峰 在五百年前 成为了 令西方世界胆颤的人物 而吴断峰 也如五百年前一般 异常仇视 西方魔法师 见之必杀 仅仅数日 以后数十名魔法师 丧命于吴断峰之手 令所有来到东土的 西方魔法师 皆具单颤心惊 惶惶不可终日 唯恐吴断峰的魔刀 有朝一日 会从自己的身体中穿过 更是有许多魔法师 已经悄悄地前回西土 远离了吴断峰的威胁 一家客栈中 令狐渊副手 站在窗前 看着远方的 武夷山光柱发呆 不知在想些什么 奇美灵狐 微雪抱着小雨 来到狐渊身旁 阴唇轻起 道 哥哥 你在想什么 狐渊叹了口气 一双心目闪烁不定 悠悠说道 我在想 三界六道 最终会不向何方 这几天的发生的事情 对我的冲击太大了 也让我认识到 这个世界太大了 什么也没有永恒 永恒对某些存在 来说就是瞬间 修炼之路 到底何处才是终点啊 灵狐微雪 有点不解地 看着面色凝重的令狐渊 久久未雨 就在这时 远处抱起的一团强光 引起了灵狐兄妹的注意 嗯 灵狐兄妹不解地 相视一眼 继而没有再说什么 立刻纵身 赶向光源处 随着距离的接近 一股股澎湃的力量波动 开始滚滚传来 可以知道 前方有人在大战 果然 令狐渊远远 便看见了 在一处荒山中围 有许多修者 而在荒山中部的低谷中 却有数道人影 在穿梭激战 倒到凶煞之盲 四处激荡 整片荒山 都被一股恐怖的杀气包裹 看得出 交战的双方 绝对不是普通的高手 甚至都已经达到了 破空而去的境界 来到人群 令狐渊发现 这里还有数位熟人 像空文 黄斧顺 林天耀等等 数位青年高手 林天耀身边此刻 依然是秋醉柳 与秋醉蝶两师姐妹 秋醉柳 曾经不止一次 向林天耀询问 锦浩将其拘到了哪里 但是林天耀 对此绝口不提 只是叮嘱秋醉柳 以后不要对锦浩动手 否则很可能会连 累到整个天玄门 秋醉柳虽是不解 但见师兄面色不定 也没有多问 只是心不在焉地 答应了下来 林狐渊大致地 环视了一下现场 便将目光投向了 静气四纵的谷底 图神手 一声爆喝传来 紧接着一只漆黑发亮的 巨大鬼爪银空现出 劈空抓向面前的两人 面前这两人身体横飞而出 宛若两道鬼魅 速度奇快 不过他们的速度快 吴段风的反应不慢 就在两人刚刚闪开 鬼爪的那一刹那 吴段风的破天指 已经破空而至 长达百丈 宛若开山磨到的 黑色光刃一记狠劈 便将一名手持 魔法公母的长发男子 生生劈飞出去 哇 长发男子 重重地跌落尘埃 面容一阵扭曲 张口便喷出一口鲜血 手中的魔法公 也是被扔在了一边 华丽的装饰上 布满了鲜血与泥土 不过镶嵌在上面的 红色魔晶 却依然闪闪发亮 要知 道 一件魔法武器的优劣 不仅体现在它的材质上 还体现在它上面的魔晶上 从这颗魔晶散发的荧光 可以看出 这颗魔晶绝对是上品 只不过有时候太出众 也不是什么好事 就像这颗魔晶 要是在别的地方放光 可能不会有什么事情 但是现在 它就引起了一个 特殊存在的兴趣 在人群中 在灵狐微雪的怀中 小雨一双乌黑的眼珠 看着不断闪光的魔晶 滴溜溜乱转 不知在打着什么鬼主意 果然 小家伙在看了片刻之后 又四处张望了一下 忽然搜的一下 从灵狐微雪的怀中跳出 快速隐没在了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唉 灵狐微雪此刻正看着谷底的战斗 根本没有想到 小雨会突然逃跑 不由惊呼一声 绝美的容颜 闪过一丝担忧 灵狐渊这时扭过头来 看着灵狐微雪的香怀中 空空如也 顿时明白了发生了什么 淡雅一笑 说道 雪儿不用担心 那小家伙不会出事的 说不定 他还要比我们都强大 呵呵 灵狐微雪秋水般的眸子 不安地看了看小雨消失的方向 而后又忧心忡忡地看向战场 天知道小雨那家伙会搞出什么事情 吴段风此刻收招立身 眼中冷光似电 直闭眼前二人 继而用冷漠的语气说道 科特 贝瑞 没想到过了五百年 你们还是没有丝毫地长进 真令我失望 吴段风此言一出 立刻惊动全场 人群一片哗然 那两个人 竟然也是五百年前的人物 与吴段风 竟然竟然是同时代的人 东方修者或许不知道这两人的名字 但是西方修者却不可能不知道 这两人的名号 这两人在西方 曾经被称之为神话之子 修炼潜力巨大 前途不可限量 但是在世间历练之际 不幸遇上东方武者吴段风 从而销声匿迹 与此战败的 还有西方的一名天才人物 卡龙 科特与贝瑞 在被镇压五百年之久 最后被叶飘灵误打误状救出 继而两人运用东方秘法 夺赦戒尸还魂 为了寻找吴段风的踪迹 曾经险些击杀叶飘灵 在吴段风与叶飘灵大战之后 吴段风重新面世的消息 宛若水中的病毒一般 迅速传遍了四方 从而引得科特与贝瑞前来大战 才上演了眼前的这一幕 贝瑞此刻手握光剑 双眼死死盯着吴段风 用声音的东方语道 吴段风 五百年前你 击败我们 却无法击杀我们 如今就算你击杀了我们 卡龙也会来再次与你决战的 当年你为什么可以击败卡龙 我想你自己心里清楚 这次你是否可以像五百年前一样幸运 谁也不敢保证 吴段风眼中明显一动 但下一刻又缓缓笑出声来 道 即使他卡龙恢复巅峰 那又如何 我吴段风可以杀他第一次 依然可以杀他第二次 在东方 没有你们这些西方鬼张狂的资本 五百年前因为卡龙的搅局 我没能杀得了你们 今日 你们就不会有那么好运了 所以你们准备受死吧 吴段风话音刚落 手中战刀忽然腾起烈烈磨焰 宛若九明之火 令人心胆皆寒 被锐牙关紧咬 手中的白色光剑 痴痴一阵立响 爆射出一道数十丈长的青色斗气 怒喝一声纵身批来 呼啸的斗气刃 近乎一把实质的巨剑 向着吴段风的头顶无情劈去 一股莫大的威压 笼罩了吴段风所在的区域 随着咔嚓的一声 吴段风脚下的土地 顷刻崩裂 石屑四剑之间 吴段风忽然出手了 人们只看到 一道巨大的斗气刃 凌空斩落 大地为之崩碎 在土石乱剑中 漠然传出了吴段风的冷鹤声 破天五连斩 一股强烈的杀气席卷四方 大地在沉陷 翘风在崩塌 惊得围观修者连连后退 唯恐被这股恐怖的力量 暴流波及 在烟尘四漫的谷底 众人根本没看清发生了什么 之间五到七黑的巨大刀影连番斩下 谷底为之沉沦 巨大的裂缝 快速地四方蔓延 烟雾弥漫中 那可真是地崩山裂的破坏力 整座谷底成为了灾难的发源地 骇人的裂缝所到之处 大地皆为沉陷 甚至可以看到炽热的熔岩 在深处滚动 不少修者因为大意而掉落进了地缝 顷刻便消失在汹涌的熔岩中 灵狐渊此刻 拉着自己妹妹急叫道 雪儿快走 灵狐威学此刻急得交融色变 叫道 哥哥 小雨还没有回来啊 什么 这家伙还没有回来 灵狐渊不由一阵头晕 就在这时 一声熟悉的一哑 声传入了两兄妹的耳中 两人一阵惊喜 只见小雨 叼着比自己还要大许多的魔法弓玉空而来 令狐威学连忙伸手抱住了小雨 娇臣道 真是的 让你别乱跑的 灵狐渊则接过小雨叼着的魔法弓 哈哈大笑道 你这家伙 原来也干这事 和我小时候很像啊 说话间巨大的裂缝 已经窜至眼前 灵狐渊没有再言语 一把拉起自己的妹妹 玉空远顿 破天五连斩 果真有破天之危 灭天之势 没有魔法般的华丽 有的只是恐怖与毁灭 狮魂界 白起狂笑着脚踏魔云而来 一股浩荡的杀气 顿时铺天盖地 令日月位置暗淡 原始心魔面色微微一变 但下一刻 已然恢复平常 冷冷一笑 道 白起 没想到 最终你还是出来了 白起此刻 不再是单单的一个魂影 而是多出了一套秦朝的铠甲 手持一柄骨剑 周身杀气森然 看不清本来的面目 只有眼睛的地方 投射出来到森冷的寒光 所到之处杀气浩荡 魔云蔽日 宛如盖世杀神 令所有人胆颤的血腥存在 白起听闻原始心魔的话语 没有多言 只是冷哼一声 左拳凌空击出 一道刚猛的全境撕裂长空 怒笑地冲向原始心魔 原始心魔没有料到 白起忽然出手 仓促之下举掌而迎 磅礴的掌力 迎着全境包裹而去 只闻轰的一声暴响 元气波动四处肆虐 原始心魔和白起 戒备阵的倒退术步 只有由九脉控制的叶飘凌 依然屹立高空 纹丝不动 只是面目含笑地 看着交战的双方 没有一丝要出手的意思 因为九脉知道 叶飘凌还有自己要做的事情 白起看向叶飘凌 恰巧九脉也看向了白起 四目相对之际 九脉微微一笑 转身便向后倾的封印的掠空而去 白起微微一愣 因为他从九脉的眼神中 赶到了一丝 历经千万年才能拥有的沧桑 似乎尘世的一切 再也勾不起他们的一丝兴趣 而之前的叶飘凌 并没有给他这种感觉 因为他在叶飘凌身上 可以感觉的一种恨意 一种对世人的恨意和悲凉 叶飘凌此刻看着自己一略千里 身体依然不受自己的控制 心底不由生起一丝不安 他知道 如果这个九脉对自己施展了夺赦 那么自己根本没有一丝的反抗之力 不过庆幸的是 九脉并没有这么做 只是带着叶飘凌的躯体 叶飘凌终于忍不住心中的疑问 一缕波动传了出来 九脉展颜一笑 道 不用担心什么 我不会害你 在你未出生之际 我就已经在你体内了 等你足够强大的时候 我自然会离开你的体内 我也是受人之托才在你体内沉睡了如此之久 嗯 能说的只有这些了 现在我把身体的控制权交给你 接下来看你了 九脉说完 叶飘凌只却身子一倾 还没反应过来 便突然从高空坠落下去 哇 嗯 叶飘凌吓得惊叫一声 默然发觉自己已经获得了身体的控制权 连忙运功稳住了坠落的身体 暗道 好险 正当这时 一股熟悉的气息 隐隐之间传入了叶飘凌心间 叶飘凌仔细感应了一下 眉头一皱 自语道 凌羽 这里怎么会有她的气息 嘴上这么说着 叶飘凌便欲随着气息追去 毕竟这里是失魂界 失魂界莫名其妙出现了小凌羽的气息 叶飘凌心中怎么会不诧异 薛应 你现在不能再耽搁了 要知道后倾老祖将全部的希望 就寄托在你身上了 现在封印地将至 要尽快解开封印 释放后倾老祖 否则时常生变啊 九脉的声音 忽然在叶飘凌心间响起 叶飘凌心中一急 说道 可是 飘凌 我去 萧剑忽然传出声音 叶飘凌心头一亮 连忙解下背后的战剑 此刻的战剑光芒异常暗淡 剑身上更是出现了树刀裂缝 看起来随时有崩裂的危险 叶飘凌抚摸着剑身上的裂缝 心中颇不是滋味 那是之前被原始心魔生生轰出来的 萧剑感受到了叶飘凌心中的不安和担忧 不由倾笑出声 说道 飘凌 放心吧 现在你是战剑的主人 我要是有危险的话你会感应到的 好了 将气息传给我 我先去一步 等你释放了 后倾老祖再来接应我 叶飘凌点了点头 将小灵雨的气息传给了萧剑 萧剑感应到这股气息的第一句话便是 怪了 好神圣的气息 好像在哪里遇见过 说完这句话 战剑便化为一道荧光 快速消失在了天际 叶飘凌看了看战剑消失的方向 没有停留 向着已经映入眼帘的无上神殿感去 无上神殿 迄今为止 人间修炼界对于这个名字的了解 只局限于某些从远古流传下来的传说 至于那神殿的真相已经无人得知 当然 叶飘凌是没有听过这些传说 否则他一定会大吃一惊 原本存在于人间界的无上神殿 为何会消失而出现在失魂界 据说在久远的某个时代 人间界蛮兽肆虐 在强大的蛮兽面前 人类没有一丝反抗的实力 根据传说的说法 当时的蛮兽之强大 性情之残暴 超乎了任何人的想象 当时处于大荒世界 实力弱小的人族 流离失所 惨不忍睹 这一现象 惊动了远古神族 在众神的干预下 蛮兽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只不过 事情并没有完 因为众神调查出 在大荒所有蛮兽发狂的背后 还隐藏着一个幕后的黑手 而无上神殿 就是当时众神在人间界的总部 大荒蛮兽事件平息后 众神回返天界 无上神殿 作为一处圣地 被世人供奉 但是区区数年之后 那场令六界震惊的天地大战便开始了 之后 众神失踪 四大师祖消失 而无上神殿 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知所向 事情似乎到了尽头 可是又有谁知道 无上神殿 却翘无声息地出现在了失魂界 叶飘灵此刻站在宏伟的大殿门前 神殿中传出的强大师祁灵叶飘灵 也感到振振心惊 神殿坐落在一片荒凉的峡谷中 终年魔云蔽日 狂风呼啸 地上横七竖八 躺满了七七百股 其中竟然还有龙的骨骸 不难想象 当年在这个神殿 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激烈拼杀 叶飘灵暗叹 不愧为一代师祖 气息之强大 简直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底部 随着叶飘灵的脚步走进大殿 一股森然的悠悠鬼气扑面而来 在神殿的大厅中 矗立着九根巨大的柱子 骑上雕龙汇凤 虽有残损 但也同样气势破人 栩栩如生的龙凤浮雕 宛若 直欲腾空而去 令人忍不住 有一股鼎鼻膜的冲动 在振振幽森的鬼气中 叶飘灵的双眼 渐渐泛起了泄芒 双手的道刺 也缓缓地伸了出来 僵尸的本能告诉自己 这里并非善地 大殿内的光线很是暗淡 但是叶飘灵是僵尸 对于光线没有太多的要求 只不过 他此刻感到一种迷茫 现在该怎么做 这座大殿内 空空如也 根本没有叶飘灵想象中的封印图什么的 给怎么破封印 这可把叶飘灵难住了 就在叶飘灵不知所措之际 一句淡淡的冷笑 却传入叶飘灵耳中 你来了 你终于来了 解救后卿的人 我等你很久了 声音虽然不大 却很清晰 在大殿之上久久回等 叶飘灵吃了一惊 四处张望道 你是谁 别给我装神弄鬼的 出来 哈哈 那声音发出一阵狂笑 哦 你就是那个传说中 可以终结我的人吗 我倒要看看 你是何方神圣 声音刚落 在大殿中央 光芒一闪荡起一层涟漪 一扇石门渐渐显露出来 声音又道 你不是想解封后卿吗 来来来 先过了我这一关 如果杀死了我 你自然可以解封后卿 但是如果你杀不死我 我就会把你变成我的一份子 叶飘灵暗中握紧了双拳 大步向前走去 转瞬消失在了石门之内 吴段风缓缓站起身来 看着沟壑四纵的荒凉山谷 不由冷冷一笑 自语道 蝼蚁终究为蝼蚁 不管多么的努力 到头来依然是蝼蚁 阵阵潇洒的冷风 将吴段风的话语 在山间传开 给这片四处崩裂的荒凉山地 再添了一份神秘与诡异 啊 就在吴段风想要转身离去的那一刹那 一声微弱的身影 却在死寂的山谷中响起 显得格外清晰 这不仅使吴段风感到了丝丝诧异 一只伤痕四部的手掌 从一堆乱石中伸出 接着石块滚落 已经成为血人的贝瑞 从乱石堆中爬出 在他身下 还躺着奄奄一息的科特 同样是遍体鳞伤 生还的可能似乎微乎其微 随时有魂断久悠的可能 破天七连斩 果真没让我失望 吴段风 你依然如五百年前一样的强大 只不过 你很愚蠢 愚蠢的 让我感到可笑 贝瑞断断续续地说着 右臂已经不翼而飞 此刻 正在不断地冒着鲜血 吴段风眉头稍皱 眼中森冷异常 沉声道 你 什么意思 贝瑞冷冷一笑 说道 你终究只不过 再给别人做颅顶而已 你以为你体内的魔魂 会放过你吗 你以为天衣九魂的传说 是真的吗 你以为 九魂真的是众神留下来 拯救六界的吗 哈哈 你太天真了 九魂只不过是邪恶的本体罢了 吴段风眼中的冷光欲加森寒 手中的战刀 也发出了阵阵名音 很明显 吴段风此刻杀心大气 贝瑞没有将吴段风 滔天的杀意放在眼里 依然冷冷笑着 仿佛在看一个将死之人 说道 天破九处 女娲捕之 九魂相连 世代为敌 吴段风 也许你真该去死了 九魂虽然力量强大 但是它们是无比危险的存在 被它们选中 不是幸运的 而是十分不幸的 我相信 在卡龙复出的那一天 你应该已经无力去他作战了 因为那时的你 恐怕正与自己体内的天魂 在争夺身体 切 吴段风怒斥一声 你真是在胡言乱语 你去死 吴段风大喝出声 手中战刀刀芒大胜 利空披斩而下 一道百丈刀芒 以利劈华山之势呼啸而出 瞬间将大笑的贝瑞埋没 在贝瑞消失的那一刹那 吴段风依然听到贝瑞发狂的吼声 吴段风 今日我弟兄 俩个死于你手 但是 我相信 用不了多久 你体内的天魂 自然会为我们报仇 哄 一声震天的巨响 彻底淹没了贝瑞 碎势四落下 吴段风缓缓 起颤刀 目光复杂的 看向阴暗的苍天 皱眉自语道 天已久魂 久魂啊久魂 你到底 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是希望 亦是绝望 阵阵冷风萧瑟而过 吴段风站在这片支离破碎的土地上 内心五百年来 第一次有了一种迷茫的感觉 天魂 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上古众神 为何要留下天魂 为了对付谁 吴段风深深吸了一口气 负起颤刀向远处走去 估计的身影 在浮动的灰尘中 渐渐消失 啊 这是 这是 夜飘零顺着一条幽暗的走廊 来到一处旷阔的石洞 洞中血雾缭绕 心未刺鼻 但是没有想象中的灰暗气息 反而隐隐之中 透着鼓鼓圣洁之气 在石洞四周 躺满了白惨惨的尸骸 其上隐隐犯着圣芒 由此可见 这尸骸的主人并非凡人 很有可能是仙神的骨骸 因为只有仙神的骨骸 才会犯出盛盲 凡人的骨骸放到现在 恐怕早已化为骨灰了 石叶飘零尖叫尸声的 并不是这些海量的骨骸 而是在石亭中央 有一个巨大的血池 滚滚的血雾 就是从血池升腾而起 充斥了整个空间 是这个石窟看起来 红残残的一片 血池中不断翻滚着 犹如一锅被烧开的开水 咕噜咕噜地冒着血泡 时不时还会有一两具血湿 从血池下方被翻起 进而又很快 被血浪淹没 整个石窟看起来 宛若一座地狱一般 且不说满地的神魔尸骸 和残碎的神魔兄兵 就单单这个旷骨绝境的 巨大血池 就已经让叶飘零目瞪口呆 这要杀多少 人才能填满直径 达三十余米的巨大血池啊 就在叶飘零暗自心惊之际 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鬼笑声 忽然从血池中传出 令这座鬼气森森的石窟 更加的诡异恐怖 令人心中不由自主地冒着凉气 谁 出来 不要再装神弄鬼了 叶飘零被鬼笑声搅得阵阵心烦 不由冷喝出声 鬼笑声戛然而止 石窟内又恢复了一片死寂 但是这次死寂 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 血池内的咕噜 声便骤然加强 这个血池仿佛炸开了锅 阵阵血雾升腾而起 满吃的鲜血汹涌胖派 有些已经溅落在地 在接触到地面的那一刹那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仿佛被大的吞噬了一般 端得诡异无比 哼 预言中的人 你终于现身了 一具干瘀的尸体 从翻腾的血池中浮出 直直地站了起来 两只空洞洞的眼眶 直勾勾地盯着叶飘零 鲜红的血液从其身上滴落 又回到了血池的怀抱 叶飘零看着恐怖的干尸 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感受到了叶飘零的惊具 干尸裂开干枯的嘴角 顿时又流出缕缕鲜血 声音沙哑道 你在害怕吗 哼 预言中的人啊 没想到战斗还没有开始 你就怕了 真令我失望呢 干尸的一番话 令叶飘零的面子 有点挂不住 叶飘零顿时停下脚来 暗自私存道 怕什么 我也是死人 干嘛要怕那个死人 反正大家都是死人 念及此处 叶飘零抬头正是 那诡异的干尸 问道 你是谁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还有你说的预言 是什么预言 干尸黑黑一笑 说道 没想到传说中 终结我的人 竟然是一个 什么都不知道的菜鸟 就这种水平如何 能击败我 干尸突然一声大喝 干瘤的尸身直冲而起 带起一层血浪 一声利笑 便撞向叶飘零 叶飘零吃了一惊 连退数步 同时蓄力一掌击出 碰 得一声闷响 在狂暴的掌力下 干尸顿时被打了个粉身碎骨 顿时之间 鲜血掺杂着尸块四处击射 叶飘零愣了 她不相信 那句干尸 竟有如此的不堪 一掌之下 竟将她打爆了 很强啊 果然 就在叶飘零暗自心仪之际 阵阵冷笑 再次从血池中传出 叶飘零立刻做好再战的准备 双手的六根血量 到此泛起丝丝寒芒 啊 就在这时 叶飘零只觉胸部 忽然生出了一丝异动 同时一阵微不可闻的声音 在内心深处响起 嗯 鲜血 真香啊 真香的鲜血 叶飘零心中暗暗吃惊 没想到体内那个 已经沉寂了千年的血魂 如今 竟然被这浓重的血气唤醒 而叶飘零的异常 也引起了血池中的怪物注意 只见血池中阵阵翻腾 生出一个由鲜血组成的 巨大类人体 粗壮的双臂 攀着血池的边缘 两只有黑的眼睛 射出两道乌光 死死地锁定了叶飘零 差一道 原来是你 血印 没料到 对方竟然一语道破了 自己体内的玄机 叶飘零不由暗吃一惊 周梅道 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 哼哼 血池中的血人冷笑两声 说出了一句令叶飘零 险些下趴在地的话语 我就是众神 静静发呆数秒钟 叶飘零忽然哈哈大笑出声 一手指着傲气凌人的血人道 你真是说话不怕咬舌头 你是众神 血人冷冷地看了叶飘零片刻 轻蔑地一笑 接而看了看自己所处的血池 问道 你知道这些血是谁的吗 叶飘零并没有意识到 血人的话中话 冷冷一笑 说道 我怎么会知道 难道不是你杀的千万生灵 叶飘零正说着 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顿时戛然失声 傻傻地看着洞窟中的千万神谷 继而不可置信地看着一脸傲然微笑的血人 结巴道 难难难 难道 不会的 不会的 不会是这样的 看着呆若目击自言自语的叶飘零 血人脸上残忍的笑容更深了 语气森寒道 看来你已经猜出来了吗 没错 这些血就是众神的鲜血 啊 叶飘零惊叫一声 心中的惊讶 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而体内的血魂 此刻似乎也清醒过来 叶飘零全身泛起了淡淡的血污 但她此刻并没有注意到 自己身体所发生的异样 而是愣愣地看着面前的血人 又看了看地上的神谷 虽然之前自己已经猜到了 但是当自己的想法被血人证实之后 叶飘零还是接受不了 毕竟那是神啊 号称万古不灭的神啊 血人在巨大的血池中转悠了一圈 接着说道 这里不仅有神的鲜血 还有魔的鲜血 这座血池就是神魔之血 而我就是有神魔之血中的灵力 长期凝聚的产物 血灵 叶飘零此刻周身的血物愈加的浓重 血魂真的在渐渐地苏醒 阵阵射人心魄的咆哮 从叶飘零体内传出 仿佛叶飘零体内折服了一只远古凶兽 但就在这时 叶飘零胸前忽然迸射而出 十八道古老符咒 九白九黑 透发着一股磅礴的远古气息 十八道奇异的咒印 形成两个交错在一起的圆圈 远远看去仿佛是魔法盾 围绕着叶飘零缓缓转动 而叶飘零体内的血物 也被这十八道古老咒印压制回了体内 但是咒印并没有消失 依然绕着叶飘零旋转 使得叶飘零看起来异常诡异 血灵里眼看着这十八道咒印 嘿嘿笑道 阴阳十八印 看来你的血印身还在啊 血印在的话 你体内的天魂是无法活动的 嘿嘿嘿 这么说来 现在的你还很弱小吗 叶飘零冷哼一声 说道 我现在不想废话 我要解封后卿师祖 你 让还是不让开 血灵眼中杀鸡一现 声音颇具威胁道 解封后卿 你别忘了 他可是上古十大魔神之一 笑话 你要想明白自己在做什么蠢事 叶飘零暗中握紧了双拳 沉声道 既然这样 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破天旨 随着叶飘零的立刻出声 一道长达数百丈的巨大乌芒 劈空斩落 气势害人 血灵冷哼一声 双臂晴空而出 两把血刃凭空闪现 力斩乌芒 指纹砰 得一声暴响 一道璀璨的光芒照耀四方 紧随着一道气浪四卷而起 叶飘零眼中金光暴闪 身形高纵而起 六根道刺寒芒闪现 净直冲向了血灵巨大的身体 看着煞气滔天而来的叶飘零 血灵嘴角显出一丝残酷的冷笑 一记雪爪迎空击去 带起片片灿烂的血芒 在幽暗的洞中显得各位的妖异 叶飘零沉喝一声 图神手破空抓出 与巨大的血爪对击一掌 两股庞大的掌力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片片能量浪涛 肆虐在洞窟之中 历经万载岁月的石壁 此刻也发出阵阵军烈之声 一道道骇人的裂缝 在石壁中蔓延开来 看起来随时有崩塌的危险 但是结果并非如此 就在石壁不断地崩裂之时 充斥在洞窟中的浓烈血物 却钻入了石壁 石壁在刹那间又复好如初 这一现象 令叶飘零心中一动 隐隐之中 他似乎抓住了某条线索 但是又断了 切 叶飘零沉喝一声 身体稳稳地落在地上 双眼赤光战战 射出两道璀璨血芒 直逼血灵 血灵此刻缓缓收手 双眼中的乌光 直直对上叶飘零的血芒 悠悠说道 大幽冥 你使用的心法 竟然是大幽冥 你 是不是人类 直至今日 叶飘零才知道了 自己所修炼心法的名字 大幽冥 叶飘零喃喃自语一声 接着看向血灵 冷笑道 我当然不是人类 我是失足 说着 双手爆出一团湿气 再次冲向了血灵 看着再次冲来的叶飘零 血灵的表情 似乎有了一丝不自在 自言自语道 久迈 没想到你的大幽冥 竟然还有出事的一天 真是惊煞我心啊 血灵忽然怒喝一声 血池中请客暴射 而出数十道血柱 宛若出海恶龙一般 破空袭向叶飘零 杀 叶飘零周身杀气四溢 双手中的湿气 化为气刃 附在道瓷之上 狠狠地轰击向了血灵 与此同时 一道庞大的血色虚影 缓缓出现在了叶飘零身后 看着血灵露出了一丝残忍的笑意 而围绕在叶飘零周身的 十八道古老皱印 却在那一刹那停止了旋转 时间仿佛在那一瞬间静止 看着狂卷而来的数十道血柱 叶飘零背后血魂的笑意更深了 而叶飘零 似乎还没有感觉到什么 怒喝一声 右手握拳 狠狠地轰杂了出去 随着叶飘零的重拳击出 一层层湿气 仿佛惊涛海浪一般 汹涌而起 狠狠地拍向了血柱 而血魂此刻 一时右拳举起 冷笑两声轰然打下 一股磅礴大力 韬然而落 直逼血灵 哄 几声巨响乍起 巨大的能量狂流 几乎覆盖了整个洞窟 血池之中泛起了巨浪 将血灵庞大的身躯 也瞬间淹没 同时血灵传出了一声悲呼 一记血刃破浪而出 结结实实地 打在了叶飘零胸膛 嗯 叶飘零只觉胸部遭到重击 身体倒飞而出 将坚硬的石壁 都撞出了一个大坑 实现四箭中 叶飘零向着 没事人似的站起身来 拍了拍胸前的尘土 两只眼睛血盲闪动 硕硕地看着血池中的血灵 而她背后的血魂 则是有点发怒了 似乎对于自己被打飞十分震怒 两道胸光直逼血灵 叶飘零嘿嘿一笑 说道 你攻击完了吗 现在也就该我了 说着 叶飘零大喝一声 一掌狠狠地拍中地面 顿时之间土崩地裂 树到骇人的裂缝 向四面迅速蔓延开来 石壁也随着蔓延而来的裂缝 只不过 被四处蔓延的血雾 又迅速修复 但在石壁裂开的那一刹那 叶飘零还是看见了 从裂缝中散出去金芒 难道这石壁中 还有某种秘密存在 就在叶飘零深思之际 一阵声音 却从叶飘零内心深处响起 小子 你想不想杀掉眼前的这个血灵 从而解封后清 叶飘零一愣 暗自道 你是谁啊 那声音森冷无比 我就是你背后的血魔魂 要不是这个可恶的血印 处处压制着我 这只小血灵 不知死了多少遍了 哼 叶飘零内心一惊 不可置信道 你你你 你有自己独立的意识 废话 血魂冷喝一声 继续说道 要是你想打败这血灵 就解开这个该死的封印 我一招之内 解决掉这个血灵 这个 叶飘零一阵犹豫 就在这时 另一个声音又响起了 小僵尸 你现在可以用湿气链锁住血魂 就可以操控你背后血魂的灵体 但是无法使用它的神通 我会将它的灵石锁住 啊 叶飘零愕然一愣 随后便想起了 那个神秘的神魔送葬者九脉 不用说 九脉在帮自己 叶飘零顿时没有多想 因为她已经看见了 血灵重新在血池凝聚起来 于是立刻凝出湿气链 将血魂的双手 全部锁了起来 与自己的双臂连在一起 另一道湿气链 直接探入了血魂的天灵 彻底操控了血魂 嗯 似乎知道叶飘零将要干什么 血魂不由地发出一声长笑 大骂道 你这个卑鄙小人 别妄图吞是我 只好玩这一句 血魂便彻底没生了 而就在这一刹那 十八道古老符咒光芒一闪 全部脸入了叶飘零胸前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九脉呵呵一笑 说道 小僵尸 为了不引起世人的怀疑 你还是将这种方法 改为一招战绩 否则以天魂的身份 出去作战太过招摇 难免会引起什么 不必要的麻烦 叶飘零此刻 与血魂的灵体连在了一起 只觉一股精纯的血气 流入了自己体内 心中正直大喜 道 多谢前辈指点 嗯 解封后青师祖全靠你了 九脉徐续说完 便陷入了沉寂 饿啊 叶飘零仰天怒笑一声 全身一雾无风自动 一股强大的事 突然散发而出 笼罩一切 那是血魂滔天的消杀之意 事灭一切阻挡的绝世战役 这种事 足以令对手胆寒 血灵此刻 双眼乌光四蹦 冷声道 血魂 我倒要看看 九魂之一的血魂 有多么的厉害 话音未落 血灵仰天怒吓 亡灵大军 为我而战 且 随着血灵的怒吓 漫天的血灵之气 化为千万道血光 向地面的骨骸奔流而去 迅速地融入到了 白惨惨的神魔尸骸中 昔日的神魔 昔日高高在上的神魔 如今的骨骸 竟然复活了 随着洞窟中 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鸽嘣 之音 满洞的骨骸 各自组合完毕站起身来 地上的骨兵器 也自行飞到自己主人的手中 虽然袖急斑斑 但也是杀气肆意 看着密密麻麻的神魔尸骸 叶飘灵倒吸了一口凉气 心中宛若有千军万马在奔腾 再咆哮 怎么也安静不下来 这可是真的神魔尸骸啊 难道自己要和神魔作战吗 叶飘灵傻眼了 虽然这些神魔早已陨落 但是他们的战体 和够强横的了 偌大的洞窟 此刻 已经被神魔尸骸挤得严严实实 叶飘灵已经退到了石壁上 紧紧依偎着石壁 远远看去 血池被众星捧月一般地围在中央 而神魔尸群中 则是金光与黑芒交织在一起 金色的是众神遗骸 黑色的众魔遗骨 不管是哪一个 都不是好惹的主 此刻的无上神殿 已经被一股奇异的立场覆盖了 身处远方的白起 都感到了阵阵神魔之气 向这边一来 不由暗自失色 与原始心魔护肌一掌 身形暴退而出 原始心魔也心有感应地停下攻击 转身看向了无上神殿所在的地方 喃喃自语道 怎么回事 如此强大的神魔气息 难道无上神殿 还有什么秘密存在吗 而更远处的后卿此刻皱眉愣了片刻 忽然哈哈大笑出声 一旁被压制的天煞女 不解地看着后卿 后卿大笑道 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了 怪不得这座五行大阵 常年经久不衰 原来如此 用神魔血灵在压制我 天煞女微微一愣 忽然交融一变 失声道 神魔血灵 就是 就是 后卿看了一眼 目瞪口呆的天煞女 点头道 没错 既然你已猜出来了 我就不用多说了 哈哈 没想到是小九卖闯的祸 后卿说完顿了一下 继而又对天煞女道 就委屈 你在这里歇一会儿 一个时辰后 千君咒自然会消失 说完后卿分身化为 一道黑红玉空而去 转瞬消失了身影 愣愣地看着后卿分身消失的地方 天煞女男生自语道 九卖 没想到你途径的十三万神魔 竟然压制了后卿如此之久 你是故意的吗 叶飘灵右手一挥 血魂灵体随之一臂挥出 顿时将一片神魔尸骸击倒在地 但是下一刻 那些神魔尸骸又会自行站起身来 拿起兵刃再次冲杀而来 叶飘灵施展全身解数 拳脚并用 以僵尸强横的尸身 在神魔尸群中展开冲杀 但是在冲杀了一番后 叶飘灵才发现了一个 令自己胆寒的事实 这些尸骸的是不死的 不管自己怎么杀 只能将这些骨骸打散 却无法将其打碎 被打散的尸骸 会在下一刻又复原 自己冲杀了一阵没有结果 反倒是被神魔手中的 凶兵击伤 那些凶兵现在看起来 虽然其貌不扬 秀气斑驳 但那在远古时期 可都是神魔手中的得意兵刃 哪一件不是 沾过数万仇敌的鲜血 哪一个不是凶煞非常 既然自己对这些神魔尸骸 有些吃力 那就不如擒贼先擒王 先干掉血灵 心意已决 夜飘灵怒喝一声 折服在体内的巨大能量 瞬时爆发出来 一股黑色的湿火 充盈在他体表 湿火熊熊 磨焰烈烈 在暗黑色湿火的映衬下 夜飘灵宛如一个 来自洪荒的凶杀战士 一股冷森的杀意 席卷四方 哼 夜飘灵正式湿化 干枯的青黑色皮肤 紧紧地贴于头骨之上 眼中射出两道血盲 宛若两盏明灯 不可忽视的存在 去死 夜飘灵怒笑一声 身体化为一道黑色 闪电凌空 扑向了血池中的血灵 血灵脸色一变 不敢怠慢 右臂直挥而上 一道巨大的血色掌影 呼啸而出 颇有大威大灭之势 夜飘灵冷哼一声 一拳击出 巨大的黑色拳影 宛若出海凶龙奔腾而出 由于与血魂肢体相连 夜飘灵这一拳力量极大 周围的空间都为之扭曲 似乎要被狂暴的一拳撕碎 夜飘灵这毁天灭地的一拳 与血灵打出的掌影 结结实实地撞在了一起 一阵耀眼的光芒 腾然爆起 宛若金屋灵士一般 一股至强至大的能量暴动 向四方狂卷而去 众多的神魔尸骸 都被产生的冲击波先飞出去 石壁也纷纷爆裂 终于露出了里面的真面目 夜飘灵这才看见 所谓的洞窟 只不过是一个伪装 这里其实就是一座地下宫殿 无上神殿之下 竟然还有一座宫殿 宫殿下的宫殿 这要是传出去 绝对是大事件 好 血灵似乎对于石壁的爆裂 尤为震怒 大吼一声 双臂齐出 一股血气迎面扑来 其间血刃纵横 交织为了一张血刃网 向夜飘灵笼罩而来 夜飘灵身形自空中暴退 同时右臂滑出 破天直 视若惊鸿的指芒 狂笑自高空展落 将血灵的血刃尽数崩破 倒到血刃 化为漫天的血水飘洒而下 就在夜飘灵以为成功 挡下了一轮攻击后 没想到 自己却撞上了石壁 石壁内部是一道金色墙壁 不对 应该是数百道巨大的五行符咒 夜飘灵刚刚碰到符咒 数百道符咒 忽然抱起一团耀眼的金光 夜飘灵全身一震 只觉一股治刚治阳的强大力量 侵入了自己体内 将自己体内的湿气竟然驱散 哇 夜飘灵惨叫一声 被五行距离狠狠地抛飞了出来 由于湿气不足 湿气链自行蹦碎 血魂灵体立刻消失不见了 看着遭到重创的夜飘灵 血灵喜出望外 大笑道 哈哈 传说果然没错 五行与血印 水火不容啊 血印身 今天你就是我的了 血灵大叫着 从血池中 击射出数道尖利的血柱 一举刺穿了夜飘灵的尸身 将夜飘灵包围了一个血茧 贪婪地吸收着夜飘灵体内的力量 等到血茧消失之时 夜飘灵已经消失了踪影 被吞噬了得彻彻底底 连一点渣也没有留下 僵尸夜飘灵 传说中可以拯救失足的血印身 九魂之一的存在 就这么被神魔之血形成的血灵吞噬了 此刻后倾分身已经飞至无上神殿上空 周身湿气汹涌澎湃 颇有十大魔性的威势 后倾分身看着下方的无声神殿 裹有后倾断手的右臂 缓缓伸向无上神殿 冷声说道 没想到啊 无上神殿居然掩盖了一处神魔战场 看来我也被蒙在鼓里了 万法揭破 后倾分身断然冷喝 后倾真身的断手忽然扩大 遮天蔽日地拍向了无上神殿 血灵形成的立场 在巨手的打击下根本不堪一击 顷刻便被绷得粉碎 接着巨手直拍而下 无上神殿被后倾的一只断手彻底摧毁 变成了一片废墟 就在无上神殿崩塌的那一刹那 一道圣洁的光辉 从神殿底部向天际直冲而去 射入了滚滚的黑云之中 似乎直接射向了九天 后倾分身眼中冷光乍现 语气也变得森寒无比 道 果然是你 第一代玄黄 后倾分身眼中冷光乍现 语气也变得森寒无比 道 果然是你 第一代玄黄 在无上神殿废墟下方 树道璀璨的金芒 冲破瓦砾 直冠消汗 一方金官渐渐浮现出来 在金官四周 布满了玄妙无防的古老骤印 冲天金光正是由金官迸射而出 宛若开天神芒 气势射人心破 在金芒之中 渐渐显现出一个金色的虚影 站立于高空 与后倾分身成水平位置 两只兽眼射出两道骇人的冷电 直逼后倾分身 后倾 没想到你还留了这个后手 用分身来破封印 看来你知道这个封印不好破啊 虚影冷笑两声 淡然出声 后倾分身意识冷冷一笑 说道 老狐狸 我实在没想到 当初古神射下的这些后手 居然被你一一利用了 难道真相叫我们师族连根铲除吗 虚影黑黑笑道 师族一日不除 我们玄乎一族便抬不起头 如今我们的五行和 你族的血印拒接出世 我们二族之间的恩怨 很快就可以解决了 哼 后倾冷哼一声 老狐狸 我现在没有兴趣和你废话 今天我要解封本尊 你让还是不让 哈哈哈哈 虚影大笑出声 继而立声道 后倾 你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分身罢了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呼小叫 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在下方就是我真身的所在 现在和你说 这些话已经算是对你宽宏大量了 想死的话很容易 我真身一出 立刻便能将你置于死地 你 后倾此刻也是一阵语色 因为对方说的没错 如果以自己现在的情况与之交手 那是必死无疑 就在后倾无计可施之际 一声冷笑将虚影的自信 冲得无影无踪 老狐狸 干嘛要欺负一个分身呢 我们来交交手如何 后倾文言一喜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师祖女拔 世间唯一一个拥有神体的僵尸 虚影一阵颤动 化为一道金芒 钻入了金关 紧接着金关一阵颤动 棺盖猛然掀开 直冲空中踏云而来的女拔 女拔冷哼一声 又长断然拍出 一股至强至大的掌力 宛若惊涛骇浪一般 将棺盖打得粉碎 漫天的金色粉末银空飘洒 说不尽的绚丽 女拔 你的修为看来还是有增无减啊 一个身穿金甲的金发男子 手持话几声语高空 高大的身材 给人一种泰山般的沉重压力 尤其是那一双 散发着魅惑气息的双眼 散发着一股 强者特有的压迫感 女拔看了看身旁的后倾分身 后倾分身会议地点了点头 傲声道 老狐狸 今日没时间和你号 待到来日 我定将你打入六道之内 说着 化为一道黑红冲向地面的废墟 玄黄面色一变 正欲去拦 无奈身旁有女拔这个绝世强者 自己只有丝毫的分心大意 便极有可能陷入那万劫不复之地 看着进退两难的玄黄 女拔冷声道 老狐狸 虽然我们都没有猜到 你在无声神殿之下 折服这么久 但是你现在依然不会战胜我们失足 永远也不要忘了 洪荒时代 你们玄狐一族的悲剧 有时候 悲剧是会再一次上演的 玄黄听到女拔那威胁十足的话语 怒及反笑 道 狂妄自大 且有愚蠢之极的人 总会口出狂言 八字天诀 随着玄黄口中八音的吐出 钱 坤 震 逊 坎 离 更 对八字法诀一一浮现出来 金光灿灿 宛若有生命一般的 在玄黄周围跳动 一股浩然刚气四卷而来 天地之间风起云涌 宛若末日来临一般 好生吓人 女拔纹丝不动地立于高空 虽然周围的天地元气 随着八字的运转 开始变得狂暴不安 但是女拔依然纹丝不动 缭绕于真身的浓密湿气 意识不为所动 足以看出其修为的恐怖 大地在崩裂 雷电在咆哮 天地之间阴暗无比 黑云遮天蔽日 被狂风角的汹涌澎湃 唯有玄黄全身金光闪闪 宛若金子胶筑的一般 同样金光灿烂的八字法诀 引导着四周的天地元气 直逼女拔 女拔两只眼睛赤芒灿灿 没有言语 不过一股浩大的气势 从女拔周身漠然散发而出 以至于空间都受其影响 开始扭曲 看见女拔对这个八字 还是挺忌惮的 看到女拔慎重的表现 玄黄黑黑一笑 说道 女拔 先别紧张得这么早 一切还没完呢 因八字 请 修 生 伤 度 请 死 惊 开 玄黄双手快速结印 肉眼根本看不清其结印的速度 随着玄黄结印速度的越来越快 阴八字法诀从手中一一蹦出 散发着悠悠乌芒 与阳八字法诀构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玄黄四周的虚空 被狂暴的能量流彻底蹦碎了 浩大的能量 如重山峻岭一般 浩浩荡荡 奔流不息 十六道阴阳印迎空运转 致使周围所有的的天地元气 聚变的狂暴 使得每一寸空气都充满了杀伤力 阴阳八字 没想到你将十六道皱印都修炼出来了 老狐狸 不简单啊 女把冷声耻笑道 接着看向了下方的废墟 南南道 看来这个地方更不简单啊 无上神殿之下 究竟是什么地方 却说叶飘灵被血灵吞噬后 迷迷糊糊间 来到了一条长而幽深的隧道面前 隧道深处散发着一股幽明般的森冷气息 叶飘灵经不住击凌凌地打了个冷战 南南自语道 这是哪里啊 说着 一只脚便跨进了隧道 经过隧道后 叶飘灵发现自己 竟然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宫殿面前 这座宫殿 即使比起之前的无上神殿的规模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不过 此刻明显的有些破败 看来已经废弃了有一段时间了 叶飘灵看着遍地的尸体 抬眼望去白惨惨的一片 天知道 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样的惊世大战 朱天一在 是神永存 一阵宏伟的声音 在九天之上摇摇传来 似乎在向叶飘灵传递着某种信息 叶飘灵没有说话 抬头看向了昏暗隐晦的天空 静静地听着 那声音还在继续 天下九鼎 皆通九魂 人间是神 途径神魔 这一句说完之后 天空之中突然电闪雷鸣 山月粗的耀眼电光撕裂长空 在九天之上翻滚 沉闷的雷声 宛若滔滔大河 奔腾滚滚 似乎这一句 令天都感到恼目 朱天一在 是神永存 神秘的声音仿佛有所不甘 再次大喝一声 继而才陷入沉寂 似乎没有出现过一般 叶飘灵已经知道自己 来到了一个虚无的空间 这个空间有可能是 之前残破的朱天 也有可能只是一个 绝世强者的梦境 亦有可能是 某人不甘的意念所致 叶飘灵踩着地上 密密麻麻的尸骸 踏上了前往未知宫殿的 第一层台阶 宫殿的台阶很高 叶飘灵瞥了眼 起码得有上百层台阶 显得十分霸气 叶飘灵看着脚下的 花岗岩台阶 不知经过多少岁月的洗礼 就连坚硬的花岗岩 也被无情的岁月 刻上了斑驳的痕迹 冷风萧瑟 寒意凛然 这难道是 不屈之人的意念吗 叶飘灵不知为何 心中竟然生出了 一股悲凉之意 难道不屈之人的意念 也感染了自己 让自己这只僵尸 也感到了悲伤 叶飘灵自嘲地笑了笑 自己现在还有什么 可悲伤的 自己先是化为僵尸 已成为了一只僵尸 现在又被血灵吞噬 在尘世已经算得上是 彻底的烟消云散 现在的自己 或许也是 自己那一缕不屈的意念所致吧 心中胡思乱想之间 叶飘灵已经登上了 最高的一层台阶 转身而望 送自己来到这里的 未知隧道已经消失 留在自己面前的 除了数不尽的碎肉残尸 就是袖季斑斑的古老冰刃 刺骨的寒风 从遥远天际吹来 发出一阵嗖嗖之音 是这片原本便荒凉的死地 再添了一份绝望 叶飘灵抬头望上苍天 心中自语道 苍天啊 苍天 你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先让我变为僵尸 再让我被杀 呵呵 我在你眼里 就是一颗微不足道的棋子 任你摆布是吧 老天 你还真会玩啊 叶飘灵又是气冷的一笑 头顶忽然传来 枝鸦的一声 闻声望去 原来是一面门匾 外表看起来 依然宏伟霸气 只不过现如今 只是斜斜地搭在上面 随时有可能摔下来 跌个粉身碎骨 然后被冷风彻底吹散 正想着 那门匾还真的就掉了下来 幸亏叶飘灵眼疾手快 一个闪身将门匾接住 才没至于让它粉身碎骨 叶飘灵仔细看着门匾 门匾上有三个流经大字 只不过 现在外边的经边 已经大部分脱落 显得斑驳不堪 那三个大字 明显是很久之前的古字 不过按照现在文字的样子 叶飘灵依稀可以辨别出 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 是和宗 中间的那个字 由于字体太过繁杂 任凭叶飘灵看了半晌 也没猜出 那是个什么字 叶飘灵放下门匾 既然猜不出 那就不猜了 但就是在叶飘灵起身的 那一刹那间 由于和门匾的距离放远了 中间的那个字 竟然恍惚间 在现代字找到了相似体 那就是神字 是神宗 叶飘灵缓缓地 将这三个字读了出来 又忽然想起了 之前刚才那个神秘的声音 说出了一句话 诸天一在 是神永存 难道那声音所说的 神 就是这个已经成为 历史的世神宗 在千年以前 叶飘灵还是人身之时 尘世间便已经有了 世神宗的传说 据传说 这个神话般的宗派 义正义邪 只要是威胁到 人间界安宁的势力 据是他们的毁灭目标 如今的峨眉先派 在万年之前 就被世神宗打得惨败 险些全派被灭 而慈行敬斋 敬念禅宗等等这些 也有万年历史的古老门派 在听到世神宗三字后 皆是一脸的不自在 似乎内心深处 对这个宗派 充满了忌惮之意 世神世神 灭神涂魔 传说中的世神宗 那真正是威慑三界众生 不敬天 不败地 唯尊人道 这便是当年世神宗的宗旨 只不过在夜飘灵的内心深处 世神宗就是一个纯粹的传说 也可以说是一个遥远的神话 但是现在 世神宗宗派的遗址 就在自己脚下 夜飘灵内心的震惊 可想而知 世神宗 难道你们真的存在 夜飘灵双眼 看着那破旧的门扁 喃喃自语着 就在这时 一句熟悉的声音 忽然传入了夜飘灵耳中 那声音令夜飘灵千年未动的心灵 几乎恢复了跳动 夜飘灵全身一颤 竟然不敢相信自己 真的听到了这声音 哥哥 是你吗 真的是你吗 声音再次响起 夜飘灵由于激动而颤抖的身体 有些不听使欢 机械般的纹声看向宫殿之内 颤声道 妹妹 你 夜飘灵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了 没想到时过千年 自己竟然还会遇上至亲之人 一个娇弱的身影 才阴暗的宫殿深处 缓缓显露了出来 人间界 数日来的天降圣物风波 引得武夷山地狱强者云集 风云四起 不少仇家已经率先动手 短短数日 也有数名强者陨落 一般修炼者更是不知道冤死了多少 东方各大门派结出弟子 全部陷于世间 西方势力的三大巨头光明教廷 魔法协会 暗黑协会 也相继派出高手来到武夷山 蠢蠢欲动 毕竟这次的诱惑 实在的是太大了 南疆地狱暗波涌动 大汉国政府也不是笨蛋 毕竟南疆的火药味 已经弥漫数日 只要不是白痴的人都可以看出 在南疆蕴含这一次大血战 大汉国并没有派军队前来阻止 而是派出军队 镇守大型城镇 只要其大战不波及到大汉国的根本利益 大汉国是不会趟这趟浑水的 毕竟修炼界乃是一处恶地 可谓杀鸡四伏 大汉国知道 修炼界有多么的可怕 随着吴段峰的离开 众修者在南疆的行动 变得更加的肆无忌惮 东方的各大门派此刻 倒成了维持南疆秩序的中间力量 众修者都忘了 在女把与道家十胜对质的那一天 也就是在后倾的封印地 还存在着一具诡异离奇的古诗 后倾封印地 包裹诡异古诗的金色光柱 此刻在浓密湿气的包裹下 已经渐渐淡去 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干湿快速地引向洞外 同时 后倾的声音悠悠响起 万年是神 今日复出 恐怕整个修炼界都会乱作一团吧 呵呵 妹妹 叶飘灵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唯一的亲人 至今为止 叶飘灵的脑海中 还会时不时闪现出 奶奶与妹妹临死前那一刹那的绝望 就宛若一个可怕的噩梦 让自己时刻记得 毛山欠自己的滔天血债 只不过 自己现在修为微弱 羽翼未封 无法报仇 只能暂时隐忍 心本意冷 但是没想到 这次竟然遇到了自己的妹妹 自己世上的唯一亲人 你 叶飘灵不敢相信自己 所看的一切 擦了擦眼睛 在定睛瞧了瞧 没错 眼前的人 正是自己的亲生妹妹 叶飘 叶飘看着身体雾化的叶飘灵 一双美目勤满了泪水 先手不可置信地捂住了嘴巴 颤声道 哥哥 你 你怎么变成了这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 说着 一只手便颤抖地伸了出去 想要抓住自己的胸掌 但是现在的叶飘灵 就是一股不屈的意念而已 比灵魂还要虚无 又怎么会被抓住呢 看着自己伸出去的御手 穿过了哥哥的身体 叶飘的心都碎了 恐慌与悲凉 一起涌上了心头 两行亲类也夺况而出 天知道自己的哥哥 这数千年来都经历了那些事情 但是叶飘知道 这些事情一定不会是 常人能忍受得了的 叶飘看着叶飘灵周身的雾气 低气道 这些 这些是尸器 哥哥 难道 你把自己变为僵尸了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僵尸 哥哥 你知道僵尸以后要面临什么吗 哥哥 我 叶飘说着说着 已经泣不成声 叶飘灵从妹妹的话中 听出了尸足以后的命运 虽然心中好奇 但是她自己现在 也没有兴趣去关心了 看着泪如雨下的叶飘 叶飘灵心中 也是卑鄙十足 自己从封印地出来之后 整日浑浑噩噩 对于世间 也是心如死灰 这次被女拔强行抛入了尸魂界 自己从迫不得已 前来解救被封印的后卿 但是后卿 被解封之后 自己又该何去何从呢 或许到时候 自己已经成为女拔手中的 一枚棋子了吧 为了失足 而四处征战 现在呢 现在自己心本已死 这屡神石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这这个时候 自己的妹妹 却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 为什么要这样 千年之前 自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妹妹步入死亡 自己却无能为力 千年之后 自己妹妹却要看着自己一点点的消散 归于虚无 看着自己的至亲之人死去 而自己却无能为力的那种 彻天的愤怒与绝望 叶飘灵自己已经体验了两次 她知道 那是一种什么滋味 为此她可以把自己变为僵尸 但是自己的妹妹会承受住吗 老天 你究竟想要怎样 叶飘灵忽然感到自己又一次成为了棋子 成为了只为博得老天一笑的可怜棋子 不 我不能死 为了妹妹 我怎么能死 叶飘灵这时候忽然说到 一股强大的念力 从本已虚无的体内爆发而来 那些尸气竟然又凝聚了起来 隐隐间 叶飘尔可以看到 在自己哥哥的头上两肩 竟然燃出了三团诡异尸火 尸气不散 尸身一存 尸火不灭 亡人必反 看着自己的哥哥 叶飘尔眼中振振惊喜 他似乎看到了 自己哥哥有重新归来的一天 忽然叫道 哥哥 你放心 宇大哥会救活你的 宇大哥一定会救活你的 叶飘灵看着自己 由湿气与怨力构成的身体 不由露出嘶嘶苦笑 要是自己的尸身回不来 自己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 况且 自己的尸身还在血灵体内 也不知道有没有被其溶解 要是尸身不存在了 那么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了 但是为了自己的妹妹 她不会说出自己的处境 免得其担心而走上自己 千年以前的走的道路 出卖灵魂 出卖身体 沦入魔道 那是叶飘灵万万不想看到的一幕 宇大哥 谁啊 叶飘灵看着自己的妹妹 似乎对这个宇大哥 十分有信心 不由之间心生好奇 当然也有转移话题的意思在里面 哥哥 我们去里面 天上的东西 见了我和宇大哥 就大喊大叫 很讨厌呢 叶飘尔带眉 微皱指了纸上面 忽然又黑黑一笑 清澈的双眸 透露出一丝脚霞 转身向宫殿深处走去 回头看叶飘灵 还在向阴云密布的天空张望 不由轻笑出声 招手道 哥哥 快来了 那老东西 没什么好看的 上次被宇大哥差点打死 嘻嘻 啊 叶飘灵愣住了 心中对这个宇大哥 更是充满了好奇 居然可以将天上的东西 差点打死 那他的修为 岂不是很恐怖 同时 叶飘灵又对天上的这个东西 感到不解 会是什么东西 天神 应该不会吧 天神也不至于 会被那个宇大哥 差点打死 就在这一瞬间 叶飘灵头脑中灵光一闪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时神问道 飞儿 难道你说的宇大哥 是是神内部的人 叶飞儿此刻心情很好 故作玄虚地眨了眨眼 继而神秘兮兮道 哥哥 想知道的话 你去问问天上的那位 他一定会知道的 说着眼嘴而笑 说不尽地轻力脱俗 你这死丫头 叶飘灵笑骂道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千年以前 兄妹俩在一起时的 带着叶飘灵来到一处密室 里面的摆设很简单 就是些时着时矣 连茶杯什么的也没有 不过倒也是一尘不染 很难与外面的 凄惨景象相提并论 想起外面的尸骸连天 叶飘灵也知道 这数千年 自己的妹妹也变了不少 在以前 别说是尸骸了 就是一个死猫死狗 也会吓得尖叫 但是现在 他自己一个人 待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古宫殿 外面便是人间地狱 但是却可以从容面对 看来 时间真的可以改变一切 叶飘灵止不住 又是一阵感慨 叶飘灵看着四周随口问道 飞 这里是什么地方 叶飞漫不经心道 这里啊 与大哥说 这里是黄河之底 啊 叶飘灵仿佛被闷棍砸中了一般 愣愣地看着叶飞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结巴道 黄黄黄黄 黄河底部 看着被自己吓得 口齿不清的哥哥 叶飞又笑了 点头道 是啊 黄河底部 似乎是怕叶飘灵听不清 叶飞 故意加重了黄河底部的语气 叶飘灵又是愣了半声 才开口说道 这里就是人间界了 弄叶飞 拖着浓重的鼻音 摇头否定了叶飘灵的想法 说道 这是一个残破的世界 根据与大哥的说法 就是一个大世界的残骗之一 只不过在太古时期 被一个法力通天的人物 封印在了黄河底部 不会吧 叶飘灵此刻内心的惊讶 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将一个残破的世界 封印在黄河之底 那施展的封印术的人 当真可谓法力通天 如此强悍的金氏强者 后世一定会留下 有关棋的传说 想到这里 叶飘灵又连忙问道 那那个羽大哥 没跟你说 是谁施展的封印术 嗯 叶飞儿缓缓地摇了摇头 忽然又凑近叶飘灵 特务似的看了看 空空如也的四周 仿佛是怕被人听到四顶 看到自己这个 不安适适的妹妹 叶飘灵忍不住笑出声来 说道 放心吧 没人 嗯 叶飞儿皱起眉头道 哥哥 你太不了解 那个该死的羽大哥了 他总是神出鬼没的 上次说他坏话 就被他捉了个正正 明明看他已经走出去的 没想到 一眨眼的功夫 就出现在我身后了 哈 哈 叶飘灵被逗得大笑 同时心中 对这个羽大哥 又是惊异万分 看来此人也是一个绝顶强者 其实力 应该可以达到 真正的灭神涂魔的地步 羽大哥说是他的大哥 将这个残破的世界 封印在这里的 我想啊 他的大哥一定是个老头子 可是就是上次我说了这句 就被羽大哥 扔到荒芜之地改造去了 叶飞儿说着 还故作委屈地撅起了小嘴 还是那个千年以前 喜欢撒娇的叶飞儿 荒芜之地 这又是什么地方 叶飘灵皱眉问道 叶飞儿轻咬小拇指 沉吟了片刻 才说道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只不过和羽大哥闲聊的时候 羽大哥说 是神宗之前有一处圣地 是是神力来强者的安息之地 我上次在荒芜之地乱逛时 就发现了很多坟墓 虽然那里其他地方是荒野 但是那个墓群却十分整洁 就像是有人 在天天打扫一般 我在怀疑 那里就是 是神宗以前的圣地 哦 叶飘灵点了点头 心中暗想 一定要见见这个羽大哥 他一定知道很多事情 当然了 或许还可以使自己重新复活 菲儿 那那个羽大哥 现在去了哪里 他呀 他这一段时间都不在 说是去找明和的所在了 叶飞儿说着 叶飘灵又是一愣 南南道 找明和 找明和干嘛 叶飞儿并没有听到 叶飘灵的自语声 依然说道 与大哥说 诸天将乱 所以要提前做好准备 太古的一战将 诸天六道全部打碎 明和也不知所踪 所以 与大哥要去找 好像是要找一个人 似乎是明和的掌权大神 掌管明和的大神 叶飘灵自语一声 眼中忽然金光暴闪 掌管明和的是谁 正是四大师祖之一的 银沟师祖啊 黄河底部 叶飞儿取出一面 普通的石牌 递给叶飘灵问道 哥哥 你看看上面的字 能看出什么名堂吗 叶飘灵狐疑地 看了看自己 这个古灵精怪的妹妹 用诗器包裹住石牌看了看 男生读道 天降恶音 诸天审判开始 百万神魔 不过弹指一顺 万古是神 注定再度归来 是神 应该指的就是是神宗了 注定再度归来 难道是神宗的人都没有死 叶飘灵被吓了一跳 但是之前的天降恶音 这句又是什么意思 还有诸天审判 谁审判 审判谁 尤其是这个百万神魔 不过弹指一顺 这句更是令叶飘灵 摸不着头脑 哥哥 你能看懂其中的意思吗 叶飘灵开口 打断了叶飘灵深思 啊 叶飘灵将石牌缓缓 放在石桌上 沉默了片刻才说道 看不懂 这是谁留下的 哦 语大哥呀 在临走的前一天 他就莫名其妙地留下这句话 说什么万古一梦 梦醒恶依存之类的话 好深啊 我听不懂 叶飘灵歪着脑袋沉硬道 叶飘灵又看了看石牌 表情越发凝重 行道 你到底想要传达什么信息啊 就在这时 叶飘灵却忽然暗呼一声 叶飘灵看向一惊一乍的妹妹 正欲开口说话 一声轰鸣 却忽然暴响而起 顿时密室之内一阵地动山摇 叶飘灵暗吃一惊 因为他明显感到了一股很强大的气息 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般强大的气息 叶飘 此刻脸色异常难看 恼怒道 该死的 于大哥 没在 他怎么来了 飘 是谁 叶飘灵起身问道 叶飘紧咬下唇 说道 是一个复仇的疯子 听于大哥说 这个人的父亲是天神 也就是说 这个人是天神的后裔 他的父亲由于私自来到人间界 击杀了一名凡人 从而被于大哥追杀 最后死于于大哥之手 于是这个疯子就一直想报仇 千年以来 他已经找了于大哥好几次了 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可也不知道为什么 于大哥每次都不杀他 天神的后裔 叶飘灵倒吸了一口凉气 难怪此人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 原来其父亲 竟然是天神 就在叶飘灵沉思之际 又是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 与此同时 一声怒吓 宛若九天奔雷一般滚滚响起 雨天 你给我出来 今天我要打败你 为我父亲报仇 哼 又是一阵轰鸣 这次似乎在攻击宫殿 整个宫殿摇摇晃晃 上方不断地掉下瓦砾 看样子随时有崩塌的危险 叶飘此刻看了看一旁的叶飘灵 紧咬下唇思虑了片刻 忽然出手禁锢了叶飘灵 叶飘灵大吃一惊 不可置信道 飘 你干嘛 叶飘低下头 沉默了片刻才抬头 道 哥哥 这个疯子不会善罢甘休的 如果被他知道你是僵尸 那他一定会杀掉你的 所以我不能让他发现你 与大哥会解决的 说着叶飘擦了擦眼中的泪水 头也不回 宛如一只灵巧而又无比敏捷的飞燕 转瞬跃出了宫殿 叶飘灵终于知道自己妹妹要干什么了 不由痛心地大叫出声 不要啊 飘 不要 但是叶飘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了宫殿门口 叶飘灵愣住了 为什么 为什么总是这样 千年之前 自己眼睁睁地看着妹妹步入死亡 却无能为力 难道千年之后 自己还要重演这一幕吗 不 不要 叶飘灵在心中呐喊着 竭力想要突破叶飞 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禁锢 但是由于自己现在只是一缕神念 怎么也无法挣脱叶飞施加的禁锢 叶飞落在宫殿的台阶上 当看到眼前这一幕时 不由花容失色 目瞪口袋的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久久才吐出几个字 识人天甲 只见在士神宫殿的前方 矗立着一个高达四十余米的巨大石像 但那明显不是普通的石像 只见那石像周围赤岩缭绕 向外散发出一阵阵大海深渊般的强大气息 一双金光闪闪的眼睛 冷冷地注视着叶飞 令叶飞感到阵阵心迹 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喃喃道 识人天甲 你 你竟然唤醒了自己的识人天甲 识人天甲 现在说出这四个字来修炼界 恐怕没有多少人听说过 但是听说过这四个字的人 如果知道这个世界上 还有人可以唤醒识人天甲 一定会大惊失色的 太古一战 众神消失 诸天静灭 六道皆碎 不少爵士强者纷纷陨落 以至于不少的强大功法 也跟着诗传 识人天甲 就是其中之一 传说中的识人天甲 是源自于盘古大神的洪荒心法 是舞者的最强战体表现 每个舞者都有属于自己的识人天甲 但是问题就在于 能不能发现识人天甲 能不能唤醒识人天甲 拥有识人天甲的舞者 绝对是上可屠龙 下可灭魔的爵士强者 但是自太古那惨烈的一战后 拥有识人天甲的强者 大部分也都陨落了 就算是活下来的人 也随着众神的消失 也销声匿迹 从此没有人知道 如何唤醒自己的识人天甲 经过漫长的岁月擦拭 识人天甲这种舞者 最强战体的表现 已经成为一种传说 存在于识人的心中 但是今天 竟有人炼成了 没错 是识人天甲 我的识人天甲 识相仰天长孝 竟然恶狠狠地盯住叶帆 语气出气的冰冷 问道 叶帆 快告诉我 语天在哪里 让他出来和我战斗 今天 我要彻底地打败他 叶帆 已经从刚才的震惊中 清醒过来 听到识相的话后 不由冷冷一笑 毫不畏惧地说道 你还找于大哥呀 你哪次不是说 要彻底地打败于大哥 可是又哪次成功了 我劝你 还是快回到天上 你那个小岛上去 练点真本事 再来找于大哥吧 也免得浪费于大哥的时间 于大哥之前是不想杀你 要是想杀你的话 你早就没机会了 给我闭嘴 叶帆的这些话 宛若把把尖刀刺在了石像的痛处 石像不由恼羞成怒 大吼一声 巨拳猛然砸下 竟泛起丝丝火光 空间都被巨拳四周所携带的力量扭曲 可见 这一拳的威力之大 啊 叶飞尔惊叫一声 连忙身形暴退 巨拳一举轰中了地面 只听见一声惊天动地的轰鸣 叶飞尔惨叫一声 被巨拳激起的狂暴拳风 狠狠地抛飞进了宫殿 将一只石柱从中间硬生生地撞断 与四处飞溅的碎石 重重地摔倒在地 身在密室的叶飞铃 忽然听到了妹妹的惨叫 顿时之间只感到自己的世界在崩溃 难道自己和自己至亲之人 只有生死离别这一个下场吗 不服 我不服 叶飞铃心中大吼一声 一股浩大的气势突然卷起 将密室的一切都尽数掀翻 感到了密室的异动 叶飞扭头看了看密室的所在 又看了看店外正在逼近的巨大食人天甲 又要分开了 说着眼中闪过一丝狠利之色 纵身跃出了宫殿 破灭烧 叶飞娇喝一声 先手忽然爆出一团粉色光芒 继而化为一只宛若尖刀的力掌 直刺石人天甲 但是这样的攻击 对于强悍的石人天甲来说 几乎没有任何用处 叶飞在空中数个空 翻落在一个沙丘之上 指着石人天甲恼怒道 炎翅 有本事你退去天甲 我们一对一地打呀 炎翅颇为不懈地瞥了一眼叶飞 冷声道 就凭你 哼 你还没有资格做我的对手 雨天才是我要杀的人 不过 你想去黄泉路上等着雨天 我也不会介意 说着 炎翅却忽然扭头看向了宫殿 天甲上的两只金色巨眼 金芒大盛 怒吼一声 硕大的幼泉 便腾起火焰轰向了宫殿 而且正是密室的所在 看着炎翅忽然改变目标 叶飞不由大惊失色 失声叫道 不 哥哥 哼 无情的巨响淹没了叶飞儿的哭喊声 一大片火焰 顷刻淹没了整片宫殿 就在炎翅以为威胁已去之时 忽然之间 一股黑色光柱 破开火焰直通消汗 宛如接通天地的天柱一般 远远看去说不尽的大气诡异 岂我至亲之恩 死 一声令人心生寒意的咆哮 从火海中传出 紧接着 炎翅便看到 一道黑色闪电 携带着滚滚的湿气扑面而来 僵尸 炎翅迟疑了一下 继而猛然出掌 大喝道 区区邪物 也胆放肆 一股强大无匹的掌力 如同重山峻岭一般 快速地压向袭来的人影 哼 破天指 怒喝升起 指纹针的一声刀鸣之音 百丈长的乌芒任凭空献出 毫不畏惧地 刺向了炎翅发出的浩大掌力 碰 得一声气静交机声响起 黑影被炎翅天甲的磅磅掌力 硬生生先飞 在空中连番数个跟斗落到地面 右后滑了几十米 才堪堪稳住身形 叶飞儿瞠目结舌地 看着自己身旁单膝蹲在地上 右手撑地 全身闪亮黑甲的神秘人 神秘人眼中的那两团血盲 一阵闪灭 明显已经吃了不小的暗亏 嗯 哥哥 虽然看不清 这个神秘人的真正相貌 但是凭着兄妹至亲的血缘感应 叶飞儿 还是在瞬间得知 这个忽然出现的神秘人 就是自己的哥哥 叶飘零 叶飘零此刻吃力地抬起头 看向不远处的炎翅天甲 脑中却回想起 自己第一次遭遇未知科技闻名时 就是使周身的湿气无限凝聚 从而形成了一道固若金汤的防护盾 没想到这次第一次用于构造分身 居然也成功了 但是自己 为什么在一瞬间 忽然拥有了如此之多的湿气 叶飘零脑中灵光一闪 又想起了自己之前和艾瑟尔在一起的一幕 自己曾经在淬炼身体和灵魄时 又一次也是忽然出现了异常强大的湿气 险些将艾瑟尔误伤 没想到 这次这些神秘的湿气 居然救了自己一命 但是即便如此 眼前这个拥有十人天甲的天神后裔炎翅 也不是自己所能抗衡的 看着缓缓走来的炎翅 叶飘零吃力地站起身来 叶飘零连忙上前一步 扶起自己的哥哥 但是就在接触到叶飘零身体的那一刹那 叶飘零却忽然发现 叶飘零好不容易凝聚出来的身体 竟然又有了虚化的迹象 叶飘零趁站起身的这一个空当 附在叶飘零耳旁低语道 飘零 你快走 我现在尽量拖延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你能跑多远就跑多远 不 我不走 我要和哥哥在一起 叶飘零哭喊着 紧紧地抱住了叶飘零胳膊 任凭泪水 划过自己那轻力的脸庞 跌落在地 听话 快走 叶飘零眼看着炎翅天甲越来越近 不由低喝出声 不 叶飘零连连摇头 气声说道 哥哥 在之前与大哥刚刚救活我的时候 我以为你和奶奶都死了 我在彷徨中漫无目的地活着 要不是与大哥一直在开导着我 我恐怕也活不到今天 不过我现在庆幸自己当初没有选择死亡 因为我见到你了哥哥 为了这一刻 我等了千年 难道哥哥 想让我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时光 又这么快地断掉吗 哥哥 你是我哥哥 我是你妹妹 即使你现在是僵尸 但你仍然是我唯一的亲哥哥 我仍然是你唯一的亲妹妹 所以就算死 我也要和哥哥一起死 然后可以一起去找奶奶 叶飘零默然了 沉默了片刻 忽然玩耳一笑 说道 嗯 好 那就让我们一起去找奶奶 我想以你与大哥的能力 迟早有一天会知道 今天发生的一切的 嗯 叶飞重重地点了点头 尽管脸上 睫毛上还挂着泪珠 但是却笑得异常灿烂 哼哼 好一个兄妹情深啊 很令我感动 言斥天甲冷冷笑着 不仅不慢地走上前来 幼长的掌心中已经燃起了一丝火苗 对天甲来说 那是一丝火苗 对叶飘零兄妹来说 那绝对是一个超大的火团 三妹真火 不知道等我有朝一日 拥有了十人天甲 失火不知道可不可以敌过那三妹真火 不过 看来是没机会呢 叶飘零苦笑一声 但是感动归感动 我对你们 依然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我的亲情已经被夺去了 你们 这些卑微的人族 蝼蚁 弱者 又怎么配拥有亲情 严斥指着叶飘零冷声说着 叶飘零闻言 冷笑连连 说道 你还真是可怜的人 亲情没有等级之分 你们有亲情 我们也有亲情 就是真正的蝼蚁 也会有亲情 只不过 你的亲情被夺去 所以你就对整个人族充满了恨意 你就嫉妒 严斥微微一愣 静静地注视着叶飘零 但是手掌内的火焰并没有熄灭 依然在跳动着 萧瑟的冷风卷着黄沙 才严斥天甲庞大的战体上擦过 漫天挥洒开来 叶飘零看着严斥微微一笑 看似平淡地说道 因为我也是从那一步过来的 严斥静静地看着叶飘零 忽然发狂似地怒吼一声 卑鄙的人 你有什么资格 和我再讨论亲情 去死 说着 手中的火团呼啸而出 一股炽热的熏风扑面来 地面都被瞬间烤热 叶飘零紧紧握着叶飘零的先手 两人皆是淡然的一笑 奶奶 我和飘零来找你了 哄 一声巨响惊天而起 无情的火海瞬间淹没了大片沙漠 狮魂界 无上神殿之上 阴云翻滚 怒雷咆哮 巨大的闪电 时不时撕裂苍天 但是瞬间又会被浓密的阴云吞噬 于是天地之间再次陷入黑暗 无上神殿 早已被后卿分身的一掌派为废墟 而残余的建筑 也在女拔与第一代玄黄 玄祖之间的大战 彻底摧毁 高空之上 玄祖与女拔已经斗得不可开交 两人周围的虚空不断在崩碎 璀璨的金芒和乌黑的湿气在一起撕扯 刚猛的进风 宛若迢迢远古凶龙一般 在四周奔腾 似乎要将这片天地彻底绞碎 阴阳八字绝 拖 随着玄祖怒喝一声 阴八字与阳八字迅速交叉在一起 耀眼的金芒和诡异的黑焰交缠在一起 16个字绝形成了X状 狠狠地映向了不远处的女拔 看着迎面打来的自觉 即使是强如女拔之类的洪荒战者 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全身湿气 宛若惊涛骇浪一般奔腾不息 很快 漫天的湿气 宁为一个盖世巨人 手持大斧 仰天怒吼一声 静止看向阴阳八字 大幅锁过之处 虚空近破 鬼气神经 哄 一团耀眼的光团当空爆起 宛若时日要空 玄祖与女拔同辈的连连后退 空间必颤抖不已 机遇破裂 啊 可恶 没想到这阴阳八字的威力如此厉害 女拔恨恨地低语着 但是动作却不敢有丝毫的停留 因为玄祖的下一个杀招 已经接踵而至 大阴阳十字咒 玄祖眼中射出两道骇人的冷芒 双手手绝翻飞 口中默默念叨 阳为天 阴为地 天地无情 万物皆灭 玄祖眼中金光暴射 手绝顺时掐定 刹那之间天摇地动 浓密的阴云之上 传来阵阵怒雷之声 那并不是普通的天雷 而是天劫雷 玄祖的力量过大 竟然招来了天劫 但是区区天劫 在这种境界的强者看来 早已经算不了什么了 玄祖手中凭空献出一个缓缓旋转的十字 仔细看去 可以看出 那十字是由无数个骤印组成 天怒人愿 道道山岳粗的天雷破空而下 咆哮着直击向玄祖 玄祖不愧为洪荒时代 便以傲视群雄的强者 面对气势滔天的天雷 她不躲不闪 而是高举其手中的十字 令所有的天雷 尽数汇聚在十中 而那个十 而快速变大 转眼间已经铺天盖地 宛若泰山压顶 威力不可小觑 女拔稳稳站在虚空之上 任凭狂暴的天地元气 在自己周围肆虐 她在担心 因为她此刻已经感觉到 失魂界的空间壁 在剧烈地抖动着 再这样打下去 空间壁势必会因为承受不住 巨大的能量波动而粉碎 恐怕会将其全部毁灭 可是玄祖的杀招 此刻已经形成 再这样下去 自己即使不死 也会遭受重创 该怎么办 携带天雷之力 破你万古之威 女拔 受死吧 玄祖面目猙獰地大吼着 郑玉将手中的十字 拍向女拔石 但是就在这一刹那 一边凸起 那轮巨大的 十字在一瞬间 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击得粉碎 玄祖由此遭受重创 口喷一口鲜血 身体倒飞而出 在空中留下了一道血剑 啊 女拔吃了一惊 下意识地抬头望去 只见在遥远的九天之上 一个身穿盔甲的巨人 暴力云端 周围天雷宛若 蛟龙一般翻滚奔腾 巨人双眼 射出两道长达百丈的神盲 不带任何感情地扫过女拔脸庞 却令女拔感到了振振的心迹 要知道 女拔可是在洪荒之际 便已经威慑四方豪雄的盖世强者 但是被这个神秘的巨人 仅仅看上一眼 便感到了心境 可见来人实力之强横 巨人又看向了 倒在地上大口吐血的玄阻 一阵声音顿时笼带了天地 之前咆哮的怒雷此刻 也仿佛十分惧怕巨人一般 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劫将至 诸天危急 望尔等好自为之 巨人又深深看了一眼二人 凭空消射身影 来去之间 竟不带有任何的波动 强大如私的强者 会是谁 神秘的巨人离去后 原本狂暴不安的天地元气 顺时变得平静 天空浓密的阴云散去 露出了炽热的阳光 使得无上神殿这片 不知多少岁月 没有见过阳光的死地 终于享受到了 阳光带来的温暖 女拔 似乎还没有从刚才的 震惊地清醒过来 依然愣愣地望着九天 久久才长叹一口气 修行之路 究竟什么时候才是个终点 像刚才那个神秘的巨人 绝对拥有手举手台族之间 便可毁天灭地的实力 并没有这一好人的人存在 难道这个人存在的年代更早 女拔胡思乱想着落回地面 看向了倒地不起的玄组 玄组毫不畏惧地 对上了女拔的目光 冷冷说道 女拔 没想到你还请了援手 真是卑鄙 要杀要寡随你便 不过我们玄虎与师族之间的战争 还远远没有结束 女拔右手显出一把犀利的尸气刃 但是片刻之后又隐去了 因为她想起了刚才的那个巨人 那个巨人 好像并不是无意路过 而是特意来阻止这场战斗 再加上临走时的那一句话 大劫将至 诸天危急 旺等好自为之 女拔想着想着 忽然扭头消射踪影 留下了一脸惊恶不解的玄组 漫天的火焰渐散去了 岩翅天甲愕然一愣 与此同时 一句冷冷的声音从火焰中传出 岩翅 用天甲对付伤者 不觉得羞耻吗 叶飘零用右臂遮住眼睛 待漫天的火焰彻底散去后 才睁眼看向了前方 只见自己方圆数十米 被一个奇异的蓝色半球状结界死死护住 才使得自己和叶飘 没有遭到火焰的侵蚀 而自己面前 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了一个 同样高达四十余米的雄伟石像 虽然与岩翅天甲在外貌上 有着极大的不同 但是 两者所蕴含的力量 却是同样强大的 石像扭过头来 一双泛着蓝光的眼睛 在叶飘零身上停留了片刻 才对叶飘道 飘儿 带着他去安全的地方 叶飘儿不满道 宇大哥 你再不回来我就去奈河桥等你了 说着拉起叶飘零笑道 哥哥 我们快走 天甲的破坏力很大的 我们可不要被一会儿 无法控制的战火 烧成可怜的小红虾 看着两兄妹远去 宇天天甲忽然一手探出 将将一个袭来的巨大石拳死死抓住 继而缓缓地转头 看向了袭来的炎翅天甲 冷声道 炎翅 我给了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炎翅没有言语 只是死死地盯着宇天天甲 挣扎地想抽回自己的右拳 但是被宇天天甲死死抓住 任凭自己怎么用力 也无法收回右拳 那是因为 你没有祸害过人间简 但是今日 我耐心已经用光了 话音刚落 宇天天甲忽然用力 将炎翅天甲扯了过来 一记膝撞 便将炎翅天甲 狠狠地撞飞了出去 哄 炎翅天甲重重地摔落在地 大地都为之颤抖 炎翅怒笑一声 全身忽然腾起炽烈的火焰 紧接着一记印拳 再次破空砸去 宇天看着火光熊熊的巨拳 身形一闪 居然凭空消失了身影 炎翅的巨拳 结结实实地砸中了地面 顿时杀土似箭 一个直径打百米的巨大全坑 被砸了出来 其内还冒着丝丝火焰 附近的土地都被烧得焦黑一片 但是宇天天甲 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嗯 炎翅扭头四望 但是就是不见宇天的身影 你的天甲 力量虽大 但是速度太慢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所以这次你依然要摆 宇天冰冷的话语 从炎翅头顶传来 炎翅吃了一惊 没敢多想 急忙双手向上 撑起了一道火焰屏障 哄 又是一声响彻天地的巨响 宇天天甲 一脚狠狠踹中了炎翅天甲 撑起的火焰屏障 继而全身用力 炎翅天甲的火焰屏障 顿时破碎 被宇天一脚正中胸膛 倒飞数百米远 在地面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沟壑 土地依然焦黑 一声闷响 宇天天甲稳稳地落在地上 做好了下一轮攻击的准备 远处的沙丘上 夜飘零看着两个巨人的打斗 眼中放出两道炽热的光芒 要是自己也可以唤醒天甲 那么毛山鼠山和足聚灾 识人天甲的打斗 只能用两个词形容 强势 震撼 挥拳出掌之间 山摇地动 其破坏力可见一般 炎翅天甲 此刻明显已经落了下风 勉强站起身体 怒声叫道 宇天 我要你死 说着 全身忽然火光大盛 一股炽烈的旋风 自脚下凭空卷起 炎翅天甲周身的力量波动 出现了快速攀升的迹象 天甲因为承受不住过大的力量 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缝 啊 宇天愕然一惊 连退数步 因为他隐隐知道了 炎翅将要干什么 那就是 凝聚无限大的力量 净数压缩在自己体内 然后在瞬间一并爆发出来 与自己同归于尽 而远处的夜飘零 亦是看出了炎翅的心思 不由大惊失色 要是以天甲的威力 自爆后所产生的破坏力 绝对可以令这方天地彻底毁灭 啊 炎翅发出阵阵痛苦的身影 天甲上的裂缝 进一步蔓延 但就在这时 天地忽然陷入黑暗 夜飘零只感到一阵飓风掠过 紧接着 炎翅所凝聚的元气 仿佛被吞噬了似的快速消失 而炎翅的天甲 也化为石墨消散的无影无踪 天际中 一个比雨天天甲 还要高大数十倍的巨大六亿天使 从阴云内缓缓落下 全身散发着圣洁的白芒 一股神圣的气息菩萨四周 天地之中 充满了祥和之味 哇 天使爱 好漂亮 好神圣啊 夜飘雙眼冒着星星 满面憧憬地看着手持法杖 漂浮在空中的巨型天使 点点白光 仿佛雪花一般 散在炎翅身上 炎翅的伤口快速愈合 雨天天甲此刻在天使面前 显得那么渺小 夜飘零今日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顶天立地 啊 母亲 母亲 真的是你吗 炎翅如同梦翼一般 迷迷糊糊地叫着 只不过叫出的话语 却是雨天等人大惊失色 炎翅的母亲 竟然是六亿天使 她竟然是东方天神 与西方天使的后裔 六亿天使一脸的和蔼笑容 看着炎翅身上的创伤愈合 接着一手缓缓伸出 炎翅便在一团白芒的包裹下 飞向了六亿天使 六亿天使 扭头看向了雨天天甲 就在夜飘零 以为她要为儿子和丈夫报仇时 谁知那六亿天使 只是冲雨天微微一笑 化为点点荧光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天地复明 那原本阴暗的天空此刻黑云进去 虽然没有太阳 但是天空依然湛蓝 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炎翅 也被自己的母亲带走 雨天天甲遥望天空 化为点点粉末消失 地面上出现了一个长发飘逸的男子 眼如寒星 时不时闪过一丝金光 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雨天走过来 先是看着夜飘零 夜飞儿连忙道 雨大哥 这是我哥哥 夜飘零 雨天点了点头 忽然往耳一笑 说道 这位朋友 谢谢你了 夜飘零文言一愣 问道 谢我 谢我什么 雨天转身看向了世神宫殿 表情一片肃然 说道 谢谢你保护住了我们世神的尊严 人间界 五一山脉此刻修者云集 因为就在今晚 传说中的圣物 就要出事了 果然 刚刚步入紫叶 那道贯通天地的金色光柱 忽然暴胜 耀眼的金光席卷四方 临近的几座山头 被金光瞬间铲平 一股强大的能量波动汹涌澎湃 不少由于 靠得太近的修者 顿时被能量波动脚的粉碎 化为一团团血雨飘洒而下 众人为之失色 灵狐渊此刻站在远方 当看到数百人插那间化为血雨时 也不由微微失色 因为就在那一瞬间 他感到了一丝不妙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他却全然说不出 感到了灵狐渊的异样 令狐威雪不解道 哥哥 你怎么了 灵狐渊摇了摇头 说道 雪儿 不要过去 我们退后 灵狐威雪有点障碍的和尚 摸不着头脑 但是也没有说什么 跟着灵狐渊一起向后退去 只有小兽小雨 死死地盯着那道光柱 一副如临大敌的紧张模样 使灵狐渊更加确定 自己的感觉没有错 与此同时 在不同的地方 逍遥门传人黄斧顺 少林弟子空文 万邪教传人柳暗湘等 东方修炼界的新一代高手 无疑上前 都是远远地看着 因为他们 都感到了其中的蹊跷 为了以防万一 这些人没有一个出手 静观其变 武夷山之上 魔云蔽日 狂风暮笑 山月粗的闪电 在九天之上翻滚咆哮 仿佛有什么凶魔将要现实一般 场面堪比末日 令人胆颤心惊 光柱之内 一个巨大的蛋 从阴云中缓缓出现 高达数十米 只不过蛋身上 却丰满了古老的皱印 并且被一条粗壮的铁链 死死捆绑着 一股来自远古 洪荒的古老波洞 荡漾开来 人群沸腾了 每个人都蠢蠢欲动 暗中紧握住 各自的兵刃法宝 唯恐有人先自己一步 夺走了圣物 那个 就是圣物 令狐微雪愣愣地 看着缓缓降下来的巨蛋 呢喃出声 但就在这一刻 小语忽然尖叫一声 仿佛看到了什么 凶魔厉鬼一般 藏到了令狐微雪背后 全身瑟瑟发抖 再也不敢看巨蛋扮演 小语 你怎么了 令狐微雪不解地问道 但是小语用两只毛茸茸的小兽爪 死死地捂住自己双眼 死也不看那巨蛋 林狐渊眼中金光闪现 觉得此事越来越怪异 小语仿佛知道这巨蛋的来历 只不过从小语现在的表现来开 这巨蛋内 似乎是一个盖世凶魔 而不是什么圣物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林狐渊皱眉想着 目光再次投向了巨蛋 古老神秘的皱印 手腕粗锁链 怎么看都怎么像是一个被禁锢的强者 是封印 林狐渊忽然惊叫出声 而在此刻 遥远的天际忽然冲来数百架 散发着白芒的神秘飞行器 瞄准巨蛋便开始了 狂风暴雨一般的轰炸 似乎这巨蛋 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 数以千计的白色光柱 将黑夜印的通亮 那包裹巨蛋的金色光柱 在连续的轰炸下 剧烈颤抖着 隐隐间可以看到 光柱表面竟然出现了裂痕 啊 那是什么怪物 不知道 他们一定是来夺取圣物的 不行 圣物是我们的 杀了他们 人群混乱了 不少修者驾驭着自己的法宝 攻向了那些神秘的飞行器 顿时之间飞溅 真气 符咒 甚至还有斗气 魔法竞术地涌向飞行器 汹涌的能量 波动碗若惊涛骇浪 一般在高空中肆虐开来 但是 令人群吃惊的是 那些飞行器表面 竟然还存在着一道肉眼 看不见的防护罩 将众人的攻击 全部弹开 但是这样一来人群的情绪 更加的激烈 攻击更加的猛烈 眼看飞行器群 渐渐落了下风的时候 从飞行器中 忽然飞出了 数百个白衣战士 手持战舰直砍众人 刹那间杀气四溢 进风四横 不少修者 被忽然杀出的白衣人 用白光稍微粉末 魂飞魄散 远处的山峰之上 一名长发男子 摇摇看着这些 来意不明的飞行器 韩拳一般的双眼 闪过一丝震惊 喃喃道 竟然是他们 灵战队 神秘男子 只是远远地看着这些灵战士 却并没有采取任何手段 一副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高傲模样 但是 人类是可怕的 尤其是心中充满欲望的人 灵战士的冷血手段 非但没有 使众人胆怯后退 反而更是激起了众人的凶性 众人现在已经在内心深处 确定了这些不明飞行物 是来抢夺圣物的 于是这些不明飞行物 当然成了众人的公敌 在成千上万修者的围攻下 灵战队也是被迫撤退 不明飞行物此刻 忙着抵御众人的攻击 根本无法抽出时间攻击巨弹 而就在此刻 那名神秘男子 却忽然出手了 男子化为一道 长虹直冲巨弹 怒吓出声 环宇大破灭 台山倒海般的气势狂卷八方 滔天的战役 令无数沉睡中的 六戒至强胆颤 此子是谁 巨弹所在的空间 被一股无形的巨力笼罩 所有试图接近巨弹的修者 皆被这股巨力撕得粉碎 巨弹周围的空间 被巨力硬生生地撕开 居然出现了 类似黑洞的恐怖存在 直欲将巨弹吸进 这个充满未知的空间断层 啊 又有人想要夺取圣物 大家杀了他 神秘男子一出手 立刻成为众人的打击目标 看着杀气腾腾的众人 男子冷哼一声 怒吓出声 尔等着死 话音卫洛一掌 已然拍出 刹那间山摇地崩 巨长所带起的能量波动 覆盖了整个空间 冲上来的修者 进阶被至强至大的掌力 拍得粉碎 男子一掌 惊动四方 这个人群都愣了 这是什么威力 仅仅一掌 拍死了数百人 其中不乏有龙武境界的 东方舞者 和原因期的修道者 但是在这男子的 一掌之下 竟无一人活着走出 在人群的最后面 一个身披斗笠 面带面具的神秘人 难难道 环宇大破灭 难道是他 只不过 他应该在太古一站 就陨落了呀 哇呜 眼看着巨蛋 将要被吸入空间断层之时 一声婴儿的哭泣 却忽然从巨蛋中传出 传遍的六合八荒 传遍的三界六道 不少修者 因为受不了 这巨大而又坚力无比的音波 而巨石口喷鲜血 跌落在地 更有甚者 直接被这音波阵 为粉末 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 隐隐间 众人听到 在婴儿的哭泣声中 还夹杂的一阵 颇为委屈的求救声 娘亲 救我 娘亲 救我 重飞行器此刻 没有停留 立即对巨蛋展开了 更加犀利的攻击 空气都被那些 充满杀意的神秘光束 制烤得其热无比 此刻包裹巨蛋的 金色光柱已经消失 众多光束 全部准确无误地 击中了巨蛋 魂绑巨蛋的锁链 被轰击了下来 而巨蛋 在这些光柱中 宛若狂涛中的一夜偏周 随时有粉身碎骨的可能 娘亲 救我 娘亲 快救我 稚嫩的声音 更加尖利 更加凄惨 听得众人 有一种于心不忍的感觉 但是那些不明飞行物的攻击 却是更加的猛烈 轰轰之声不绝于耳 巨蛋在堪比熔年的光芒中 剧烈颤抖着 神秘男子此刻 却一直没有出手 只是一脸凝重地感应着四周的一举一动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忽然之间 天地之间一阵令人色变的能量波动 盖顶而来 同时一声怒吓忽然响起 谁敢害我 仅此一声之下 又是数百名 羞着喷血而退 当然 也有少数暴体而亡 远处的小雨 听到这声 更是吓得尖叫一声 不顾一切地 向灵狐威血衣内钻 要知道 灵狐威血 可是灵狐家主的掌上明珠 从小到大没有什么 敢对她如此放肆 但是今天小雨的举动 却使她尴尬一场 翘脸不由浮出两朵红霞 一个巨大的黑影 从云端现出 尖利的大掌银空 拍向重飞行器 大地为之崩碎 黑色巨影的双眼 射出两道绿惨惨的光芒 浩大的掌力 禁锅了每一艘飞行器 令其不能一动分喉 你果然来了 鬼魔 食人天甲 神秘男子怒喝一声 一个巨大的食人破土而出 吓得重修者纷纷色变 神秘男子身体变淡 引入食人体内 食人两只眼睛 爆出两团寒芒 又全气芒吞吐 怒喝一声之轰巨影 盖下来的掌影 气势惊天动地 场面震撼人心 食人天甲 竟然是食人天甲 人群沸腾了 不少人看着挥拳之上的天甲 露出了无限憧憬的眼神 毕竟是在太古时期 便已失传的通天战绩 当今世人 有这项本领的修者少之又少 现在眼前就有一位 怎能不使人震撼呢 一位老者 看着巨大的食人天甲 不由地摇头叹息道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更比一浪高啊 没想到我一声研究天甲 都没有什么发现 竟然在一个后生身上看到 哎 说着转身离去 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他口中所谓的后生 其实年龄不知比他大多少倍 砰 一声响彻天际的巨响 伴随着金乌寺的耀眼光芒四面传开 一股足以毁灭天地的冲击波 狂卷六合八荒 不少修者纷纷念灭 在这狂暴的冲击波中 只有少数头脑精明的修者 在鬼母现身的那一刹那 就逃逸得远远的 才幸免遇难 食人天甲一掌与鬼母的一掌 结结实实地对积在了一起 虽然鬼母在体积上占优 但是依然被食人天甲打得飞退 云端止不住一阵翻滚 鬼母发出一声淒厉的尖叫 虚空进阶崩碎 龙傲天 果然是你 没想到太古一战 你竟然还没有死 鬼母尖叫一声 紧接着一股巨力卷起巨弹 快速消失在了虚空 天甲没有过多的废话 怒喝出声 破灭斩 天甲手中顷刻出现一把 长达百丈的寒刃 银空斩落 带起一阵乌乌风声 仿佛是连通了地狱的呼唤一般 直冲鬼母而去 鬼母看见杀气腾腾的寒刃 顿时立叫一声 身体迅速化为一阵 黑烟消散于无形 一阵不甘的声音 在夜空中久久回荡 圣应灵逝 众生无意逃脱 真神的审判与惩罚 会使你们尽数消亡 天甲看着徐徐散去的黑烟 眼中寒芒闪现不定 又扭头看向了巨弹消失的方向 顿了片刻 忽然掠起身形 快速消失在了天际 之前的斗力神秘人 看着天甲消失的方向 嘴角浮出了一丝 令人捉摸不透的笑意 自语道 万古是神 原来是这个意思 哼哼 说着 身形一阵扭曲 凭空消失的无影无踪 竟然没有引起一丝一毫的波动 而那些神秘的飞行器周围 也荡起一层层的涟漪 凭空消失了 原本熙熙攘攘的武夷山 现在除了一片狼藉 也呆若木鸡的重修者 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但是在人们不注意的地方 还静静躺了一条铁锁 正是之前捆绑巨弹的铁链 黄河底部 叶飘凌根本不知道 在人间界 发生了如此大的事情 此刻还正与雨天 交流着一些上古之事 啊 前辈 你是说太古一战 是造成众神消失的罪魁祸首 叶飘凌愣愣地看着雨天 雨天摇了摇头 悠悠说道 太古之战的惨烈 不是你们可以想象的 但是众神依然熬过了 那段黑暗的时代 活了下来 不然又怎么会有之后的 女娲造人传说呢 叶飘凌一愣 接着满面不解地挠了挠头 问道 那是为什么 既然众神都已经熬过了 那段最危险的时代 还有什么事情 会使他们陷入沉睡呢 雨天没有回答叶飘凌的问题 而是沉默了片刻 忽然问道 小僵尸 你说众神之前 为何要封印江城 朱砂行天 灭绝吃油 封印后卿这些绝世强者吗 叶飘凌茫然地摇了摇头 说道 传说中是说 他们是绝世凶魔呀 哈哈 雨天笑了 片刻之后又道 那你和后卿相处了一段时间 你觉得他是凶魔吗 啊 叶飘凌愣住了 私存了片刻说道 虽然后卿老祖有时候说话很凶狠 但是给我的感觉 并不是什么大凶大恶之人 这就对了 雨天点了点头 继而走到大门前仰视天空 语气中充满了一种 对于岁月的无奈 有时候 传说可以扭曲一切 也可以念灭一切真实 所以你要用自己的眼光 去发现一切 叶飘凌不解地看向了叶芬 叶芬也同样是无奈的耸耸肩 表示对雨天的话十分不解 也是一副如坠云雾的样子 那个 前辈 你是不是想要告诉我什么 叶飘凌试探性地问出声 雨天转过身来 一脸肃穆道 小僵尸 你是九魂之一 所以你肩膀上的担子 比任何人都重 如今洪荒强者纷纷出世 预示着诸天之内大劫将至 恶应当道 九魂必定会首当其冲 望你以后好自为之 我现在将你送回失魂界 以后的路要靠你自己走了 说着 双手忽然结印 虚空之中一阵波动 一个空间隧道顷刻形成 叶飘凌还没有反应过来 便被一股巨大的引力吸入了隧道 隐隐间又听到了雨天的声音 天已九魂 魂魂相连 小僵尸 牢牢记住这句话 想要恢复巅峰 九魂缺一不可 叶飘凌一声惊叫 下一刻便坠入了一片黑暗 血迟 血灵此刻气喘吁吁地盯着 眼前的后倾分身 冷冷笑道 后倾 你再厉害 这也只不过是你的一缕分身而已 再加之 这里有五行风魔印 你根本不会是我的对手 打下去你也只是说 后倾勉强地站起身来 周身的湿气已经暗淡了不少 可见也受了不少的创伤 洞窟内更是一片狼藉 除却血池四周的地面完好无损 其他巨石勾壳四横 空气中依然充斥着强烈的能量波动 不难想象 刚才后倾分身和血灵之间的战斗 有多么的激烈 十三万什么的力量 果然不同非常 后倾沉声道 血灵仰天大笑 似乎已经看到了 后倾分身消散当场的下场 傲声道 后倾 九魂之一的血魂也被我吞噬了 更何况是你 什么 血印被你吞噬 后倾愕然一愣 表情颇为怀疑 血灵冷冷一笑 说道 什么预言 九魂也不是很强大吗 哈哈哈哈 我是十三万什么的精华所化 天地难灭 阴阳难悔 哈哈哈哈 后倾分身忽然哈哈大笑出声 说道 十三万什么 我且问你 这十三万神魔是谁屠戮的 嗯 血灵微微一愣 接而冷笑出声 我当然知道 是那个号称 神魔送葬者的 灭神九脉杀的 不过那个九脉 在太古一战 就已经销声匿迹了 一个死人而已 给我说它有什么用 死人 后倾笑了 说道 九脉现在没有死 它就在你体内 血灵一愣 正于说话 忽然面容一变 一股暗黑色的湿气 从整个血池中 升腾而出 血灵惊恐地看着这些 忽然出现的湿气 慌乱地叫道 这 这怎么回事 后倾黑黑笑道 血灵 你的战斗 才刚刚开始 说着从容地绕过血池 直奔后倾本尊的封印地而去 血灵 你以为你可以吞噬我吗 你以为九魂 就那么不堪一击吗 叶飘灵的声音 冲血池深处传出 血灵惊恐道 是你 你还没有死 碰 血花似箭 一道黑影 从血池中直冲而出 在空中急转身形 百丈师气刃喷涌而出 破天指 血盾 血灵没有多想 立刻双臂向上撑起 漫天的血气 迅速凝为一面血盾 硬生生地抗住了 湿气刃的劈砍 哄 哄 哄 叶飘灵持着 粗壮犀利的湿气刃 接连不断地劈砍着血盾 战里惊人 血灵苦苦 抵御着湿气 任暴雨般的进攻 颇为郁闷地看着半空中 杀气腾腾的叶飘灵 不知为什么苏醒后的叶飘灵 居然实力暴涨 刚出手便打得自己落尽下风 叶飘灵见破天指攻击无效 右手维持着破天指 左手一记 图神手 呼啸而出 狠狠地印在了血盾上 血池内 顿时血浪滔天 就连血灵也被血浪淹没 又是两记强势的图神手 血盾彻底被拍得粉碎 而后破天指 毫无阻拦地展落在血灵身上 将血灵一展为二 化为血水 溅落在泱泱血池中 叶飘灵在空中连续数个空翻 稳稳地落在地上 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心中暗暗惊弃于 自己突然暴增的实力 貌似自己在是神宗师气暴涨后 自己的修为便更上了一层 哼 不错 很厉害 不愧是师族的后起之秀 血印的拥有者 血灵的声音悠悠传来 血池内 众多神魔写向一起汇聚 重新凝聚为血灵 力量虽强 但是你依然无法摧毁我 因为我是血灵 我是十三万神魔的根本 血法咒 乌随着血灵 结出一个玄妙无方的古老手印后 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鬼笑声 忽然响起 在血灵身后 凭空出现了密密麻麻的血色身影 无头的骨神 断臂的恶魔 全部冷冷地看着叶飘灵 似乎下一刻便要将叶飘灵丝的粉碎 使其成为己方的一员 血印 这就是十三万神魔不屈的冤魂 我倒要看看 你是如何对付这些充满仇恨的神魔之魂 叶飘灵大吃一惊 不由自主地连退数步 但是他已经退无可退了 因为在他身后便是古咒印 威力强大绝伦的五行古服 十三万神魔巨噬一声愤怒的咆哮 使这个原本看似巨大的洞窟 显得异常渺小 十三万神魔一声咆哮 宛若一只只恶狼似地扑向了叶飘灵 叶飘灵指来得及惊叫一声 便被浩浩荡荡的神魔大军淹没了 嗯 景浩在一阵虚弱的声音声中缓缓睁开眼帘 吃力地坐起身来 却发现自己躺在一座高台之上 周围鸟语花香 这座高台貌似是一座祭台 只不过明显已经荒废已久 周围杂草重生 呀 一声尖叫引起了景浩的注意 景浩扭头看去 却是一个长相异常甜美的红发少女 正一脸惊恐地看着自己 仿佛自己是一个盖世凶魔四弟 看着景浩看向了自己 少女不由又是一声尖叫 转身向林间跑去 景浩尴尬地摸了摸鼻翼 泼不脸红道 景浩 现在知道长得太帅 不是什么好处了吧 长得这么帅 看把人家的女生都吓跑了 哎 正当景浩在自我安慰之时 从林间忽然跑出来一大群人 皆是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 其间还有不少的狐狸 也都是瞪着双眼盯着自己 一位白发老者最先发音过来 只不过那接下来的举动 却吓了景浩一跳 只见那老者立刻跪了下来 其他人不敢怠慢 也紧随老者朝着景浩跪拜 老者高呼道 狐妖一族第134组长 恭迎少皇 啊 景浩如同被人打了一闷棍 愣愣地站在了高台上 不明所以地看着地上 冲自己跪拜的众人 忽然扑通一声跪在台上 惊叫道 各位大爷大婶 你们认错人了 我只是一只小小玄虎而已 大家别吓我了 一见景浩下跪 众人吓得面色惨白 连忙跪得更低 脸几乎都要贴在地面上了 景浩一见如此 顿时欲哭无泪 叫道 各位爷爷奶奶 求你们别跪了 再跪我就挖坑 向你们跪了 噗哧 寂静的人群中 忽然传出一阵笑声 明显是忍不住笑出声来的 嗯 景浩一愣 微微抬眼闻声望去 正是刚才那个 长相甜美的少女 发觉众人都在怒视自己 少女吓得脸色一变 连忙停止了偷笑 景浩跪在高台上 偷偷看着台下的众人 心中暗自私存道 这怎么回事 难道他们 把我当作天神了 可是 为什么之前称呼我为少皇呢 想着右抬眼看向了众人 不少正在偷偷 打量景浩的人 见景浩忽然抬起头来下的 连忙低下头去 啊 你 你上了 景浩指了指 刚才发笑的少女 明显底气不足地叫道 啊 少女微微一愣 其余众人 也是不安地看向了少女 以为自己的少皇要惩罚少女 刚才的不进之举 但是少女 还是一副 懵懵懂懂的天真样子 不解地指着自己鼻尖 再一次问道 你是在叫我吗 哎哟 狐妖族长此刻 已经吓得冷汗连连 低声喝道 默默 你还敢对少皇不敬 还不敢快上去 可是 可是他是死人爱 名叫默默的少女 一副胆怯的样子 低声道 他已经死了好几天了 现在说不定是失变 我怕 狐妖族长现在有一股吐血的冲动 恨不得上去一脚 将默默踹上去 但是少皇在上 自己也不敢造次 只能低声喝道 快上去 在 所族归处置 我 上去就上去嘛 我 我豁出去了 默默愤愤的低语一声 仿佛是在为自己打气一般 自语一声 我父亲 是狐妖族第一勇士 我是勇士的后代 我不怕 可是 实际上他眼泪都快被吓出来了 看着少女顾 做勇敢的走上前来 警号暗自松了口气 现在终于可以问问出了什么事情了 再这么跪下去 恐怕自己就要跪睡着了 干 干嘛 默默或许是太害怕了 竟然忘了下跪 现在在台下众人的眼中 自己的少皇竟然跪在默默面前 这不禁所有人都冲这个狐足 其才默默捏了把汗 警号一把将默默拉了下来 默默没有防备 惊呼一声 坐在了警号面前 揉着自己 被摔痛的翘臀愤然道 你干嘛 我的天 狐妖族长看着怒斥少皇的默默 已经快晕厥了 你 你过来 警号冲默默招了招手 默默狐疑地看了看警号 考虑了片刻扭头 看向台下众人 发现自己的组长一个劲的 冲自己实眼色 于是跪在地上凑到警号面前 一双清澈的双眸眨了眨问道 怎么了 警号看了看台下众人 紧张地问道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默默又扭头 看了看众人 一脸天真道 再给你下跪啊 我晕 警号险些用头撞地 接着问道 我知道他们给我下跪 可是为什么要给我下跪 嗯 默默依附成丝状 沉淫了半天才摇了摇头 十分干脆道 不知道 警号无言地看着默默 半天才认命地低下头 片刻又抬头问道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嗯 默默有一副沉思状 片刻说道 让他们起来啊 警号刚准备说话 默默又说了一句 几欲让警号发疯的话 只不过他们现在 应该不会起来的 我 警号强压心中暴走的冲动 然后欲哭无泪道 我说大姐 咱说话别大喘气行吗 一口气说完会死人吗 嘿嘿 默默颇为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说道 你跪着他们 也不可能起来 警号看了看自己 又看了看默默 片刻说了一句令 默默颇为不解的话来 也对 咱们先 得姿势很像拜堂 默默一双灵动的大眼眨了眨 问出了一个令警号 险些吐血的话来 什么是拜堂 啊 这个问题很深啊 一会儿再解释 现在 警号看了看默默 难得的老脸一红 说道 你现在能不能扶我起来 我 两只腿软了 默默一阵无语 外界的局势风起云涌 危机四伏 而警号现在的生活 只能用咸云野鹤来形容 白天现在无视在山中四处转悠 有时候兴致不错 还可以去河边钓钓鱼 养养性 只不过在内心深处 他却对这个狐妖一族充满了警惕 刚刚进入狐妖一族的足地后 众人便口口声声称呼自己为 少皇圣子 自己稍微发发脾气 就会吓得他们立刻匍匐在地 连呼少皇恕罪圣子宽恕之类的话语 最后 警号还是从默默口中得到了一点线索 据默默的说法 自己已经躺在圣坛有六天了 六天以来 圣坛都是祥云缭绕 天地元气奔腾不已 更为诡异的是 在警号现身的前一天晚上 狐妖一族组长风和 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见狐妖一族的图腾大神 给自己托梦 说狐族圣子将临 让狐妖一族好生招待 待圣子就伤痊愈后 便待圣子前往狐妖圣地面见图腾 刚开始 警号对这个图腾大神还挺感兴趣 但是当默默将自己 带到图腾大神神像脚底的那一刹那 警号却愣住了 着实被这个所谓的图腾大神吓了一跳 并不是这个图腾大神有多么的神圣 更不是有多么的凶恶 而是因为 这个图腾大神和妖化后的自己 竟然一模一样 奇异的五彩光带 充满魅惑的双眼 还有额前的那一处八卦印记 都与献出原形后的自己如出一辙 狐妖一族的图腾 为什么会和自己一模一样 玄狐一族与万年后的狐妖一族 到底有什么关系 看样子 他们的图腾 也是玄狐一族中的五行玄狐 原以为玄狐一族 仅仅出现了自己一只五行玄狐 没想到在飘渺的远古时期 玄狐一族中便已经出现了五行玄狐 深夜 万籁俱寂 只有那些不知疲倦的小虫 还躲在草丛中 伴随着皎洁的月光一唱一和的 使这个夜晚显得愈加的宁静 景浩心情烦闷的 走在狐妖一族所居住的深山小村中 心中还在思考着 这几天发生了一切 转眼之间 自己来到这个山村 已经三天了 过了几天舒适的生活 反倒有些不自在了 景浩本来就是一个 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 现在让他待在这个安详宁静 与世无争的小山村里 这和软禁他 简直没什么两样 不知不觉 景浩已经来到了村口 抬头看了看远处 在月光下起伏延绵的群山 景浩悠悠地叹了口气 他知道自己是走不出那些群山的 因为为了与城市隔绝 历代的妖狐组长 不知在群山中 布下了多少大阵 其中不乏死阵杀阵 自己要是贸然闯入其中 很可能就要隐恨当场了 站在村口静静凝视了片刻 景浩又任命地 扭头向村庄走去 但就在景浩无意中的一瞥 却发现 村口一棵茂密的大树中 隐隐间有一抹粉红在抖动 定睛一看 才发现 令狐妖一族接距头疼的人物默默 正坐在郁郁葱葱的树冠上 粉红色的衣摆 在细细的夜风中 微微抖动着 景浩不自觉地浮出一丝微笑 整个狐妖族 恐怕也只有这个女孩 敢冲自己瞪眼 敢一脚 将自己踹飞吧 默默此刻貌似没有注意到下方的景浩 而是用双手捂住眼睛 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珠 透过指缝 看着夜空中的圆月 不知在搞些什么 景浩看着古灵精怪的默默 呵呵一笑 纵身月上树叉 坐在默默身旁 仰面看向圆月 不解地问道 月亮有什么好看的 切 我才没有看月亮呢 默默颇为不懈地说道 哦 景浩一愣 问道 那你在看什么 看星星 哼 俗 默默又是一句颇为不懈的声音 景浩尴尬地挠了挠一头的银发 和默默相处了这几天 景浩都忍不住 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庸俗无比 我在看嫦娥仙子呢 默默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标 只不过这句话 却是景浩有点无言 嗯 景浩抬头看向圆月 说道 这个 你好像看不见吧 默默扭头看了看景浩 似乎有点不满 什么也没说 又气呼呼地看向了圆月 嘴上还不服输道 总有一天我会看到的 你们这些人 嫦娥仙子才不会让你们看到呢 景浩看着天真的默默 眼珠一转 顽劣的本心再次占了上风 嘿嘿笑道 默默呀 其实我知道 怎么会看见嫦娥仙子 默默狐疑地看了看景浩 继而撇了撇嘴 说道 骗人 景浩做出一副正直的样子 说道 我骗你干嘛 真的 默默想了一会儿 可是以他那不安事事的头脑 怎么能逗得过 在红尘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景浩呢 片刻后问道 那你说 怎样才能看见嫦娥仙子 这个 景浩故作为难状 迟迟不肯说出口 默默一双眉目 一眨不眨地盯着盯着景浩 等着他的下篇 见景浩迟迟不说 忍不住问道 到底怎么吗 快说了 景浩黑黑一笑 说道 传说只有拜过堂的一男一女 才能看到嫦娥仙子 哦 在深山中长大的默默 根本不知道 陈世间的拜堂成亲 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又问道 什么是拜堂啊 为什么只有拜过堂的男女 才能看到嫦娥仙子呢 景浩见天真的默默已经上钩 于是笑道 先别问这么多 再问嫦娥仙子就要睡觉了 到时候可就看不到了 我们抓紧时间拜堂 说着 拉起默默挑下树 向村子里的狐妖图腾 所在的地方赶去 狮魂界 十三万神魔之魂 将叶飘零死死地压制在了角落 叶飘零将全身的尸气逼出体表 形成一层貌似铠甲的护盾 双手的道刺也探了出来 只不过这次却透出了淡淡的血光 似乎比以前更加具有杀意 但是 无论叶飘零怎么批砍 就是无法毁灭这些神魔之魂 反而自己 在周边这些五星古夫的压制下 力量正在慢慢地减弱 按照这种局势发展下去 那么自己是必死无疑 就在叶飘零无计可施之时 一股波动 却穿过无尽虚空 传到了自己心间 向自己传递着 一股极其危险的讯号 叶飘零心中一动 猛然惊叫出声 萧剑 淋雨 在失魂界某一处古老的部落中 有一大群身穿兽皮草衣的原始人 正对着一座高大洁白的祭坛朝拜 祭坛上有一个金光灿灿的半球状护盾 里面静静躺着一个粉雕玉竹 长相可爱的小女孩 真是小灵雨 只不过此刻的小灵雨 看上去十分虚弱 在护盾上方 以萧剑为剑林的战剑 静静地悬浮着 在战剑四周 有四个身穿兽皮长袍 脸上涂抹着各种颜料的部落巫师 各自嘴里念念有词 天地元气翻滚不已 气氛异常紧张 战剑间身上的裂纹 似乎更加可怕了 乍一看 有点随时会破碎的感觉 现在还要以一敌似 处境为世堪忧 叶飘灵现在真真切切地 感受到了 肖剑传来的危险气息 不由之间心中大乱 要是灵雨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别说是昆仑不放过自己 就是自己也不会原谅自己的 叶飘灵心中一乱 均匀散于体表的力量 顿时一阵松动 一把神兵之魂 请客穿透了自己的尸身 轻而易举刺穿了僵尸的尸身 可见这些神兵之魂 有多么的强悍 而那些神魔之魂的实力 由此可见一般 啊 叶飘灵一阵身影 只不过眨眼间的功夫 已经有数十把神魔兵魂 刺入了叶飘灵的体内 叶飘灵甚至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本源湿气 在快速流逝 自己的湿身也慢慢地干瘪了下来 自己到最后 还是输了吗 叶飘灵的意识越来越模糊 只感到自己那些残存的神石 也随着自己的湿气 被抽离了自己体内 身体更加地干瘪了 不远处的血灵 看着已经与干尸无异的叶飘灵 嘴角露出了一丝残忍的冷笑 自语道 血魂啊 你再厉害 也只不过是九魂之一 如何能与这十三万神魔之魂对抗 叶飘灵最后不甘地看了一眼血灵 神石最终消散了 锦浩拉着不明所以的默默 来到狐妖一族的 图腾大神雄伟的圣像面前 嘿嘿笑道 默默 我们就在这里拜堂吧 默默抬头看向神像 不解道 为什么要在神像面前拜堂呢 锦浩一脸正色道 因为拜堂可是大事 当然要让大人物见证啊 今晚我们让图腾大神见证 以后我们谁反悔 今晚的事情 就会遭到图腾大神的惩罚 哦 默默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又忽然问道 拜堂到底是什么啊 为什么我有一种上当的感觉 啊 锦浩一愣 连忙说道 怎么会上当呢 我不会骗你的 赶快拜堂吧 你不是 还要看嫦娥仙子的吗 嗯 默默傻傻地看了看圆圆 就这样 可怜的默默 就这样一步步 走进了锦浩窝的陷阱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锦浩教着默默 学着尘世之人拜堂的方法 煞有介事地拜完堂 然后锦浩哈哈笑道 默默 今晚我们拜了堂 你就是我的了 嗯 天真无邪的默默 还没有明白锦浩话中的意思 郑玉点头忽然问道 什么 为什么拜完堂 我就是你的 啊 锦浩微微一愣 没想到自己一时兴奋 竟然说漏嘴了 正想着怎么圆晃的时候 锦浩脑中灵光一闪 指着圆圆叫道 啊 看 嫦娥仙子 在哪在哪 默默连忙抬头看向圆圆 幻术 万象随心 锦浩暗喝一声 施展了玄弧一族最为擅长的幻术 果然 在默默的眼中 一个枯水为谷玉为击的美貌女子 在圆圆中翩翩起舞 舞动倾城 哇 嗯 默默满面憧憬的男生自语道 真的是嫦娥仙子哦 锦浩一脸微笑地 看着傻得可爱的默默 心中暗道 或许 老天让我莫名其妙地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送给我这份礼物 老天 谢谢你 默默是第一个令我心动的人 也是唯一的一个 山村的夜色 萤火虫漫空飞舞 星星点点煞事美妙 月月似乎也更加地明亮了 一切显得那么和谐 那么美好 尸魂界中 正当血灵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时 却忽然面色一惊 因为她明显感到 随着夜飘灵体内 本源湿气的流失殆尽 血灵感到了 在夜飘灵尸身身处 竟然触摸到了一股 异常强大的力量 一个人不该拥有的强大力量 天魂 血灵第一时间惊呼出声 急忙想收回自己那 十三万神魔之魂 但是直到这一刻 血灵才发现了一个 令自己惊恐的事实 自己与这十三万神魔之魂 竟然失去了联系 血灵 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应该还无法突破 血灵身的封印 作为礼物 你的十三万神魔之魂的力量 我就收下了 在夜飘灵化为的干湿背后 一个巨大的血色虚影 渐渐凝成 随着血魂影逐渐地清晰 那十三万神魔之魂 却变得越来越淡 你 血灵惊恐地看着 阴冷发酵的血魂 喃喃道 你竟然只是被封印 你和血灵身并没有连体 血魂现在心情大好 说道 要是我们连体的话 你会是血灵身的对手吗 说着血魂一手抓向了血灵 血灵只来得极力叫一声 继而被血魂的 大爪盖得严严实实 整个血池翻滚着 鲜红的血液 也渐渐变作暗红 旗内的神魔精华 被吸了个一干二净 血魂贪婪地吞噬着血灵 只不过没有注意到 在它脚下已成为干湿的叶飘零 正在迅速地恢复着尸身 十八道古老的皱印 开始渐渐显现出来 不多时 整个山窟中 忽然爆发出血魂不甘的怒吼 啊 血印 九脉 你们真阴险 我不甘 我恨 九天九幽 乾坤大印 且 九脉威严的声音爆喝而出 一道耀眼的鸿芒冲破山枯 将天空染成了红彤彤的一片 仿佛整个天空 是从血海出来的一般 呼 呼 叶飘零喘着 粗气无力地跪在了地上 疲惫道 前辈 谢谢你 呵呵 九脉的声音 从叶飘零体内传出 说道 血魂既然在你体内 你就要想尽办法利用血魂 我是血印的守护者 自然会帮助你禁锢血魂 前辈 现在你该告诉我 血魂为什么会在我体内了吧 还有什么是酒魂 除了我 吴段风 白起将军 还有谁是酒魂 哼 要是你再不动身 那个小女孩就危险了呀 九脉呵呵笑道 总是不紧不慢的语气 只不过这一句话 却使叶飘零吓了一跳 没再多言 立刻将体内力量提升 身体化为 一道血红冲破洞窟 直插天际 原始部落内 四名巫师 已经开始对战舰发起了攻击 各种黑色利芒 宛若把把尖刀刺破苍穹 在战舰四周乱轰一阵 使得战舰四周的虚空 竟然充满了腐蚀性 一股浓重的死亡气息 迎空散开 祭坛下方的众多土著居民 吓得全身颤抖不已 匍匐在地 连头也不敢抬一下 口中默念有词 应该是 某种护身的咒语 在他们身后的广袤沙漠中 矗立着数十座巨大的金字塔 与土黄色的沙漠连坐一片 充满了令人焦躁不安的灼热感 团团黑芒 不断在战舰四周炸开 战舰苦苦维持着 保护着小铃羽的护盾 根本无法还击 眼看着战舰上的裂痕越来越大 护盾也越来越虚弱 萧剑一缕虚弱的意识流 从舰内传出 对不起了飘零 我看样子 只能帮到你这一步了 就在宵剑万念俱灭的时候 一道赤红破空而来 紧随着一声熟悉的怒吓传来 可恶 破天直 百丈血刃劈空斩落 四名巫师还没反应过来 便被血刃一斩为二 血水伴随着尸块从高空散落 吓得重土柱惊叫一声 没命地向后面狂跑而去 以为是什么凶魔降临 一个血发青年奥利当空 一双寒幕射出两道数丈长的血盲 继而渐渐隐去 一股僻逆天下的神魔气息 当空笼罩而下 使人不敢支持其威严 此子不是叶飘零 又是何人 由于吸收了 十三万神魔之魂的强大血气 叶飘零如今气质大变 实力暴涨 已经临近非将高阶修为 此境界的僵尸 在六界间 可以说是真正的所向披靡 要知道 师祖女拔也只不过是 汉拔高阶的修为 叶飘零身形一晃 下一刻已经落到了淋雨身旁 手中紧握战剑 感受到了萧剑的虚弱 叶飘零没有二话 立刻输入一道精纯的血气 问道 萧剑 没事吧 萧剑沉默了片刻 仿佛是在恢复 之后说道 你再来迟 一会儿就有事了 飘零 保护好这个淋雨 这些人 想将淋雨献祭给他们的图腾大神 什么 叶飘零一双雪目中冷光闪现 说道 什么图腾 要是他敢碰淋雨一根豪猫 我将他打回原形做野兽 说完又 将战剑包裹好赋于背后 说道 你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我让你吃顿大餐 叶飘零抱起淋雨 正欲向淋雨体内输入力量 但是又想到自己是僵尸 虽然自己的湿气 现在已经被神墨血气 改造为血色湿气 但是依然是湿气 就这样贸然输入到淋雨体内 唯恐会害了淋雨 略微思索了一下 叶飘零身形一晃 原地消失了身影 叶飘零一直来到这些土著人聚居的地方 看到那些紧闭的门窗 叶飘零冷冷一笑 右脚猛然跺地 顿时大地摇晃 宛若发生大地震一般 吓得那些土著人惊叫着跑出屋子 成片地跪在叶飘零面前 请求宽恕 嘴里几里呱啦地说着 但是叶飘零却一句也听不懂 叶飘零头疼地挠了挠头 只好采取心灵感应的方式 和众人交流 众人只听到自己内心深处 忽然响起了一个冰冷的声音 更加将叶飘零视为远古凶魔 亦是天神 你们这里有没有会疗伤的 叶飘零冷冷地传出了自己的意念 一个土著居民又开始鸡里呱啦了 虽然语言不通 但是叶飘零却通过感应的方式 获知了那人的说的话 真神 有有 我们这里的巫师就可以疗伤 嗯 很好 他人在哪里 就在那里 土著居民十分痛快地出卖了自己的同伴 而那名巫师也很有眼色 连忙匍匐上前 对着叶飘零一个大大的朝拜 道 我的真神 我可以治疗病痛 叶飘零看了看此人 是一个身穿瘦皮长袍 枯瘦如柴的男子 只不过从那一双身陷的眼窝 却时不时有流光闪过 说明 此人的能力并不是像外貌那般不堪 那就快点动手 我要尽快看到这个小女孩活蹦乱跳的样子 知道我的意思吗 叶飘零说着 仿佛威慑一般 右手忽然冒出一团赤黑掺杂的尸火 吓得那名巫师惊叫一声 磕头如捣算道 一定绊道 一定绊道 叶飘零将小铃鱼放在一处大房子中 那名巫师开始默默念词 同时手舞足蹈地围着小铃鱼乱跳乱蹦 但是每次落脚却很有规律 颇有一种乱中有序的感觉 但是还别说 巫师这种奇异的治疗方法 还真的起了作用 因为小铃鱼苍白的脸色很快红润起来 接着巫师一手端着一碗清水 对着小铃鱼弹了几滴清水 小铃鱼那长长的睫毛便开始了颤动 巫师此刻忽然停止了所有的动作 全身打了一个冷战 继而虚脱一般地倒在地上 喘着粗气道 真神 治疗完成了 说着 被一群土著福到一边去休息了 叶飘零急忙来到床边 轻声呼唤道 铃鱼 铃鱼 嗯 小铃鱼发出一声泥铃 缓缓地睁开了眼帘 一双灵动的清澈大眼 先是看着叶飘零发了一会儿呆 忽然哇的一声扑进了叶飘零的怀中 气声道 呜呜 飘零哥哥 真的是你吗 铃鱼好想你 呜呜 听到小铃鱼委屈的哭泣声 叶飘零也止不住一阵心酸 轻轻抱起铃鱼 柔声说道 乖 铃鱼不哭 是哥哥不好 没有保护好铃鱼 在这一刻 谁敢相信叶飘零是一个千年僵尸 都只会觉得 他是一个宠爱幼媚的柔情兄长 铃鱼哭泣了一阵 在叶飘零宠溺的声音中 渐渐停止了低气 继而又睁着一双 还残存着泪水的眼睛 打量四周 当看到那些原始人打扮的土著居民后 不由得吓得一缩薄 趴在叶飘零耳边低语道 哥哥 那些好黑的人是什么怪物 好可怕 叶飘零微微一笑 揉了揉小铃鱼的脑袋 说道 别怕 他们是哥哥的朋友 哦 原来是哥哥的朋友啊 小铃鱼顿时又笑出声来 冲着那些土著居民招手道 各位大哥哥大姐姐好 我叫铃 咦 哥哥 他们怎么跪下了 小铃鱼话还没说完 那些土著居民 拒世吓得急忙跪倒在地 冲着铃鱼朝拜起来 搞得铃鱼一双大眼 充满了迷茫 嗯 就在叶飘零心思急转 想要回答铃鱼的问题时 突然一阵地动山摇 同时一声 寿吼响彻天际 令天地为之失色 众多土著居民 吓得再次跑出屋子 又跪倒在地 冲着高空朝拜 小铃鱼天真的问道 哥哥 你的这些朋友 叶飘零甘笑两声 最后尴尬地转移了话题 抱着小铃鱼走出了房间 到了屋外 小铃鱼抬头望去 顿时兴奋地喊道 哇 哥哥快看 好大的鸟啊 不过下一刻 小铃鱼的 却又困惑地挠了脑脑袋 敌不道 不对啊 不像是鸟啊 那又是什么怪物啊 高空之上 一只被生双翼的巨大雄狮 大吼大叫 一盏近达十米 挥动间带起鼓鼓进风 当真气势盖人 叶飘零看着天空中的双翼雄狮 冷冷一笑 他从身边吐住居民的意识中 已经知道这个狮子的身份 不屑地说道 原来是这里的图腾啊 我还以为是谁呢 你这个外来狂徒 竟敢挑衅我的权威 我会以真神的名义来惩罚你 双翼雄狮口吐人语 而且还是人间界的东方语 这不禁使叶飘零颇为惊讶 你还会说人间界的语言 叶飘零颇感兴趣地问道 双翼雄狮打量了一番叶飘零 皱眉道 你不是人族 嗯 叶飘零沉吟了片刻 说道 这个还真的有点难回答 哼 双翼雄狮冷哼一声 怒声道 我不管你是不是人族 侵犯了我的子民 你就得死 说着咆哮一声 当空扑来 一股进风从天而降 直拍叶飘零 叶飘零眼中血光闪动 身形一晃 出现在了二十余帐外 速度之快 简直令人咋舌 双翼雄狮一击落空 将地面轰出一个大坑 抬头看着叶飘零 站在一旁细血地看着自己 不由恼羞成怒 仰天咆哮一声 再次斩翅扑来 叶飘零脚尖轻点 再次逃逸而去 将小凌羽放在地面 微微笑道 凌羽 乖乖待在这里等着哥哥 哥哥先去教训那头狮子 说着身形一纵 再次化为一道 赤红直冲扑来的雄狮 一尸一兽 宛若两颗相向而行的炮弹 似的撞到了一起 耀眼的赤芒与金芒一起爆发而出 宛若一轮小太阳般 绚丽夺目 蹦 一声气静交集声响彻四方 叶飘零与图腾兽 拒势后退数百米 紧接着有快速地冲向对方 经过刚才的仪式 叶飘零大放其心 因为这只图腾兽 并不是多么的厉害 充其量也就和跳江高阶的僵尸差不多 对付他 简直没有任何悬念 心念此处 叶飘零没有废话 图神手呼啸而出 巨大的找影 很狠地摔向地面 哄 沙土似箭 严沉似起 一股肉眼可见的冲击波 向四面狂卷而去 吓得众土著居民连连后退 见这个红发青年 一举将图腾兽从高空摔落 这些土著居民 更加认定 叶飘零是天神 又跪倒在地朝拜起来 嘴里几里呱啦 不知说些什么 看得一旁的小铃羽 连连挠头 好 双翼雄狮 又是一声震天的咆哮 郑玉从大坑中站起身 没料到叶飘零忽然自高空落下 一脚狠狠踩在了自己身上 是自己根本无法起身 嘿嘿嘿 大狮子 别再叫了 再叫你 也不是我的对手 叶飘零冷冷地笑着 脚下再次用力 那头狮子 只觉自己身体仿佛被高山压着似的 竟有了一股粉身碎骨的感觉 不由惊叫道 天神饶命 天神饶命 叶飘零依然没有挪开脚 一脸的笑容 只不过在图腾兽眼中 她的笑容是那么的邪恶 叶飘零说道 认输了吗 那好 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你回答上来了 我就饶了你 天神请问 我一定知无不达 图腾兽慌忙说道 那副贪生怕死的样子 使叶飘零不禁心生怀疑 这真是的图腾吗 心里怀疑着 叶飘零问出声来 你们的真神是谁 叫什么名字 嗯 图腾兽支支吾吾半天不语 直到叶飘零加重了脚上的力道 那图腾才惊恐地叫道 我们的主神是伟大的拉 拉 叶飘零愕然一愣 没有听过天地间 还有这一号人物 想了半天 无果后叶飘零也干脆不想了 又问道 那失魂剑是怎样的一个事件 这个 我不知道 狮子之无地说出声来 叶飘零眼中血盲暴闪 还没等她在说话时 那只狮子却叫道 这位天神我真的不知道啊 当我出生时 这个世界便已经存在了 我想 我们的主神拉和大图腾一定知道 但是主神拉和我们的大图腾 在很早的时候就失踪了 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 狮子一口气说出了这些惊人的话语 大图腾 叶飘零微微一愣 心到这背后果然有更强者 于是问道 你们的主神和大图腾都消失了 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狮子老老实实地说道 传说是 这个世界刚刚形成不久 主神拉运用大神通创造了我们 于是就和大图腾一起消失了 只不过 有些古老的典籍上 有主神拉留下的话语 说是拉和大图腾 都在世界的某一角在沉睡 我知道 就只有这么多了 还望天神宽恕 沉睡 叶飘零喃喃自语道 这竟然和人间界古神族沉睡的传说 不谋而合 难道这个拉是太古时的古神 要是这样的话 再加之这只狮子刚才的话 就说明 狮魂界是在太古一战后形成的 那也就是说明 这个拉和大图腾 也参与了那场太古之战 好 我暂且相信你说的话 对了 你刚才说有点击证明 那些点击在哪里 叶飘零急忙问道 天神请跟我来 狮子站起身来跃出坑外 叶飘零紧随其后 抱起小林与月上狮子的背部 狮子展翅消失在了天际 看着红发天神 坐着图腾兽离去 那些原始人 又是一阵虔诚的朝拜 恭送天神的离去 狮子在这叶飘零 一直来到了荒漠深处 在那里 叶飘零发现了一处巨大的城市遗址 在城市遗址的正中央 有一座巨大的金字塔 虽然有些地方已经破损 但是仍然不影响 这座金字塔雄伟的气势 啊 这是 什么地方 叶飘零愣愣地问道 狮子缓缓地落在金字塔前 一脸虔诚道 这就是真神曾经所在的地方 哦 叶飘零点了点头 四处望了望 纳闷道 你们这么崇敬你们的真神 为什么连一尊圣像也没有呢 真主自有自在 无始无终 永恒 无形无相 狮子缓缓说着 之前的凶残之气一扫而光 叶飘零不以为然地呵呵笑道 你们的真主还真怪啊 连圣像也不让你们看 呵呵 谁知那狮子依然不紧不缓地说道 真主是最高的实在 唯一的真宰 最高的养育者 蒙氏和契约的监督者 万物的创造主 他自有自在 无始无终 永恒 无形无相 至仁至词 赏善罚恶 本然自立 无所不能 超绝时空 而又无所不在 绝对彻底独一 无偶 全知全能 同时又威严无比 善恶必报 清算神速 叶飘零听得一阵头大 连忙回首道 停停停 别给我说 这些没用的 我听不懂 我现在只想知道 那些古典集都说了什么 狮子深深地看了看叶飘零 似乎对叶飘零的不敬感都不满 可是在 绝对的实力面前 他也只能顺从 转身走到一面高大的石墙前 又是一阵虔诚的祷告 叶飘零无奈地看着祷告的狮子 并没有催他 毕竟这是人家的信仰 自己应该理解 无聊之间 叶飘零看向了石墙上的浮雕 上面刻的是一只巨大的甲虫 周身散发着神圣的光芒 给人一股俯视天下苍生的伟大质感 这个 是谁 叶飘零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问出声来 这就是我们伟大的大图腾 狮子颇为自豪地说着 叶飘零盯着那浮雕看了半赏 喃喃自语道 用甲虫做图腾 这还真是个古怪的民族 狮子这时从石墙下方 取出一卷残破的羊皮 说道 天神 真主的话就在上面 叶飘零接过羊皮 满怀希望揭开太古一战谜底的他 顿时大失所望 别说这只是一卷残破的羊皮 就是上面的象形文字 他也不认识 嗯 这个有没有汉文版的 叶飘零一脸尴尬地问着 从古典集上 看来是找不出什么线索了 就在叶飘零失望至极的时候 狮子却忽然说道 天神 或许这个世界 还有人知道太古一战的事情 啊 叶飘零一阵惊喜 连忙问道 是谁 狮子向前走了两步 看向遥远的天际 说道 传说在这个世界 封印了数位 从太古存活下来的至强 他们或许会知道 其中的一位就在东方 东方 叶飘零看向了东方天际 东方 太古至强 封印 叶飘零暗暗想着 忽然之间心头一跳 失魂借东方的 被封印的太古人物 难道是 后清失足 正当这时 东方原本明亮的天空 忽然一瞬间阴暗下来 宛若雷震雨来临的前夕 阴云翻滚 石器滔天 天雷四处乱轰 一幅末日来临的景象 狮子大惊失色 叫道 天神 看 那就是封印帝所在的地方 果然是后清失足 叶飘零暗暗说道 好 一声射人心魄的狮吼 传遍了诛天六道 紧接着 一个巨大的身影 破地而出 在漫天的雷电中 傲然一立 滚滚湿气澎湃四周 好一个盖世凶魔 破风了 那个 强 强者破风了 狮子吓得声音都结巴起来 两只眼睛瞪得圆溜溜的 看着东方云端之上的 那道恐怖身影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异象一件接一件 就在后清头颅刚刚破印 而出的那一刻 东方天空的虚空之上 忽然一阵扭曲 继而破碎 一个散发着无尽乌芒的巨弹 从空间断层逃逸而出 紧随其后一声怒吓传来 恶音 我倒看看 你今日能逃往何方 一个巨大是十人天甲 紧随巨弹破空而出 一掌狠狠地映向了巨弹 天空中巨雷轰鸣 耀眼的电光撕裂长空 一股令诸天皆为震撼的能量波动 四处肆虐着 失魂界的东方 此刻一片混乱 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难道真主的预言真的实现了 大吉真的降临了 狮子声音颤抖地说着 叶飘零扭头看向了狮子 一声道 预言 什么预言 狮子眼睛 依然死死盯着东方那风起云涌的天空 神情恍惚道 就是真主留下的四字真言 道师节灵 道 师 节 叶飘零喃喃地念出这四个字 东方天空中 龙天奥将巨弹从人间界追杀至神秘的失魂界 可见对巨弹的仇恨有多深 不知道巨弹增绩与龙奥天之间有过多大的冤仇 值得龙奥天如此不要命地追杀 叶飘零心中一动 暗叫不好 急忙抱起淋雨 叫道 淋雨抓紧 说着 化为一刀血色长红划破苍穹 一闪而逝 只留下一直在喃喃自语的狮子图腾 真主的玉 炎应验了 真主的玉炎应验了 难道朱天快要毁灭了吗 叶飘零以最快速度 冲到了早已成为一片废墟的无上神殿 破开外面的伪装 进入了之前和血灵大战的地方 将战剑解下 插在了血池中央 长叔一口气说道 还好 这个地方还在 小剑 这里是十三万神魔之血 虽然精华被我吸了七七八八了 只不过 里面残存的神魔之气 还有这些残破神魔之兵的杀伐之意 应该是你最好的补品吧 哈哈 没错 足够了足够了 肖剑兴奋的意识流传出 看得出这些神魔之血 对他的好处的巨大的 哄 一声巨大的轰鸣 在叶飘零头顶炸响 吓得小铃鱼 连忙抱紧叶飘零的脖子 胆怯地看着四周 低声道 哥哥 我害怕 叶飘零宠溺地揉了揉小铃鱼的脑袋 说道 铃鱼 没事 哥哥不是在这里吗 你还怕什么 铃鱼这才嘿嘿一笑 笑道 哥哥在我就不怕 叶飘零想要出去看看外面的异象 只不过担心怀中的小铃鱼 受到什么伤害 要是真到那个时候 自己可就后悔莫及了 左思右想之下 叶飘零最终忍住了心中的好奇没有出去 转身对战见到 肖剑 快点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正说着 山窟内又是一阵地动山摇 叶飘零再也停不住了 怒喝一声 破天指 迎空次去直冲而上 刚刚来到高空 便见一个巨蛋向自己砸来 急忙一掌挥出 一道血光喷涌卷去 将巨蛋又硬生生打了回去 这是什么怪物 叶飘零惊愕地叫着 龙天傲的天甲 看向了叶飘零 要知道 能一掌逼开这巨蛋的人 在这个失魂界 可不多见 但是龙傲天并没有多言 只是看了看叶飘零 又纵身追响了 向远方飞顿而去的神秘巨蛋 叶飘零满面不解地挠了挠头 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不过她的内心依然十分地震撼 喃喃自语道 竟然还有人拥有天甲 哥哥 那个鸡蛋真奇怪 那个巨人好威风啊 小鲤鱼两只眼睛放着星星 似乎对那个巨蛋很是感兴趣 呵呵 叶飘零微微一笑 既然表情严肃地 看向了龙天傲和巨蛋消失的方向 也并没有去追 而是扭身回到了血池旁 并不是她不想去追 而是她刚才觉得 那个巨蛋凶器肆意 那个神秘的食人天甲 更是诡异无比 自己倒是没什么 但是小鲤鱼怎么办 再加上肖剑还在这里呢 战剑此刻疯狂地吞噬着 十三万神魔的血液 和充斥在四周的沙伐之意 此刻已经通体放出赤裂的血光 一阵凌厉的沙翼铺天盖地 很明显 一把震惊事件的矿石沙兵正在形成 就这样 不知不觉三个时辰已经过去了 无上神殿 此刻已经归于平静 阴云进去 阳光普照 后清头颅也已经离开了失魂界 前往人间界解封本尊 这里除了空气中残存的能量波动 连一丝的痕迹也没有留下 真 一声响亮的剑鸣 战剑从已经干涸的血池中自行飞出 一股令人心胆皆寒的灵力沙伐之意 席卷四方 战剑此刻不再是银白剔透的了 而是一片血红 仔细看去在赤红中 还有丝丝黑气在涌动 那正是神魔之气 夜飘零握着沉甸甸的战剑 兴奋地哈哈笑道 真是一把矿石沙兵 不错 嘿嘿嘿 没想到这十三万什么只血到最后 却是成就了你我 萧剑的声音 此刻也变得有了一丝妖异的感觉 小铃羽颇为好奇地看着战剑 继而有点害怕道 这把剑好厉害 好像是一个凶魔似的 真的好可怕 哈哈 对于小铃羽的花叶飘零 只是一阵大笑 并没有解释什么 其实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只是对铃羽说道 铃羽别怕 这把剑是不会伤害你的 嗯 我知道 只不过就是觉得害怕而已 就是那种深深的剧意 我说不清了 反正就是害怕 小铃羽轻皱眉头 颇为认真的说着 呵呵 叶飘零笑了笑 紧握战剑 豪气万丈道 小剑 让我们现在去追那个诡异的巨蛋 也让我看看 那巨蛋里有什么秘密 正当叶飘零准备遇空而起时 谁知一个身影忽然出现在自己面前 仔细一看 竟然是后卿的影像 后卿影像看了看叶飘零 又看了看叶飘零怀中的小铃羽 神情微微一愣 继而释然地点了点头 对叶飘零说道 血印 有些事 你现在还无法插手 我如今已经解封 现在就送你离开失魂界吧 人间界很需要你 喂喂喂喂 后卿老祖 叶飘零话还未说完 便被一股巨大的引力 吸入了一个黑洞洞的空间 紧接着又被一股巨力抛出 全身的那种压迫感 疏然消失 凌羽睁开紧闭的眼睛 抬头看了看叶空 兴奋道 哥哥 你看 星星 叶飘零抬头看去 可不是吗 满天的繁星一眨一眨的 煞是美丽 叶飘零喃喃说道 这就 回到人间界了 没想到 自己只是在一瞬间 便穿越了失魂界 默默回想 自己在失魂界的经历 还真的九死一生 宛若难科一梦 但是自己暴涨的实力告诉自己 自己的确在失魂界待过 这样想着 叶飘零将通体血光似药 引人注目的战剑包裹起来 赋于背上 直接无视消遣那不满的抗一声 啊 流氓 一声突兀的尖叫 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同时也吓了 叶飘零一跳 闻声望去 叶飘零只感到一阵头晕 险些大喷鼻血 只见在皎洁的月光下 叶飘零面前的清澈小湖中 一个容貌足以清澈的美貌女子 满面飞红地缩在水中 一脸惊慌地看着自己 虽然看不到那女子 藏在水中的郊躯 但是从那容貌就可以看出 这个女子绝对是一个 如同天星般闪亮的美女 啊呀 对 对不起 夜飘零连忙转过身去 结结巴巴地说着 女子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 娇声赤道 你这个色狼 看见 说着一道犀利无比的剑气 直冲夜飘零背部而来 夜飘零大吃一惊 连忙一手揽起身边的小铃鱼 纵身而起 躲过了剑气 耀眼的剑气没入土中 顿时将一大片泥土掀开 就在女子再次举剑遇刺时 忽然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 雪姐姐 不要打哥哥啊 女子手中力剑一顿 就在这一刹那 夜飘零忽然急冲而上 两指将女子手中的长剑声声加断 紧接着 便死死掐住了女子白皙的脖梗 一股滑腻的感觉传至手中 令夜飘零几乎尘封的心灵 产生了一阵奇妙的悸动 啊 哥哥 不要伤害雪姐姐 小铃鱼又惊叫出声 夜飘零眼中闪过一丝血盲 看了看眼前的令狐威雪 还真是一个极品美女 由于刚刚出狱 令狐威雪水亮的秀发上 还有未干的水滴 再加之飞红的脸庞 使令狐威雪 宛若出水芙蓉一般 美煞其心 夜飘零缓缓收回手 恢复了之前的平静 笑道 这位姑娘 对不起 刚才在下 真的不是有一看 不要再说了 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 令狐威雪狠狠地瞪了一眼夜飘零 接着冲小铃鱼笑道 铃鱼 这一段时间 你去哪里了 嗯 我也不知道嗯 迷迷糊糊的 凌羽拍了拍自己的小脑袋 继而冲灵狐威雪天真的嬉戏一笑 看着一脸天真无邪的小铃鱼 灵狐威雪微微一愣 看来凌羽真的不知道当日发生的一切 那是控制凌羽身体的 到底是谁 当日小铃鱼一掌重伤 慈航近斋最杰出的弟子安迭彻 现在早已在修炼界传得沸沸扬扬 夜飘零 铃鱼 景浩 这三个名字 现在已经成为东方修炼界最热门的三个词汇 甚至西方修炼界的三大巨头组织 都将这三个名字列入了危险人物名单 夜飘零深化僵尸大战无断风 小铃鱼一掌重伤安迭彻 景浩施展失传已久的五行战决 这几件事 已经成为了东方修炼界人人皆知的大事 一哑 一声兴奋的受叫 传进了几人耳中 紧接着一只雪白小兽 从草丛中忽然蹦起 小铃鱼高兴地挣脱了夜飘零的怀抱 从了小兽奔去 哈哈笑道 小宇 灵狐渊也随着小宇来到了这里 当看到又回复孩童性格的小铃鱼 和失踪已久的夜飘零微微一愣 但是毕竟是灵狐家族的杰出传人 见到夜飘零这只僵尸 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立刻诛杀 只是礼貌性的微微一笑 而夜飘零也同样抱以微笑 绝天风 位于大汉国北荒地区 常年积雪绵延 因为之前的魔情缘故 所以很少有人来到这里 这里群山起伏 但是都没有太过挺拔的山峰 唯独绝天风 海拔五千余米 导致上面与下面 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风下是夏季 然而风顶便是冬季 风下是冬季 风顶依然是冬季 吴段风此刻扶着大刀 如屡平地一般的 轻松登上绝天风的风顶 在慢慢地飞雪中 吴段风终于找到了一口石棺 只不过这口石棺 现在已经空空如也 棺盖被厚厚的积雪 半眼埋在一旁 吴段风看着 已经人去关空的石棺 表情无喜无悲 只是喃喃道 卡龙 没想到最后 你还是选择了离开 说着 吴段风自己跃入石棺 一旁几乎被冰封的 关盖自行飞起 重重地封住了石棺 鹅毛大雪 依旧纷纷扬扬地下着 那具神秘的石棺 在漫天的大雪中 终于消失得无影无踪 唉 我感觉自己快要生锈了 锦号坐在村口的树上 颇为郁闷地 看着远方的群山 又低头看了看 胸前已经痊愈得 差不多的见伤 又是一阵无奈的叹息 哈 你在嘀咕什么 默默打了一个哈欠 继而慵懒地伸了一个懒腰 继续靠在树枝上睡觉 锦号扭头看了看 整天嘻嘻哈哈 无忧无虑地默默 微微笑了笑 自语道 假如没有你 我恐怕早就生锈了 其实锦号现在都搞不明白 为什么眼前这个整日疯疯癫癫 只知道吃喝完了的小狐狸 会给自己那种奇妙的感觉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缘分 看着一脸甜静熟睡中的默默 锦号情不自禁地伸出手 撩开了默默额前的一缕秀法 自语道 或许只有在你睡觉的时候 才能看到 你如此乖巧的样子吧 说着说着 锦号忽然斜斜地一笑 四下看了看 没人 确定没有人后 锦号才一点一点地 接近默默那张俏丽的脸庞 反正都是败过堂的人了 轻一下 应该不过分吧 嘿嘿 一点点 还有一点点 锦号的唇 缓缓接近默默的脸庞 几乎都可以感到默默的体温 但就是 在这关键时刻 拜见少皇 一句苍老的声音 突兀地响起 哇呀 锦号惊叫一声 从十多米高的树枝上掉了下来 在地面印上了一个清晰的大字 嗯 默默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看了看地下的锦号 颇为不解道 锦号 你干嘛 嫌地面不平吗 狐妖族组长 吓得连忙上前扶起锦号 慌忙叫道 少皇你没事吧 说话间 还不忘狠狠瞪上默默一眼 默默颇为不服地嘟囔道 哼 干嘛瞪我 又不是我把他推下去的 接着又看了看一脸摔样的锦号 迁怒地自语道 摔死才好呢 哼 少皇 图腾大神想要见您 狐妖族长一脸恭敬地说着 锦号还没有说什么 默默便急急忙忙地从树枝上跳下 兴奋道 什么什么 图腾大神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默默 狐妖族长立刻一声 吓得默默身子一颤 看着族长 看着被吓到的默默 锦号心中不由一怒 忽然之间眼泛冷光 看向了狐妖族长 这次轮到狐妖族长害怕的身子一颤 再也不敢多言了 因为锦号在狐妖族中待了这么长时间 是傻子都能看出来 他对默默是什么感情 恐怕也只有默默这个小傻子不知道 哎 看着不再言语的狐妖族长 锦号也不知该如何发火了 只能暗叹一声 扭头对默默揉声道 默默 你还是不要去了 这次图腾大神找我 说不定会出什么事情 再说了 你就不怕图腾大神说你不懂得尊敬他 随随便便闯入他的圣地 默默一阵迟疑 接着又装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说道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只是说说吧 谁说我一定要去的 要我去本姑娘还不去呢 看着口无遮拦的默默 狐妖族长正欲发怒 但是看到了眼前对着默默 一脸宠爱微笑的锦号 也只能将到了嘴边的话咽下去 默默潇洒的一甩长发 说道 哼 本姑娘去洗澡了 才不会去看什么图腾大神呢 说着转身大大咧咧地离开了 锦号不由头疼的苦笑出声 没想到自己风流一世 到最后 却喜欢上了一个比自己还要疯癫的女孩 自己这究竟是或是福呢 少皇 我们该走了 狐妖族长在一边开口道 哦 好的 族长 你带路吧 锦号回过神来 连忙笑道 看着族长和锦号渐行渐远的背影 一个小脑袋忽然从草丛中冒出 隐隐笑道 嘿嘿嘿 死老头 死锦号 以为我没有办法跟去吗 嘿嘿嘿 别忘了 我最拿手的 就是五行盾法 嘿嘿嘿 土爵 盾术 我盾我盾我盾盾盾 我继续盾 说完又消失得无形无踪 一路无话 狐妖族长一直将锦号带到后山的一处荒草丛中便退去了 锦号沿着一人多高荒草丛中的小路缓缓前行 刚走了没几步 一个悬挂着骷髅头的木桩便突兀地出现在路旁 着实吓了锦号一跳 很明显这是狐妖一族为了锦氏所有接近这里的人 前方乃是一处禁区而设立的锦氏牌 锦号没有在意这个锦氏牌 而是继续向前走去 不知不觉间 刚才还阳光明媚的天空已经变得阴暗无比 仿佛要发生什么大事一般 令人心头不免一阵压抑 随着锦号进入荒草地腹地 路上竟然渐渐出现了大量的尸骸 虽然大部分白骨经过岁月的洗刷 要么被泥土掩埋 要么被荒草覆盖 要么直接消失的无影无踪 但是还有一部分骨骸久久未消 仿佛是在为自己的冤死表示愤怒 表示不甘 锦号现在心中已经渐渐怀疑 这是不是一处圣地 越向里面走越感觉 这倒是像一处拒绝生命的死地 周围没有一丝的生命气息 充满了死亡的味道 在锦号身后不远处 小狐狸默默 贼头贼脑地 从地面探出半个脑袋 一双秋水般的明眸 放着金光四处打量着 喃喃自语道 这里就是圣地啊 哇嗯 好神秘的气息哦 但是当他扭过头来的那一刹那 一对淡红色的瞳孔迅速缩小 要不是及时捂住自己的嘴巴 恐怕这里的死忌 就会在自己的尖叫声中结束 因为在默默面旁 不到半尺的地方 一个人类头骨正静静地躺在那里 一对黑洞洞的眼眶 正死死地盯着默默 阿弥陀佛 愿有头寨有主 我是最最善良可爱的默默 别看我 默默喃喃地自我安慰着 又连忙缩进了泥土之中 施展土盾 继续向前摸去 锦浩此刻沿着唯一的小路 竟然来到了一处乱葬岗 在乱葬岗内 一个个小土包 在荒草的掩盖下 让人十分容易忽视 潇洒的冷风 吹过这些荒凉的坟头 发出一阵萨萨之音 仿佛来自九幽地狱的召唤 令人挤备一阵发凉 在乱葬岗四周 躺满了数量惊人的尸骸 有些尸骸被未知的力量搅得粉碎 可见 在临死的那一刻 他遭受了什么程度的打击 秀极斑斑的古兵刃散落一地 可见在之前的某个岁月中 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不为人知 但是又一场惨烈的战斗 但是眼前这处乱葬岗 会埋葬这些什么人呢 锦浩满心狐疑地走上前去 忽然感觉自己踩中了一块 异常坚硬的存在 挪开脚定睛一看 原来是一面被泥土半掩埋的墓碑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锦浩拨开了墓碑上的泥土 上面刚进的字迹显露出来 胡族勇士 敖霸天之墓 锦浩喃喃自语着 接着又在墓地找到了三块墓碑 胡族战神堂穴之墓 胡族骄子寒夜心之墓 胡族五行之墓 锦浩看到最后一个墓碑 微微一愣 喃喃自语道 五行 五行 锦浩心头一颤 难道这个五行 代指五行玄弧 那也就是说 这里的这些无名之种 其中一个竟然埋葬着 号称世间天生战者之一的 五行玄弧 一个五行玄弧 就安息在这片荒凉之地 与这些普通的尸骸 一起长眠如此岁月 这 这简直令人无法置信 再怎么说 也是五行玄弧啊 为什么死后会如此的凄凉 被埋葬在这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在估计和荒凉中 久久长眠 哎 锦浩忽然悠悠叹了一口气 在这一刻 他忽然心生感慨 纵视生前如何的荣耀 死后也只不过是一 黄土 无人过问 所有的荣耀 所有的一切 都会随着你的生死 而消散得无影无踪 任你生前风华万事 死后不过一堆红粉骷髅 随着世间的转动 最终一切会在岁月的冲刷下 而留不下一丝异痕 世事难测啊 生命究竟为了什么而存在 六道不息 永恒轮回 但是上古一战 六道尽碎 世间万物何去何从 亿万亡灵何处归魂 那么这些 曾经生前耀眼的绝带骄子 现在的亡魂 一块石头便撞在了一块石头上 不由暗呼一声 但是看到 不远处 一脸肃穆的锦浩 有急事紧闭住了嘴巴 两只清澈双眸 仔细打亮着四周 忽然之间 一座小小的土包 却勾动了默默的心弦 默默看着锦浩身旁的土包 清泉一般的眼眸中 渐渐蒙上了一层水汽 声音渐渐哽咽 喃喃道 好熟悉的气息 父亲 是你吗 锦浩默然地看着自己脚下的树面墓碑 与其凝重道 万古轮回 百世为战 既然现在魂归幽明 那你们就好生安息吧 时间永在转动 或许有朝一日 你们的名字和事迹 会彻底随着时间 长和远去 不复存在 但是请你们放心 心中有你们的人 始终会记得你们 你们的灵魂 将和你们的使命一起永生 哀悼完这些古时的狐足战士 锦浩扭头 正欲继续前行 不过却呆住了 这座乱葬岗就是终点 再无路可走了 我晕 压压个大爷的 你坑我呀 锦浩不由被弃得一阵冒火 险些晕厥 开口便是一阵暗骂 和你万世之怨恨 宁我不灭之妖躯 万古瞬间 弹指匆匆 六道岁 神魔王 唯我五行天地难灭 傲然永生 一阵低沉的吟唱 忽然从四面八方滚滚而来 惊得锦浩立刻显出五行光带 已被不测 地面上的百万海谷颤动着 在空中自行组建 竟然合成为一具巨大的玄壶骨架 紧接着天地元气开始晃荡 骨架上生血长肉 宛若植物生长一般的 竟然长出了血肉 如此强悍绝伦的再生树 使锦浩和暗处的默默 巨石倒吸了一口凉气 有了此种修复术 那简直可以说是不死之人了 仅仅片刻间 一只巨大的银色玄壶 便出现在了锦浩眼前 竟然有三十多米之高 身上的五行光带四翼五动 宛若五条傲视蛟龙一般 一股强者气息传遍八荒 啊 图腾大神 真的是图腾大神耶 默默不愧是魔女级的人物 当看到气势害人的五行玄壶后 悲伤的情绪立刻被震惊所取代 一双美目瞪的溜圆 只不过最后 他的目光还是落在那处无名小坟包上 自语道 难道你真的是我父亲吗 你来了 五行玄壶一双绿惨惨的兽眼 看着渺小的锦浩 语气平缓道 锦浩愣愣地点了点头 久久才说道 没想到狐妖一族的守护图腾 竟然是我们玄壶一族 而且还是最具战力的五行玄壶 呵呵 五行玄壶微微一笑 忽然抬头看向了锦浩身后的某个地方 笑道 出来吧 我已经感觉到你的存在了 哎呀 糟糕 被发现了 默默吓得暗呼一声 连忙缩回地下准备跑路 但是此刻面前在他面前的是谁 那可是一只真真正正 从古战场中拼杀出来的五行玄壶 要是连他一个小默默都对付不了 那还了得 五行玄壶又是一阵笑声 喃喃道 土爵 崩 哇 嗯 一声惊叫响起 默默所在的那片土地 顷刻崩裂 一股距离将默默高高抛起 五行玄壶的土属性光带 忽然化为一只巨大的长影 一把便将空中的默默抓了过来 啊 默默 你怎么在这里 锦浩惊讶地问道 呵呵 那个 这个 嘿嘿 默默尴尬地干笑数声 语无伦次地说着自己 都听不懂的话 轻力的脸庞 难得地露出一丝不好意思的飞红 看着锦浩依然望着自己 默默才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颇为委屈地点着手指 低声道 人家只是好奇就跟上来了吗 谁知道背 背 说着 默默切切地看了看巨大的五行玄壶 继续说道 被图腾大神给发现了 呵呵 丫头 你的五行盾法 是你父亲传授给你的吧 嗯 相当隐蔽 但是在 绝对的实力面前 再好的伪装和躲避也是徒劳的 懂吗 五行玄壶语重心长地说完这些 便将默默轻轻放在锦浩身边 剧长又化为光带银空无奇 默默抬头仰望五行玄壶 问道 大神知道我父亲吗 五行玄壶先是微微一笑 接着神情又变得凝重 语气低沉道 你父亲是狐妖族中唯一的战神 虽然不是玄壶一族 但是实力却超越了大多的玄壶战士 呵 向你父亲学习 你拥有你父亲纯正的血统 如果秦家苦练 你将来便是狐妖族第二个战神 也是第一个女战神 孩子 加油 战神 锦浩默语一声 扭头看向了脚下的一面墓碑 上面赫然刻着狐族战神唐雪之墓几个大字 锦浩心中一动 难道这个就是默默的父亲 唐雪 默默一双天真的眼睛眨了眨 又问道 那我父亲现在在哪里 组长告诉我 我父亲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但是好多族人却告诉我 父亲死了 图腾大神 我知道您是不会说谎骗我 所以我想请您告诉我 我父亲是不是真的死了 默默迟疑了一下 但还是说出了自己不愿说出的字眼 五行玄弧静静地看着一脸平静的默默 默然许久才舒耳一笑 说道 你父亲如此强大 怎么会死呢 你父亲为了狐妖族的未来 去了一个只有强者才能去的地方 在那里为了狐妖族而奋斗 孩子 只要你以后达到了和你父亲一样的巅峰 你就可以见到你父亲了 默默一阵欣喜 仿佛是一个得到了自己心爱堂狗的小孩 欢呼道 那太好了 我父亲没死 等我下山 我要告诉全族的人 我父亲没死 我父亲还是狐妖族的战神 锦号微微皱眉 看向了一脸微笑的五行玄弧 只不过从五行玄弧眼中 那抹不经意间闪过的碑翼 锦号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又心有所动地看向了脚下的墓碑 上面几个鲜红的大字 显得格外刺眼 但就在这时 那些大字却自行消失了 锦号先是微微一愣 玄弧正在深深地看着自己 锦号知道了 五行玄弧撒谎了 战神堂雪 已经在这场不为人知的战斗中身陨了 但是看到欢呼雀跃的默默 锦号虽然隐隐作痛着 但是还是笑出声来 有时候能活在一个善意的谎言中 对于我们也不是什么坏事 就比如现在的默默 虽然自己的父亲陨落了 但是关心他的人 却不止一个两个 看似对他凶巴巴的组长 还有高高在上的图腾大神 其实都在内心底部 弥补着默默心灵中的创伤 默默 看似整日无忧无虑的女孩 谁又能知道 他每当到了晚上估计十分 每当看到别人的三口之家 会默默咽下多少委屈 多少孤独的泪水 默默 你是个坚强的女孩 锦号心中说着 从这时起 锦号便在内心深处 萌发了一个念想 从现在开始 他不会再让默默 感到一丝一毫的孤独 他要保护默默一生一世 谁都不允许伤害默默 谁都不允许 巨大的五行玄狐 化为一个身材高大的银发男子 也是一个典型的美男子 双眼散发着一种诡异的魅惑之感 那是玄狐一族特有的奇异力量 玄狐一族 最突出的特点 便是男帅女美 全身充满了无法言语的蛊惑之感 男子看着锦号微微笑道 我是冰封 很高兴见到你 冰封前辈 我叫锦号 锦号连忙说道 冰封呵呵一笑 默默此刻蹦跳上来 连忙自我介绍道 哇 大神 最善良可爱的默默 冰封玩味地看了看默默 笑道 哦 是最最最善良可爱的呢 还是最最最调皮导弹的惹祸惊呢 啊 嗯 默默被冰封一语击中要害 顿时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 嘿嘿笑道 就是偶尔闯了那么一点点的小祸而已吗 是吗 冰封俊眉微调 说道 上次你潜入峨眉仙派的鲜果园 偷吃鲜果 吃完再在树上狐妖默默女侠到此一尝 最后惹得峨眉仙派的人在城市通击你 这件事 就是你所说的那一点点小祸 嗯 默默心虚地低下头去 被冰封说得语色了 景浩笑看着心虚的默默 没想到 默默竟然有这么本事 居然可以安然无恙地进出戒备森严 高手如云的峨眉仙派 只不过更令景浩感兴趣的是 这个图腾大神冰封 给人的感觉 一点也不像是高高在上的图腾大神 而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大的青年了 冰封没有再打去默默 而是看向了景浩 微微一笑 说道 我已经等了你上万年了 你终于出现了 啊 景浩微微一愣 颇为不解地看着冰封 默默或许是忌惮与冰封的身份 也破天荒地没有打岔 静静地听着两人的交谈 冰封前行两步 看着遍地的海骨 眼中显现出丝丝悲凉 悠悠道 不只是我 他们也等了你上万年了 他们 景浩看向了漫山的湿海 刺骨的寒风吹过 似乎是亡魂在哭泣 在一瞬间 景浩貌似看到了漫山的骷髅站起身来 化为百万银甲战士 皆是默默地注视着自己 阿帖 默默或许是被凉风吹的缘故 憋了半天没憋住 还是打出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只不过这声喷嚏 倒把景浩从幻境中拉了出来 景浩想起自己的幻觉 心中不由惊疑不定 连忙问道 前辈 这些 这些人是 没错 冰封点了点头 看着一望无际的尸骸 他们就是玄狐一族中最英勇的战士 我们 玄狐族 真的 真的被灭族了 景浩一阵战力不稳 虽然景浩在人间界的时候 不止一次听到上古玄狐族灭绝的事情 但是他一直不以为然 因为他本身就是玄狐 在他看来 以玄狐如此强大的力量 怎么会被灭族呢 但是今天 他不得不信了 冰封惨惨一笑 说道 想在洪荒时期 我们玄狐一族 号称猪妖第一族 但是到最后 等待我们玄狐一族的 却是这般下场 太古一战 朱强皆亡 唯我玄狐一族战力今天 实力当时最为雄厚 就这样试过千年 当时朱天百族皆起 人族弱小不堪 在与朱族争霸时 我们玄狐一族战胜无数对手 最终与当时同样强大的师族遭遇了 只不过 当时神魔之战爆发 玄狐一族为了天下大义 与师族休战结盟 驻古神族击退魔兵 我们玄狐族也元气大伤 但是就在我们玄狐族这个时候 师族背信弃义 向我们展开突袭 我们玄狐一族伤亡惨重 经历了数次血战 玄狐一族被逼到了这处绝地 背水一战 结果全军覆没 只不过 我却侥幸活了下来 于是造就了今日狐族 谁知后卿部落不依不饶 欲将我们斩草除根 于是战斗再一次打响 幸亏古神族及时插手 封印后卿 才是我们逃过了一劫 于是我留下祖训 历代狐妖族族长 必须在狐村周围的大山中 布下阵法 严防师族卷土重来 但是上苍还是公平的 就在古神族消失后 剩下的三大师族 也销声匿迹 天下僵尸大遭屠杀 哼哼 这也只不过是我的一个 小小计谋罢了 当然 我也是按照玄黄的意思去做的 师族从此也没落了 只不过我们的血仇 远远没有结束 第一代玄黄 也就是玄祖看中了你 将玄狐族中 赫赫有名的五位玄黄的王魂 一起封印在你体内 让你掌握他们的五行力量 以此对付师族中出现的血印身 我在这里一直等待着 可以使玄狐族崛起的你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万年 锦浩呆若目击地 听着冰封讲完那段 几乎已经被岁月尘封的历史 喃喃道 等我 等我去消灭血印 没错 你是我们玄狐族以来 最强大的五行玄狐 你身上拥有五位玄黄的力量 所以只有你才能与师族的血印 一较长短 冰封十分肯定地说着 血印 锦浩眉头紧皱 自语道 老大 要我去杀老大吗 为什么会这样 冰封深深地看了看锦浩 说道 有时候 命运就是喜欢开玩笑 你和血印是天生的死敌 就像师族与我们玄狐族 已经彻底没有了 可以回旋的余地 逐天内 师族与玄狐族 都最后只能留下一个 锦浩低着头没有说话 让他去杀业飘零 他绝对做不到 但是自己的阵营是玄狐族 如果任其师族壮大 迟早有一天 自己也会被师族所杀的 锦浩双眼金光闪动 久久拿不定主意 默默目不转睛地 看着难以抉择的锦浩 不知为何 心中生起了一丝不忍 回想起来 这一段时间 是自己最开心 笑得最多的时光 不为什么 就是因为 锦浩总会为自己着想 处处都自己开心 也只有锦浩愿意和自己疯完 之前还没有觉得什么 但是现在默然想起 面前的这个家伙 也挺可爱的嘛 默默想着想着 脸颊不自觉地 升起两片红韵 像两个熟透的苹果 让人有一种 想冲上前 狠狠咬一口的冲动 咦 好奇怪的感觉 心怎么跳得这么快 嗯 脸也发烫了呢 我是怎么了 难道刚才吹风 把我吹出风寒了 嗯 我的身体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弱不惊风哦 默默心中胡思乱想着 忽然伸出自己的小手 握住了锦浩的手 啊 锦浩被默默 这突如其来的亲密下的 有些受宠若惊 两个眼睛瞪得溜圆 看着同样是一脸 不知所措的默默 半天才问道 默默 你 怎么了 啊 默默也是满面飞红地 看着自己紧紧抓着锦浩的先手 直至乌了片刻 忽然收回手 先是尴尬的干笑两声 见锦浩依然不解地看着自己 默默大脑超负荷运转 忽然脑中灵光一闪 嗨嗨 默默一本正经地清了清嗓子 接着做出一副 正义凛然的样子说道 放着一个堂堂男子汉 做事怎么能这么婆婆妈妈的呢 凡事当机立断 正所谓机不可施 施不再来 图腾大神如此地看好你 你怎么能这么不识好歹呢 要是这样的话 图腾大神怎么能放心地 传给你超绝的战绩 说着这里默默顿了顿 做出一副 纯真无瑕的样子 看着冰封 恭恭敬敬道 大神 你让这个白痴 对付失足 应该会传点战绩给他吧 要不然以他现在的小蚂蚁修为 很容易被挂掉的 说完还不忘眨眨 自己那双天真无辜的 灵动大眼 啊 冰封满面黑线地 看着一脸无辜的默默 按照这小丫头 还真的得到了 他父亲的清传 做什么事情 都要捞点油水 真是不见兔子 不撒鹰的人物 闷声说道 当然会给他传授战绩 默默一听这句 顿时踹了锦号一脚 做出一副长辈的样子殉道 还不快谢谢图腾大神 啊 啊 谢谢前辈 锦号已经被默默的一连串 古怪动作搞晕了 现在突然吃了一脚 再加上了默默的一句沉河 锦号连忙向冰封鞠躬败谢 刚刚直起伸锦号 忽然扭头看向默默 颇为郁闷道 前辈传我战绩 你干嘛这么积极 啊 嗯 我是担心 你学不会啊 所以就帮你问问 默默连忙说道 锦号更加纳闷了 难难道 我学不会和你问不问这个 有关系吗 土爵 烈 沉河一声 大地顿时一阵摇晃 在乱葬岗中央 一个通往地下的阶梯 快速形成 冰封缓缓缓步入其中 说道 跟我来吧 哦 是 锦号连忙叫了一声 紧跟上 默默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暗中擦了擦额头上的虚汗 难难自语道 这种情况我都能混过去 默默 我太佩服你了 你简直就是天才狐猎 说着撇向了阶梯 发现锦号已经下去了 连忙叫道 喂喂 等等我啊 连忙追了上去 阶梯一阵抖动 又凭空消失的无影无踪 锦号跟着冰封 一直走到了阶梯的尽头 来到了一处 空旷的地下世界 里面隧道四步 不知道都通向了什么地方 唯有一条 看似不起眼的小通道 通往了阴暗的深处 几人走进了小通道 默默紧跟着锦号 双眼放着金光 看着石壁上镶嵌的 密密麻麻的夜明珠 惊叹道 哇 这么多夜明珠 如果拿几颗 回去那些小瞧我的狐狸 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 走在前方的冰封 呵呵笑道 小狐狸 有点出血 等你有了足够的实力 他们自然会对你刮目相看的 嗯 默默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又好奇地看了看那些 通往四方的神秘洞穴 问道 大神仙 这些是通往哪里的 冰封微微一笑 不厌其烦时的淡然道 是通往死亡国度的 啊 一句话 吓得默默和毛道立 冷汗顿时浸透了全身 默默吓得额前直冒冷汗 颤声道 大神仙 难道 那里连通着地狱 嗯 冰封沉吟了片刻 低头而笑 说道 也可以这么说吧 真搭 默默脸上的惊恐表情 忽然一扫而空 两只眼睛惺惺直冒 欢呼道 那我们能不能去看看 说着屁颠屁颠 像一个侧洞跑去 危险 冰封忽然脸色一变 迎手挥出一股大力 将默默又硬生生地扯了回来 接着一记暴力 便敲在默默额头上 没好气道 小丫头给我安分点 哇呜 痛痛痛 默默捂着额头满动地跳了起来 景浩愣愣地看着冰封 因为他没有料到 图腾大神级别的存在 会给人吃暴力 呜默默捂着额头 一脸委屈地看着冰封 撅着小嘴说道 干嘛打我 我看看都不行啊 好痛 景浩探头 看了看四通八达的通道 的确 以自己五行玄弧 那天生的独特感知 景浩的确感应到了 通道深处的死亡气息 宛若有千百万只凶魔厉鬼 潜伏在里面 只等着外界人进去 然后将其生生撕碎 忽然之间 景浩看到 在自己旁边的通道里 一个黑色的鬼影站 在深处静静地看着自己三人 周围鬼气森然 一双宛若寒刀般的毛子 投射出两道犀利无比的冷光 时景浩不由心头一跳 险些惊叫出声 啊 景浩被吓住了 愣愣地站在原地 呆若目击地 与那个恐怖的黑色鬼影 对视着 咦 景浩 你怎么了 默默意识到 景浩脸色不对 不由闷声问道 还探头看向了景浩盯着的地方 但是他似乎看不到 那个神秘鬼影 一脸不解道 你在看什么 景浩依然愣愣地 看着密道深处 但在这时 一个大手轻轻拍在了景浩肩头 一股柔和的暖流 缓缓度入到了景浩体内 与此同时冰封的声音 在景浩耳边响起 别担心 虽然你现在 感到自己和他对视 但是实际上 他在另外一个维度空间 说着 景浩回过神来 景追两步问道 前辈 那个 到底是谁 那个 冰封表情变得凝重 久久不语 就在景浩忍不住 想要继续追问时 冰封却开口道 现在的你还没有必要知道 因为你迟早有一天会和他对立的 这就是你的命运 九大 九大 景浩接过冰封 未说完的话语 愣了片刻 难难道 九大 难道是 天魂 景浩吃了一惊 连忙再次妄想密道 但那条身影 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景浩愣了 自语道 难道我要 和九大天魂为敌 我说我们的少皇大狐狸 今天怎么总是发胆 默默不满的声音传来 将景浩 从万分震惊 终拉了回来 哈哈 呵呵 没事 景浩干笑两声 拉着默默 追向了冰封 前辈 这些密道 难道真的通往地狱 景浩颇为怀疑地问道 冰封笑了笑 说道 不是地狱 胜似地狱 这些密道 虽然向四面延伸 但是最终都通往了同一个地方 永恒国度 永恒国度 景浩自语一声 正欲发问 冰封却已经说话了 没错 是永恒国度 不管是谁进去那个恐怖的世界 最终的结果 只有一个 死亡 传闻永恒国度 是太古一战 留下来的残片 其间凶鬼立魔无数 连众神 也会念灭在里面 无法脱身 据传在永恒国度里 就埋葬着无数的神魔 但是这个 仅仅是传闻 没有人证实过 冰封边走边说 仿佛再说一个遥远的故事 景浩不死心地问道 难道就没有办法 在永恒国度内生存 有 冰封十分肯定地说着 只不过之后 又皱眉道 只不过这个办法 似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呃 什么办法 景浩愕然问道 冰封看了看 依然通往深处的通道 深吸一口气道 太古一战过后 众神皆失 在诸天内出现了许多 世界残片 经过数万年的岁月 有不少残片 已经被诸天的大世界吞噬 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还有许多残片 在诸天内永远存在着 永恒国度 便是其中之一 我之前 在五玄黄的墓室 看到了一处古老的记载 五玄黄墓地 难道五玄黄也死了 景浩皱眉问道 默默此刻 一副听故事的表情 一双眼睛眨也不眨地 看着前面的冰封 要不是有景浩拉着 恐怕早被一块石头绊的 与大地亲吻了 冰封点头道 是啊 太古一战 诸强皆亡 哼 要不是五玄黄陨落 四大师祖敢向我们玄狐一族 发起进攻吗 啊 景浩无语 闷声道 前辈 你还没说 那段记载写了什么呢 哦 话题扯远了 冰封清了清嗓子 继续说道 记载上写到了第三大陆的 主神安拉的预言 道师杰灵 国度永恒 金字塔顶 神光永存 这里的国度永恒 我之前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但是之后 听到了金字塔 在第三大陆内十分常见 于是我去了第三大陆 终于在第三大陆 发现了过于永恒国度的线索 景浩你没问到 第三大陆 就是东西大陆之外的 那个神秘大陆 没错 就是那里 冰封点头 嗯 我在城市磨练的时候 听到过那个大陆的有关传闻 说那个 常年阳光强烈 而那里的修炼界 诡异无比 巫师众多 比东大陆的巫师 都诡弥很多 诅咒术尤为厉害 其中很多失传的古巫术 在那里都可以找见 但是那里的巫师 却好像是顾忌某种原因 而一直待在第三大陆 从不在东西大陆现身 景浩认真地说着 呵呵 冰封倾笑出声 说道 我刚去第三大陆时 也很不解 为什么这里的巫师 有这么大的本领 但是不出去呢 之后才知道 那是他们的主神 在失踪前夕 降下的神域 第三大陆固守本土 等待三万年 将有大劫来临 到那时 第三大陆 才会强者进出 嗯 仔细算了 三万年的时间 貌似快要到了 嗯 那也就是说 将有大劫来临了 景浩问道 冰封扭头 看了看景浩 周眉道 人间介志强依依现身的事情 你不知道 武夷山内 洪荒强者 大批灵士 后卿解封 是神龙奥天 对战洪荒鬼母 这些事情 你难道都不知道 啊 这些事情 我都知道啊 景浩忽然心头一跳 愣愣地看着冰封 问道 难道他们的出现 就是为了即将来临的大劫 呵呵 冰封冷笑树生 说道 即将 大劫已经来临了 鬼鹰临逝 要是龙奥天这次 能将之一举击杀 那么大劫 或许会推迟数千年 但是龙奥天 应该无法摧毁鬼鹰 景浩一脸凝重道 我在狐妖族 待了这么长时间 也听族长说过外界的事情 看来这次已经平静了 数万年的狐妖族 也不会逃过了 嗯 冰封眼中金光闪动 缓缓说道 不只是狐妖族 朱天之内 无人可以逃脱 那 景浩欲言又止 暗中看了看冰封 还是问了出来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要 和狮族开战吗 不管哪一方战胜 对于朱天都是不利的 哼 冰封冷哼一声 周身散发出一阵 彻骨的寒意 吓得景浩 和默默为之一颤 只听冰封怒声道 洪荒时期 我们玄狐一族 要不是败狮族所赐 又怎么回落到今天这部田地 玄狐和僵尸之间的血海深仇 早就结大了 说着冰封忽然转过身 看向了景浩 眼中的凶光下的默默 几乎要躲在景浩身后 冰封眼中的凶光 紧紧维持了一会儿 便便做一股苍凉悲意 说道 景浩 难道你忘了 刚才变山的尸骸了吗 难道你忘了 你父母是如何战亡的吗 冰封的一声力喝下的 景浩身子一颤 不可置信地看着冰封 问道 你 你认识我父母 冰封深吸了一口气 猛然转过身去 不再说话 一段已经被历史尘封的记忆 再次在冰封脑海中显出 血色的天空下 大地崩碎 容颜涌动 远远望去 天地皆是一片惨红 天地元气与浓烈的湿气 纠缠撕扯 血腥味充斥着整个空间 在一处小丘上 一个银发女子满面泪痕地 将怀中的婴儿 交给了另一个银发青年 气声道 冰封 你带着小号 跟随侍卫队赶快走 后卿马上就要来了 冰封一脸悲怆地 看着怀中天真可爱的婴儿 哽咽道 但是 银发女子身边的高大男子 打断了冰封的话 断然说道 没有但是 你现在马上带着小号 撤退到昆仑 寻找一位叫神木的树妖 他会帮助你的 至于这里 我们大家给你争取时间 小风 你和小号 都是我们玄狐族的希望 走 玄狐一族 今日将彻底终结 一阵射人心魄的大笑声 在高空中荡起 湿气宛若阴云般 遮天蔽日而来 天地间 顿时被一股死亡气息笼罩 没时间了 快走 男子大喝一声 一掌撕裂空间 将冰封和几名侍卫 全部扔到了空间裂缝中 继而欣慰的一笑 自语道 玄狐一族 有你们就够了 接着面容一冷 扭身看向了高空 那道邪恶的身影 冷声道 后卿 你终于来了 逃至昆仑的冰封 找到了神木 听到了后卿退兵的消息 顿时心中悲愤异常 因为他知道 自己的族人 恐怕已经全部战亡 否则后卿 怎会退兵 就在冰封 将景浩托付给神木 自己将要去找后卿拼命时 不料第一代玄黄 玄祖的意念 却降临昆仑 将五玄黄的残魂 植入到了景浩体内 接着将景浩封印了数千年 使其可以 和五玄黄 相互交融 但是 冰封没有等千年 就在玄祖离去后不久 冰封便离开了昆仑 来到陈氏 却发现 诗族的实力 已经不是自己所能对抗的了 无奈之下 来到这片不为人知的森林 创造了狐妖一族 但是好景不长 后卿的诗君 很快又追杀而至 狐妖一族 被迫应战 死伤惨重 战神唐邪等人 就是在那次才惨遭身语 冰封义愤填膺 上前与后卿激战 但是实力使然 冰封根本不是后卿的对手 那一次打的 真正的天崩地裂 虚空破碎 大地纵裂 不料两人的交战 却惊动了大地深处 一个未知的恐怖存在 就在冰封处境 堪威之际 大地突然剧烈颤抖起来 很快裂开一道 长达数万里 深则望不到底的巨大沟壳 一个巨大的识人 从沟壳中探出上半身 仅仅是上半身 便有泰山般雄伟 一声女子的怒吓传来 何人敢耳 一掌袭来 请客重伤后卿 当真战力惊天 后卿被这个恐怖存在 一掌重创 于是退兵 那个巨大的识人 又退回地下 原本沟壳纵横的大地 竟然恢复了原样 只不过这个 忽然杀出的巨人 却拯救了整个狐妖族 冰封一口气 说完这些往事 景浩和默默已经听呆 但是景浩心中 却生出了丝丝悲意 毕竟他知道了 自己父母的往事 知道了自己的血海仇人 竟然是师祖后卿 南江水波城 叶飘灵和灵狐渊此刻 坐在一家客栈的包房内 笑着小雨欢快地上蹦下跳 似乎对于淋雨的回归 显得十分高兴 叶飘灵虽然和灵狐渊不是很熟 但是毕竟 在自己不在的日子里 是灵狐渊照顾着小淋雨 虽然不知道他抑郁何为 但是至少 现在他对自己还没有恶意 灵狐渊看着桌子上摇曳的烛火 悠悠说道 武夷山上降临的 根本不是什么圣物 而是一个十足的魔鬼 哦 叶飘灵由于那时身处失魂界 所以对于人间界 发生了什么并不知情 于是问道 灵狐兄何出此言 能不能将那时的情形说一说呢 灵狐渊点了点头 将那日所有的异象 全部告诉了叶飘灵 在听到那个神秘的巨蛋 和那个食人天甲时 叶飘灵喝水的动作微微一顿 他想起了 自己在失魂界看到的 撕裂空间的巨蛋和食人天甲 难道就是从人间界穿越过去的 等灵狐渊说完 叶飘灵已经肯定了自己的想法 但是对于天空中突然出现的 鬼母叶飘灵 却感到思思不解 鬼母怎么说 也是洪荒的人物 怎么会被龙傲天一掌重创 难道龙傲天也是洪荒之人 退一步说 就算龙傲天 有一掌重伤鬼母的本事 可是为什么连这个巨蛋 一时半会都对付不了 难道这个新生的巨蛋 比鬼母还要厉害 灵狐渊此刻目光异常凝重 说道 恶鹰的现世 已经在人间界 引起了巨大风波 看来传说中的劫难 是无法逃避了 等等 叶飘灵忽然打断了 灵狐渊的话 难难道 恶鹰 怎么这么熟悉 叶飘灵静静回忆着 忽然之间 眼中血盲闪现 惊异道 难道是 天降恶鹰 诸天审判开始 百万神魔 不过弹指一瞬 万古是神 注定再度归来 叶飘灵难难自语着 这段话 是自己在黄河底部世界时 妹妹交给自己的 这么说来 宇天已经知道了 恶鹰将要现世的事情 但是 以她的实力 为何不加以阻挡呢 隐隐之间 叶飘灵感到了这些 没有那么简单 毕竟当年 叱咤诸天六道的 绝顶强者 如今全部现身 不知道还有多少 隐在暗处蠢蠢欲动 世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异动 叶兄 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呢 令狐渊看着叶飘灵问道 接着又扭头看了看 一旁正和令狐 微雪玩的 热闹的小灵羽 说道 如今你和小灵羽 都是整个修炼界 瞩目的人物 不知道有多少人 想要对你们不利 小灵羽还算轻松 只不过我听说 茅山中人 已经对你展开搜捕 你现在出去 无疑是自投罗网啊 当然 我不是在怀疑 你的实力 但是你也要替小灵羽想想 不管他体内 封印着那个洪荒大神 但是现在 他毕竟是个孩子 叶飘灵扭头 看向了活泼可爱的小灵羽 久久未雨 两只雪魔光芒闪现 可以看出 他的内心此刻 在做着艰难的抉择 好久 叶飘灵才抬头说道 灵狐兄有所不知 我和茅山中的仇 已经不可化解了 就算我不去找他们 他们也会竭尽全力来找我的 与其这样 叶飘灵沉饮了一会儿 接着说道 不知可否再替我 照顾好小灵羽 啊 灵狐渊愕然一愣 问道 难道叶兄 还是要出去吗 躲避 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 最好办法 而我也不会放过 茅山中任何一人 叶飘灵冷声说着 身上忽然爆发出 一股灵力的杀意 令灵狐渊这等新一代高手 都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这就是僵尸啊 杀意淡出 兄弟非常 说完 叶飘灵起身来到小灵羽身边 小灵羽见叶飘灵走来 欢快地笑道 哥哥 嗯 叶飘灵宠溺的一笑 伸手揉了揉小灵羽的脑袋 又礼貌性地冲林狐渭雪微微一笑 但是可能由于之前的事情 令狐渭雪并没有给叶飘灵好脸色看 而是冷哼一声别开脸去 嘟囔道 流氓僵尸 汗 叶飘灵顿时无奈地笑了 灵羽 哥哥要出去一趟 你就和雪姐姐待在一起 怎么样 叶飘灵微微笑道 嗯 小灵羽微微一愣 接着小脸满是担心 仰面看着叶飘灵问道 哥哥又要出去吗 为什么不带上灵羽呢 灵羽保证 不会给哥哥惹麻烦 灵羽会乖乖的 哥哥 我不想你离开我 灵羽说着说着 便哭泣起来 一把抱住叶飘灵双腿 叶飘灵不由一阵心酸 如今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自己的妹妹叶芬 恐怕也只有小灵羽 会如此真心待自己吧 苦苦一笑 叶飘灵蹲下身来 双手按在小灵羽的双肩上 强颜欢笑道 灵羽 哥哥是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情 所以不能带着灵羽一起去 灵羽乖 和雪姐姐待在一起玩 哥哥办完事情 就来接灵羽 好吗 嗯 小灵羽颇为认真的想了想 又不放心道 哥哥会来接灵羽吗 呵呵 叶飘灵笑道 哥哥什么时候骗过灵羽呢 小灵羽又低头想了想 忽然伸出小拇指说道 雪姐姐 说了 只要拉过钩 就不许反悔 哥哥 我们拉钩约定 叶飘灵无语的 看了看灵羽威雪 又看了看一脸认真的小灵羽 还是伸出了自己的小拇指 笑道 好 哥哥和你拉钩约定 拉完钩小灵羽 才放开了叶飘灵一角 笑道 哥哥 不许反悔哦 我和雪姐姐一起等哥哥 呵呵 叶飘灵笑了 接着对灵羽渊和灵羽威雪道 拜托二位了 说着 一手抓起桌边上 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战剑 走出了房间 在灵出门口的那一刹那 叶飘灵顿了一下 扭头看向了天真的小灵羽 头也不回地走了 令狐威雪走到令狐渊身旁 看着头戴斗笠 大步走出客栈的叶飘灵 令狐威雪心中 竟然泛起了一层层涟漪 问道 哥哥 他去办什么重要事情了 令狐渊沉默了两久 目光凝重道 可能是杀人 可能是被杀 僵尸的路 总是坎坷的 你不杀别人 你就得死 况且 灵狐渊扭头看向了身后的小灵羽 悠悠说道 况且 他还要尽到一个做兄长的责任 就是保护小灵羽 不受半点伤害 杀人 被杀 灵狐威雪自语一声 目光变得有些迷离 这是 锦浩满眼惊异地看着面前高大的圣像 内心深处泛起了一阵莫名的熟悉感 但是他敢保证 自己并没有见过这几人 默默打量了一下 这个忽然出现在通道尽头的巨大山洞 只不过怎么看 也不像是山洞 倒像是一个巨大的 牧师 哇 默默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竟然一把死死抱住了锦浩 当接触到锦浩诧异的目光时 默默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 小脸一红 连忙松开锦浩 转移话题道 大神仙 这里是不是 牧师 呵呵 冰封笑看着默默 说道 没想到小丫头的感觉挺敏锐的吗 难道这里真的是 默默想到那个词 便不觉一阵毛骨悚然 总感到自己身边冷嗖嗖的 似乎总有阵阵的阴风擦着自己吹过 不由自主间 默默的身体 又贴在了锦浩身上 冰封满面敬仰地 看着面前五座伟岸的圣像 说道 这就是玄乎一族 最具威名的五位圣皇 五大玄皇 说着 扭头深深看了锦浩一眼 说道 也就是被植入你体内的五位圣皇 残魂的本尊 难道 这里是他们的安息之地 锦浩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难怪自己在看这些圣像第一眼时 便觉得有一股莫名的熟悉感觉 原来这五人与自己在万年以前 便已经是一体了 隐隐间 锦浩意识到 这次前来和这五人 也要必要的联系 冰封前辈 这次你换我前来 是不是和这五位玄皇也有关系 锦浩问道 冰封笑了笑 点头道 没错 这五位玄皇是伟大的 为了玄乎一族 他们奉献而出的 不仅仅是自己的生命 还有自己的灵魂和身体 大神仙 这话是什么意思 默默满面不解地问道 冰封没有理会默默 而是转身看向锦浩 一脸肃穆道 小浩 万年前 玄祖将五玄皇的灵魂 植入了你体内 现在 我便将五玄皇的尸身 交付于你 什么 锦浩惊叫一声 不可置信地看着冰封 冰封没有多言 缓缓探出右手 手心向下 低声喝道 用我虔诚的心灵 真诚呼唤那些 已经失去的亡灵 随我的呼唤 五皇出 随着冰封的吟唱 牧师忽然剧烈晃动起来 锦浩与默默惊讶地连连后退 在三人之间的空地上 渐渐隆起了五个突出 随着龙龙声的不断加强 五口石棺渐渐冲破泥土 直立在了锦浩面前 锦浩两个眼睛瞪得溜圆 而默默此刻早已吓得惊叫一声 藏到了锦浩身后 只露出了半个脑袋 在战战苛苛地看着 五玄皇 为了玄狐足 今日再次打扰你们了 冰封冲五口石棺 深深鞠了一躬 右手一挥 石棺的关盖全部打开 倒在地上 这 这是 锦浩只感到自己的双腿 宛若惯了千一般无法移动 只能盯着石棺内部喃喃说着 可是至于自己在说什么 他本人也不知道 默默此刻的小嘴 也变为了O型 几乎可以塞下一个鸡蛋 叫道 五五五五 五位玄狐皇者 啊 太震撼狐心了 锦浩瞠目结舌地看着关内 曾经叱咤风云的盖世强者 如今却只是五具毫无意识的尸体 不由感慨岁月的无情 在岁月的面前 什么都如同虚设 只要岁月愿意 它可以是任何事物 轻而易举地消失 但是 虽然历经万年岁月的洗礼 五玄狐的尸身依然饱满 宛若熟睡一般 除了脸色苍白外 没有任何地方可以看出 它们是尸体 前 前辈 这是 什么意思 锦浩结结巴巴地问道 冰封看着关内的尸体 说道 五位玄黄为了玄狐一族 不仅将他们的灵魂奉献出来 并且将他们的尸身 打造成世间最为残力的兄兵 为的就是 将自己化为可以控制的僵尸 以尸致尸 这这 这也太疯狂了吧 默默难难自语道 锦浩看着冰封 不可置信道 前辈 难道你要让我控制五玄黄的尸身 去对付尸族 冰封重重地点了点头 锦浩顿时有一种晕厥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 这五玄黄也算是自己的祖宗啊 现在让自己拿着自己祖宗的尸体去战斗 这可是大不尽啊 说不定会遭雷劈的 这样想着 锦浩还心虚地看了看上方 还好 自己现在在石洞里 就算雷想劈也劈不到 冰封此刻双手结印 陈鹤一声 五皇归位 话音刚毕 五玄黄的尸身 在同一刻睁开眼睛 射出十道阴冷的寒光 一阵死亡气息狂卷而出 吓得胆小的默默 再次紧紧掐住了锦浩的胳膊 痛得锦浩 险些跳了起来 冰封手绝依然翻飞 五玄黄机械般地走出石棺 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身体 从喉间 发出阵阵低吼 但在这时 冰封的手绝停下了 对锦浩说道 小浩 你体内拥有五玄黄的残魂 所以对于你来说 五玄黄的尸身 对你来说 就像是五个你自己的分身 可以随意召唤 有了五玄黄的帮助 我相信 现在的血魂 我看着怎么想 东方诗家的控尸术 控尸术 冰封呵呵一笑 说道 控尸术那种小阴阳术 怎么能和我们 玄狐异族的 潜鬼咒相提并论 看着冰封脸上 一样的笑容 锦浩忽然心中一动 试探性地问道 前辈 东方诗家是如何起源的 对于他们的出现 东方修炼界 很是不解啊 嗯 冰封微微一笑 说道 这个我怎么会知道 好了 废话少说 现在我便将 潜鬼咒的法觉传授于你 以后该怎么走 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记住你的父母 你的族人是怎么死的 是为何而死的 啊 锦浩眉头一皱 难道自己和老大 真的要生死相像吗 狮魂界 龙奥天的天甲 一掌印在巨蛋上 巨蛋顿时惨叫一声 在高空中翻着跟头 向一旁栽去 如同一颗流星 撞在了地面上 宛若炸弹般地 将地面撞出了一个大坑 龙奥天落在坑边 傲然看向坑内狼狈的巨蛋 冷声说道 恶鹰 没想到你还敢出来 哼 数万年前没有彻底毁灭 我们是神宗 万年后 你还要来吗 嘿嘿嘿 一阵婴儿稚嫩的笑声 从坑底传出 接着巨蛋凭空浮了起来 但身上的古老皱印 已经正在逐渐淡去 龙奥天 久违了 别来无恙吧 为何我刚刚复苏 便要来击杀我呢 难道我们双方 不能互退一步 巨大的食人天甲 仰面而笑 说道 恶鹰 你来自诸天六道之外的未知事件 万年前祸害诸天 留下的罪孽还少吗 当年我们宗主没有彻底毁灭 你算你侥幸 不过幸亏 我们宗主有先见之名 将我封印与后卿师祖的封印地中 数万年来 我一直在冒充后卿师祖的尸身 为了就是避人耳目 等你有朝一日 再出现在诸天六道 果不其然 众神消失后 你出现了 嘿嘿嘿嘿 没想到 哥这么聪明 看来我来错了地方呢 龙奥天 你这次是不是非要击杀我才肯罢休 恶鹰立声问道 至死方休 龙奥天一字一顿道 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接着右手光滑一闪 一把巨大的石剑凭空献出 冷声问道 在你临死时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到底来自哪里 来到我们这个诸天 有什么阴谋 我们来自哪里 巨蛋在空中看似悠闲地转着圈 说道 我不知道 我只记得 我们来自一个充满黑暗的世界 好冷好冷 嗯 龙奥天皱了皱眉 忽然手中战剑一挥 带起一阵凌厉的近风 冷声道 既然这样 我也不会让悲剧再次上演了 说着举剑欲批 但是却忽然发现 自己高高举起的石剑 无论如何 却无法展落 惊疑之下抬头看去 默然愣住了 只见在那遥远的九天之上 一个铠甲巨人屹立云头 一双巨木看着石人天甲和鳄鹰 嘴唇未动 但是宏伟的声音 却似九天惊雷一般 滚滚而来 大劫将至 内斗怎么不断 望尔等好自为之 说着便消失了身影 龙天奥的石人天甲 在这时也莫名地消失了 龙天奥与厄鹰 巨师愣愣地看着九天之上 那个淡去的人影 久久未雨 厄鹰也趁这个时候逃之夭夭 龙天奥看着远去的厄鹰 也并未去阻拦 而是回想着 那个神秘巨人说的话 大劫将至 内斗怎能不断 望尔等好自为之 大劫 龙天奥喃喃自语着 难道 恶鹰的审判 还不算是大劫吗 叶飘零 此刻独自一人作 在一处屋顶上 看着远处的群山发呆 在它下面 便是熙熙攘攘的街市 但是满大街上 却贴满了自己的头像 不过奇怪的是 这些头像 不是大汉国贴出来的 而是毛山鼠山 两个宗派贴出来的通缉令 现在满世界的人都知道 有一个千年老僵尸 残忍无比 杀人无数 名叫叶飘零 是个天地难容的大僵尸 毛山鼠山的所有异事 现在种植成城 一心想要斩杀这名僵尸 希望所有的老百姓协助 对于这种有利于 正道苍生的事情 老百姓又怎么不帮忙呢 就在这时 又是两个黄色身影 从街中穿过 不用说 是毛山的弟子 不过修为不足 勉强只有氧气出街的修为 所以根本无法察觉到 刻意隐藏士气的叶飘零 而这种修为的毛山弟子 对于已经是非将中阶修为的叶飘零来说 简直和凡人没有什么区别 一记图身手 可以抓死一大堆 淡淡地看了看那两道 渐渐消失的身影 叶飘零嘴角 忽然扶起一丝残忍的微笑 楠楠说道 看来找我 你们挺辛苦啊 那我就去找你们吧 说着身形一晃 却已不见了身影 就在叶飘零和毛山展开 明争暗斗之际 大汉国当局 却被一件无法调查的事情困扰不已 那就是天空中 日益增多的神秘飞行物 但是因为这些神秘飞行器 而困扰的不只是大汉国当局 西方诸国也是如此 民众对于这些越来越多的飞行器 倍感惊恐 社会日益动荡 在城外 叶飘零将手中的两具身穿黄色道袍的 干湿地扔在地上 刚才在搜索这两人的记忆时 叶飘零便得知了一件对自己很不利的事情 那就是 想要将自己置于死地的 不只是毛山宗和鼠山剑派 还包括了天玄门 逍遥派 慈杭敬斋 敬念禅宗等东方各大门派 其中一个古老的家族 格外引起了叶飘零的注意 鲁信诗家 叶飘零自认为 自己与东方所有的诗家 没有任何过节 但是 为什么这个鲁信诗家 会想对自己下手 思来想去 叶飘零最后只找到了一个原因 那就是看中了自己的这副诗身 鲁信诗家 嘿嘿嘿 就先拿你开刀了 叶飘零冷冷一笑 转身消失了踪影 但就在叶飘零消失的下一刻 一个戴着黑色面具的斗笠神秘人 看着叶飘零消失的方向 眼中生出了一丝 令人捉摸不透的笑意 然后向前方跨出一步 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男子 正是那次龙傲天对战 恶音时出现的神秘男子 这次又盯上了叶飘零 谁也猜不透他究竟是谁 又究竟想干嘛 南疆的一家繁华客栈 此刻位于三楼的客房中 坐着一群衣着各异的人 从衣着可以看出 这些人中有毛山宗的 有鼠山剑派的 慈行敬斋的 有敬念禅宗的 也有天玄门 逍遥派的 还有一些身穿黑袍 周身散发着一股奇异味道的神秘人 在这些人的衣袖处 都有一个鲁字标记 那么他们的身份也就明了了 鲁姓施家 林天耀 邱罪柳 黄斧顺 安蝶彻等东方青年高手 聚接在场 而鲁姓施家派出的代表 则为自己家族的新一代高手鲁元清 林天耀看了看在场众人 说道 刚才我把情况 也都一五一十地告诉大家了 如今僵尸横行 一夜飘零最为张狂 千年以前 夜飘零便已经成为 毛山宗的通缉要犯 一夜之间 灭杀灵护陷五千生灵 世人敬仰的五行道长 也因为他的缘故 而肚结陨落 没想到千年后 他有出事了 我们为天下正道 绝对不能让千年之前的惨剧 再次发生 没错 我们这次一定要彻底击杀夜飘零 为我们的五行师祖报仇 心目射出两道仇恨的火焰 似乎恨不得将夜飘零错骨扬灰 鲁元清此刻一阵冷笑 习惯性地将额前的刘海弹开 一头灰色亮发颤了颤 说道 你们说的倒是豪气万丈 但是我请问一下 要是夜飘零如今真的站在这里 你们敢动手的有几个 别忘了 就是吴段风在他手上 也没有讨到任何便宜 更别说你们了 皇甫顺着是说道 想要对付夜飘零 其实也并不难 嗯 众人全部不解地 看向了皇甫顺 皇甫顺的目光 一一扫过在场众人的表情 说道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那个古老的灭尸传说 安蝶彻微微一愣 试探性地问道 皇甫公子所说的 难道是 见成功引来安蝶彻的注意 皇甫顺似乎心情大好 微微笑道 没错 正是玄弧一族 哦 在场众人无不脸色微动 关于玄弧一族 与狮族的血海深仇 东方修炼界内 早已是妇孺皆知 当年的洪荒百族中 就属这两族斗争惨烈 已经成为了不死不休的局面 要不是之后的炎黄出世 统一百族 估计这两族的斗争 还要持续下去 林天耀一声道 不过 玄弧一族有传人吗 据说他们那一族 在洪荒年间 便以销声匿迹了呀 皇甫顺缓缓笑道 非也 销声匿迹并不代表地灭亡 还记得上次忽然施展出 五行战决的银发青年吗 嗯 秋最柳和安蝶撤 第一时间便反映出了锦浩的身影 一口同声道 难道是他 皇甫顺没有回答二女的话 其实也用不着回答了 齐声道 我已经调查过了 那个男子叫锦浩 出处不明 只不过不属于南疆人士 要知道 没有玄弧血统的人 是无法使出玄弧一族的特技五行战决 所以只要 拉拢到他 那么我们的力量就会暴涨 然后让他们去打 而我们 就坐收渔翁之力吧 毛山宗传人丁太利 此刻搓着下巴一言不发 似乎在考虑着什么 但是他的师弟却一个劲得火大 似乎与叶飘灵之间 有着杀父之仇四弟 同样 鼠山转人行春风 也同样不语 鲁元清撇了撇两人 忽然笑道 不知道丁兄和行兄 可有什么好的意见 丁太利和行春风互视一眼 丁太利说道 我在想叶飘灵能在世间 流荡这么久 究竟是何人在其身后指示 行春风一脸凝重地点点头 说道 我和丁兄思考的一样 接着看了看在场众人 说道 要是他的身后 还有什么大势力 那事情可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切 鲁元清十分不屑地说道 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 哪一个背后的势力不大 我们合在一起 还有谁可以抵挡 行春风摇了摇头道 鲁兄此言诧异 天下自古分正邪 我们为天下正道 但是我们也有敌手 诸如万邪教 白清门 还有 行春风说着 眼睛有意无意地扫过鲁元清 话风一转说道 叶飘灵现在虽然是僵尸 但是并没有投靠邪教 我担心的是 要是被诸多邪教知道 我们的话拉拢夜飘零 对我们来说 也挺麻烦的 正在这时 一个茅山小道 却忽然推门而入 一脸恐慌道 丁师兄 城外 发现了三具茅山弟子的尸体 是 是被僵尸咬死的 什么 丁泰丽脸色大变 拍案而起 还没有多言 又是一个黑衣男子闯入 同样惊慌道 鲁师兄 我们的十四名师家子弟 在城外被僵尸咬死了 就在众人聚接色变之际 呼绝天地之间 迅速阴暗了下来 紧接着 一股彻骨的杀意扑面而来 你们不用找了 我叶飘零自己送上门来了 叶飘零狂笑声 从天空中传来 宛如凶魔在世 厉鬼灵反 众人推门而出 果见叶飘零傲力高空 一头不长的卸发在狂风中似舞 周身血色湿气涌动不已 一双眼睛射出两道骇人的血光 莫大的威压压向八方 狂风四起下尸火 严厉的杀意传遍千里 由此可见 他此刻的力量 已经达到了什么程度 僵尸 不愧是天地大凶之物 发起狠来神 也要退避三少 临天要众人略有不安的护士树眼 此刻却没有一个人发话的 叶飘零看着下方这些异心 想要治自己与死地的众人 不由冷哼一声 说道 怎么 没人赶上吗 我叶飘零虽然是僵尸 但是我没有做过一件 伤天害理之事 我这次来 就是要和你们解决一切恩恩怨怨 毛山宗 我奶奶要不是你们的原因 也不会命归黄土 你们的五星道长 也不是我害死的 所以你们 没有任何理由找我报仇 至于其他人 和我根本没有半点关系 更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恨 希望你们不要让头上的光环 遮了你们的眼睛 我叶飘零 不会向你们发难 希望我们 没有在交手的时候 叶飘零说完 忽然收起漫天的湿气 转瞬消失在了天际 天地复明 愣愣地看着叶飘零消失的方向 众人沉默了许久 因为叶飘零的强大 出乎了他们的想象 叶飘零此刻来到一家酒店 想着刚才的事情 便忍不住笑出声来 没想到 自己也会有如此强势的一天 公然向东方正道的传人放话 就在叶飘零心中暗喜之时 却感到了一丝寒意 从背后传来 狐疑之下扭头看去 却发现一个西方人 正坐在自己身后的桌上 桌子上虽然摆满了佳肴 但是他却不曾动用 这名男子 要是在西方人看来 是个挺标准的帅哥 只不过就是脸色有点苍白 略显红色的双瞳 露出一丝不善的笑意 和叶飘零对视了片刻 忽然右手一挥 一道黑影如利剑一般破空而来 叶飘零右手探出 夹住了那道黑影 却是一缕黑发 那西方男子冷冷一笑 转身走出了客栈 这是什么意思 叶飘零十分不解地自言自语道 嗯 这好像是女性的头发 而且我感到了上面的死亡气息 如果我猜得没错 这应该是一个 已经死亡了的女性头发 肖剑的意念从背后的战剑中传出 死亡女性的头发 叶飘零自言自语着 忽然之间脸色一变 惊呼道 我知道她是谁了 说着二话没说 扔下银两便冲出了客栈 扭头四望 却见那男子在一家屋顶上冲 自己冷笑 接着又转身走了 叶飘零眼中闪过一丝很利之色 冷声道 上次被你逃脱 这次我倒看看你能跑到哪里 说着身形一纵追了上去 就这样 叶飘零一直追到了城外的荒山之中 却见那男子在一处断崖停了下来 缓缓地转过身来 嘿嘿笑了 用生硬的汉语说道 叶飘零久违了 叶飘零冷声道 没想到你还敢露面 上次在乱葬岗被我坏了好事 怎么 记恨我吗 小吸血鬼 当然记恨 不过现在我们的协会想要和你交谈 我们的恩怨就暂且放在一边吧 这个吸血鬼 正是上次叶飘零在乱葬岗时遇见的吸血鬼 当时这吸血鬼正准备吸食一个少女的鲜血 但被叶飘零破坏了 用献计将要击杀叶飘零的时候 魔精却救下了叶飘零 最后被叶飘零打败 化为百千蝙蝠逃走了 事情过了这么久 叶飘零都险些忘记了这件事 没想到这吸血鬼 今日竟然找到了自己 协会 暗黑协会 他们找我干嘛 叶飘零抱着肩膀悠悠问道 话音未落 几道黑影骤险 同时数十道犀利无比的血色光刃破空袭来 周围的天地元气都忍不住一阵躁动 人民币警号警号叶飘零不由惊出一身冷汗 身形暴退之间便破口大骂 不不不 数声怪响 雪人全部没入了地面 接着四道黑影凭空出现在叶飘零四周 全部身穿黑色披风 面色苍白 眼睛泛着淡淡的血盲 不用说都是吸血鬼 并且修为都不弱 叶飘零暗中提高警惕 肖剑也做好了大战的准备 似乎感到了叶飘零的敌意 一名高大的西方男子道 这位朋友不用紧张 我们对你没有任何敌意 叶飘零缓缓看了看这几人 皱眉问道 你们找我到底有什么目的 高大男子 那如同冰山似的 俊敏微微一笑 向前走了两步 说道 我们在东土待了这么久 也知道叶先生的某些事情 所以 就算我们想对叶先生不利 也要考虑考虑 因为叶先生的实力 可不是很弱呀 叶飘零眉头皱得更紧 冷声问道 你们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男子似乎没有因为叶飘零的不留情面而恼怒 笑道 既然叶先生没时间 我就直说了吧 现在的东方界可以说 人人想知叶先生于死地 而叶先生 就算有再强大的力量 也不可能独占整个东方界 现在我们想和叶先生结盟 不知叶先生意下如何 叶飘零冷笑两声道 你们可真是直接啊 那是自然 我们从不浪费时间 之前与叶飘零交过手的吸血鬼 一脸高傲道 叶飘零冷冷地看了看那名吸血鬼 竟然什么也没说 转身便走 这一举动 不禁十几名吸血鬼先生为之一愣 估计他们也没有想到 叶飘零比他们还要高傲 一句话不投机 不打不骂 转身便走 叶飘零 那名高傲的吸血鬼怒声叫道 见叶飘零依然不理不睬 不由怒笑一声 飞身向前 一记血剑便刺向了叶飘零后背 感到身后恶风不善 叶飘零冷冷一笑 身形急转 与此同时 右手已然拔出血色战剑 怒喝一声战剑破空斩落 一道璀璨的血盲呼啸而过 带着一股浩大的能量波动 在那一瞬间 血盲爆出团团失火 当真气势害人 见血盲中失火涌出 四人中的一名大惊失色 因为他知道 被失火击中的恐怖后果 看来叶飘零是下了杀手 啊 果不其然 那名吸血鬼 宛若浪涛中的一夜偏周 被沉光带撞的失火淹没 被烧得无影无踪 叶飘零 你竟然 见叶飘零 当着自己挤人的面 终结了血族成员 这等于狠狠地打了他们一个耳光 令他们怎能不怒 叶飘零缓缓收起战舰 一双眼中再次泛出血盲 冷冷地看向了怒火冲天的 四名吸血鬼高手 缓缓笑了 叶飘零缓缓伸出左手 一股微风吹来 手中的那缕长发随风飘走 显得如此的飘散异常 叶飘零附近看着绣发 消失在天际 别有深意地看了看那四名吸血鬼 说道 东方圣地 人命关天 杀我一人 我必还之 你 一名长发吸血鬼 当时便怒了 毕竟在吸血鬼眼中看来 叶飘零只不过是一只 被世间遗弃的僵尸罢了 而自己则是高贵的血族 怎能容忍一只僵尸 在自己面前猖狂 就在长发吸血鬼准备上前时 另一名吸血鬼 却拉住了自己的同伴 暗中摇了摇头 接着又冲叶飘零和善地笑道 这件事 或许是我们的不对 他呢也死有余辜 但是不能让他的愚蠢 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 叶飘零故作思考状 过了片刻才点头道 也是 刚才我有点鲁莽了 在这里给四位赔个不是 只不过 我对四位的联盟很感兴趣啊 四位明知道我现在处境堪忧 为什么还要帮我呢 难道就不害怕惹火烧身 我们血族是个以强者为尊的种族 因为你是强者 所以我们才决定帮你 但是什么事也没有白 的 其实我们也是有事相求叶先生 吸血鬼笑音一个说着 颇有一番绅士的味道 但在叶飘零看来 那笑容背后更多的却是利用 叶飘零淡淡一笑 一个计划渐渐在脑中形成 问道 说吧 需要我做什么 四名吸血鬼暗中相识一眼 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说道 想必叶先生也知道 太古时期那惊天动地的一战吧 叶飘零微微一愣 一声问道 嗯 这个我当然知道 诸位有什么话就直说了吧 在四名吸血鬼的叙述下 叶飘零才对太古一战 有了一丁点的了解 太古那一场令诸天破碎 众神沉睡的京士大战 迄今为止 依然是个未解之谜 直到现在 虽然人们对那一场 战斗的真实性 深信不疑 但是却没有找到一丁点 关于那次战斗的遗迹 只是凭借着远古书籍的记载 尽量还原那次事件的具体情况 但是西方血族 却对那次事件 有着更深的认识 血族十足该隐 这个传说中 第一个试杀自己亲人 被上帝诅咒的绝世强者 陨落的那一刻 为后世留下关于太古一战的宝贵信息 三年前 血族的一名成员埃尔林 在血族圣殿的内部 竟然发现了一处地下墓室 当时埃尔林并没有按照血族的规则 上告元老会 而是私自下了墓室 结果竟然发现了一处战场 其内湿海遍野 袖极斑斑的冰刃四处散落 最令他很难相信 这里是地下的原因 却是这里看起来无边无际 仿佛自成一方天地四地 想到这里 当时埃尔林便被震惊了 埃尔林强压心中的惊讶 依然硬着头皮向前走着 走着走着 埃尔林竟然觉得有清风吹过脸庞 要知道 这里可是地下 在埃尔林头顶便是血族的圣殿 这个密封的地下墓室 怎么会有清风吹过呢 唯一的可能就是 这里有出口 于是 埃尔林有寻着清风的源头前进 终于埃尔林来到源头 真是有一个洞口 只不过在洞口中 却传出一阵阵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但是埃尔林是吸血鬼 所以对血腥味并没有多大的反感 但就是在埃尔林准备越过洞口的时候 元老会的人却赶来了 由于埃尔林之前被没有隐藏洞口 所以自然而然被元老会的人发现了 叶飘林皱眉听着吸血鬼的叙述 当听到战场的时候 眼神一抖 吸血鬼描述的战场 使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 自己在失魂界遇见的废弃城市 和黄河之底遇见的古战场 难道 这几个战场之间有某种联系 不对不对 要是这三个战场有联系的话 那岂不是说 这三个世界有联系 怎么可能 三个不相干的事件 等等 叶飘林脑中忽然蹦出了一个想法 三个世界有联系 失魂界 黄河之底 再加上血族圣殿下的世界 失魂界在压制后清 黄河之底的世界 被弑神宗宗主 割封印 那么这个世界呢 这个世界是什么时候出现在圣殿底部的 叶飘林眼中金光闪现 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世界 四名吸血鬼一愣 面面相去 接着脸上的不解 渐渐变为震惊 继而又变为狂喜 其中一个猛面的吸血鬼喜道 对呀 封印的世界 难道这个就是血族宝典上提到的那个封印的世界 哼 竟然是女吸血鬼 叶飘林不由一阵暴汗 这些吸血鬼 难道还不知道 那个是个世界吗 这是个重大的发现啊 梅尔 邓恩 你们两个立刻返回圣殿 将这个消息告诉元老慧 让元老慧的人尽快核实 之前和叶飘林说话的吸血鬼说着 看来他就是这四名吸血鬼的小头领 嗯 女吸血鬼和一名强壮的吸血鬼点了点头 刨一伸展化为两道血盲 消失在了天际 哈哈 那名吸血鬼看样子 此刻心情大好 朗笑几声走到叶飘林面前 笑容之中也少了几分虚假 道 叶先生 没想到你 竟然帮了我们大忙 我叫斯尔坦 从今天起 就是你的朋友了 说着 伸出自己苍白的右手 叶飘林此刻有点犯晕 难道自己无意中的一句话 就帮了血族的大忙 低头看了看斯尔坦伸出的右手 叶飘林稍稍犹豫了一下 还是伸出了自己的右手 与斯尔坦的右手握在了一起 这或许是有史以来 东方僵尸 与西方吸血鬼 第一次握手示好 晚上 叶飘林和斯尔坦 还有另外一名吸血鬼 福瑞三个 做到了一家客栈包厢 我们元老汇在牧室中 找到了一具 只有上半身的干尸 刚刚找到的时候 这具残尸 被一层淡淡的光芒笼罩着 谁也无法靠近 直到三天后 一缕微弱的意识流 从残尸中荡出 告诉元老汇该隐王被封印 血衣遗留东方 秘密散落东方 接着那缕意识便消散了 斯尔坦悠悠说着 一双血目中 时不时闪过了思思忧愁 我明白了 叶飘林缓缓笑了 说道 你们是想让我寻找血衣 斯尔坦点了点头 没错 我们血族在东方有时候行动不便 但是眼线众多 必要的时候 可以为你提供东方各派的行踪 叶飘林一手轻轻敲打着桌面 似乎在考虑着什么 包厢内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 久久 叶飘林才点头道 嗯 好 成交 你现在把血衣的具体信息告诉我 三言两语之间 一场结盟就完成了 但是叶飘林不会知道 自己今晚的决定 为以后的东西方乃至诸天格局带来了何等重大的战乱 只不过叶飘林也不是傻瓜 他之所以会和血族结盟 一方面是为了牵制东方各派派 更重要的则是想通过这个血衣 揭开太古一战的真正内幕 由于上次叶飘林的示威 令东方各派派大为震怒 同时也令大汉国当局震惊 在龙威大将军之子阮素雄的一再提议下 大汉国终于与东方正道站在一起 将叶飘林定位了头号危险人物 不管是谁 只要能击杀叶飘林皆有重赏 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在短短数日 一路伪装的叶飘林 便已经遇见不下百名的赏金猎人和散修 看来自己的这颗脑袋还真的很值钱啊 不过有了血族的眼线网 叶飘林每次都可以躲过对方的搜捕 反而会趁机干掉对方的人 在一处大街上 令狐渊抱着小林雨 皱眉看着公告栏的告示 令狐威穴也是带眉轻皱 任谁都知道 叶飘林的处境现在有多危险 可以说的天下之公敌 每个人都想除掉叶飘林 借助叶飘林的声望 使自己爬上巅峰 哥哥 很危险吗 灵狐威穴难难问道 灵狐渊默然地点了点头 令狐威穴看了看小林雨 又说道 哥哥 现在家族让你也加入捕捉的队伍 该怎么办啊 灵狐渊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走一步看一步了 天下很快就会需要人才 只要他能坚持到那一步 东方界才会真正地接纳他 在一处山林中 叶飘林最终还是被一群 茅山弟子追上了 其中有好几个都到达了 结单气的修为 一番拼杀下 叶飘林还是以自己强横的实力 杀出了重围 逃了出去 只不过 自己也被重创 毕竟茅山中的符咒术 是僵尸天生的克星 啊 晚上 叶飘林倒在一处小河边 吃力地支起上身 靠在一棵树上 看着身上被符咒 硬生生打出来的伤口 不由咧了咧嘴 眼中的血光 比起往日 也暗淡了不少 战剑就插在叶飘林身旁 萧剑不无担心到 飘林 伤得怎么样 哼哼 叶飘林黑黑笑道 还死不了 就是尸气快被打散了 没想到五行绝杀大阵那么厉害 要不是我跑得快 恐怕尸气就被大阵消耗光了 说着 叶飘林又是一阵皱眉 看样子 这次应该是他有史以来 受伤最严重的一次 叶飘林 我看你这次要 逃到哪里 一声威严的怒吓 当空响起 叶飘林刚刚闭上的双眼 又缓缓睁开 眼中血光一颤 但还是稳定下来 该来的还是来了 叶飘林苦笑一声 一手紧紧抓住战剑 吃力地站起身来 抬头看着五十多名毛山宗弟子 对战剑说道 萧剑 看来今天是你我分别的时候了 只不过在我们离开之前 总得拉几个垫背的不是 呵呵 没错 萧剑也豪气万丈道 飘林 想要让东方界接纳你 只有一条路 那就是拼杀 走通了 我们会被接纳 走不通 我们就来势再拼 争 一声响亮的剑鸣 战剑之上血光流转 隐隐间可以看到 有怨魂在嚎叫 十三万神魔号战的气息 开始一出剑外 那我们 叶飘林冷冷地盯着 袭来的毛山宗弟子 忽然抱贺一声 就开始吧 说着 身形化为一道血色长红 如果一把划破黑暗的血色长刀 刺向了毛山弟子 颇有一股壮士 一去不复还的悲壮味道 叶飘林手中战剑力毁八方 倒到异常璀璨的血色湿气 四处激荡 与毛山众弟子的符咒 撕缠成一团 继而宛若夜空中的烟花爆散开来 留下的只有一阵阵 令大地蹦碎的能量暴流 显得格外靓丽 只不过 这靓丽的背后 却是无尽的杀意 啊 叶飘林一手将一名毛山弟子的 薄梗捏得粉碎 只不过却被一道巨大的火光符纹 狠狠地硬飞 本源湿气再次被打出 照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长时间 叶飘林便会被打光本源湿气 化为普通的尸体 叶飘林紧紧握住手中鲜血淋漓的战剑 喘着粗气 由于湿气泄露过于严重 叶飘林已经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正在濒临虚弱状态 看着周围金光灿灿的毛山浮咒 叶飘林忽然仰天长笑出声 毛山宗传人丁太利 此刻手掐法绝 周身浮动着五道悬浮 看上起神光灿灿 显得神圣无比 而这股力量 就是叶飘林最为敏感的五行力量 虽然不属于精纯五行本源 但是对于飞江中阶的叶飘林来说 五行的力量 依然可以对自己造成伤害 血色战剑此刻一阵颤动 肖剑的声音低沉地传来 飘林 我已经意识到 没有多少力量了 啊 是的 的确 既然这样 那我就燃烧最后的力量 给他们重创 死也要战死 毕竟我也是失足 叶飘林猛然怒笑一声 手中战剑血盲大胜 叶飘林双手紧握战剑 全身忽然爆出一团耀眼的尸火 化为一道长虹 直冲空中诸人 以我失足之怒 破劲等诸法 杀 一声怒笑之下 叶飘林战剑迎空破去 一道耀眼的血色长虹 破天而去 一股至强之大的狂暴力量 狂卷半个天空 令诸天无不变色 僵尸一怒 万足皆退 啊 丁太利没料到叶飘林会临死反扑 大惊失色之下 立刻手绝翻飞 一道巨大的古老咒印迅速凝成 硬生生地挡住了叶飘林 劈出了的血刃 远远望去 在无尽的夜空中 一道长达数百丈 山岳般粗壮的巨大血盲 携带毁天灭地一般的威力 瞬息而至 咒印仅仅维持了片刻 便被劈得粉碎 只不过这个时间足够了 丁太利趁这个空档 已经瞬移到了数百米之外 但是他明显低估了叶飘林的最后搏命一击 百丈血盲 划开天际阴云 破开丁太利的防御骤印后 又狠狠地将丁太利拍飞 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其他茅山弟子 由于实力不足 在血盲携带的狂暴能量流中 早已被绞得粉碎 只有少数几个躲过了致命的一击 但也受了重伤 哄 一声巨响惊天动地 血盲将一座山峰一批为二 在地面留下了一道 深达数十丈的巨大沟壳 沟壳周围裂缝四横 土地一片焦黑 飞江之怒 荡真战力惊人 只不过这一战 叶飘灵注定要失败 因为他这一击 并没有击杀丁太利 难道 这就是你的极限吗 丁太利的声音悠悠传来 接着从一旁的废墟中站起身来 此刻的丁太利 早已是衣衫褴褛 全身上下血迹斑斑 面目也显得异常猙獰 眼中泛起的森冷杀击 几乎让空气也为之凝固 叶飘灵此刻真的是 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了 坐在地上苦笑道 没想到我叶飘灵到最后 还是死于你们茅山之手 丁太利手绝一线 一道巨大的金色符咒 瞬间陷于天空 远远望去 给人一种 笼罩天下万物的庞大感 嘿嘿 叶飘灵 你就认命吧 世间所有的僵尸 在茅山宗面前 只有终结一条路可走 天罡破魔符 急 随着丁太利的怒喝声 空中的巨大金符 化为一把开天利剑 劈空而下 直刺于傲尘胸膛 看着急刺而来符咒之剑 血色战剑 忽然挡在了叶飘灵面前 只听萧剑呵呵笑道 我可不想 背上一个万古魔剑的骂名 所以 我们一起战死吧 嘿嘿 叶飘灵只是笑着 并没有言语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刻 一道血色人影 突然瞬息而至 与此同时 一个狂傲的声音 响彻天地 哈哈 我倒要看看 我灵芝的对手 谁人敢杀 话音未落 丁太利已经被一股 大力击飞出去 胸前也多出一道骇人的伤口 倒地不起 哈哈 太弱太弱 来人狂妄地叫嚣着 袍异一站立于半空 全身血气缭绕 给人一个彻骨的寒意 充满了邪魅的气息 叶飘灵抬头看着空中的青年 皱眉道 竟然是你 灵芝居高临下地 看着重伤的叶飘灵 咧嘴一笑 说道 叶随风 哦不 应该叫你叶飘灵 我们又见面了 这个人正是上次和叶飘灵 决斗战败的灵芝 当时叶飘灵为了避免 不必要的麻烦 化名为叶随风 当时的灵芝 连龙武的境界也没有达到 但是现在的实力 可谓和叶飘灵不相上下 进步的确够金氏害俗的 究竟是哪位金氏强者在后帮她 因为按理来说 修为速度不可能会这么快 灵芝看着叶飘灵惊恶的目光 说道 叶飘灵 本来这次找你 是要一决高下的 但是看你现在这副狼狈样子 也不会是我对手 我已经给你挡住了一路的敌人 没有记错的话 已经有好几批人来追捕你了 你快逃命吧 如果这次你能活下来 就说明 你完全有资格做我的对手 哈哈 灵芝大笑着转身离去 叶飘灵看着倒地昏迷的丁太利 又看了看其余受伤的茅山弟子 忽然残忍的一笑 四颗獠牙 渐渐突出唇外 不多时 灵天耀带着天玄门众弟子赶到了 眼前的一幕 令灵天耀愕然一愣 在他眼前 硬生生地劈开 在沟壑纵横 一片狼藉的山地中 众人发现了数十具干瘪的尸体 看来 我们来迟了 灵天耀双眼冷光闪动 楠楠说着 在一处破败的山神庙 叶飘灵亮亮呛呛地倒在了神像面前 手中战剑此刻光滑流转 肖剑问道 飘灵死不了吧 嘿嘿 当然死不了 约耀臣猙獰地笑着 吃力地站起身 说道 有了那些人血液的滋补 我现在还不至于避命 就是有点虚弱 肖剑 你现在给我护法 我修补一下本源诗丹 嗯 肖剑阴了一声 便飞出山神庙 插在了山神庙门前 宛若守门神一般 叶飘灵就地盘腿而坐 但就在这时 叶飘灵隐隐觉得 有一双不怀好意的目光 总在盯着自己 心中不由杀鸡一动 缓缓扭过头去 却发现 那道目光 竟然是那尊山神像发出来的 不由沉声喝道 给我出来 不然我拆了你的老窝 上仙饶命 一阵光滑闪过 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 凭空显现出来 诚惶诚恐地向叶飘灵作一 看得出来 他很畏惧叶飘灵 叶飘灵打量了一下这个老头 一声问道 你就是这座山的山神 正是小神 山神再次作一道 叶飘灵搓着下巴想了想 忽然残忍地一笑 说道 那帮个忙 还要麻烦你现在就封山 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放任何一个人进来 也不要放任何一个人出去 当然 如果有实力超过你的 我也就不怎么为难你 但是你要敢给我放走一个 哼哼 叶飘灵说着 右手忽然爆出一团失火 小心不敢 小心不敢 山神急忙说着 立刻施法封山 在外看去 整个山脉正在逐渐消失 显得异常诡异 不多时 原来是山脉绵延的地方 只剩下了一大片沙地 之前的山脉 却不翼而飞 有了山神的协助 玉耀臣对于山中的动静 简直了如指掌 进入山中的 有四股人马 天玄门 逍遥门 茅山宗 和鼠山剑派 青年新一代高手 只来了丁太利 林天耀 和秋罪柳三人 其中茅山宗的队伍被灭 所以现在只剩下了三股人马 叶飘灵让山神施法 不断变换着山中的警务位置 果不其然 那三股人马 渐渐在山中迷失了方向 感知力也失灵了 毕竟他们现在 就在山神的掌控之中 在山中的感知力 当然不如山神强 叶飘灵此刻要不是挟持着山神 恐怕也会被山神玩死 林天耀此刻已察觉到了异常 说道 等等 秋罪柳看着目光瘦瘦的林天耀 说道 师兄 为什么我们无论如何 也走不出这片山谷呢 林天耀沉声道 看来 有人在搞鬼 叶飘灵看着身材矮小的山神 忽然伸手点在了山神背部 山神面色惊慌地看着叶飘灵 道 妮妮 你想干嘛 呵呵 叶飘灵笑道 没什么 就是害怕你在背后会摆我一道 所以呢 我在你体内种下了毒种 如果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那么毒种就会爆发 不知道你们这些神仙 会不会对试毒免疫 试 试毒 山神脸色顿时变得煞白 瞪着叶飘灵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叶飘灵背起战舰 笑道 我要出去了 不想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变为僵尸的神仙化 就好好帮我吧 放心 毒种会在六个时辰后自动解除 但是如果在这六个时辰之内我遭遇不测 那么 嘿嘿 后果你是知道的 叶飘灵说完 纵身跳下了山崖 叶飘灵最先准备向逍遥门动手 在山神的帮助下 逍遥门的弟子不仅迷路 而且还渐渐分散了开来 所以一般修为的弟子 简直成了靶子 让叶飘灵一个个的敲掉 逍遥门这次带领队伍的是两个中年男子 一个是天舞初阶的舞者 一个是龙舞高阶的舞者 任何一个都是真正的高手人物 如果单对单 叶飘灵还有战胜的希望 但如果两个都遇上 那么叶飘灵连跑路的机会也不会有 不过令叶飘灵苦恼的是 现在这两个就在一块 根本无法动手 就在叶飘灵束手无策之际 山神的声音 却在叶飘灵耳旁响起 大仙 我可以施法 换来地震山崩 您可趁机偷袭 我再帮您施展替身术逃脱 您看如何 叶飘灵听后大喜 连连点头道 那最好不过了 现在就开始吧 一场好戏 就此上演 逍遥门派遣而来的队伍 被山神和叶飘灵 尽数拆散和击杀 如今只剩下了五六个人而已 但由于 有那两个强者的坐镇 叶飘灵也一直没敢攻击 直到山神提出这个意见后 叶飘灵才终于找到了应对的办法 就在逍遥门赶到不对劲的时候 刹那间山崩地裂 坚硬的地面迅速军裂 有数名弟子 由于没有反应过来 便掉入了忽然裂开的地面内 生死未卜 那两名武者见情形不对 立刻纵身而起 其中一名问道 师兄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名中年武者目光如炬扫尸下方 皱眉道 有人搞鬼 没错 正是你们要找的叶飘灵在搞鬼 一声怒笑忽然响起 两名武者心头一阵狂跳 本能之下窜向两边 只见一道巨大的乌芒从天斩落 将本就一片狼藉的地面硬生生劈碎 狂暴的能量流 灭杀周围一切生灵 找死 一名武者怒斥一声 一掌 凌空盖向叶飘灵 叶飘灵 只觉一股重山峻岭般的距离瞬间压制 便被狠狠拍落 大地为之崩碎 而叶飘灵也被拍到了大地深处 只剩下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中年武者没有迟疑 手中一闪 一把巨刀凭空现出 刀身刀芒吞吐不定 发出阵阵痴痴之音 显得好生恐怖 等了好半天 叶飘灵竟然没有再出现 两名武者相视一眼 最后修为略低的武者 双手显出一把绽毛 破空刺向了深坑 指纹轰的一声震天爆响 那名武者惊道 师兄 他没在下面 什么 中年武者眉头一皱 自语道 难道他还懂得土盾 接着又想了想 暗自摇了摇头 说道 不可能啊 五行盾法是玄虎族的战绩 身为血印的叶飘灵 怎么可能会掌握呢 想到这里 中年武者眼中金光暴闪 对师弟说道 冷游 还有人在帮叶飘灵 小心 嗯 名为冷游的武者 看了看中年武者 冷笑道 何人如此大胆 敢犯天下之大部位 就叶飘灵 简直不知死活 冷游的话语 自然是传到了山神耳中 山神不由背弃的怒目原睁 漠然喝道 狂徒找死 竟敢亵渎神灵 话音未落 一块巨石从天而降 砸向了冷游 冷游自知不妙 立刻身形一晃 避开了山石 冷喝道 你是什么人 给我站出来 但是迎接他的是一个 凭空出现的巨大石掌 冷游冷哼一声 又全握紧 一道赤裂的真气破体而出 将石掌打得粉碎 石屑四剑中 冷游窜上刀中 双目如巨扫尸下方 但是依然没有找到 偷袭自己的人 中年舞者 此刻似乎看出了点端倪 对师弟说道 冷游 休得无礼 接着 当空对着群山施了一礼 说道 想必是山神大人吧 哼 山神只是一记冷哼 接着便没有了声音 一块巨石当空飞起 砸向了冷游 冷游顿时骂出声来 山神老二 休要这般欺负我等 说着 右手当空披下 只见一道璀璨的真气刃斩落 巨石再次劈碎 谁知一个人影 忽然从碎石中窜出 手中血色战剑练练舞动 倒到血色鸿芒如暴风雨一般地 斩向了冷游 天空都被映得一片血红 狂暴的能量波动席卷四方 冷游吃了一惊 连忙催动全身真气迎敌 中年舞者见 夜飘零现身 于是也不再理会山神 手中凭空献出一把战剑 杀向夜飘零 起料 被一个忽然出现的石人打飞 石人身高五米 显得很强大 中年舞者似乎知道了什么 顿时问道 山神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帮助这个僵尸 好 石人发出一阵怒笑 一记应全 便砸向了中年舞者 夜飘零此刻和冷游击站在一起 没有看得清两人的身体 只能看见 一红一百两团光芒在碰撞 期间不断传出金属的碰撞音 一股浩大的能量乱流肆虐着 就在两人逗了个难解难分之际 忽然间 一股恐怖的波动传来 石人和中年舞者 都忍不住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巨大的血色虚影 傲力当空 全身似乎缠着某种铁锁 此刻正疯狂地攻击着冷游 在这血影的攻击下 冷游竟然连连败退 血魂 真的是血魂 中年舞者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语气中充满了恐惧 巨大的血色魂影咆哮着 身上捆有由十八股老骤印形成的锁链 气势逼天 此刻两名舞者再无半点战役 因为在他们心目中 血魂不可战胜 山神念力形成的石人 此刻也盯着半空中的血魂 一时间竟忘了阻止中年舞者逃跑 冷游此刻叫苦不迭 因为他没有料到 自己的师兄 竟然丢下了自己一人逃生 不由大骂出生 冷意 你个小人 好 一声射人心神的咆哮响彻当空 夜飘零宛若一只修罗杀神似的 飞扑向冷游 手中战见血光赫赫 好不杀人 而其身后的血魂 更是杀气冲天 一只巨爪劈空抓向冷游 同时右臂围刀当空展落 批出一道足以开天的血色长红 冷游只来得及惨叫一声 便被血光彻底淹没 待血光消失时 冷游早已无影无踪 只看到片片蚕食血雨 散落当空 好 泻魂又是一声惊天咆哮 震得群山阵阵晃动 远在百里之外的城镇 都可以清晰地听到这恐怖的咆哮声 黄斧顺此刻坐在客栈房间喝着茶 听到了这声咆哮 扭头看向远处的茫茫群山 直见远处的天空一片血红 不由之间手指有力 茶杯顷刻破碎 废物 一群废物 黄斧顺缓缓站起身 转念想了想 也恍然地点了点头 也对 毕竟叶飘灵身上富有血魂 当今世上有谁能与血魂对抗呢 恐怕迄今为止 也只有富有魔魂的吴段风 能与之匹敌了 但是吴段风这几日离奇失踪 仿佛从世界上蒸发了一般 黄斧顺知道 现在的叶飘灵 已经超出了自己所能对付的范围 便又开始联系正道各路高手 凭借逍遥门的声望 再加之慈航敬斋 敬念禅宗 天玄门等数个东方大门派 一股灭尸大军迅速组建了 而也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景昊也带着默默下山了 而现在的景昊身上 明显多了一股暗黑气息 显得很阴冷 默默似乎没有在城市走过 所以看到什么都很好奇 此刻默默正握着一串糖葫芦 和几串烤肉 兴奋到 景昊 没想到山下这么好玩啊 景昊现在心情也正直大好 说道 当然了 山下好玩的地方多着呢 哇嗯 什么东西 好像 默默皱了皱小鼻子问着 忽然指着前面的一家客栈 欢呼雀跃道 是那里 说着便跑了过去 景昊拉住默默 无奈地问道 默默 你还能吃下去吗 默默颇为认真的看着景昊 义正言辞道 景昊 我唐默默郑重地警告你 不要再侮辱我的胃口 说着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客栈 景昊叹了口气 任命地跟了进去 看着大吃大嚼的默默 景昊却全然没有胃口 因为他此刻 在听邻座上几个修者的对话 据说现在名门正派 已经全部将叶飘凌 列为头号大敌了 昨天在南疆荒山中 逍遥门的两名高手 便和叶飘凌展开了激战 结果怎么样 结果 哼哼 一个死了 一个带伤逃回 看那情形 叶飘凌也没死 怎么还没有弄死他 这个叶飘凌 有多厉害啊 谁知道 我们也绕道走 这僵尸也不起啊 神族见了师族 也要退让三分呢 更别说 我们这些小修者了 我还听说 阁眉先派 也插手这件事了 哼 以他们嚣张跋扈的性格 能不插手吗 插手吧 叶飘凌争取 在教训教训这群家伙 景昊听着这些话 嚼腊一般地吃着饭菜 没想到自己这么长 时间没有下山 老大的处境竟然这么难 自己还要去袭击老大吗 但是自己在冰封那里 学到这么多战绩 为了就是要杀死老大 但是自己 景昊心乱如麻 叶飘凌现在怎么样呢 叶飘凌现在正躲在一处 幽深的山洞中 盘坐在地 周围血光悠悠 战剑就插在自己身旁 剑身上也泛着悠悠血盲 片刻后 叶飘凌身上血光内敛 山洞中重归幽暗 但是对叶飘凌这个僵尸来说 黑暗并阻止不了他什么 飘凌 你在想什么 肖剑问道 叶飘凌深深吸了一口气 说道 我在想很多 哦 说说看 肖剑笑了 叶飘凌起身说道 我在想怎么样 才能让世人容下我们失足 我还在想 怎么样 才能拯救世人 我还在想 我为什么要拯救世人 我还在想 我为什么而存在 为什么而战斗 肖剑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要想让世人容下你 就先要让世人明白自己最终的敌人是谁 至于后面那几个问题 我无法回答 最终的敌人 叶飘凌喃喃自语着 没错 战间自行飞起 在山洞中转着圈 说道 飘凌 你之前不是告诉我 你到达了世神宗的遗址了吗 而且见到了宇天前辈 那么他应该知道 最终的敌人是谁 众神为什么会失踪 这些都是突破口 对了 肖剑正说着 忽然一阵兴奋 怎么了 叶飘凌问道 战剑服到叶飘凌面前 肖剑道 我们去第三大陆 那里可能会有答案 呵呵 我们怎么去呢 要知道 第三大陆和东大陆之间 存在着一片禁忌之海 进去只是死路一条啊 那算了 等等等等 我们两个现在什么 也不要想 先来说说 最近都发生了什么事 梳理一下线索 飘凌 你现在要干什么 肖剑问道 叶飘凌眯眼想了想 说道 我准备先去查找血衣的下落 然后看能不能从西方血族那里 搞到点线索 你现在出去 就是被人追杀 你还怎么找 肖剑不无担心地说着 叶飘凌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那就找血族帮忙 实在不行就杀 如果这次出去的话 我先去鲁星师家一趟 杀鸡警侯 嗯 这个也可以 肖剑说着 就在这时 洞外忽然传来一阵响声 叶飘凌和肖剑都是一阵警惕 叶飘凌一把抓住战剑蹲在地上 听着愈来愈近的脚步声 叶飘凌手中的战剑也握得更紧 叶飘凌紧握战剑 忽然间眉头一皱 行道 肖剑 你感觉到生命气息了吗 啊 没有 肖剑一阵沉吟 念力传来 没有生命气息 那么他们就是死物 会是什么 叶飘凌自语着 就在这时 两个摇摇晃晃的身影走了进来 显得毫无意识 黑暗中 两点赤芒一眨一眨的 叶飘凌心道 是僵尸 是被控制的僵尸 鲁星师家 肖剑说出了这个名字 不知道 叶飘凌摇了摇头 战剑随手挥出 血红闪过 两具僵尸被削为两半 栽倒在地 叶飘凌起身冷笑道 看来这两个僵尸 是刚刚被挖出来的 真可怜 死了 都要被人挖出来 飘凌 我们要出去吗 肖剑问道 叶飘凌扛着战剑 说道 拒六个时辰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出去 将被封在山里的人 能杀多少杀多少 既然都一口咬定我是恶魔 我今天就做一次恶魔 哈哈 叶飘凌笑着 大 走向洞外 夕阳西下 南疆荒山的天空 再次被血红取代 正准备率领 众人扎营的灵天耀 忽然赶到荒山西部 雪光耀天 连忙率领众人 赶往出世地点 但是在半路中 灵天耀一行人 便已经有了损失 被树枝刺死一人 刺伤三人 另有五人神秘失踪 不用说 定是山神干的 等到灵天耀众人 赶到出世地点时 叶飘凌正坐在树上看夕阳 在树下 扔着三具干尸 显得十分怕人 闻到圣人的气息 灵天耀双眼见冷 冲身后仲天悬门弟子 低声喝道 你们都退后 其他人不敢怠慢 连连后退 看着仲弟子消失在丛林 叶飘凌嘴角 浮现出一丝阴冷的笑容 因为他知道 山神足够对付这些人 灵天耀右手一抖 一把长剑抖出 咬指叶飘凌 冷声道 邪恶 今日你必死无疑 嘿嘿 叶飘凌只是冷冷一笑 手中战剑横扫八方 剑芒吞吐不定 直批灵天耀 灵天耀低贺一声 身形暴退百米 继而又回窜来 手中长剑 只取叶飘凌胸膛 叶飘凌横剑挡住 一人一尸 迅速站作一团 叶飘凌并没有再次召唤泄魂 因为那样 自己永远也不会变强 和灵天耀战之数回合 叶飘凌和灵天耀对轰一拳 一阵气静横扫 两人同时暴退百米 止住身形 叶飘凌将战剑赋于背后 肖剑不解道 飘凌 你干嘛 叶飘凌双手的指甲渐渐突出 说道 对付她 我还用不着你 好久没有用过我自己了 说着 皮肤也迅速干枯 体肤变得清黑 鼓鼓湿气一出 她在湿化 一见到叶飘凌湿化 灵天耀也是连退束步 手中常见一声长鸣 先发致人冲向了叶飘凌 叶飘凌一声长笑 冷声道 我就是一把魔兵 说着扑向了灵天耀 两团光芒在空中撕扯着 没有人可以看清 光团内部发生了什么 但是从四宗的进气可以得知 两人此刻正在进行着一场殊死搏战 叶飘凌湿化 尸体的防御程度不可小视 灵天耀几次得手 但常见刺在 叶飘凌身上直奔火星 一点用也没有 叶飘凌湿找一挥 弹开了利剑 接着尸口一张 一团湿火呼啸而出 吓得灵天耀为之色变 连忙包退 堪堪躲过了湿火 暗呼好险 接着按照茅山树 喷出一口自己的本命精血 涂抹在剑身上 怒擦一声 再次刺向了叶飘凌 叶飘凌这次明显有点顾忌这把剑了 立刻侧身闪过 同时吐出了湿火 但是依然没有击中灵天耀 灵天耀左手接剑 右手画掌一击劈砍 一道犀利的掌风 结结实实地印在叶飘凌胸部 叶飘凌从空中跌落 在山地中砸出了一个大坑 一股冲击波 横扫四方的秃地 激荡起 阵阵沙尘 灵天耀一击得手 手中长剑发出一声响亮剑鸣 一道长达十丈的剑芒爆燃而出 随着长剑脱手而出 大为天剑 灵天耀一声怒吓 剑芒直冲夜 飘凌落地之处 所到之处虚空尽碎 可见其威力非凡 转眼隐没在烟尘之中 好 一声震慑人心的狮吼传来 一道血色身影 拨地儿起 直冲云霄 灵天耀吃了一惊抬头而望 只见夜飘凌长发凌乱 皮肤干枯 宛若盖世凶魔一般 全身血气滚滚 好不杀人 只不过在夜飘凌腹部 明显插了一把利剑 利剑贯穿了夜飘凌尸身 正是灵天耀手中的利剑 看着仰天怒笑的夜飘凌 灵天耀竟然丧失了再次进攻的勇气 明明自己是一击得手了的 但是现在心中却泛起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只见夜飘凌双手死死地握住利剑 一声咆哮 将利剑拔出体外 当空折成两半 紧接着化为一道血红 直冲地面上的灵天耀 灵天耀瞳孔一阵紧缩 躲避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退无可退之下 灵天耀同样大吼一声 催动全身真气 撞向夜飘凌 两人宛若两颗相向而行的导弹一般 撞在了一起 一道炫目的强烈光滑闪过 狂暴的冲击波 再次摧残着四方的一切 大的出现了一个直径达数百米的大坑 坑中的泥土 都被肆虐的静气翻了一边 变得支离破碎 山中恢复了平静 只有萧瑟的寒风和一地的狼藉 似乎在诉说之前发生的一切 夜飘凌不见了踪影 灵天耀不见了踪影 两人似乎在那拼命的一击中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整座山都安静了 夜飘凌和灵天耀的一战 几乎毁灭了一山的生灵 一只血手推开了身上的碎石 紧接着一个满身鲜血的长发男子 爬出了地面 右臂已经完全断掉 血淋淋的不堪堵目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一击之下未死的灵天耀 灵天耀此刻 全身没有一丝的力气 可以说 现在随随便便一个农夫 也能一铁锹拍死他 看着满目疮痍的荒山 灵天耀忽然无力地笑了 接着便是大笑 狂笑 夜飘凌 夜飘凌你又怎么样 依然不是死在我的手中 说着 忽然胸口一阵钻心的剧痛 灵天耀吐出一口鲜血跪倒在地 拉开已经破烂不堪的衣物 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胸膛正在破裂 一道道骇人的裂缝 正在自己胸膛上蔓延 这 这怎么回事 这 不要 不要 灵天耀此刻 一脸惊恐地叫着 竭力向运转体内蒸气 但是在刚才的搏命一击中 自己已经将自己体内 本已不多的蒸气挥霍一空 现在体内可以说是空空如也 不 得一声怪响 一只血淋淋的爪子 从灵天耀体内探出 接着是第二只爪子 灵天耀 你以为 你是我的对手吗 嘿嘿嘿 月曜晨那宛若死神的冰冷声音 在灵天耀身前响起 绝望的灵天耀 不顾胸前涌出的鲜血 和那血淋淋的爪子 呆滞地看向了自己面前 只见干湿一般的夜飘零 跳出了地面 落在了自己身前 一双血色迥然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自己 四颗獠 正泛着丝丝寒光 这是 这是为什么 你明明 没有伤到我 灵天耀指着夜飘零 一脸都不敢 切 夜飘零残忍的一笑 暗中运转尸身活化术 化为正常人的模样 右手伸向灵天耀 冷冷一笑 说道 附魔术 话音刚落 一个血色魔影 从灵天耀体内蹦出 隐没在了夜飘零手心 而灵天耀的胸膛 爆出一团血光 在临死的那一刻 灵天耀终于想起来 在自己和夜飘零对机的那一瞬间 夜飘零的的右手 的确划过了自己胸前 但是那时自己没有任何异样 反将夜飘零一掌击落 但是没有想到 一个附魔术 让自己永远寒狠 破 就在灵天耀刚刚倒下的时候 夜飘零也一个站立不稳 跪倒在地 肖间这时说道 飘零不现在不能再站了 离开这个地方 好好地疗伤吧 追杀你的人不止一个两个 夜飘零压住了体内的翻江倒海 站起身来 说道 不用了 我要变得更强 我要去迎战 你疯了 你这种状态去迎战 那简直就是找死啊 肖间无不着急地说着 找死 哼哼 那也比等死强 夜飘零说完 不顾肖间的反对 静止出了荒山 直奔鲁姓施加而去 艳阳当空 夜飘零带着斗笠 走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 一句话也不说 低头匆匆而过 沿途看到不少修行之人 在大街上漫步 看来自己的脑袋真是值钱 竟然有这么多人 愿意为了自己的脑袋 而来到了城市之间 心里这样想着 夜飘零更是加快了速度 免得一会儿被认出来 又是徒增麻烦而已 自己现在需要的是强者 夜飘零现在心中 有一个疯狂的想法 就是不断地找强者 在一次次生死之间中 激发自己无尽的潜能 他在赌 他在赌士族的无上站立 正当夜飘零走到一家客栈门前时 只听到客栈中轰的一声巨响 紧接着一张桌子 便静止飞了出来 夜飘零眼中寒光一领 伸手将砸向自己的桌子拍得粉碎 继而冷冷地看向了客栈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灵狐渊的怒吓从客栈中传出 紧接着又是一阵气静爆裂声 接着灵狐渊吃力的声音传出 雪儿带着小灵雨先走 哥哥 你小心 令狐威雪跑出 夜飘零伸手去抓 没想到令狐威雪看都没看 一记御长便拍向了自己 吓了夜飘零一跳 夜飘零连忙抓住了 灵狐威雪的御长 急道 喂 是我 哥哥 令狐威雪暂时没有 听出夜飘零的声音 小灵雨却听出了 顿时哭着扑到了夜飘零怀中 宛若受了莫大的委屈一般 灵雨 怎么 夜飘零看着哭成一团的小灵雨 心中也止不住一阵酸涩 的确 自己这个哥哥做得太无能了 竟然连自己的妹妹也保护不了 哥哥 你不在 他们都欺负灵雨 灵狐哥哥帮灵雨打架 可是人家人多 灵狐哥哥也占不到便宜 小灵雨稚嫩的同音气声说着 夜飘零微微一笑 哄道 小灵雨 好了好了 哥哥不是回来了吗 怪 不哭 你先和灵狐姐姐待在这里 我去帮灵狐哥哥教训那些混蛋 夜飘零话还没有说完 只听到二楼砰的一声闷响 灵狐渊撞断了二楼上的护栏 落在一楼 向后划了数米 一连撞翻了三张桌子 才堪堪止住了身形 捂着胸口 单膝跪在了地上 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 哥哥 你没事吧 灵狐微血见状 顿时花容失色 连忙上前扶住了灵狐渊 看着自己的妹妹 灵狐渊明显有点着急 雪儿 你怎么还在这里 小灵雨呢 没事 她在这里 夜飘零微微笑着说道 灵狐兄 真是难为你了 欠你的 我将来一定还给你 夜飘零真挚地说着 二楼上 三个蒙面人居高临下 看了看负伤的灵狐渊 又看了看抱着小灵雨 头戴斗笠的夜飘零 没有说话 一起腾空跃起 全部冲向了夜飘零 夜飘零眼中 寒光暴闪 右手也探了出去 看来凌空杀来的几人 夜飘零眼中血光瞪现 身形一抖 右手随之探出 竟然直接掐住了一个黑衣人的脖子 手指用力 上前再视一脚 同时低声喝道 灵雨闭眼 小灵雨连忙闭上眼睛 夜飘零一脚踹在了黑衣人身上 顿时一个没有头的尸体向后飞去 而她的头 正在夜飘零手中握着 众人看得顿时心生凉气 如此狠辣血腥的手段 还真的不多见 就连灵狐威雪也被发气狠的夜飘零吓了一跳 眼神复杂地看着夜飘零 夜飘零冷哼一声 将头颅扔在地上 然后将小灵雨交付给了灵狐威雪 看着周围眼中略显退役的几人 冷声道 谁还想来 剩下的两名黑衣人相视一眼 继而一口同声道 杀 接着从袖中弹出两把短刀 刀身上隐隐有流光闪动 应该是背下了某种加持咒语 或者就是徒有剧毒 但是看了看灵狐渊 没有中毒的迹象 那就应该不是毒了 应该是某种加持咒 夜飘零在想这些 而那两名黑衣人已经杀了过来 四把短刀在空中挥得狐狐生风 倒倒无形的犀利刀芒 迎空乱舞 好多无辜的捉凳被搅得粉碎 目屑四扬 进风四中 夜飘零与两个黑衣人激战在一起 所形成的能量暴流越来越来 众人也被渐渐逼出客栈 但就是众人在逼出客栈的后一刻 便都在庆幸自己及时离开了客栈 因为整个客栈在他们离开后忽然崩塌 一道血红破顶而出 只见一个健壮的长发青年傲立当空 一头长发肆意舞动 隐隐中有血光泛出 而两只野兽般的眼睛 也射出两道血红的神盲 周围湿气滔天 魔云蔽日 宛若末日来临一般 好不怕人 咦 这个人好熟啊 我想起来 这个人就是僵尸夜飘零 那次和吴段峰打的时候 我在现场 他是夜飘零 对 没错 是夜飘零 肯定是夜飘零 是僵尸啊 灵狐家族 竟然和僵尸夜飘零有关系 不知是谁在人群中 喊出了这一句 整个人群一阵哗然 目光全部汇聚在了 灵狐渊兄妹身上 而灵狐渊和灵狐威血文言 也脸色大变 他们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但是都没有说话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夜飘零也自知身份暴露 顿时不再有任何迟疑 破天指引空斩下 百丈血盲破空披落 宛若一条血色神龙 一名黑衣人刚刚冲出客栈废墟 便被这血盲一展为二 化为一阵血雨分洒而下 另一名黑衣人 估计知道了夜飘零的身份 连忙向远处逃顿而去 因为夜飘零的凶名 他不是没有听过 看着远逃的黑衣人 夜飘零冷哼一声 谢富咒 只见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笑音 一道道血色湿气 从夜飘零体内暴射而出 宛若数十道巨蟒 快速延伸向了那个远逃的黑衣人 远远看去 只见几条巨大的血蟒 在半空中快速前进着 不一会儿便将一个人吞没 夜飘零没有废话 一手抓住那人的天灵盖 夺取了记忆 将人便扔向了一边 血蟒再次卷出 等到月澳尘收回血气的时候 那个黑衣人 竟然连渣也没有留下 他在吃人 夜飘零在吃人 五百年前 与吴断峰一样的招式 一样的恐怖 夜飘零落回地面 小灵雨一脸开心地扑了过来 笑道 哥哥 夜飘零宠密地笑了笑 抱起小灵雨 接着看向了灵狐渊和灵狐威雪 不顾周围众人的 又爬又惊的目光 问道 你们 现在准备怎么办 灵狐家族 肯定容不下你们了 灵狐渊想了想 接着笑道 没事 我们还是要回一趟家族 给家族解释一下 说不定能混过去 夜飘零沉默了片刻 再次问道 你确定你想好了 灵狐渊点了点头 嗯 没错 我想好了 好 祝你顺心 再会 夜飘零微微一笑 转身便抱着小灵雨走了 小灵雨也够聪明 连忙回首道 灵狐哥哥 灵狐姐姐再见 灵雨会想你们的 趴在灵雨脑袋上的小雨 也一一压压地叫着 似乎也在告别 那模样几乎让众人都不敢相信 一个动物 竟然能做出那么人性化的表情来 抱着小灵雨走着 夜飘零也不知道 自己该去哪里 世界这么大 只不过却似乎没有 自己的立足之地 不管到了哪里 面对自己的只有杀戮 哪怕自己已经厌倦了杀戮 只不过自己没得选择 想着想着 夜飘零忽然想起了北荒自己的老家 失眠荒漠 但是又摇了摇头 因为那里 自己也待不下去了 因为想杀自己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看着怀中的小灵雨 夜飘零忽然想将小灵雨送回昆仑 但是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想 哥哥 你在想什么呀 看着夜飘零一脸的沉思 小灵雨不由问出声来 听着那稚嫩的铜音 夜飘零心中感到了一丝温馨 或许只有小灵雨 才会真正发自内心的关心自己吧 哥哥没 夜飘零微微一笑 没再说话 来到巨城外不远的一家客栈 夜飘零重新带着斗笠 租了客房 将小灵雨安置下 看着沉沉睡过去的小灵雨 夜飘零这才起身 纵身向灵狐家族所在的地方赶去 因为夜飘零知道 灵狐家族是不会放任令狐渊 和令狐威雪败坏家族的名声 对于这些大世家 夜飘零在生前便已了解不过了 为了所谓的名誉 家族中人的姓名 有时候简直不堪一提 一路封城 夜飘零将体内功力提至极限 湿气催发血气 令夜飘零看起来 宛若一颗划过夜空的血色流星 消失在了天际 灵狐世家 号称南疆第一世家 以剑术闻名天下 其开家祖师灵狐冲 据说就是以手中的一把长剑 破开天际 灵空而起 成就一代强者传说 此刻在灵狐家族的祠堂之上 灵狐家骨干齐聚 对着灵狐冲的神像败了三拜 接着 令狐渊和令狐威雪被带了上来 跪在神像面前 灵狐家主灵狐威龙 虽然面色不忍 但是看了看身边那些默然的长老 也只能任凭自己的儿女被处置 令狐渊 灵狐威雪 对于你思通邪恶僵尸业飘零一事 现在当着祖师爷的面 讲清楚吧 白发苍苍的大长老 站在两人面前 语气异常的冷漠 灵狐渊挺胸抬头 义正言辞道 飘零固然是僵尸 但是 他不是邪恶 你们没有接触过他 所以只能妄下结论 于二 一 灵狐威龙听到自己儿子如此大逆不道的话语 不由脸色一击 但是被大长老一眼瞪了下去 只听大长老 依然不急不缓地说道 家主大人 这件事情 应该由我们长老堂解决 还请家主大人 不要插手为好 灵狐威龙嘴唇动了动 但是无话可说 剑镇住了灵狐威龙 大长老这才看向了面前的灵狐渊 又看了看灵狐威血 忽然叹了一口气 微微摇头道 没想到 我们灵狐家 竟然会出现这种败坏门风的事情 这是我们长老堂的错 没有 大长老的话还没有说完 灵狐渊便冷笑出声 斜眼看着大长老 冷笑道 别装了你 你安的什么心 恐怕灵狐家的核心人员都知道 于二 灵狐威龙似乎知道 灵狐渊要说什么 顿时脸色大变 连忙就要上前 大长老没有阻止 灵狐渊却大声说道 父亲 难道你就真的看不出来 长老会的狼子野心吗 他们这次就是要杀我 今天杀了我 明天可能就是大哥二哥 直到把你身边厉害的人杀光 他们才安心 因为那样 他们就能牢牢地控制住你 你 大逆不道 大长老脸色忽然阴沉了下来 一股骇人的元气波动 从大长老身上喷涌而出 逼得毫无准备的 灵狐渊连连后退 忽然感到一股静气 击中自己胸部 脸色一白顿时吐出了一口鲜血 而就在这时 那股浩大的波动又忽然消失了 仅此一击 灵狐渊便知道 大长老才是灵狐家族中 难得一见的高手 自己家族究竟是什么局面 作为灵狐家第一传人的灵狐渊 不可能不会知道 长老会和自己的父亲 也就是灵狐家主暗斗不断 自己一直奇怪 为什么父亲不挑明矛盾 一举攻破长老会 原来对外毫无武力的长老会 竟然有如此的高手 难道 大长老已经步入了传说中的真武之境 灵狐渊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虽然很不愿意相信 但是能在一动不动的情况下 将自己重伤 可见大长老的实力 有多么的强横 就在灵狐渊胡思乱想之际 大长老冷漠的声音已经传出 按照家规 败坏门封者 重罪 理应废去一身修为 逐出家族 以下犯上者 废除武功 独自生存 现在灵狐渊两罪并罚 那就以死谢罪 至于灵狐威血 废除一身功力 逐出灵狐家族 用不得进家门 此言一出 满堂皆经 要知道 灵狐威血是灵狐威龙最宠爱的掌上明珠 而灵狐渊 更是整个家族中新一代的佼佼者 长老会这么做 明显是在遏制灵狐威龙的势力 其险恶用心 可见一般 就在长老会的人 现身准备执行的时候 忽然只见 整个灵狐家族湿气滔天 磨云蔽日 阵阵狂风肆意卷动 似乎预示着一场腥风血雨 将要在灵狐家族中展开 看着祠堂外异象突起 整个灵狐家族 似乎都闻到了一股彻天的杀气 灵狐渊和灵狐威血 也是愕然一愣 相识一眼 他们知道谁来了 除了叶飘灵 不会有第二个可能 果不其然 就在灵狐渊兄妹 想出了来人是谁的那一刹那 叶飘灵那 阴森狂傲的声音 已经自摸云至上滚滚传来 想变了整个灵狐家族 令灵狐家所有人心惊胆战 谁若是碰我朋友一根毫毛 我定让他死无全尸 话音刚落 一只巨大的血爪 从云端拍下 静直抓向了 刚刚冲出祠堂的大长老 一股崇山峻岭般的威力 瞬息而至 大长老眼中金光一闪 陈鹤一声 不躲不避 断然一掌迎向了血爪 一道磅礴的掌力 与血爪拍在了一起 一股狂暴的能量波席卷四方 逼得众人连连后退 破天指 怒鹤升起 云端之上 一道宛若魔兵般的血色长红 劈裂长空 携带着无尽的杀气 展向了大长老 大长老身形一闪 血爪继续抓出 将灵狐渊和灵狐微血裹入其中 两人惊呼一声 已经消失了身影 魔云也随即退去 没有一丝一毫的停留 不一会儿 天地间复归清明 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 野外 夜飘零将灵狐渊和灵狐微血放回了地面 而自己身子一阵摇晃 一口心血喷出 机遇晕倒 令狐渊没有说话 只是一把拉住了身形正在倒下的夜飘零 他知道 夜飘零和大长老对击的那一掌 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 两人不分上下 但是他知道 夜飘零已经受了不小的内伤 僵尸和人不一样 僵尸能吐血 那就说明 伤势已经非常严重 你 你没事吧 灵狐微血不无担心地问着 继而又看了看四面荒芜的野外 根本没有什么可以休息的地方 灵狐渊倒是没有令狐微血那般着急 只是看了看夜飘零 单声说道 你本来不应该去的 你是在引火烧身 哈哈 夜飘零吃力的一笑 说道 引火烧身 呵呵 想烧我的火还少吗 反正灵狐渣已经决心要除掉我 不管我今晚就不救你们 和灵狐渣之间 也没有什么回转的余地了 那还不如救了你们 我说过了 谁对我好 我对谁好 况且你们 替我照顾淋雨这么长时间 我也不可能让你们跳入火坑 而袖手旁观 说话间 夜飘零已经站直身 强压下体内伤势 冲两人微微一笑 说道 好了 我也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 我先走了 灵狐渣还在客栈里 说着转身欲走 飘零 你准备去哪里 灵狐渣在后面问着 夜飘零站住脚步 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说道 杀人 或者 被杀 那灵狐呢 灵狐渣接着问着 灵狐 夜飘零迟疑了 对啊 灵狐 自己要是真的死了 灵狐该怎么办 想了一会儿 夜飘零转身看向了灵狐渊和灵狐威雪 忽然说道 要不 我将灵狐交给你们 你们再替我照顾灵狐吧 呵呵 灵狐渊走向了夜飘零 说道 看来 我们真的要统一战线了 一路急赶 终于回到了客栈 从窗内翻进房间 夜飘零特意看了看 有没有人跟踪自己 不过很好 灵狐家的人并没有追出来 灵狐威雪 此刻 在环视了一下房间 忽然问道 咦 夜飘零 灵狐呢 说着走到床边 小雨此刻正静静地躺在床上 呼呼大睡 却不见灵狐的身影 灵狐 夜飘零愕然一愣 扭头看向床上 顿时脸色大惊 说道 我走的时候 明明把她放在床上的 她 别喊了 我在呢 夜飘零话还没有说完 便听到灵狐稚嫩的声音响起 房门打开 只见小灵狐一脸微笑地走了进来 就在夜飘零准备上前的时候 却忽然警觉地站住了脚步 因为她感到 灵狐有点异样 那种眼神 自己似曾相识 但是绝对不是小灵狐的眼神 还有那股出尘的气质 和说话的语气 都不是小灵狐 你 你是谁 夜飘零问出声来 声音也变得阴冷 右手更是抓住了背后的剑柄 灵狐渊和灵狐微雪 此刻也感到了小灵狐的不同 全部紧盯着小灵狐 都是一副如灵大敌的样子 喂 你到底是谁 快点离开灵狐的身体 夜飘零见小灵狐笑而不语 只是看着自己几人顿时怒合出声 背后血色战剑拔出 一道森然冷光划过 而夜飘零周身的湿气也开始涌动 离开 小灵狐微微一笑 接着说道 笑话 这本来就是我的身体 我还要离开到哪里 说着缓缓走向了床边 灵狐渊拉着自己妹妹 缓缓退了两步 让开了路 夜飘零右手紧握战剑 似乎随时都要发动袭击 但是现在 站在自己眼前的是小灵狐 要是自己动手 这个人会不会死 自己不知道 但是小灵狐 绝对会死 考虑间 小灵狐已经坐回了床 又似乎想起了什么 扭头看向了夜飘零 忽然和善地一笑 说道 放心 我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再说了 这具身体 本来就是我的本尊 我更不会伤害 小僵尸 看来我离开后 你的确变强了不少啊 哈哈 小灵狐说完笑了两声 躺在了床上 脸上的笑容快速消失 身上那股出尘的气质 也随之消失了 夜兄 这个人是谁 灵狐冤问着 夜飘零没有说话 只是愣愣地摇了摇头 脑中还在回想着 小灵狐刚才的那句话小僵尸 看来我离开后 你的确变强了不少啊 哈哈 这个人 究竟是谁 夜飘零迷茫了 接而又想起了之前 令狐微雪说的 小灵狐忽然变强 并一掌重伤 雌行近斋传人安迭彻 还有就是昆仑老妖什么的话 难道 是灵狐的前世回归了 念及此处 夜飘零忽然意识到 刚才和自己三人对话的 应该是一个在上古时期 便已经傲视群雄的绝世高手 嗯 就在这时 小灵狐却忽然发出一声呢喃 接着揉了揉心松地睡眼 吓了三人一跳 夜飘零本能之下 再次握紧了战舰 小灵狐娇地打了个哈欠坐起身 睡眼朦胧地看了看几人 先是微微一愣 接着忽然蹦起身来 一脸开心道 啊 雪姐姐 灵狐哥哥 你们怎么都来了 是不是想灵狐了呀 说话间 灵狐光着小脚丫跳下床来 一把扑进了灵狐威雪怀中 看见小灵狐的举动 三人心中不由长舒了一口气 看来小灵狐已经恢复正常了 重新将小灵狐哄睡着 夜飘零三人却毫无睡意 坐在桌子旁 喝着茶 烛光依然摇曳 夜风微带凉意 看了看小灵狐的甜心睡脸 灵狐威雪起身 轻轻地关了窗 又去替小灵狐盖好了被子 夜飘零看着眼前的热茶 一动没动 本来僵尸也不喝茶的 沉默了一会儿 夜飘零悠悠说道 灵狐兄 你们离开南疆吧 离开 灵狐渊眉头微微一皱 说道 那我们去哪儿 我们能去哪儿 夜飘零又是一阵沉默 才缓缓说道 昆仑 灵狐渊不解地看着夜飘零 问道 昆仑 去哪里干吗 夜飘零抬眼看了看熟睡中的小灵狐 私存了片刻 才将神木告诉自己 小灵狐渊身世的事情 讲给了灵狐渊 听完夜飘零的叙述 令狐渊和灵狐微雪 没有特别的惊讶 因为在小灵狐一掌重伤安蝶撤的那一天 两人就已经猜测到 小灵狐应该是某个上股强者的转世 所以 这次听到了夜飘零的叙述 倒也没怎么觉得意外 灵狐现在的主魂已经苏醒了 继续留在身边 难免会出事端 而且我现在已经是全天下的追杀对象 带着灵狐也多了很多顾虑 还不如将他送回昆仑 看昆仑会怎样安置他吧 你们现在在南疆 也是十分的不安全 你们家族的人 肯定会四处追捕你们 要是被抓 等待你们的依然是死罪 与其这样 还不如北上昆仑 那样 别说你们家族了 就算是慈航敬斋和峨眉先派 也不敢去昆仑胡闹 那你呢 你不和我们一起去昆仑吗 灵狐渊皱眉问着 不行 我不能去 夜飘零摇头道 我还要留在南疆吸引各大门派的注意力 这样 你们才有可能顺利地逃出南疆 况且 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 也离不开南疆 你还要做什么 灵狐渊雪问道 呵呵 夜飘零扭头看向了灵狐渊雪 只是微微一笑 并没有说什么 此刻 在狐妖一族内 夜空中忽然异象突起 一片耀眼的金芒滑破虚空 一股浩大的能量爆流 随着金光的出现 似卷而出 那尊巨大的图腾神像 轰然倒塌 狂风大起 电闪雷鸣 宛若世界末日一般 吓得狐妖一族跪拜在地 祈求上苍息怒 而在电闪雷鸣之间 一颗璀璨耀眼的流星 却划过了阴云 带着一股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 消失在了茫茫后山之中 也就是狐妖一族致强者的安息之地 同样是图腾大神冰封的所在地 而远在千里之外的夜飘零 忽然心中一动 不知为何 一股强烈的不祥感 升上了心头 而正在熟睡中的小铃鱼 周身更是抱起了一阵耀眼夺目的白光 但是仅仅是一闪而逝 只不过这等一样 自然令几人惊一不定 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 有大人物来到了人间界 初满堂皆经 要知道 令狐威雪是令狐威龙最宠爱的掌上明珠 而灵狐渊 更是整个家族中新一代的佼佼者 长老会这么做 明显是在遏制令狐威龙的势力 其险恶用心可见一般 就在长老会的人 现身准备执行的时候 忽然只见 整个灵狐家族湿气滔天 魔云蔽日 阵阵狂风肆意卷动 似乎预示着一场腥风血雨 将要在灵狐家族中展开 叶飘凌怒吼着 不等那些灵战士动手 自己便先一步地施展了破天指 静芒划过 空间尽碎 志强的力量激荡四方 灵战队也不敢是其锋芒 立刻四散躲过 如今的叶飘凌 早已不是之前的叶飘凌 独自斩杀百敌的他 生命对他来说 已经没有值得怜悯的地方 刚何况 还是这些没有生命的灵战士 血剑似灰 浩大的力量波动四处激荡 整片天空也变得一片残虹 灵战队被强大无匹的血色湿气 逼得连连后退 破天指一出 神魔胆寒 百丈长虹破天斩落 当即便有数名灵战士 被处以妖斩击刑 污血乱箭长空 图神手撕裂晴天 聚照四五 区区灵战士 叶飘灵也没有任何的留情 仅存的那一丝不忍 现在也被叶飘灵 抛到了九霄云外 都去丢死 彻底的死吧 叶飘灵怒吼一声 血腹咒 绝学施展 顿时磨云磨云密布 乌雷滚滚 在咆哮的飓风中 受到强大的湿气流 宛若迢迢猛猛龙在空中翻滚 透过乌雷 瞬间将灵战队淹没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不远处的那个神秘的飞行器 突然爆射出一道 异常耀眼炽烈的光柱 冲破了叶飘灵所形成的湿气障 将数十名灵战士 从光柱内收回到了飞行器内 妈的 叶飘灵骂了一句 心中暴怒 收回湿气 湿气在自己体表 竟然凝结出一层保护盾 宛若一身坚硬的盔甲 远远看去 一片血色 叶飘灵一头雾发肆意舞动 一股无形的强大威势覆盖八方 宛若盖世魔神灵凡一般 饿了 叶飘灵双眼血光激射 手中战舰吞吐血盲 发出阵阵痴痴之音 双手紧握战舰劈砍向了飞行器 没有强大的湿气攻击 硬生生的物理攻击 但是即便如此 整个空间壁 依然在叶飘灵那强大的示威下颤抖着 飞行器似乎也意识到了 这一击的步凡 顿时连忙后撤 但是却忽然发现 竟然一动不动 被叶飘灵的气势生生压制 就在叶飘灵一击僵重的时候 飞行器却忽然消失了身影 叶飘灵重重的一击 劈在了大地上 顿时地动山摇 不远处的山脊 被强大的剑气 劈出了一道峡谷 叶飘灵的恐怖战力 由此可见一斑 而叶飘灵面前 是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 从沟壑内部 此刻正在冒着屡屡湿气 沟壑两旁裂缝四纵 一片狼藉 叶飘灵 慢着 就在这时 山谷间忽然响起了一阵声音 谁 叶飘灵警惕地站起身四望 瞬间收回了所有尸器 一备不测 这方天地复明 磨云尽散 我就在你面前 声音又道 嗯 叶飘灵皱了皱眉 忽然抬头看向了半空中 缓缓旋转的神秘飞行器 声音正是从里面传出来的 叶飘灵看着那飞行器 扛着战舰 冷冷一笑 说道 原来你这个家伙还会说话 说吧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来找我 哼 我们是古华夏人 这次来 其实并没有恶意 只不过是想 收回你手中的灵剑而已 声音说着 嗯 叶飘灵剑没微调 看了看手中的战舰 说道 那要是我不给呢 那声音沉默了一阵 说道 那你会后悔的 说实在的 在我们眼里 你只不过是一个晚辈而已 在千年以前 你和五星道人的决斗中 我们就已经注意到了你 你们到底是谁 叶飘灵 这次有点正是这些神秘的 不知敌友的强大势力了 说过了 我们是古华夏人 你们只不过是我们的后裔而已 你们现在的一切 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上一届我们的文明被毁灭 这一次 那股邪恶力量 也不会放过你们 所以 把那把零件还给我们 不然你真的会后悔 你们 叶飘灵没有理会那声音的索要战舰 而是心中大惊 久久才说道 你们 你们是上一届文明的幸存者 声音沉默了一阵 那继续说道 没错 就是我们 我们的家园被毁灭 我们的人民惨遭屠杀 众神的出现 是我们看到了希望 只不过 最后的希望还是破灭 在众神的拯救下 我们逃离了原来的世界 直至世界破碎 我们幸存了下来 叶飘灵傻傻地听着 脑海中又想起了 那个诡异的古龙图案 问道 难道 这个原因 就是你们古龙标志的由来 嗯 是的 我们注定要成为历史 而你们这件 就是我们和众神奋斗的原因 你们是新的开始 所以你们要留下 虽然有时候 我们采用的方式 有点过于极端 但是我们 将要面对的敌人 他们的恐怖 你们是想象不到的 我们现在甚至不知道 他们从何而来 将要做什么事情 为什么要毁灭我们 或许 就像他们所说的 我们属于第三世界 而他们比我们高一等 声音悠悠 颇为沧桑 冷冷秋风刮过耳畔 带给人一种莫名的悲凉气息 叶飘灵 我给你看的东西 声音说完 叶飘灵只赶到面前的虚空一阵扭曲 紧接着一个巨大的画面 印在了高空 在那画面中 叶飘灵看到了 天火从天而降 在大地上肆意燃烧 他看到虚空之间 众神在激战 他看到一群石人天甲奋战 世神宗祷的大扁 被溅上了鲜血 毫不血腥 他还看到 世界在破碎 女拔被击碎 众神在消亡 虚空一闪 各种画面全部失踪 叶飘灵精神为之一阵 看向了飞行器 忽然问道 为什么要让我看这些 你还是不相信 因为我们想收回那把战舰 那把战舰中的杀伐之魂 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 我们需要创造大鹏机甲 需要它 大鹏机甲 什么玩意 叶飘灵下意识地问着 一个大杀器 我们准备研制八个 所以需要八个杀伐之魂 作为机甲的主魂 但是在制造的过程中 我们才发现 被你抢走的 正是一个杀伐之魂 杀伐之魂 什么意思 叶飘灵好不容易抓到一个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的家伙 不把自己心中的疑问问完 怎么也说不过去吗 再说了 这个家伙的话 能不能信 还是两码事 总之问问 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坏处 杀伐之魂 就是被杀器和血气 熏陶出来的灵魂 此种灵魂杀伐 意念极强 所以在战斗的过程中 也能充分以杀器为武器 去击毙对手 但是这种灵魂 生前必须是那种 杀人如麻的人 一般的士兵灵魂 都不会达到这种效果 但是在灵战队中 具有八个灵魂 具有着这种杀伐意念 那就是蒙家八虎 这个也就是 我们之前 为什么没有粉碎 蒙家八虎灵魂的原因所在 哦 叶飘灵点了点头 看向了手中的战剑 而萧剑此刻也没了动静 只不过叶飘灵可以感觉到 萧剑的内心很矛盾 没有多想 叶飘灵决定 先不相信这些神秘势力的话 在他眼中看来 此刻的萧剑 对自己来说更重要一些 就在这时 天地却忽然黑暗了下来 只见一阵萧瑟鬼风吹过 一个身影 已经出现在了叶飘灵身边 吓了叶飘灵一跳 因为这个身影的杀气 太过惊人 淡淡她的杀气 便将地面劈碎 如此强大杀气的拥有者 天上地下只有一位 那就是 白起 白将军 一只沉默的萧剑 忽然叫出声来 剑身也是一阵颤抖 叶飘灵也傻傻地 看着忽然现身的白起 喃喃道 白 白将军 白起微微点了点头 一脸的凝重 看了看空中的飞行器 继而看向了叶飘灵 说道 飘灵将战剑还给他们 他们所说的一切 都是真的 神 什么 叶飘灵迟疑了 和萧剑待了这么长时间 不管怎么样 也有了感情 虽说僵尸一直拒绝着自己的感情 白起又说道 这个是我的意念 我目前正在鬼剑 将剑还给他们 说着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恐怖的白起 迷一般的白起 在这个关键的时候 却给自己带来了这种建议 将战剑还给他们 无疑就是抹杀掉萧剑 白起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 但是他 还是让自己 将萧剑交给那些家伙 从白起刚才沉重的语气中 叶飘灵知道了 他也不愿意 虽然蒙家八虎不是自己的士兵 但也是之前大秦帝国的战士 只不过 世上有些事 就是要有牺牲 萧剑 轻抚着剑身 叶飘灵低声说着 心中纵是百般的不乐意 但是也没有任何办法 算了飘灵 将我还给他们吧 我现在反正也离不开这个剑身 还不如让他们将我移出来 虽然没有了记忆和思想 但是最起码 我还能随意走动呢 不错了 不错了 萧剑笑着 虽然笑声很勉强 飞行器此刻射出一道白色光柱 在玉奥尘面前 白色光柱停了下来 远远看去异常诡异 萧剑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叶飘灵愧疚地说着 心中虽然不舍 没事的 飘灵 其实你真的很好 你要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僵尸 一个活在历史中的僵尸 我会记得你的 哼哼 再见了 好弟兄 萧剑说着 光柱渐渐笼罩住了战剑 战剑在光柱的牵引作用下 缓缓没入了飞行器 飞行器在空中 发出一阵微弱的擦擦 之音 继而转瞬而逝 萧剑 看着空无一物的天空 夜飘零喃喃说着 空荡荡的荒山中 留下了一个孤单